万界天尊第三百九十到四百四十四张,贵求订阅 第三百九十张谁的规则 倾盆大雨还在继续 四周矗立着无数黑漆漆,干把发,犹如死人手指头一样直刺天穷的树干 地面的温度已经降了下去,但是好些地方依旧有淡淡的白气不断的升腾起来,被大雨打碎后,白气就弥漫在地面,逐渐淹没了脚踝 不断有电光闪过,一条条巨龙一样的狂雷炸开,不断照亮了黑漆漆的天河地 金字塔状的战神山就矗立在百里外,庞大的山体就好似一座墙壁直压到了面前,视线所及的地方全都是黑漆漆光洁如镜的山体,一股莫名的压力让人喘不过气来 数百里外,巨大的蘑菇云逐渐变得稀疏,凌乱,无数雨点轰击下来,蘑菇云中心的高温降低了,无数尘埃正被雨点带着返回地面 电光闪烁中,密密麻麻无数肖长老,陆长老带来的战士全副武装,整整齐齐的站在树里外,恰恰和楚天身后的数万金属傀儡遥遥对峙 战士和傀儡,血肉和金属,战士手上的刀枪剑戟在电光中反射出刺目的寒光,战争傀儡暗沉沉的,所有的傀儡身上所有的武装外装甲板全部开启,露出了一支支猙獰的混沌火弩,一个个闪烁着淡淡光芒的能量武器喷口 没有楚天的命令,但是这些战争傀儡的智能核心已经大致估算出了对面战神山战士的实力,他们对自身的战力进行了精准核算后,有一万巨三丈高战争傀儡的能量核心已经开始不断的超负荷压缩充能 若有必要,这一万巨战争傀儡就会冲进战神山战士的阵列中自爆,每一巨战争傀儡的能量核心爆发出的威力,都相当于十枚混沌火弩瞬间释放出的力量 一万巨战争傀儡自爆,就相当于一百万只混沌火弩同时爆发 这股力量 楚天感应到了这些战争傀儡反馈的信息,他隐隐波动的气血顿时变得沸腾起来 一百万只混沌火弩同时爆发嘛 楚天咧嘴笑了,任凭倾盆大雨打湿了全身 大雨中,楚天撕掉了身上的兽皮,让疯狂的雨点将身体冲得干干净净 他身体一抖,无数水珠飞溅,雨目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直径数百丈的半球状空洞 那灼中,楚天预备的一套服饰在弹指间整整齐齐的穿在了身上 黑色内衫,白色外套,黑白色则对比分明,越发衬托的楚天面旁棱棱角分明 两条极长的,直入鬓角的长眉犹如两柄利剑,在电光中狠狠刺痛了萧长老和木长老的眼睛 在他们两人身后,和他们秘密街头的青山男子猛的瞪大了眼睛 那灼,还有楚天身上的这一套分明和神佑之地风格迥异的雅致长山 这一切都证明,楚天并非神佑之地的土著,他和他们一样,来自神佑之地之外 大队大队的战神山战士中,好些神功所属的瞳孔缩成了针尖大小 他们一个个平住了呼吸,手掌轻轻拍打身边战兽伙伴的脑袋,安抚他们稍安勿躁 今天,不管事情如何发展下去,神功一定要在战神山获取足够的利益 不然他们辛苦这么久是为了什么 咔嚓擦一声巨响传来,一道狂雷劈在了百多帐外的一根黑漆漆烧焦的树干上 倒倒雷火引燃了树干,任凭大雨泼洒一时间也没有熄灭,就好像一根硕大的火把在熊熊燃烧 萧长老上前了一步,他扯着嗓子怒吼起来,血其决死 以祖神的名义 怒长老猛的上前了一步,他大吼了一声,右脚狠狠的跺在了地上,方圆百里的地面猛的一跳,无数水珠从地面飞溅而起,猛的弹起来有树丈高 哗啦一下,弹起来的水珠和雨珠浑在一起,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发出了沉闷的水声 血其决死 战王猛的上前了一步,他怒吼道,荒唐,有多少年了,有多少年了,血其决死不是用来对付那些邪魔,而是用在了我们自己人身上 他是我们自己人吗 肖长老猛的指了一下楚天,他的眼珠通红,宛如疯狂的孤狼一般嘶声尖叫,看看他的模样,看看他的打扮,他是我们自己人吗 战王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他上前了两步,抓起他刚刚处在地上的大战锤,猛的一锤子朝着身侧轰出 一道巨大的战锤虚影呼的一下轰出了数万丈远,在地面上轰出了一条深达数丈,宽有百丈,长有数万丈的裂痕,在隆隆轰鸣声中,战王大声吼道,他是大长老临死前 闭嘴 肖长老指着战王跳着脚咒骂着,该死的荒野砸肿,闭嘴 什么临死前的预言 大长老有预言说,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战神的唇血后裔们会血流成河 血愁,只有用血来洗刷 陆长老在一旁吼道,按照先祖的规矩来吧,若是有了争执,若是有了纠纷,血其决死 死掉的,就是错的,活下来的,就是对的 这是最古老,也是最神圣的规矩 怒长老缓缓的拔出了一柄长有一仗二指的超重巨剑,慢慢指向了楚天,先是你,然后,是战王 混在大队人马中的青山中年满意的笑了 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哈,让战神山内耗,让他们自己消耗实力,总比燃神宫的同伴去拼命来得好 青山中年和他身边的几个男子借着一道闪电的光芒,同时看到了被捆的和粽子一样,可怜巴巴掉在小乖 大牙下晃荡的龙长老 几个人的脸色都变得很古怪 看来,战王和楚天这一对儿组合不容易对付,龙长老带着这么多好手出去都吃亏了,还是让萧长老和怒长老先去探探水深水浅吧 战王沉默,他皱着眉头回头看了看楚天 萧长老,怒长老身后的无数战士同时举起了兵器,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血骑绝死 血骑绝死 血骑绝死 宛如海啸一般的吼叫声混杂着强大的惊血气息冲天而起,众人头顶的乌云被这股可怕的气息冲散,硬生生在厚厚的乌云中冲出了一个百里方圆的云洞 折腾了这么久,夜深了,云洞破开,一轮明月悬挂在苍穹之上 漫天青色的月光透过云洞照了下来 倾盆大雨中,一道直径百里的光柱清亮亮的,照得山林一片通明 楚天突然笑了起来,他突然立声喝道,两个老而不死的东西,我懒得搭理你们,我只问你们身后的这群蠢货,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两个老东西在干什么 楚天运足了中气,他的气息肯定没有战王那样充沛,不可能一声大吼声传千里,却也轻轻松松让百里方圆内的所有战神山战士都听到了他的声音 肖长老,怒长老身后的无数战神山战士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他们的面孔扭曲,眸子里满是煞气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跟着肖长老和怒长老造反,他们要推翻战王,推翻这个不断将战神山的资源分给那些荒野中杂种的战王,换自己人上位 只要今天成功,不敢说杀死战王,只要将他从王座上赶下来,他们就能换一个战神山的嫡系战王 从今以后,战神山所有的资源都属于他们这些光荣的战神山的嫡系,和那些荒野中的杂种在没有半点而关系 想到精彩绝妙之处,这些战士无不发出了低沉的喘息声,就好像一群叙事呆发去猎杀食物的野兽 楚天又笑了,他右手握着青椒剑,左手背在身后,轻声笑问战王,战王呵,这些人,你觉得还有救吗? 战王没吭声,他雄壮鼻鼎的腰身突然勾搂了下去 他沉沉的说道,大家都是战神的子孙,大家全都沐浴在战神的荣耀之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肖长老冷笑了起来,没有高低贵贱 怎么可能? 一如我这一族,我族仙族中,曾经有战王超过三十位,出任长老者无数 我族的血脉,天生尊贵无匹 怒长老沉声道,我族也是如此,战王,长老且不说,战神山周边多少村落的村老,多少不足的族老都是出自我族 我族的先辈中有多少著名的英雄,多少我族的孩儿出任各处战宝的统领,将领 肖长老缓缓道,那些荒野中的杂种,偶尔有几个天赋不错的人能基身高位 战王打断了肖长老的话,你错了,在我战神山有据可考的历史中,有超过六成的战王,出身你口中的荒野中的,杂种 肖长老的脸色骤然一僵,怒长老立刻冷笑道,老是如此,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全都战死在了北方战场,能留下明信的人,能有几个 战王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他看着牧长老冷声道,他们没什么人能留下明信,那是因为,战神山组建的军队中,中高层将领的位置,都被你们把持,能留下姓名的,多是你们的族人 手中战锤嗡的一声响,战王立声道,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口中的荒野中的杂种,他们每年送去北方战场上的战士总数,是你们族人的百倍以上 是他们的血和肉,源源不断的血和肉,才让北方战场在邪魔的进攻下支撑了下来 怒长老也闭上了嘴,两人阴沉着脸看着战王 一道道狂雷不断披下,战王死死的盯着肖长老和怒长老,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这些事情,下面的儿郎们不晓得,你们该是清楚的 摸摸胸口,你们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还算是战神的子孙吗? 战王沉沉的叹了一口气,战神的子孙,什么时候丢弃了战士的荣耀,开始和那些叛徒一样,计较这些 肖长老,怒长老没吭声 怒长老只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来,一步一步的走向楚天 他身上赤红色的精血甲皱上,一缕缕犹如浓烟的精血烈焰升腾起来,四周的温度开始升高 怒长老不断的逼近,他走过了楚天青墓掌所画的桂花树,他甚至很好奇的向四周错落分布的那些桂花树望了一眼,刚刚混沌活奴卷起的热风,活海,居然对这些桂花树没能造成任何的伤害 如果不是正沉浸在血骑绝死的神圣和庄严的气氛中,怒长老其实蛮想用手中的长剑在这些桂花树上砍一刀,看看这些桂花树到底是什么毛病 楚天歪了歪脑袋,他缓缓说道,战王喝,这个血骑绝死,我就不掺胡了,嗯,我想,我不是这位怒长老的对手 楚天很有自知之明,他怎么可能是怒长老的对手 战王横跨了一步,挡在了怒长老的面前,他沉声道,怒长老,你们非要这样,那就战吧 怒长老冷冷的看了战王一眼,萧长老拔出了腰间长剑,同样大步走了上来,战王,你的对手是我 当年我们争夺王座,你我只是打了个平手,但是大长老偏心,一力支持你做上王座 萧长老冷笑道,我今天要让你明白,没有了大长老,你什么都不是 我要当着这么多儿郎的面,亲手将你踹下王座 萧长老身上的精血甲皱上,同样冒出了浓烟一样的精血烈焰 他一步一步的逼近,地面随着他的脚步在不断的颤抖 一边走,萧长老一边笑道,是不是很好奇,你的那些心腹手下怎么出现 呵呵,是不是有点担心,是不是有点心慌 没关系,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了 想想看,像长老,鹰长老之外,熊长老和虎长老去哪里了 楚天手中青椒剑闪过一抹寒光,楚天的声音悠悠响起,你们要动手了吗 可是谁规定,我他妈的要跟着你们的规矩走啊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你们所谓的血旗决死的规矩,我干嘛要听你们的 萧长老和怒长老同时呆了一下,两人同时怒吼,血旗决死,这是战神山最神圣的祖规 楚天力声喝道,你们都开始造反了,和我说祖规 和我说规矩 你们脑壳里面塞的都是狗屎 我才懒得搭理你们的规矩,我有我自己的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刀,你砍我一刀,我百倍还之 刚刚,死的人还不够,流的血还不够,战神的荣耀 呵呵,不用人血将战神山图成红色,我看你们根本没办法重复他的荣耀 青椒剑化为漫天剑气,化为一个巨大的剑剑将楚天裹在了里面 所有的战争傀儡,所有的能量武器喷口中,同时喷出了让人目为之盲的强烈闪光 一枚枚混沌火弩带着沉闷的呼啸声,拖着长长的燕尾冲上了高空,然后一头像密密麻麻的战神山唇血的嫡系子孙们轰了下来 我有我的规矩 楚天面无表情的冷笑 第三百九十一章发落 疯子,这是个疯子 混在战神山战士阵列中的神功所属,无论平日里多心高气傲的,无论平日里多肆无忌惮的,无论平日里多疯疯癫癫的,所有人全都歇斯底里的咒骂着,用尽手段四散奔逃 一枚一枚挪移服被捏碎,一道一道色泽不同的幽光亮起,一道一道顿服燃烧起来,好些身影或者没入了风中,或者没入了地下,还有好些强力的防御服录亮起,一道道厚重的光芒裹着道道人影,狼狈的向着远处奔逃 但是距离太近了,楚天距离他们只有数里远,无数混沌火弩刚刚冲上天空,就一头栽了下来,宛如一场艳丽的流星雨,覆盖了肖长老和木长老带来的所有战士 祖神在上 肖长老和木长老瞳孔缩小,整个眼眶里几乎只剩下了白蚕蚕没有半点而生气的眼白 他们向前猛冲的步伐停了下来,近乎绝望的看着天空无数的混沌火弩 一两个时辰前,楚天的那一波混沌火弩攻击杀死的战士,绝大多数来自战神山周边的嫡系村落 这些战士和肖长老,怒长老亲疏有别,死伤再多,也只是恼羞成怒 而此刻站在他们身后的,却是他们真正的嫡系 是他们的族裔,是他们出身的不足的嫡系,是他们这些年轻力培养的真正心腹 其中更有着数以万计的,和他们同元同祖的血液族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 更是他们的直系后裔 若是这些人死在了这里,他们在战神山的心腹几乎就被一网打尽了 你不能这样 血骑绝死,血骑绝死,你要和我们单打独斗,决一死战 肖长老,怒长老完全疯掉了,他们根本没把湛王放在眼里 而是亮枪着挥剑,疯狂的冲向了楚天 他们歇斯底里的吼叫着,一次次的呼喊着血骑绝死的神圣性 一次次的咆哮要楚天像一个真正的战士那样,和他们单打独斗,单挑奋出胜负来 当我蠢啊 我才多少岁,你们多少岁了 楚天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青椒剑化为大片雾气一样的剑光,痴痴有声地切割着两位长老的身体 精血甲咒上溅起了一溜溜火星,坚固异常的精血甲咒被青椒剑切割开来,在两位长老身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血痕 只是他们的精血太雄浑,生命力太强大,一道道伤口刚刚出现,就在强大精血的滋养下迅速愈合 眼看两人就要冲到楚天面前,而混沌火弩距离地面还有三百丈的时候,楚天一拍手,三千六百株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平地生长出来,一株株桂花树散发出淡淡清香,迅速组成一座大阵,将楚天,战王,萧长老,陆长老,还有战王的坐骑小乖以及百多个战神未果在了里面 树影婆娑,清香流逸,月光照在一株株桂花树上,斑驳树影摇曳,争个美轮美奂宛如琉璃仙境 萧长老和怒长老在大阵中昏头昏脑地撞了几下,就觉得四周都是树影摇晃,再也看不到人 一股沉重的压力从四周缅压过来,身体的动作逐渐缓慢,淡淡的清香不断侵入身体,让人心旷神疑,心中的杀意都逐渐地消散了 萧长老,怒长老骤然惊醒,他们大声吼叫着战士的荣耀,哭天喊得的要楚天出面和他们决一死战 四周无数树影急速地旋转着,一道道年绸的压力不断增强,两人的动作逐渐缓慢,眼神也变得有点散乱了 三万只混沌火弩同时扎了下来,然后在离地百丈的空中爆发 战争傀儡们喷发出的能量武器已经犹如割草机一样,在密密麻麻的阵列中肆虐了一番,起码有数万战神山的战士被一道道刺目的强光切掉了肢体,更有倒霉弹被冻穿了胸膛,一个个掩掩一息地躺在了地上 战士们的阵脚大乱,这些肖长老和怒长老的嫡系战士们刚刚在战神山中,根本没见到几个屯兵营地中的惨状,他们根本没有见到混沌火弩爆发时的恐怖场面 他们也不知道头顶落下的那些像是流星一样的小东西是什么,他们只是忙着救死扶伤,忙着救治那些被能量武器打死打伤的族人 更有一些战士气急败坏地咆哮着,大声呐喊着向楚天这边冲杀了过来 这些战士很恼怒地认为,楚天玷污了神圣的血旗决死,作为一个战士,他居然不敢和肖长老,怒长老决一死战,而是用这些古怪的金属疙瘩来伤人 这种垫辱了战神山最神圣的祖规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他们挥动着刀剑冲到了青木掌所化的大阵外,然后很尴尬地发现,他们找不到入阵的路径 面前就是轻晃晃的一片清光,浓郁的桂花香扑面而来,树影摇曳,却不见道路 他们有人用力地向青光撞了上去,一股柔韧的距离反震了回来,将他们弹飞了数百丈远,摔得昏天黑地狼狈不堪 就在这些战士想要群策群力攻破这座大阵的时候,混沌火弩爆发了 强光淹没了一切,随后是一道道黑红二色混杂的火焰冲天而起,三万根蘑菇云扎根在大地上,不断向四周喷散出毁灭一切的光和热 火焰席卷天地,天空近千里方圆的雨云被冲散,露出了一片青紫色的天空 一轮浩月冷漠无情地俯瞰着大地,犹如死神的眼睛,冰冷刺骨 无数战士连嘶吼声都没能发出,就在强光和火焰中化为乌有,身上祖传的甲咒挡不住混沌火弩恐怖的威力,他们的甲咒连同肉体一起,都被高温蒸发成了青烟 大地剧烈地颤抖着,一个直径数百里的大坑缓缓出现,大坑中泥沙融成了红色的岩浆,犹如一片沸腾的海洋 青木杖组成的大阵死死抵挡着混沌火弩爆发出的恐怖威能,庇护住了楚天等人 七万一千具战争傀儡再次发射出了一波混沌火弩,这一次他们的打击目标,直冲着那些逃窜的神功所属轰了过去 又是数千道蘑菇云远远的腾空而起,给夜空平添了几分猙獰 大阵中,萧长老和怒长老重重的跪倒在地,仰天发出了悲戚绝望的哀嚎,就好像两条被打断了腿又被赶出了狼群的老狼 青盆大雨下了一天两夜 混沌火弩带来的高温,彻底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空气中没留下半点而烟火气息 战神山脚下,两个直径数百里的大坑看上去异常的突兀,无数光溜溜烧的漆黑的树干直刺天空,在明媚的阳光下,凭空给人几分猙獰之感 旧老,熊掌,谢钱等人离开了黑牢,在战神卫的驻地中接受治疗 他们的手脚被打断,这点伤势不算什么大问题,稍微麻烦一点的,是好些火神战士的手筋,脚筋被割断了 不过他们的生命力足够强大,加上从药神山弄来的疗伤药草,最多两天功夫,这些伤都能愈合 战王离开战神山,陪同楚天去天庐山的时候早有安排,他的心腹战士在战熊,战徒的带领下,很好地完成了他的命令,没有让战神山内部发生大的动荡 穴位在战徒的统帅下,从密到紧急增援神血玉池外的同伴,一番突袭后,围堵神血玉池的上万战士被打得落花流水,战熊同样带着精锐的战神卫四处突击,将熊长老,虎长老统帅的战士打得溃不成军 毕竟战神山内,好些秘密涌道,秘密传送点,唯有利用战王的身份令牌才能开启 战神卫在调兵减将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熊长老,虎长老的战力还不如战熊,战徒,被击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在楚天前天夜里第一波混沌火弩轰出的大坑旁,身躯高大,面色惨淡的熊长老,虎长老搭拉着脑袋跪在地上,几根带着倒钩的锁链穿透了他们的琵琶骨和几处重要关节,封死了他们的全部力量 熊长老,虎长老直属的数十万精锐战士浑身精光的跪在大坑旁,满地的泥水弄得他们浑身脏兮兮的 好些战士犹如受了委屈的孩子,不时发出低声的哭泣,引得四周战王直属的战士们不由的轻蔑摇头 战神的子孙啊,向来只会流血,不会流泪 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因为惨烈的战斗,被吓得哭泣的时候,他还能算是一个战士吗? 远处站着数万具战争傀儡,这些一手制造了前天夜里可怕杀戮的战争工具静静的矗立在地面上 那些三丈高的傀儡还不显突兀,而那些百丈高下的巨型傀儡,则是让这些落败的战士胆气丧尽,甚至不敢抬头多看他们一眼 数十里外,大片的桂花树葱葱郁郁,青色的灵光闪烁,无数树影,光影摇曳生姿,淡淡的清香一直飘到了这边 肖长老,怒长老还被困在大阵中,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着,疯狂的挥动兵器四处乱砍乱砸 前天夜里,楚天就没和这两个已经丧心病狂的长老动手,他甚至还制止了战王出手,反正两个长老根本不可能闯出这座大阵,何必冒险和他们拼命? 就用大阵困着他们吧,战神山的长老精确充沛,气力悠长,先饿着,饿上一个月,看他们还有没有力气动手 当然,以他们的强悍生命力而言,一个月不吃不喝估计还真不能难为他们 那就,每天丢两颗混沌火弩进去,消耗消耗他们的精气神,看看他们倒地能扛几天 这步,两尊站在大阵旁的巨型傀儡手臂抬起,四颗混沌火弩呼啸着冲天而起,冲上离地百里的高空后,迅速一头栽了下来,狠狠地没入了大阵中 火光闪亮,蘑菇云冲天而起,大阵中传来了消长老,怒长老七力的吼声 只是有着大阵的隔绝,他们用尽全力发出的吼声只是若隐若现,就好像两只瘦弱的猫咪在叫唤,不注意的人还听不清他们在叫些什么 战王站在混沌火弩破开的大坑旁,冷眼看着那些跪在泥水中的战士 这些自诩为战神山嫡系的软淡,他们可能是被四周肃杀的气氛吓住了,可能被四周全副武装的战神位吓住了,所以他们一个个哆哆嗦嗦地跪在那里,接二连三的有人哭了出来 战王的脸色很阴沉,他突然举起了手,狠狠地向下一挥 前天夜里,神功所属伪装的商队成员被暴力拖拽到了大坑旁,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战神位挥动大斧,干净利落地将这些神功所属的脑袋砍了下来 头颅咕噜噜滚进了大坑中,鲜血在泥水中晾开 熊长老,虎长老看到数千神功所属在短短几个呼吸间被砍杀,他们着急地疯狂挣扎起来 身躯睽萎粗壮,遍体黑毛,争个犹如一头黑熊精的熊长老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战王,是我们的错,和孩儿们无关 不要动他们,不要动他们,大家都是战神的子孙 虎长老则是恶狠狠地一口吐沫吐在了熊长老的脸上,他立声吼道,杀就杀吧,怕什么 哈哈,战王,有种你杀了我们全部,该死的 惊天动地的哭喊声传来,数万名老弱妇如被押送了过来 这些人轻易水儿都是熊长老,虎长老嫡系族人,其中好些人是他们嫡亲的后辈 不,不要 虎长老的胆气骤然崩坏,他一下子软在了地上,看着战王立声吼道,战王,你要斩尽杀绝吗? 大家都是战神的子孙,你不能这么干 战王冷冷地看着熊长老和虎长老,他沉默了许久,最终缓缓摇头,我当然不会这么干,干是你们,的确是做了错事 所以,你们的族人会被发配到北方,在距离北方战场最近的丛林中屯渣,作为北方战宝的后备军力屯渣,你们,有意见吗? 熊长老,虎长老同时摇了摇头 这是最好的结果,他们还能说什么? 以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就算战王今天下令,将他们全部坑杀在这里,他们还能说什么? 他们甚至无力反抗 有楚天的数万战争傀儡坐镇,他们要动用多少人手,牺牲多少子孙,才能干掉这些可怕的金属疙瘩 更不要说,战王的直属战士,在综合实力上本来就占了不小的优势啊 那就,这样吧 楚天站在远处,看着战王处置这些落败的家伙,轻轻的摇了摇头 这样也好,楚天知道,他不可能抢求战王将这些人彻底惊喜掉 战王下不了这个决心,而他毕竟是外人,他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断 背着手,缓缓走进黑漆漆的战神山 悠长的涌道充满是血腥味,有战士们用大水桶在冲洗地面 冲出来的水,都是血色的 第392章 神血之秘 失去了六位长老,战神山再无人能撤走战王 战神领地中,也绝无任何一个村子,部落能够违逆战神山的意志 短短数日中,战神山新选出了七大长老,无数的事物千头万叙 忙得战王等人脚后梗直打后脑勺,日以继夜的忙活,却怎么都忙不完这些事情 楚天没兴趣掺和这些事情,他答应帮战王让战神的荣耀重新笼罩战神山 可没说他要帮战王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常事物 在穴位统领战徒的陪伴下,楚天站在了通往神血玉池的大门前 一百名穴位联手,他们催动神像吞天法,大声地喊着耗子 倾尽全力的他们憋得满脸通红,额头上一根根轻轻直跳 几乎耗尽了体内最后一丝力气,他们这才缓缓推开了将近一千年没有打开过的血色大门 低沉的轰鸣声中,血色大门冉冉开启了一条尽可容纳人侧身挤进去的缝隙,一百名穴位以精类的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战徒不满的摇了摇头,他沉沉的叹了一口气,一代不如一代 传说,当年的仙祖当中,有强大的战士一根手指头,就能捅开这扇大门,可是现在,一百个战神山最强悍的战士联手,才能勉强推开这么小一条缝 楚天咧咧嘴,没吭声 战徒恼怒战神山战力的衰退,但是楚天心知肚明,这些穴位,任何一个人的肉体力量都能碾压他 在战神山,百万龙力以下的是战士,一条真龙之力以下的是战师,十条真龙之力之下的是战将 这些穴位,一水而巅峰战将之上的实力,最弱的都有九条多真龙的肉体力量 随便一个穴位,都能一指头捅穿楚天的胸膛,战徒不满这些邪位的战力 楚天可真说不出话来 一股浓郁的血光从大门缝隙中露了出来,一股极其浓厚,极其香醇,熏得人脑袋沉重 好似醉酒一般的奇异气息从大门中涌出 楚天只是嗅了一口大门内涌出的这股气息,就觉得浑身精血骤然澎湃起来,好似吃了一颗十拳大补丹一样 从骨髓中一股股热浪翻卷而出,浑身精力充沛,一股股强劲的力量充盈全身,令得他皮肤都变得一片通红 鼠爷站在楚天肩膀上,小小的鼻头用力的抽了抽,细长的尾巴用力的甩了一下,这里面,有一滴 毛子里一抹荧光闪了闪,鼠爷摇了摇头没吭声 楚天从门缝中走了进去,浓郁的血光洒在他身上,这层血光沉甸甸的,给人一种近乎凝成实质的感觉,压得楚天每一步都变得极其的艰难 大门内,是一座长宽树里的殿堂,大殿正中是一个直径千丈的血池,不知道深浅的血池中,一池子色泽成金红色的粘稠血浆犹如火山口的岩浆一样翻滚着,不断有一个个硕大的气泡从下方翻腾上来 气泡在血浆表面炸开,一缕缕粘稠,精纯的血气飞出,向上飞腾树十丈高后,又缓缓化为一滴滴细小的血滴落回血池 在血池的正上方,悬浮着一颗紫金色的人头大小的血滴 这一颗血滴犹如水晶雕成一般晶莹剔透,一波波沉重异常的精血波动不断从血滴中涌出,充盈整个大殿的血光,也是从这一颗血滴中释放出来 血池四周,矗立着十二头六牙神像的雕像,高有百丈的雕像张开大嘴,一道道精纯的天地灵髓化为肉眼可见的水流,不断从雕像的大嘴中喷出,源源不断的注入紫金色的血滴中 随着天地灵髓的注入,一缕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血流不断的从那颗宛如实质的血滴中流出,不断的注入下方的血池 楚天庞大的灵石像那颗血滴笼罩了过去 一股恐怖的精神威压立刻犹如海啸一般从血滴中涌出,重重的砸在了楚天的灵石上 楚天只觉自己的脑袋好似被一座山撞了一下,灵石剧痛,下意识的倒卷而出,而那股精神威压不依不饶的冲杀了过来,就要轰入楚天的神窍天境 崩毁他的灵魂 金灯尚清悠悠的灯火闪了闪,已经轰入了楚天体内的精神威压骤然一致,然后缓缓的退了回去 楚天闷哼一声,他亮腔着向后倒退了几步,鼻子里两条血水喷了出来 只是稍微碰触,就差点伤及灵魂,而这只是一滴血液中残留的微不足道的一丁点而灵魂威压 天知道留下这滴血液在这里的那位存在,他的本体强横到了何等程度 深吸了一口气,擦干净脸上的血迹,楚天的灵石再次涌出,小心翼翼的靠近血液 这一次,血液似乎认可了楚天的身份,并没有再次反击 灵石小心翼翼的触碰血液,慢慢的,一点点的,一丝丝,一毫毫的,很温柔的沁入了血液核心 这颗悬浮在神血浴池不知道多少年的血液,是活的 它的内部保持着让楚天惊为天人的强大生机,十二头神像雕像不断输送的天地灵髓在血液内部被转化为最纯粹的生命能量 一部分生命能量用来维持血液的存在,剩下的一部分生命能量则是被血液的侵袭侵染,逐渐转化为和血液同源 但是蕴藏的能量层次要弱小许多的血浆,不断的滴入血池 这滴血,就是一个血浆的加工厂 天地灵髓是原材料,血池中沉重粘稠的血浆就是最终的成品 这一滴血有着极其神奇的力量,能够让人脱胎换骨,甚至改造人的血脉,让人拥有更加强大的肉身,拥有更加强大的潜力和底蕴 或许,留下这滴血的人,就是战王他们所说的祖神,就是他们膜拜的战神 神血浴池中的血,可以从根本上改造进入浴池的战士,破茧成蝶,站在更高的境界,拥有更高的起点,可以窥见更远,更优美的风景 天地灵髓供应不足啊 楚天感应到血滴中蕴藏的庞大力量,他完全处于一种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的尴尬境地,他拥有的力量完全可以百倍,千倍的制造那种神奇的血浆 但是天地灵髓供应不足,这滴血的制造能力连万分之一都没能发挥出来 不仅是制造的量比较少,而且出品的血浆的质地也颇为低劣 用战王的说法是,进入神血浴池,接受神血洗礼,化繁体位神区之后,可以尽快的让战神山天赋最优秀的战士突破成为战王 直径超过千丈的血池,五个战士均分,只能让他们尽快的突破战王境 而那颗悬浮在血池上空的神血,这么小一滴血液蕴藏的力量,起码是战王和肖长老,怒长老这个级数的高手全部精血能量的百倍以上 如果天地灵髓供应量足够,这滴神血制造出来的血浆品质应该还能提升数倍,进入神血浴池的战士直接突破成为王级高手应该不成问题才对 而且以这血池的规模来看,这血池原本的设计,起码是为了一次性进化上千名战士精英所用 以这滴神血中蕴藏的庞大力量估算,消耗完一池血浆后,补充完全也最多只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大致换算一下,这神血浴池的设计标准,一年起码能让三十多万精英战士化去繁体,进化为神区 而眼下战神山千年才能开启一次神血浴池,一次只能让五个最优秀的战士享受神血带来的好处,和楚天估算中的神血浴池设计标准相比,这也推破落了一些 背着双手,楚天绕着神血浴池转了三圈 强大的灵石犹如水银泻地,顺着十二头神像雕像一路向下勘测了下去 在这神血浴池大殿四周,厚重的山体内布置了庞大而精密的阵法,这些阵法的脉络一直延伸向了整个战神山 楚天的灵石小心的透过山体,一寸一寸的摸索着阵法的走向 漠然间,在神血浴池的正中位置,向下深入山体近千丈的地方,楚天的灵石碰触到了一颗直径百丈的硕大圆形晶体,整个神血浴池,乃至整个战神山的阵法核心居然就布置在这里 这颗精球,就好似楚天手中那些战斗傀儡的智能核心一样,同样是人造的,拥有自我判断能力,自我思维能力的智能核心,而且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起码是那些战斗傀儡的万倍以上 毕竟这颗硕大的精球,可是用来控制整个战神山所有阵法禁制的 战神山内庞大而复杂的阵法禁制的设计信息化为一道洪流,不断的顺着楚天灵石涌来,楚天迅速吸收了这些信息,一刻钟后,他对整个战神山的阵法禁制了如指掌 战神山高万里,是一座标准的金字塔状人工造物 战神山四面光滑如镜的山体,就是四个巨大的能量吸收面,阳光也好,月光也好,乃至暴雨天气的雷霆闪电,只要靠近战神山的,都会被这四个能量吸收面统统吸收,转化为战神山所需的能量 这些能量绝大部分都用来维持战神山内正常的禁制运转消耗,只是一种常备的能源 战神山最主要的能量和物资的供应通道,来自于战神山下方植入地下十几万里的81条特质的汲取通道 81条直径万丈,直入地下十几万里的通道犹如大树的根莖,沟通了地下树实众,数以万计的地脉和矿脉,源源不断的汲取地下的天地灵髓和各种矿石材料提供给战神山 但是现在,还在运转的汲取通道,居然只剩下了一条 这一条,就是战报曾经带领旧老他们参观过的,每天可以捞取大量金属熔液的永道 就这仅有的一条还在运转的汲取通道,运转功率也只有设计功率的百分之一不到,其他的八十条汲取通道,更是直接陷入了停工状态 也不知道是人为的破坏,还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其他的变故,总之战神山这座庞大的战争堡垒,它整个陷入了沉睡中,只是勉强维持着最后一点点可怜巴巴的生机 甚至就连控制战神山一切阵法禁制的金球,原本已经滋生的自我灵制,也因为漫长岁月中能量和物资的供应不足,绝大部分灵制又都泯灭了 如今这颗金球还保留的灵制水准,大概就和一条土狗的智商差不多 战徒站在神血玉池旁,瞪大眼睛看着楚天绕着神血玉池转圈 过了许久,战徒忍不住说道,天师,还有大半个月时间,战王就会主持神血祭典,让您,您挑选出的一个战士,还有战神山年经一代最优秀的三位战士进来这里进行沐浴 轻咳了一声,战徒缓缓说道,这么多年了,神血玉池的效力越来越差,但是谁也找不出这里面的根源,怕是 战徒想要劝说楚天,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战神山这么多年来,包括上一任大长老在内,这么多聪明睿智的长老都没能找出神血玉池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楚天突然对战王说,想要进神血玉池查探一下,估计是查探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他想劝楚天不要白费力气,却又害怕伤了楚天的面子 毕竟这位可是大长老临死前的预言中,可以带着战神山重新走向辉煌的主角,战徒唯恐一句话说不好,伤了楚天的自尊心就不好了 楚天点了点头,淡然道,也不怎么难,之所以这么多年,这么多人没找出这里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怕是,你们自己连战神山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都弄不清楚了吧 战徒猛的挺起了胸膛,他自豪的说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战神山,其实是战神赐予我们的,一座威能无穷的战争堡垒,是我们战神的子孙最强大的战争工具 楚天轻轻的鼓掌赞叹道,哟,还记得呀 不错呀,不过,你们还记得怎么操作,维护这座战神山吗? 战徒眨巴了一下眼睛,呆头呆脑的看着楚天 什么操作? 什么维护? 维护,啊,明白了,战徒憨憨的说道,每隔一千年,战神的寿辰祭典上,战神山会出动无数战士,耗费整整一年时间,将战神山表面积累的冰层全都清洁一空 哈,这可是见很困难的活迹 楚天一巴掌盖在了自己脸上,哈,将战神山的四个外表面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维护了 而且这种擦拭,还是千年一次 鼠爷也一爪子捂住了自己的脸,他摇头呻吟道,哀,寻天战宝若是运转正常,自身表面有节界保护,一丝灰尘都不会有 清洁,清你老母 楚天长叹了一声,摇摇头,他手一挥,大殿中一片血光涌出,战神山的整个阵法尽至祥图凭空浮现在楚天面前 看着血光凝成的战神山全图,战图整个傻眼了 第393章复苏的战神山 长宽高超过百丈的血色图影静静的悬浮在大殿中,血色的三角形造物中,无数细致到了极致的纹路若隐若现,战神山内的无数密道,密室,密殿等等,在这图影中一览无疑 战图瞪大了眼睛 作为战王的绝对心腹,他自诩对战神山了如指掌 甚至就连战神山最高处,以前大长老闭关继神,祈祷的密殿,以及那密殿四周的所有密道等等,他都跟着大长老和战王进出过很多次 看看楚天召唤出的这血色图影吧 别的地方且不说,就这战神山的最高处,大长老闭关的密殿四周,居然就有数十处秘密殿堂,大厅,有近百条绝密的通道,是战图听都没听说过的 很显然,大长老和战王都不知道这些密殿,密道的存在 祖神在上 战图敬畏的单膝跪倒在地,敬畏的看着楚天 在他简单而淳朴的思维中,楚天一定是战神送来的使者,否则他怎么能弄到这么详细的战神山全途 这么巨大的一幅光影全局图,对于止碎炼肉身,无限强大惊血,对于神通密法一贯轻忽的战神后裔而来,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楚天双手按在这宛如水波凝成的光影图上,一道道详细的信息不断的涌来 战神一脉,纯粹的狂战士,只修肉身,不炼神魂,除了战斗,就是战斗,除了战斗,这些家伙没有任何其他的技能,就连这所谓的,战神留下来的战神山,也都是 楚天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古怪,在这血色的光影图中,楚天在某个偏僻角落,见到了一枚细小的,精致的,复杂的徽章 这战神山,赫然是七巧天宫出品 寻天战宝,丙吉,编号雄武丙99737 雄武军团下辖的丙吉战宝,第99737号 楚天只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脑门,浑身鸡皮疙瘩一下子就冒出了无数,从这编号来看,如丝巨大的战神山,在这所谓的雄武军团中,起码就有将近十万座的规模 每一座战神山能够容纳的战士数以亿计 这是一股何等可怕,何等强横的力量,而掌控着这么强横力量的至尊存在,他们又去了哪里 当今世界,绝无他们的半点消息,就连战王他们这些所谓的战神后裔,也已经遗忘了太多的东西 他们甚至连如何维护战神山都不知道 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些家伙只知道战斗,战斗,战斗,拎着刀枪剑几何人拼命,维护战神山的正常运转,这是七巧天宫售后服务人员的事情 七巧天宫都已经湮灭了传承,上哪里找帮他们维护战神山的人去 楚天继承了七巧天宫的传承,那么,哪怕是出于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不需要大长老和战王给他挖坑,楚天也要帮忙将这战神山修缮一心呢 只不过,感应着图影中传回的庞大信息流,楚天的脸都是黑的 如丝巨大的一座战神山,以楚天如今的修为,想要彻底的激发他应有的全部威能,这活迹不轻松 楚天苦笑了一声,看着战神山底部垂下的八十一根细长的光影,仔细辨识了一番这些光影当中反馈回来的信息,他手只轻轻点在了一根隐隐有血光闪烁的光影上 这是战神山八十一根汲取涌道中唯一一条还在勉强维持运转的,无数年没有疏通过,无数年没有维护过,从地下灵脉中汲取的天地灵髓和巨量资源中的杂志,已经将涌道中的各种能量回路,物资通道堵塞了大半 如今这条涌道的工作效率,大概只有设计指标的万分之一 就这么可怜巴巴的一条汲取涌道,每天汲取上来的金属熔液,已经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量,但是比起全圣石的壮观景象,真的有点可怜 血色光影闪烁,战神山的全图消失了,唯有这一条汲取涌道的图影放大了数百倍,犹如一根闪烁着血光的柱子,静静的悬浮在楚天面前 楚天双手在光影上一阵挥动,不断的放大局部的图影,很快在一片雀光中出现了大量活动的人影,这是正在涌道中的岩浆池中收取金属熔液的工匠 楚天轻喝了一声,他一指头点在了血色光影上,力声喝道,所有人离开此处,返回战神山 在这里只是一声轻轻的呼喝,在战神山下方的这条涌道中,却化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数万名正在紧张劳作的工匠被震得七昏八速立足不稳,一个个宛如滚的葫芦一样满地乱滚,过了好久他们才一跃而起,丢下手中的兵器,迅速顺着涌道上开凿的阶梯向上方攀升 楚天向目瞪口呆的战徒看了一眼,沉声道,去给战王说一声,三天内,不要让人进入这条涌道 嗯,三天时间,大概能清理得差不多吧,我现在修为有限,只能这样了 战徒呆愣愣地跑出去传话去了,他将楚天的吩咐转述给了一个穴位,让他去通知战王,自己则是巴巴地跑了回来,小心翼翼地垂下双手站在一旁,瞪大眼睛看着那闪烁的涌道光影 这种事情,他这辈子还没见过呢,真个是稀罕,真个是有趣,战徒瞪大眼睛,决定一定要将楚天的一举一动都记在心里,以后喝酒吹牛的时候,也能拿出去和一帮子老兄弟卖弄 未来等他老了,无法战斗了,缠绵床榻的时候,他也能用今日的所见所闻去忽悠自己的孙儿辈 偌大的战神山,谁能有他战徒今日的造化?虽然不知道楚天要做什么,但是战徒清楚,楚天定然要做一件了不起的,让战神山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惊为天人的大事 涌道的局部图影在不断扩大 一座座精密到了极点的阵法纹路在光影中浮现,这些阵法,正是涌道中抽取地下灵脉,抽取各种物资的核心法阵 只是很明显,宛如无数精密齿轮一样嵌套的阵法当中,有大量的阴影堆积 无数年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和修缮,从地下抽取的天地灵水,矿物矿石中的杂质,不断侵染阵法,已经让这涌道中的阵法变得智障,迟缓 楚天眉心紫气金光大胜 他深吸了一口气,眯着眼低声咕浓了几句,山中穴中无量神珠旋转的速度微微加快了几分,一股一股精纯而强大的能量涌出,不断注入他眉心静静悬浮着的紫霄金阳炉 通体金光灿灿,表面浮现无数神兽神秦虚影的紫霄金阳炉得到足够的能量补充,化为拳头大小的一团金色火焰从楚天眉心飞出 楚天深吸一口气,将紫霄金阳炉打入了这条涌道的光影 下一瞬间,紫霄金阳炉直接出现在了那条直径数千丈,深入的下十几万里的汲取涌道中 拳头大小的金色火光中喷出了一道道极细的金色火光,跳动的金色火光在楚天的遥控下,不断化为一枚眉细小的符纹,小心翼翼的像涌道黑漆漆的岩壁扫去 一点点沉年堆砌的杂志被阳极金焰炼化,一枚眉精小的,七巧天空蜜传的符纹打入了岩壁中规模庞大,结构精密而复杂的阵法中 就好像一滴滴润滑油滴进了生锈多年的机器中,纯阳纯钢的阳极金焰又唤醒了这些运转迟缓的阵法中一丝本源的火力,战神山乃是七巧天空出产的巨型战宝,战神山中的好些部件,都是用阳极金焰炼制而成 一脉相承,纯阳纯钢的气息融为一体,一道道奇异的金色闪光在岩壁上不断浮现 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弱大的涌道微微颤抖了一下 紫霄金阳炉悬浮在巨大的涌道中,一寸一寸的向下降落 黑漆漆的岩壁上,一道道金光同样一点一点的浮现,一个又一个分阵法不断的被激活 虽然莫名所以,但是站在一旁看热闹的战徒以他一个强大战士的直觉,突然发现好些事情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战神山内的空气中,似乎有一丝温暖的气息荡漾了出来 战徒在战神山生活了两千多年,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每次走进战神山,战徒都感觉他好似走进了一座死寂的坟墓,好似有无数冰冷的灵存活在空气中,不断的喷吐寒气,让人从骨子里觉得阴冷 饶势有着强横无比,佩然如海的精确能量,战徒也不愿意进入战神山 更多的时候,战徒宁可在战神山脚的冰营中落脚,或者随便去哪里做点什么,他也不愿意进入战神山 但是今天,战神山变暖了 就好似一个被冰川冰封了数万年的僵尸,突然回复了一丝活力 微弱,却实实在在的存在,一丝生命气息在战神山内绽放了出来,四周的气氛变得暖和了许多 楚天干脆盘坐在了地上,双手食指急速跳动,以战徒的眼力,以他在北方战场上杀戮无数脆炼成的恐怖直觉,都无法看清楚楚天的手势变换 他只是看到无数金色光雨从楚天手掌中喷出,无数细密的符纹带着让人头昏目眩的奇异气息,犹如水波一样不断地注入了前方的血色光影中 茫茫血色光影中,一点细细的沙尘大小的金光若隐若现,几条极细的金色流光从那一点金光中喷出,不断地扫在血色光影上 于是暗沉沉的血色光影中就有一道道极细的金光亮起,血色光影的色泽就变得明媚了许多 紫霄金阳炉在汲取通道中不断地下降,巨大的汲取通道被一点一点地修复,一点一点地修饰如新 炼制战神山的材料品级极高,又有防御节界保护,历经无数年风雨,战神山内的各处阵法尽致保持完好,占保本体也没有丝毫磨损 唯一就是太长岁月没有保养了,就好像一块精美的机械怀表,里面积蓄了太多的污垢沙尘,只要将这些岁月积淀的无用之物洗刷干净,整个战神山就焕然一新,犹如刚刚从七巧天宫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一样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两天后,紫霄金阳炉已经降落到了原本的岩浆池塘的上方 随着紫霄金阳炉的不断下降,岩浆池不断向下落去,紫霄金阳炉一路修复所过之处的阵法尽致,汲取通道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吸纳的能力越来越强 渐渐的,岩浆池塘中的温度直线上升,暗红色的岩浆色则不断的变化,从暗红到浅红,从浅红到淡蓝,从淡蓝到淡青,最后岩浆彻底变成了一片白汪汪的白色烈焰 一切杂质都被烧得干干净净,只有纯粹的金属溶液和天地灵髓存下 汲取涌道的岩壁上,一条条金光凝成了宛如巨龙的虚影,这些金色虚影张开大嘴深深的呼吸,一道道庞大的天地灵髓不断的冲天飞起,迅速没入了岩壁中 战神山内的温度又升高了许多 行走在战神山内的好些战士突然发现,往日里光芒暗淡的好些涌道,如今不需要火把的照明,四周的光线都变得明亮了起来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战神山的战士们已经不需要任何照明工具,就能惬意的在战神山的泳道中行走 战神山内的空气变得温暖而舒适,空气的比例也变得恰到好处,每一口气吸进肺腔里,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在呼吸,反而好像是吞了一颗大补气血的灵丹一般 从地下抽取的天地灵髓经过战神山内奇异禁致的转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强壮精血大有好处的奇异能量,悄然渗入了战神山内的空气中,随着战士们的呼吸,他们的身体机能虽然缓慢,却实实在在的持续不断的开始一丝一丝的提升 战徒看向了悬浮在神血浴池上空的那颗神血 人头大小的神血下方滴落的血丝本来只有头发丝斑细小,但是如今已经变得有拇指粗细 让战徒骇然的是,不仅仅是涌出的血浆数量变多了,而且血浆的色泽也变得鲜艳了少许,更有一点点晶莹的感觉蕴藏在内 奇异的心香从那颗神血中涌出,信人心脾,让人不自觉的感到一丝沉醉 新生的血浆内充满了活跃的生命能量,不断滴落的血浆融入下方的神血浴池后,原本只是缓慢翻滚的血浆变得躁动了起来,血池中出现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漩涡,这一池的神血,居然开始自行的吸收天地之间的灵髓,不断的滋养自身,强大自身 祖神在上 战徒跪在了地上,他已经找不到任何适合此刻,适合此景的话语 第394章一滴神血 时间飞逝 等到千年一度的开启神血浴池,让五位最有天分的年轻战士进行神血沐浴,化去繁体,转化神区的神圣日子到来之时,战神山的汲取通道,已经修复了整整六条 六条汲取通道深入的下十几万里,穿透了数百层地下灵脉和矿层,每时每秒汲取的天地灵髓还有各种矿物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如今的战神山内内外外都彻底变了模样 战神山内的温度变得温暖而舒适,每一个角落都光亮犹如白昼,强大的生命能量充斥在空气中,行走在战神山内,就好像行走在水波中,不自禁地感觉到一股微弱的阻力 这是生命能量太充沛了,战神山内的空气都已经变得年愁宁厚犹如西周一般 过去的大半个月中,居住在战神山内,负责打理各处事物的妇人中,有数万有运的妇人顺利地诞下了新生儿,让掌王和七位新任长老又惊又喜的是,新诞下的新生儿表现出了超长的天分 战神的血脉很强大,战神后裔中的新生儿向来身体强健,生儿能走,能蹦能跳的娃娃不少 但是见过生下来就能推着石头碾子满地乱转的娃娃吗? 战神山内的生命能量逐渐充盈,只是吸收了大半个月的生命能量,新诞下的婴孩中,拥有如此超人天分的娃娃足足有数千之重,几乎达到了十比一的比例 新生儿如此,那些从北方战场伤退下来,浑身伤痕累累,一到阴雨天就老伤复发浑身剧痛的战士,同样在战神山内休养了十几天后,他们的老伤豁然消散 曾经默契沉沉的战士重新变得筋骨强健,他们没有吃药,没有敷药,也没有什么别的造化,只是每天在逐渐复苏的战神山内操持他们往日的那些工作,比如打理稻田,药田之类 仅仅如此,纠缠了他们数十年,数百年的老伤就这么不见了 他们的身体好似枯木发芽一样,逐渐恢复了力气,虽然还没有达到巅峰状态,但是根据战王他们的检查后,这些战士很有可能恢复年轻时的战力 也没有惊动正忙着梳理战神山的楚天,大半个月来,战神山周边十万里内,无数村落,部族中,但凡受运的富人,全都被动员着进入了战神山 好些四肢完好无损,只是因为伤势过重,伤损了精血本源的老战士,也都成群结队的入驻战神山 老战士的复苏,代表着战神山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壮大力量 而新生儿的强大,则代表了战神山无比光辉的前途 这些天分超人的婴孩中,能够涌现多少王级的强者 战王和七位长老激动的夜不能寐,他们连续十几天连轴转的忙碌着,不断的开启战神山内各处殿堂,大厅 不断的调动囤积的粮食和物资,为这些有运的富人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 战神山内部充斥着热情和希望,而在战神山外,通体漆黑的战神山外表面上,已经有一丝丝若隐若现的血色纹路浮现 这些血色纹路造型古朴,气势辉红,犹如鲜血的色泽在黑漆漆的山体衬托下,不显得猙獰,反而透着一股子莫名的威严和肃杀 这些纹路逐渐从战神山的山脚向山顶衍生,大半个月的时间,下方数十里高下的山体已经被这些血色的纹路覆盖 无数战神山的后裔看到这些血色纹路的时候,总感到浑身气血澎湃,莫名的战意澎发 他们对这些纹路并不陌生,在战神的雕像上,在战神山内的好些大殿,大厅的门户上,都有着相同的纹饰 甚至在强大的战将以及战王的皮肤下,都有类似的纹路出现 这是战纹,能够极大提升战斗力的战纹 在老人们的传说中,在很久很久之前,血色的战纹覆盖了整个战神山,那时候的战神山拥有的力量,也比现在强大了许多倍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血色纹路逐渐的消失了,战神山的传承也变得光芒暗淡 似乎,战神的荣耀也不再笼罩战神山,不再笼罩战神的后裔们,这让所有的战神描迹的心头都空荡荡的 如今,因为楚天的关系,这些血色战纹重现 看着血色纹路每天都向上覆盖一大截山体,战士们的心中变得很充实,感觉越发的踏实 他们似乎感受到,在无上的青天之中,有一双属于战神的眼睛,重新向战神山的方向望了过来 祖神的光辉笼罩我们 战士们日常作息,训练的时候,相互问候时都会很虔诚的用拳头碰一下心口,很笃定的说出这句话 战神的荣耀重新笼罩战神山 不仅仅是下面的战士们,战王和一众长老的心情也变得很好,心中踏踏实实的,妥妥定定的 他们对大长老的遗言再也没有半点儿的犹豫,楚天就是战神送来的,帮他们重新恢复战神荣耀的神史 他们将按照大长老的遗言,无条件的支持楚天 无条件的聚集在他的身边 楚天意志所向,即为他们战神山的刀剑所向 楚天的敌人,就是战神山的敌人 用无穷无尽的鲜血和钢铁,淹没敌人,碾碎敌人,在无穷无尽的战争中,重新恢复战神的荣耀 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在悄悄改变战神山,短短大半个月的时间,战神山发生的变化比之前数万年,数十万年还要来的巨大 楚天对外界的这些事情却一概不理,连续大半个月的时间,他静静的盘坐在神血浴池旁,操控紫霄金阳炉不断的修复战神山下方八十一条汲取通道内的阵法禁止,不断的唤醒战神山强大的力量 他的手法越来越熟练,修复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他对自己的修为也越来越不满,按照七巧天弓的点击记载,修复这么一座丙级的寻天战宝,一名七巧天弓的合格炼师,大概只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就可以了 而楚天耗费了大半个月时间,还动用了紫霄金阳炉这样的一宝,居然只修复了六条汲取通道 楚天和那些七巧天弓炼师的修为差距太大,这让楚天迫切的想要提升自己的力量 有时候,有了对比,才会明白差距到底在哪里 大半个月的时间,神血浴池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悬浮在神血浴池上方的那一滴神血,从原本的人头大小,已经逐渐增长到了南瓜大小 或许是饥饿了太多年,这一滴神血吞噬了无数的天地灵髓后,不断的滋生出新的神血补充自身,每一天这一滴神血的体积都在缓慢的扩张 增加的更加明显的,是神血下方滴入血池的那一道血浆 原本头发丝般细小的血流,如今已经是面盆粗细,亮晶晶热腾腾,散发出庞大生命气息的红色血浆不断落入血池中 血池内血浪翻滚,大片血色水泡咕咕的翻腾上来,整个大殿内都充斥着巨大的波涛声 血池的血浆水面提升了数丈高,整个血池都快被装满了 单单按照数量来说,原本的血池只够五个战士进行沐浴,如今血浆的总量提升了十倍左右,足够五十个战士同时进行神血沐浴 可是按照质量来说,血池中的血浆蕴藏的神奇力量浓度提升了百倍左右,这一血池的血浆,足够五千战士进行神血沐浴,而且效果会比之前五人沐浴时提升的效果更强 悬浮在血池上方的这一滴神血威能太强大了,楚天真的无法想象,这滴神血所属的本体能有多强大 给它足够的天地灵髓,这滴神血足以制造出无穷的奇迹 瘟的一声巨响,战神山再次颤抖了一下,又一条汲取通道全盘修复,一道雄魂,强大的天地灵髓顺着汲取通道呼啸而起,犹如海啸一般重重的闯入了战神山内空虚的能量回路 一众重阵法禁止不断的吞噬吸收这一道汲取通道送入的天地灵髓,经过四十九重提炼,提纯后,十二头六牙神像雕像嘴里喷出的天地灵髓红流再次粗大了一圈 悬浮在血池上空的神血通体光芒一闪,神血下方面盆粗细的血流再次粗壮了三寸左右,蕴藏的能量浓度再次提升了一成上下 浓郁的精血气息宛如实质一般向四周扩散开去,熏得楚天和跪在他身边的战徒面孔通红,浑身气血翻滚犹如海潮 战徒可真是体力悠长,自从楚天不断的修复一条一条汲取通道后,他就这么乖乖的跪在血池边跪了大半个月,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只是狂喜而崇拜的时而看看楚天,时而看看变化巨大的血池 血池中散发出的精血能量充沛异常,战徒的身体犹如干涸的大地一样自行的吸收流散出的精血能量,短短大半个月时间,战徒散发出的气息强大了半成左右 到了战徒这个层次的战士,能提升一丝半点的力量,都堪称巨大的进步,需要长时间的熬练才能实现 大半个月时间,实力飙升半成,这若是让战王,战熊他们知道,就算是战王都会发疯的吧 双手不断变换印诀,打出无数金色光羽一般的符纹注入前方的血色光影中,楚天突然说道,时间到了吧 让战王,带人来进行神血沐浴吧 嗯,这一次,五千人吧 战徒的身体猛的哆嗦了一下,他甘巴巴的说道,五千人 楚天看了一眼沸腾的血池,淡然道,当然,五千人 要是连这点成绩都没有,我这大半个月不是白忙活了吗 冷哼了一声,斗手将数十道印诀打出,化为大片光羽融入血色光影 楚天冷笑道,我也不知道,战神山的那些长辈都在吃白干饭呢 好好的一座寻天战宝,被他们折腾成这样 看些血池,楚天有点恼怒道,设计标准,是每天最少一万人的洗炼标准 不仅仅是用来提升天赋,潜力,更是战争时期最有效的医疗,救伤的工具 你们可好,千年一次,一次五人,呵呵 楚天呵呵冷笑了一声,战徒灰头灰脸的站起身来,步伐亮相的向大殿的大门走去 战徒的面皮一片通红,也说不清是精血能量充的,还是被楚天的话给下的 神血欲迟,无数年来,战神山最神圣,最重要的禁地,对战士们而言梦寐以求的天大机缘,能够增强战士们的天赋和潜力,让沐浴过后的战士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成为王级强者的神奇血池 楚天说什么?如此神奇,如此强大的神血欲迟,在太古时代,更大的作用,是在战争的时候救治伤员,恢复伤势的医疗道具 反而是喜炼战士,提升他们的天赋和潜力,只是平日里没有战士的时候附属的功效 楚天的话彻底颠覆了战徒关于神血欲迟的理解 饶是他身经百战,在北方战场上经历了无数次的血腥厮杀,他依旧被楚天的这番话给吓得浑身哆嗦,走路的时候好几次都摔倒在地 祖神在上 太古的仙祖们,曾经拥有何等的光辉和荣耀 战徒的面孔扭曲,他万分痛苦的询问自己一个问题,拥有如此辉煌成就的仙祖们,他们这些战神的后裔,如何会沦落到这个程度? 楚天的话,他是听得懂的,楚天曾经说过,这只是一座丙级战宝 祖神在上 丙级战宝就已经是如今战神领地的命脉所在,那么上面更强大的甲级,以及的战宝,又是何等辉煌,何等不可思议的存在呢? 对了,先不要着急回来,给战王说,类似的神血玉池,丙级战宝的标配是按照九宫阁位置排列的九座 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座了,其他的八座,我将门户开启,你们去里面清扫一下 楚天叫住了战徒,淡然道,我将这一滴神血分开,另外八座神血玉池 也该发挥作用了 冷哼了一声,楚天不满的说道,亏我来得及时,不然若是最后一条汲取通道也彻底淤色了,这滴神血失去了天地灵髓攻击,或许再过几万年,这座神血玉池也会彻底干涸,战神山,可就真个没智了 战徒咕噜一声,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大殿 他不顾那些穴位惊骇的目光,连蹦带窜的顺着涌道就向前狂奔 他必须赶紧找到战王,苍天在上,祖神在上,这样的神血玉池,战神山内居然一共有八座 这可是连大长老都不知道的事情 天也,祖神也 就坐神血玉池 楚天手中轻轻向前一画,南瓜大小的神血无声无息的分成了石团 他手一招,其中一团婴还头颅大小的神血,直接飞进了天地熔炉 第395章 最纯粹的暴力 大殿血池中红色的血浆翻滚,浓郁的生命气息顺着大殿微微开启的门缝透了出去 盘坐在血池旁的楚天能听到无数战士又惊又喜的低声欢呼 大门外,满脸通红的战王乐颠颠地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战士 他欢喜得咧嘴直笑,光溜溜的头皮都变成了粉红色,可见他兴致高到了何等程度 如果不是碍于身份,如果不是一大把年纪了,战王很想蹦跳着唱一首山歌小调 一如当年他十八岁时,第一次在山林中用粗广的歌声勾打邻居村子里的姑娘一样 此刻他的心情,比生平第一次拉着姑娘的手走进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林还要激动 他浑身的热血澎湃,比他第一次碰触姑娘软乎乎的身躯还要懵懂,还要欢喜,还要喜不自胜 大长老临死前的预言,带来的居然是这般的天大的惊喜 说是惊喜也好,说是惊吓更加确切吧 天师这几天做了什么 战王心知肚明,因为天师的神奇手段,整个战神山正在急速的复苏,正在从死气沉沉滨与死亡的状态,恢复到先祖传说中的全圣境界 现在的战神山,已经让战王无比的欣慰和欢喜,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包括动用暴力,将肖长老,怒长老他们的所有势力铲除干净,将他们的所有直系族人送去北方战场所属的战宝戍边,包括一些暴力的,血腥的,无法公开说的阴暗手段 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是楚天给了他超乎想象百倍的惊喜,这份惊喜直接下趴下了战王和新当选的七位长老 神血浴池也复苏了,那一滴传说中直接来自祖神的神血也复苏了,一个神血浴池,就能让五千个战士进入沐浴,而这样的神血浴池,居然一共有九个 祖神在上 九个神血浴池 楚天分割出来的八滴神血已经送去了重新开启的八个神血浴池中,庞大的天地灵髓不断涌入神血,那八个神血浴池内,已经有新生的神血逐渐低落 只要有足够的天地灵髓,战神山的强盛指日可待 孩子们,安静 战王伸出粗大的手指,按在嘴唇前重重的嘘了一声 尊贵的天师正在神血浴池中,正在修复我们神圣的战神山 所以,被惊挑细选出来,有资格接受神血洗练的你们,安静,不要打扰天师的工作 战王双手握拳,用力的在胸膛上捶了一下,他看着面前五千个排着整齐队列的年轻战士,突然笑了起来,真是一群好运气的小家伙 嘿,当年我为了一个神血洗练的名额,嘿,差点打破了脑袋 你们,可真是一群好运气的小家伙 楚天坐在神血浴池旁,战神山全途悬浮在他面前,血光照亮了整个大殿 战王和新任的七大长老缓步走进了大殿,捏手捏脚的就和作贼一样,他们不敢发出半点儿声音 恭敬的向楚天深深鞠躬行了一礼,战王向身后招了招手,一个又一个身躯壮硕,面容稚嫩,脸蛋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拘谨之色的年轻战士就小心翼翼的踏着小碎步走进了大殿,小心翼翼的在神血浴池旁排成了整级的队伍 楚天向战王等人笑了笑,点了点头,双手食指飞快的跳动着,大片暴雨一样的金色符纹不断飞出 战王和几个长老瞪大眼睛看了看楚天指尖飞出的金色符纹,只觉一阵阵的头昏目眩,不由的连连晃动脑袋 他们竟未莫名的向楚天望了一眼,点了点头,然后向身后的战士们低声叮嘱了几句 五千名身高一丈四尺开外,雄壮犹犹如狗熊的年轻战士小心的脱掉身上的甲咒,兽皮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物件,正准备挨个的跳进神血浴池中,楚天的身体突然微微晃动了一下 金灯尚清悠悠的灯火一阵闪烁,这大半个月来,通过大梦神典,从无数被植入了梦种的人身上遥空传送过来,经过金灯提炼后囤积的精纯法力骤然燃烧了九成九 青色灯火呼的一下冲起来有树杖高下,大片龙头凤尾子鹿神章闪烁着金红二色神光,宛如烟花一样从灯火中喷了出来 一声龙吟直冲天穷,高亢激阳充满无上尊贵之气 一声玄规名叫魂厚低沉,宽广深邃宛如厚土大地 一声向后绵绵不绝,爆裂强横霸气四射势不可挡 一条真龙,一头玄规,一头六牙神像的虚影在青色灯火上一闪而过,无数子鹿神章拼凑在一起,凝成了一篇名曰不死神章的奇异法觉 龙力尊贵无匹,是位魂,规力坚固绵长,是位谷,向力霸道强横,是位血肉 真龙,玄规,六牙神像,这是太古天地间肉身力量最为强大,却又属性各有不同,各有特点的三种天地真灵 龙力为魂,龟力为骨,向力为血肉,三种各自对应不同法则之力的力量融为一体,是位真正的战神之力 楚天低沉地呵斥了一声,他张开嘴喷出一道血光,血管化为一条真龙,一头玄规,一头六牙神像的虚影绕着大殿急速盘旋飞舞了一阵,然后一头扎进了血池上空悬浮的神血中 下一瞬间,数千道极细的血光从神血中喷出,猛地钻进了湛王等人的眉心 不死神章这门来历莫名地功法,就直接涌入了湛王等人的脑海,深深的烙印在了他们的眉心中 这门功法霸道异常,一旦入体,无论湛王他们修炼的是何等功法,体内气血全都不受控制的开始按照不死神章的精血运功路线急速的运转起来 瞬息间,湛王等人的体表有血色烈焰腾腾燃烧起来 他们强壮,彪悍,魁梧犹如狗熊的身躯,居然在快速的消瘦,不死神章修炼,对精血能量的需求太盛 湛王他们体内囤积的精血能量根本经不起多少消耗 湛王,湛徒还有几位长老还好一些,他们的修为足够强大,底蕴足够浑厚 五千精挑细选的精英战士则是齐声痛呼,他们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体内精血就被不死神章消耗一空,血色烈焰失去了足够的精血供应,居然开始直接焚烧他们的血肉,抽取他们血肉中的力量 五千个战士,几乎是瞬间变成了五千具皮包骨的骷髅架子 去! 楚天亥然大吼了一声,他一挥袖子,平地里一股狂风呼啸而起,将湛王,湛徒等人,连同五千战士一起卷入了沸腾的血池 他更是停止了向战神山的其他地方输送天地灵髓,七条修缮一心的汲取通道抽取的所有天地灵髓,全部输送到了眼前的神血浴池中 十二头六牙神像的体表冲起了血色烈焰,整个大殿都被血光笼罩,一道道天地灵髓凝成的洪流不断的注入那一滴神血 一道水缸粗细的血浆不断从神血中涌出,哗哗有声的注入神血浴池 湛王等人同时在神血浴池中动了起来 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动作很是缓慢,却是整齐划一的开始从战神山传承的最基础一套脆体拳法开始打起 一边吸收神血浴池中的血浆,一边用最基础,最本质的方法淬炼肉身 他们同时运转不死神章,血池上空的精血气息受到他们体内气机牵引,大片血云凭空凝聚,一具身高百丈的魁伟人影逐渐在血云中浮现,通体战役腾空,凛冽的战斗意志几乎凝成了十字,碾压的楚天的面皮都隐隐生痛 神窍天境中,金红二色紫路神章凝成的龙,向,玄规虚影直冲高空,向着那一轮玄规天影扑了上去 血色神光笼罩了整个神窍天境,在这一刻,那一轮血色天影散发出的血色神光,甚至将昊月天影散发出的斑驳月光都压制了下去 楚天心头突然有无数关于力量的运用奥妙浮现,力量,精血,生命力,一切和力量有关的最本源,最根本的奥义不断的烙印在他心头,不断的化为一缕缕血色纹路烙印在他的身体中 从皮肤到血肉,从骨骼到骨髓,从经络到脑髓 力量,力量,最强大,最纯粹的力量 神窍天境中,那一轮血色天影崩解,然后重新凝成了一轮更加凝练,质地更加浑厚,散发出的血色神光更加强烈霸道的天影 凌驾于原本的玄规天影之上,代表了这个天地世界最纯粹的力量根源 金灯上,来自剑门长老的至高剑道传承凝成的剑幅剧烈的跳动着,他好似感应到了某种可以威胁到他的力量正在成形,这枚代表了这个世界可以达到的剑道极致的剑幅的腾空而起,正拖了金灯 金灯的约束,狠狠的向天空正在重新凝聚的血色天影斩杀了过去。一股莫名威严的气息从血色天影中轰了下来,当头一击将剑幅碾压了下去,重新落入了金灯的约束之中。这股威严而强大的气息也同时作用在了楚天的身体上,灵魂上。 霸道而纯粹,刚猛而决绝,世间的力量有无数种,风的力量,雨的力量,太阳的力量,月亮的力量,火焰的力量,寒冰的力量,各色各样的力量属性繁多,拥有各种奇妙的能力。 而楚天神翘天镜中重新凝聚的这一枚血色天影,代表的是最纯粹的肉体之力,最纯粹,最霸道,最骄傲,最宁折不屈的力量。 飓风吹过来,一拳轰碎。暴雨砸下来,一拳轰碎。雷霆轰下来,一拳轰碎。大山压下来,一拳轰碎。 任凭你日月星辰,任凭你阴阳五行,任凭你属性变化多端,任凭你有无穷的灵巧畸变,精确充盈,力量无穷,一拳之下可以崩毁万物。 时间,空间,一切的一切都会被这霸道的力量碾碎,崩毁,湮灭。 这就是战神的力量,这就是战神的力量本源。 这同时也代表了这个天地最原始,最野蛮,最血腥,最血性的力量。 一如天地出生之时的亿万种生灵,没有工具,没有神通,只有尖锐的爪牙,只有强横的肢体,想要活下去,就用牙齿撕咬,就用爪子撕扯,用最强大肉体,最强横力量的,才有资格活下去,活得更好。 这股力量可破苍穹,这股意志可占周天万族。 只要战斗的意志没有熄灭,只要一滴精血尚存人间,就能滴血重生,就能占天斗地,源源不绝。 这个境界,比九死玄规法更上一层楼,更加玄妙无尽。 战意不绝,就越战越强,越挫越勇,随死随生,生生灭灭无穷尽,战斗厮杀也无穷无尽。 楚天自身的精血在沸腾,他的肌肉在萎缩,精血烈焰生腾而起,他和刚才的那些战士一样,身体快速地消瘦,眼看就要变得皮包骨头。 精血能量,楚天需要庞大的精血能量补充自身消耗。 神窍天境中凝聚的力量天影比《不死神章》中记载的境界更加完整,更加的高出了一截,楚天受到力量天影影响,他的力量在提升,他对精血的消耗速度也是那些战士的百倍以上。 但是现在战神山抽取的所有天地零碎都在补充血池的消耗,楚天若是从中调动一部分功自己使用,正在血池中蜕变的五千战神山战士,很有可能有人得不到足够的精血补充,直接因为强横霸道的《不死神章》被硬生生炼成一具干尸。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藏在天地熔炉中的那一滴神血飞出,一团黑色火焰包裹着神血,一道道神奇的符纹不断从神血中飞出,不断烙印在楚天身体内。 更有品质高的无法言喻,本源极其强横的精血能量涌入楚天身体,同化,取代他本身的血液。 但是这一滴神血的数量太少,就算将其全部莲花,也无法满足楚天凝聚了力量天影后肉身蜕变的所需。天地零碎,楚天需要庞大的,巨量的天地零碎补充。 无量神珠旋转起来,一波波的精纯力量不断涌入那一滴神血。 但是无量神珠还在提供能量供紫霄金阳炉消耗,不断的修补战神山的汲取通道。 而且就算停止了无量神珠对紫霄金阳炉的供应,楚天隐隐觉得,也无法满足他身体蜕变所需的强大力量。 毕竟他如今神窍天境中凝聚的,可是这个世界最本源,最纯粹的力量法则。 想要让他的身体能够容纳,适应这一轮力量天影,楚天所需要的精血能量,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初 楚天轻喝了一声,紫霄金阳炉中,在七巧天宫内翠炼了无数年的那些神奇丹药纷纷破空而来,不断投入了悬浮在他体内的那一滴神血。 一道道血色神纹在楚天体内蜿蜒流转。 楚天的身体逐渐的风盈,他的气息也逐渐变得强大而可怕。 龙的尊贵。 龟的厚重。 像的霸道。 三力合一,是位战神之力。 第396章 幽鬼统领 从战神山一路向北。 数十条宽达数百丈的巷道在浓密的丛林中是如此的扎眼,笔直的巷道一直向前延伸,好似无穷无尽一般。 但是再长的道路也有尽头,顺着这些巷道,驱动山岭巨像狂奔三个月,一片东西横向的山脉蜿蜒起伏,绵延不知道多少万里长,而南北宽却也有百万里之巨。 茫茫山林中潜伏着无数的凶勤猛兽,更有无数的天险绝境,从高空俯瞰下去,在崇山峻岭之间,错落点缀着一座座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战宝。 巨石搭成的战宝纯粹为了战争而设,高大的城墙,厚重的瘟城,无数的明暗剑孔,枪孔,还有战宝内穿梭不息的战士,每天操练时惊天动地的吼叫声,都代表着这些战宝随时准备着迎接战争。 在这些战宝的北面,在山岭的最高处,三重厚重的城墙犹如三条怪龙,自东向西部之道延伸了多长。 三重城墙,最北面的城墙匍匐在山脚下,城墙高有百丈,中间的城墙矗立在半山腰,城墙高有百五十丈,最后一重城墙高三百丈上下,微然矗立在高山之巅,居高临下俯瞰下面两座城墙,密密麻麻的床弩和各种重型军械堆积如山,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 站在最高的城墙上向北方看去,隐隐可见距离最北面一道城墙大概百里左右,有一片淡灰色的天幕倒卷而下。 这一层天幕不知道有多高,也不知道有多长,总之从东到西,分割了整条山脉。 走出这一道天幕,向北继续行进上千里,同样一条三重构造的城墙矗立在群山之间。 和南边那三重用巨石混合了金属熔液搭建的,风格也蛮粗豪的城墙不同,北面的这三重城墙虽然规模同样巨大,但是建造风格极度的精致华美,每一块城砖上都雕刻了精美的花纹,每轮美奂的城墙不像是战争工具。 反而像是一件巨大的工艺品。 南边的那三重城墙上,每一个城墙不而外头挂着巨大的兽油火把,城墙上到处矗立着巨大的油脂火盆,每到夜里,这些火把,火盆都会被点燃,照亮长长的城墙。 而北面的这三重城墙,每一个夺口上都挂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明珠,一到夜间这些夜明珠就会散发出明亮的珠光,将城墙照得亮如白昼,在阵法加持下,珠光甚至能照出数十里外,将茫茫山林照得先尘可见。 南方属于诸神的后裔,北方属于他们口中的邪魔。 用珍贵的金银金属熔炼而成,上面镶嵌了密密麻麻无数珠宝的旗杆高高出力在城头上,巨大的旗帆迎风招展,一个硕大的金字在旗帆上赫然在望。 战王他们口中的神佑之地,天族嘴里的天气之地,每隔千年,五行部族各家派遣大军轮流屯扎驻守,如今负责驻守这一列城墙防线的,正是五行部族金部之手的金氏一族。 悠长的号角声响起,负责坐镇天气之地防线,总长金氏一族屯扎此处所有军力的金氏长老金铁锋背着双手,静静地站在城头向南方眺望,线条冰冷刚硬的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鸡翘之色。 想想,也真够丢人的。 金铁锋突然笑了起来,堂堂水士大长老,水无波的铜母包地水无痕,居然被人剁了一对儿腿子。 呵呵,谁能告诉我,他是怎么跑到天气之地内找乐子的。 站在金铁锋身后的一群金氏族人同时闷笑出声。 天气之地,对天族而言,那可是绝地。 无论天修还是灵修,只要进入天气之地,就会受到莫名的法则压制,法力,魂力全部调动不得。 纳酌也无法使用,一应天气,灵气都会被彻底压制无法动用。 甚至就连肉体力量,都会被压制到极限。 再强大的天修,哪怕是金铁锋这样的登天境之上的大能,若是误入了天气之地,也会被压制的和普通利命境的修饰没什么两样。 天气之地对他们天族而言,就是天地间最危险的地方。 一直以来,天族对天气之地的打击,都是通过那些受邀和其他的奴隶军团来进行,没有任何一个天族嫡系族人会傻乎乎的跑到天气之地送死。 那真是送死。 金铁锋这样的金氏长老若是跑进去,怕是会被一头最普通的猛兽轻松猎杀,这不是送死是什么。 可是水无痕偏偏偏就跑进去了,不仅如此,他还被一群近乎野人的上股邪魔余孽生擒活捉,还被砍掉了一双大腿,这事情若是传出去,水无痕以后还有脸见人。 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售吼声,虎啸天回复了原形,化为一头通体漆黑的猛虎,背负着两条大腿重新长出来的水无痕翻山越岭,快速地向北方长城狂奔而来。 在虎啸天的身边,一群大妖各自施展密法神通紧跟着他。 离开了天气之地,水无痕一身力量恢复如初,两天前,他让虎啸天等人找了个深山中的大湖,将大湖中的水属性天地零碎抽取一空,轻轻松松地就将两条被砍掉的腿子重生了出来。 只是新生的腿子并没有经受长时间的淬炼,两条腿还有点虚软,倒霉的虎啸天就成了他的坐骑。 距离城墙还有数十里地,站在城墙上的金铁峰悠悠长笑道,贵宾到了,打开城门,列一仗,随我迎接贵宾。 哈哈哈哈,无痕长老,自从兄弟我坐镇此地,我们可是有六百多年没见了。 厚重的城门然然开启,城门中一道一道巨大的闸门然然升起,金铁峰带着大队人马大踏步走出了城门,笑呵呵的像脸色阴郁的水无痕迎了上来。 隔着老远的距离,金铁峰已经满脸是笑的说道,哈哈,一定是老哥你惦记着兄弟我,眼巴巴的不远万里来看望兄弟我了吧。 哈哈,当年我的提议如何? 让你家的那小闺女,嫁给我那不成器的小崽子。 水无痕的脸剧烈的抽了抽。 他落难天气之地,落到那么狼狈的境地,他只求偷偷摸摸的,无人知晓的离开天气之地,以后再想办法报复天气之地中的那些该死的邪魔余孽。 但是金铁峰这么大张旗鼓的,他居然带着数十万精锐战士迎出了城。 城门里大队一战队走了出来,百多里长短的城墙上,大队大队的精锐战士直接从城头上蹦了下来,在城墙外整齐的排开了队伍。 水无痕老脸铁青,恨不得将金铁峰一拳打死。 他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水无痕在天气之地吃亏了不成。 三道城墙后面,同样是一座座屯兵的战宝星罗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 一座格外秀美,宛如一根玉笋一般,从群山之中高高挑起数千丈高的秀风之上,一座华美的园林中歌舞升平。 数百乐师齐齐奏乐,数千舞女摇曳声姿,一场盛大的欢迎酒宴正恰到好处。 好好用香汤洗了个澡,浑身须发打理的整整齐齐,换上了一件天蓝色的极品丝袍,重新恢复了雍容气度的水无痕端着酒杯,慢条丝里的向金铁峰淡然道,那头黑虎,还有他的那些同伴。 金铁峰笑吟吟的看着水无痕,无痕凶有何吩咐? 水无痕沉吟了片刻,手指上的酒杯转动了一下,随后轻轻淡淡的说道,让他们去赴死营吧。 算我欠铁峰长老一个人情,三日后,让他们签署军令状,攻打邪魔余孽。 好。 金铁峰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水无痕要面子,金铁峰摆出偌大的阵仗迎他进城,但是进城时的水无痕已经重生出了一对儿腿子,除了衣衫略微有点破烂,倒也不算太丢体面。 唯独他在天气之地中的惨状,虎啸天他们可是亲眼目睹,全程参与过的。 以水无痕的身份地位,他在天气之地中被人那般折辱的事情,怎可能传播出去? 他还要不要见人了。 天族,可是最重脸面,最重体统的。 所以,虎啸天他们必须死。 哪怕他们是水无痕的救命恩人呢? 他们也必须死。 举起酒杯,浅浅的抿了一口美酒,水无痕笑了,不过,他们毕竟也有几分功劳,他们可以死,他们的族圈之中,挑选几个天分不错的,给他们点造话吧。 恩,让他们脱离奴籍,做附庸仆役养着好了。 金铁峰点了点头,应了一声,善。 虎啸天他们见到了水无痕的狼狈模样,他们是必死无疑的。 不过呢,水无痕毕竟是水士长老,如果单纯是他一人,斩草除根也无所谓。 问题他的事情被金铁峰知晓了,虎啸天他们还是金氏一族的奴兵,水无痕就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 想要杀人灭口,封锁自己的丑事,自然要通过金铁峰来进行。 欠金铁峰一个人情,就是让金铁峰闭嘴,别把自己的事情说出去。 同时也要金铁峰为了这个人情,将虎啸天他们的族圈中挑选几个顺眼的出来,好吃好喝的养着,就当养猪了,算是报了虎啸天他们从天气之地将水无痕救出来的情分。 三言两语之间,水无痕就和金铁峰达成了协议,达成了默契。 两人相视而笑,连续几杯酒喝了下去,水无痕的兴致也就上来了。 金铁峰也有意的拉交情,一番盛情之下,水无痕也就将他在天气之地的所见所闻,挑选他能说的说了一番。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值得说到的所见所闻,毕竟他只是在大则中混了几个月,然后就被楚天捆着带去了战神山,半路上就被虎啸天他们救了下来,又通过秘密架设的传送阵一路向北方逃窜。 他对天气之地的具体情况,了解的程度还真不如虎啸天等受邀。 只不过,金铁峰和等身份。 他根本不可能和虎啸天等奴兵发生任何交集,自然也不会去向虎啸天他们打听天气之地的情况。 水无痕才是有资格和金铁峰平等相交的人物,金铁峰也只可能从他这里得到天气之地内的详细见闻。 原来如此,想不到,那些太古余孽,居然已经凋敝如丝。 金铁峰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大腿,冷然笑道,看来,这些年对他们的打压,果然是卓有成效。 如此下去,他们就只能成为材料的供应的了。 水无痕笑着点了点头,他淡然道,若非天气之地对我们的压制太大,全盘征服他们,也是一如反掌。 不过保持现在的情势也是不错,给他们足够的压力,他们也能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极品材料。 两人在这里高谈阔论,宴会的大殿中,数百名在这长城防线轮值的金氏一族的年轻族人在下方相陪。 两位长老级的大人物在说话,这些小辈也不敢放浪行骸,只是小心地喝着酒,吃着佳肴,不时向那些狂舞的舞女偷偷地看上两眼。 漠然间,金铁锋招了招手,一名金氏一族的年轻人就急忙凑了上去,恭敬地向金铁锋鞠躬行了一礼,长老。 金铁锋冷淡地说道,送无痕长老回来的那几头受邀,连同他们的所有属下,全部送去傅死营。 三日后,傅死营坐先锋,对南方的那些邪魔余孽,发动一次全面进攻。 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桌面,金铁锋淡然道,让虎啸天他们牵下军令状,攻不破南方三重长城防线,就死在那里好了。 这件事情,办得妥当圆满一些,呃,将成那边送来的公文,你们也见到了,抓捕百万材料,这事情一并办了。 这金氏一族的年轻人笑了,他恭紧地问道,长老,前些日子,从幽暗地狱调来的一支幽鬼军团战力很是强悍,那支军团的统领储鞋颇有几分本领。 这次的进攻,抓捕的事情,让他去如何? 金铁锋邪腻了这年轻人一眼,哦! 那楚邪,是你招懒的人? 也好,抓捕材料,风险不大,功劳不小,你想让他建功,那就让他去负责这件事情。 幽鬼在天气之地能发挥的战力,比兽妖还要强出一劫,你有信心,就让他去,可不要丢脸。 金氏年轻人笑着点了点头,恭敬地硬末了,然后弯着腰退出了大殿,随后意气风发地转身就走。 在天族的三重长城防线的北面,一座矗立在大山中部的屯兵战堡中,身披一套漆黑甲皱,通体阴煞之气冲天的储鞋坐在一块大石上,冷眼看着笑场上一条条背青色,蓝色,白色,血色幽光包裹的人形骷髅架子。 这些人形骷髅架子尽是来自幽暗地狱的恶鬼,他们排成了整齐的军阵,无声无息地往来穿梭,各色奇异的兵器散发出深深寒光,整个战宝都因为可怕的寒气,被一层厚厚的悬兵覆盖。 几条流光急速地飞来,结结鬼笑声中,楚邪突然笑着站了起来。 这就有活干了吗? 呵呵,看来给那几个孙子送的礼,没白送啊。 则,只要能离开这该死的天族掌控之地,嘿嘿,少爷我就是龙入大海,可救游不得你们了。 第397章 吃香的楚邪 饶是在天气之地,金士族人依旧保持着奢华以及糜烂的生活。 鹰哥厌恶,花团锦簇。 在金铁风款带水无痕的圆林山脚下,一片精美的近乎琐碎的游廊,惊舍错落点缀在万亩花林中。 无数萤火虫被切掉了尾部的发光器官,镶嵌上了芝麻粒大小的夜明珠,在秘法的催动下,无数的萤火虫高高低低地飞翔着,比它们本身的荧光明亮数十倍的珠光瑰丽非常,在花林之中形成了一片璀璨的光海。 好些身穿粉色长裙的少女软绵绵地笑着,娇媚地扭动着线长的腰身,在游廊中,花林中自由地穿梭着。 她们手里提着粉色的灯笼,灯笼中没有烛火,而是一颗颗拳头大小的明珠,珠光明亮,和那些萤火虫身上的小小明珠摇香灰映,让花林越发地璀璨夺目。 她们也别无她事,只是在花林和游廊中漫无目标地走着。 这也是一道瑰丽的风景,这些少女,少女手中的灯笼,这都是风景中的一部分。 人造的风景,这些少女就是人造风景中的一件道具。 储鞋穿着一球紫色长袍,头顶竖着一件镶嵌七宝的紫金高官,手中握着几只鲜艳的,带着露珠的鲜花,满脸试笑地走过一道道游廊,最终来到了一汪无许大小的青坛旁。 昂贵的,毫无瑕疵的白钻打磨成了光润没有棱角的黄豆粒大小,在青坛旁铺成了一片绵延百丈的沙滩,数十名身穿华服,做女装打扮的俊美少年妩媚的笑着,簇拥着六名身穿男装,气息高高在上,贵气逼人的少女。 此处乾坤倒置,本该阴柔的少女霸气四射,而原本应该阳刚的青年,却变得温情如水。 这些女装的少年笑容温柔,目光温柔,动作也柔柔软软曼妙无比,她们看向六名少女的目光中充斥着宠物才有的如沐之情,在她们身上,见不到任何雄性动物应有的气质。 她们,只是一群宠物。 她们,软绵绵地簇拥着少女们,或者干脆蜷缩在她们的脚下,好似摇尾起怜的猫儿一样,轻轻地用自己一头浓密的绣发磨蹭她们的靴子。 楚鞋呵呵地笑着,大马筋刀地走了过去,一脚将一名温柔如水的青年踢飞了十几丈远。 数十名青年女装青年就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浑身汗毛一下子就竖了起来,她们一个个目露凶光地盯着楚鞋,好几个人还握紧了白嫩嫩,软塌塌的拳头,似乎要冲上去用小拳头狠狠地打楚鞋个鼻青脸肿。 一群没卵子的软蛋,滚。 楚鞋冷哼了一声,一股阴寒刺骨的鬼气喷涌而出,白钻铺成的沙滩顿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寒霜,动得这些颜值非常的青年一个个嘴唇发青。 知道自己不是楚鞋的对手,数十个被动得瑟瑟发抖的宠物低声地哭泣着,一边躲向几个少女的身后,一边用软绵绵的甜滋滋的声音向少女哭诉楚鞋的无礼。 一名双眉如刀,锋芒毕露的少女痴痴笑了一声,她一耳光将一名双手扶在她肩膀上,平日里最受她宠爱的青年打飞了数十丈远,手指随意地向外一指。 几名身穿粉色长裙的少女从花林中走了出来,一把捂住了哭天喊的的青年的嘴,犹如托死猪一样,将她拖进了花林深处。 不多时功夫,就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传来,随后是铁锹挖开泥土的声音,重物掉进了深坑的声音,以及泥土砸在某些柔软物体上的声音飘了过来。 储鞋,坐这里。 毫不犹豫处置掉了一头宠爱的宠物,将其化为花肥的少女笑着指了指身边的一张锦绣墩子。 她亲手抓起一个白玉酒壶,用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杯倒了一杯烟红如血的葡萄酿。 储鞋,坐这里。 数丈外,另外一名男装少女赶走了身边围绕着的那些女装青年,笑容满面地向储鞋招了招手。 储鞋,还是来我这里。 又一名少女站了起来,这少女身粮极高,身高超过一丈二尺,比她身边那些女装的青年高出了四尺有鱼,和她矫健高挑的身形相比,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女装青年越发显得柔弱了。 听说,你要领军出战。 站起身的少女摇了摇头,颇有不满的冷笑道,你要去天气之地,和那些浑身脏兮兮的邪魔愚孽作战。 何苦呢? 留下吧,只要我一句话,谁也不能让你去南边。 又一名少女跳了起来,她身体一晃,直接到了储鞋身边,一把抓住了储鞋的胳膊把她拉向自己的坐席,使金鹿让你去南边打仗了。 何必理她? 只要你答应,我这就开口让她把你,还有你的属下全部转到我挥下来。 少女矜持地微微一笑,金鹿见了我,还要叫我一声咕咕,在我面前,她不敢放肆。 储鞋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她伸手搂住了少女柔韧而有力的腰身,当众在她线条绝美的腰身上扭了一把,我储鞋堂堂男儿,什么时候要靠女人吃饭了? 一股强烈的男人气息喷涌而出,储鞋说这番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挑向天空,顾盼之间豪气大胜,在四周那些女装青年的衬托下,她就好像一群公公当中突兀的挺起来的一条真男人,六位身份尊贵的金氏族女面皮突然一阵晕红,心跳速度骤然加快了不少。 话是这样说,但是那些邪魔与孽颇为凶险。 几个少女顾不得矜持,纷纷来到储鞋身边。 储鞋摆出一副豪气干云,英雄盖世的嘴脸,傲然冷笑道,凶险。 世间有什么事情不凶险呢? 不过,男人在世,当持三尺剑,剑柏是功,哪里顾得上凶险? 六个少女心神俱罪地看着储鞋,眸子里秋波荡漾,几乎要将储鞋整个吸进眸子里。 真正是冤灭呀,他们身边的宠物无数,偏偏就是这个从幽暗地狱调来天气之地不过数月的储鞋,硬生生让他们心魂荡漾,让他们把持不住。 不过,我此番来,也是有事向求。 储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不怕死,却不能让麾下的儿郎白白送死。 所以,还请六位姑娘相助,多多调拨一些军械资重于我。 三日后,天族的长城上城门洞开,一队一队的战士犹如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虎啸天扛着一柄大刀,脸色阴郁地行走在傅死营的队伍中。 忘恩负义地砸碎。 水无痕,老子要啃掉你的脑壳。 虎啸天额头上青筋突起,一边大步行走,一边恼羞成怒地低声咕咙着。 原本以为是一场大造化,从天气之地那等凶险地带,就回了水市的大长老,虎啸天觉得,自己多少要有点好处吧。 真没想到,水无痕翻脸不认人,直接一巴掌将他按到了傅死营中去送死。 想到临行前签署的军令状,虎啸天心头一阵火气直冲脑门,他很想拔出大刀,将赴死营后面的那些督战队砍成饺子线。 但是他刚刚动了这个念头,他的脑袋就头痛欲裂,痛得他额头上冷汗不断地渗出,差点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老子要啃掉你们的脑壳。 虎啸天眸子里胸光闪烁,胸膛中不断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数十头虎妖环绕着虎啸天,一个个神色麻木地向南方行进。 这些虎妖尽是虎啸天的部署,他们衣衫蓝绿,连一套甲咒都没有,只是在身上披着一条兽皮,防御力勉强比光着身板略好一些。 他们的兵器也就不说了,只是普通百炼金刚锻造而成。 就这样的装备,按照军令状上的条款,要在一个月内攻破天气之地邪魔于灭建造的长城防线。 虎啸天牙齿咬得嘎崩直响,一股子怒火在心头营绕,他很想不顾一切地将这些火气发泄出来,毁掉自己。 连带着将那些可恶的天族毁掉一些。 只是,他不能。 重重地往地上跺了一脚,虎啸天搭拉着脑袋,浑身死气沉沉地跟着大队人马向前行进。 在虎啸天所在的傅死营走出了数百里后,一甲辉煌的楚鞋骑着一头背生双翼的古龙,只高气扬地从城门中航了出来。 阴风阵阵,寒气森森,在楚鞋身后,一队一队全副武装,一甲鲜明,军械精良的恶鬼离第三尺飞出了城门。 这些恶鬼身上的甲咒光芒夺目,一道道气息强大的符纹在甲咒上若隐若现,厚达持续的防御结界将这些恶鬼裹得结结实实,任凭阳光朗罩也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嗡嗡的轰鸣声传来,在这些恶鬼组成的庞大军团中,出现了大量通体流光异彩的飞天战舰,好些身形巨大,通体鬼气生腾的恶鬼全副武装的站在非洲上,不时发出声震百里的鬼笑声。 骑着古龙的楚鞋走出城门数十里后,他一声长啸,古龙拍打着破破烂烂的古翼腾空飞起,仰天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长啸。 整整三千条满载的非洲在离地千丈的空中排成了燕灵编队,紧随在楚鞋身后,缓缓向南方飞去。 地面上无数的恶鬼齐声欢呼,他们嘴里喷吐着寒气阴风,轻飘飘的腾空飞起,簇拥在体型庞大的非洲四周,组成了庞大的军阵,不紧不慢的向南方逼近。 而狼们,此番难争,当力功勋。 楚鞋回头向身后无边无际的恶鬼大军看了一眼,满意的点了点头。 他放声高呼,建功立业。 无数恶鬼齐齐的扬天欢呼,这些来自六道蜂魔大结界鬼道世界的恶鬼,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吞噬新鲜的血肉,吞噬新鲜的魂魄。 城墙上,水无痕背着手,瞇着眼看着这只规模庞大的恶鬼军团。 他突然开口问道,这只鬼军,来自幽暗地狱。 金铁锋瞇着眼,呵呵笑了几声,他没吭声。 水无痕就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看来不是了。 真是羡慕你金氏一族,居然能够破开一处蜂魔结界,从中得到这般大的好处。 金铁锋摇了摇头,急忙笑道,无痕长老,这话可不能胡说,这只鬼军,而是我金氏一族辛辛苦苦在幽暗地狱积攒下来的。 水无痕点了点头,他沉声道,看得出来,金氏颇为重视这只鬼军,呵呵,他们身上的装备,就算是金氏的附庸家族组建的天修军队,也就是这档次了吧。 金铁锋眨巴眨巴眼睛,没吭声。 他也觉得奇怪呀,楚鞋统霞的这只来自六道蜂魔大结界的鬼军,可是极大的缓解了金氏一族这些年来颇有点捉襟见肘的军力,所以很受到重视。 但是再重视,这也只是一支奴兵军团。 奴隶嘛,金氏怎可能给他们这么好的军械。 在高高在上的天族心里,奴隶就是消耗品,根本不值得在他们身上投入太多。 金铁锋下意识的向负责捅辖储鞋鬼军的金鹿望了过去。 站在数十丈外的金鹿低下头,不敢看金铁锋,他总不能给金铁锋说,储鞋的鬼军能有这么精良的装备,是那六位招惹不得的姑奶奶的意思吗? 金铁锋河水无痕也没把这事情当做一回事。 区区军械而已,对于高高在上,拥有天地万物的天族而言,这算什么呢? 不过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军械罢了。 浩浩荡荡的大军南北绵延上千里,左右铺开三千多里,分成了大大小小上百支军队,顺着这些年天族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的行军直道,号角喧天的向南方不断逼近。 天空中,数十头从南方山林中飞出的脚鹰远远的在高空盘旋着,上上下下的在空中画出了一个个奇异的图案。 储鞋坐在古龙背上,眺望着数百里外那一层灰蒙蒙的,从极高的天空倒卷而下的灰色天幕,笑着点了点头,南方的那些邪魔余孽,发现我们了。 六位姑娘,你们私自出兵,不会有问题吗? 紧跟在储鞋身后的一条非洲中,六名身穿金色战甲,通体营绕着一层持续后护体神光的少女大踏步的走了出来。 站在非洲船头,六位少女和储鞋一般眺望着远处的那一层分开了天路和天气之地的天幕结界,身梁最高的那位少女冷笑了一声,哪有什么问题? 我今世儿女敢于担当,亲帅亲未征伐邪魔余孽,总算是族中长老,又能说半个不对吗? 少女们同时笑了起来。 他们一个个目光火热的盯着储鞋的背影,就好像六头母老虎,恨不得一口将储鞋吞下去。 储鞋感受着背后热辣辣的目光,嘴角勾起,露出了一丝颇为邪意的冷笑。 第398章 储鞋叛逃 天气之地战场,诸神后裔和天族各自修筑的城墙相聚不过千余里。 以大清早的出发,饶是不行,在天族督战队的死亡威胁下,傅死营的无数奴兵顺着天族开辟的兵道,只用了短短三个时辰,就突破天气之地的天目结界,来到了第一道长城防线下。 低沉的号角声从城墙上传来,无数身躯雄壮的战士走上城墙,手持弓弩,面无表情的看着城墙外越来越近的敌人。 傅死营中一声声尖锐的鸟鸣声响起,数百头胸琴修成的大妖仰天嘶吼,他们化为原形冲天飞起,展开巨大的羽翼,亡命的向城墙冲来。 在他们的身后,数以十万计的大小飞禽化为铺天盖地的黑云,排成宽达数百里的战线,呼啸着冲向了城墙。 几名来自战神山的统领站在城墙上,同时咧嘴笑了。 战争,杀戮,流血,死亡。 战神的荣耀。 这些战争狂人举起了手中兵器,重重的向下一挥。 城墙上,暴风骤雨一样的箭矢呼啸着冲天飞起,更有一根根手臂粗细,仗许多长的床弩带着可怕的撕裂声冲向了那些大妖。 大片大片的鸟妖从天空坠落,一头栽倒在地摔成了肉泥。 一头头大妖的身躯被力道强的可怕的床弩击穿,嘶吼着摔在地上,浑身是血的翻滚挣扎着。 也有幸运的鸟妖冲上了城墙,尖锐的爪子和惠子带起了一道道血拳,迎接他们的,则是一柄柄锋利的钢刀,一支支有力的长矛。 战神山的战士们结成了森严的军阵,快速而有效地收割着这些鸟妖的生命。 神有之地,莫名的封印之力让这些鸟妖无法施展各种天赋神通和秘法,他们只能依靠强大的肉体和爪子,惠子作战。 失去了神通和秘法的加持,这些鸟妖起到的唯一效果,就是扰乱了第一道城墙上驻守战士的阵脚。 趁着鸟妖们冲上了城墙乱战的机会,大群大群赴死营的战士扛着高高的云梯,嘶吼着冲了上来。 放在神有之地外,这些赴死营中的奴兵,无论是天修还是兽妖,区区百丈高的城墙算什么? 好些兽妖轻松一跃都能跳起百丈高下,能够直接扑上城墙。 但是在神有之地内,面对无形的封印之力,他们最高只跳起七八丈高,他们的神通,秘法权都无法使用,只能依靠肉体力量和城墙上驻守的战士拼命。 鲜血迅速顺着城墙躺下,顺着云梯躺下,飞剑的鲜血犹如瀑布一样从城墙上喷洒下来。 虎啸天顺着高高的云梯冲上了城墙,他嘶吼着灰刀斩杀了数十名战神山的战士,一刀将一名战神山的低阶战士劈成了两段,负责这一段城墙的一名战神山高阶战士立刻注意到了他。 一名高阶战士,三名中阶战士联手攻了上来,虎啸天挥动长刀长笑着迎了上去。 在这混乱的城墙攻防战场上,没有空间让你腾挪闪避,没有神通秘法可攻选择,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任何精妙的招式到这里都是找死。 纯粹的力量,野蛮的战役,疯狂的杀念,这是活下去的唯一保障。 硬顶硬的顶上去,要么砍死敌人,要么被敌人砍死,仅此而已,为此而已。 虎啸天长刀横劈,来路不明的黑色长刀闪过一抹寒芒,将面前高阶战士手中的长剑一刀劈断,长刀刚刚没入对方的身体,三名中阶战士手中的长矛,大幅和重剑就齐齐没入了他的身体。 血水飞溅中,后方一鸣通体燃烧着淡淡火焰,显然是火神苗翼的中年男子一声大吼,他张口一道奔流的烈焰喷吐吐而出,高温烈焰包裹了虎啸天的身体,烧得他睁不开眼睛,亮呛着向后连连倒退。 三张床弩同时调换方向,向着永汉异常的虎啸天散射了过来。 九根巨大的床弩弩使同时命中虎啸天的身体,虎啸天痛呼一声,被弩使打得离得飞起,直接飞出了城墙,一头重重的栽倒在下方泥泞的血地中。 大群大群冲锋的副死营战士就踩着虎啸天的身体冲锋上前,以虎啸天如今的力量,他居然被踩得在地上挣扎不起。 一只只大脚胡乱的践踏着虎啸天的身体,一次次将想要抬起头来的虎啸天踩进带着浓郁血腥味的泥泞地中。 几头虎啸天的心腹手下从城墙上跳了下来,他们怒吼着想要分开冲锋的人群,想要搀扶起虎啸天。 后方督战的天羞们注意到了这几头逆流而行的虎妖,一名中年天羞冷哼一声,手中玉板一抹寒光闪过,几缕寒光击射而出没入了几头虎妖的身体,几头虎妖硕大的脑袋喷得一下炸开,鲜血和脑浆喷了四周腹死营战士一头一脸都是。 不! 虎啸天低沉地咆哮了一声,他一声怒吼将身边大群副死营战士震飞,他一跃而起,艰难地拔出了插在身上的床弩弩屎,浑身肌肉蠕动着,他的伤口在急速地愈合,重生,他绝望而悲愤地看了一眼那些在十几里外的小山包上督战的天羞,嘶吼着重新爬上了云梯。 这就对了。 该死的下剑种,赶紧去死吧。 督战队的天羞们淡淡地笑着,饶有兴致地看着顺着云梯向上攀爬,不断挥动长刀劈开一块快泪石,滚木的虎啸天。 作为副死营的督战队,他们已经得到了金铁锋明确的命令。 那些江水无痕从天气之地救出来的大妖,必须死。 这一次的攻城战,他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确保虎啸天他们死在战场上,不许有一个漏网之鱼。 第二任务嘛,自然就是挤水无痕出一口心头恶气咯。 哪怕副死营死伤再惨重,就算副死营损失殆尽,也要尽可能地杀伤那些邪魔余孽,杀得越多越好。 城墙上,数十头被斩杀的兽妖尸体被抛飞了出来,鲜血犹如暴雨洒得虎啸天一身都是。 虎啸天低沉的咆哮着,大眼角裂开的他眼泪浑着鲜血一起流淌。 为什么,老子会沦落到这一步? 虎啸天跳上了城墙,一刀劈开了一名战神山下级战师的身体。 老子的兄弟,老子的人。 虎啸天向一旁望了过去,被送来这里后,他耗费本命妖气点化的那群虎妖中,有十几头虎妖正痛呼着,被城墙上守军的弓弩射得和刺猬一样,身形亮枪着摔下了城墙。 真够蠢的。 楚邪骑在古龙背上,古龙悬浮在天幕结界边缘,他双眼中鬼火闪烁,远远地看着在城墙上浴血厮杀的虎啸天。 虎啸天的吼声如雷,隔着两百多里的依旧清晰地传了过来,整个战场上,就数这个家伙的嗓门最庞大。 他手中长刀散发出森冷的黑色幽光,每一刀挥出,都在空气中留下了一道能够持续数秒的黑色刀痕。 很显然,这是一柄来路不凡的神兵利器。 已经有七八名战神山的高阶战师联手围了上来,但是这些高阶战师联手,依旧被虎啸天打得节节败退。 兵器差距太大,这些高阶战师手中的兵器也算是不坏,面对虎啸天手中长刀,他们的兵器稍微碰触就被劈成了两段,好几个人一个不提防,还被刀锋扫过受了重伤。 幸好战神山的战师们精血充沛,生命力极其强悍,受了重伤也不过是三五个呼吸就能愈合,他们赤手空拳的和虎啸天打成了一团,被虎啸天手中的长刀逼得狼狈不堪。 储协注意到,距离虎啸天大概三里地的一座巨石垒城的塔楼上,一名身披重甲,身高一丈六尺开外的壮汉,身上已经燃烧起了火焰一般的精血烈焰。 这名战神山的战将,已经转过头来,目光投注在了虎啸天身上,更多的时候,他在看虎啸天手中的那柄长刀。 呵呵,被高手盯上了。 储协摇了摇头,他轻叹了一声,低声地自言自语,看你也有几分其欲的样子,只不过,怎么还是这么蠢呢? 妖道虎足的道种喝,除了卖苦力,你就不会动脑子吗? 耸耸肩膀,很轻挑地笑了几声,储协轻轻一拍坐下鼓龙,慢慢地穿透天幕结界,进入了天族口中的天气之地。 他微笑着回过头来,向身后非洲船头上站着的六位金士族女笑道,几位姐姐当心,这天气之地可凶险得很,几位姐姐到了这里一定要紧跟在我身后,只要我一吸尚存,定然不会让那些邪魔余孽靠近几位姐姐分毫。 储协的嘴巴甜滋滋的和妈了蜜一样,六位金士族女笑颜如花,一个个眸光如水地看着她。 非洲缓缓飞入天气之地,六位金士族女进入天气之地的一瞬间,他们的身体微微一晃,体内庞大的天力,强大的天魂之力同时被冻结,封印,丝毫力气都提不起来。 甚至他们强横的肉体力量都受到莫名的影响,一百分力量发挥不出一分来,一个个额头冷汗渗出,膝盖一软,身体不受控制的跪倒在了船头。 六位族女的身后,随行护卫他们的数千斤士旁系族人和附庸家族的护卫们,表现得更加不堪,好些人一咕噜的栽倒在甲板上,喘了好几口气,这才勉强的撑起了身体。 天气之地,真正是邪魔之力笼罩的地方。 几个族女神色骇然的惊呼出声。 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金铁锋严禁金式的族人貌贸然的进入天气之地,为什么天族总是要动用那些奴兵,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受邀,幽鬼等一族进攻天气之地了。 这鬼地方,对他们天族而言,完全就是一个绝地。 连水无痕那样的长老及高手都在这里吃亏上荡,被交找这样的中阶战师轻松摆布,何况是他们这些实力还远不如水无痕的天族。 三千条非洲络绎飞进了天气之地,非洲上不时有人惊呼出声。 楚邪则是闪身回到了非洲船头,他惊讶莫名的担心跪倒在六位金式族女的身边,关怀备致地问道,六位姐姐,你们这是怎么了? 六位金式族女勉强笑了笑,他们齐声安慰楚邪,他们只是一时间没有了力气,除此之外别无大碍。 其中身材最高挑,在六女中辈分也是最高,实力也是最强的金秀妩媚地扫了楚邪一眼,娇滴滴地笑道,楚邪小弟,姐姐的安危,可就交给你了。 其他武女也是七嘴八舌的,不断向楚邪抛着媚眼,说着娇滴滴,甜滋滋地动听话耳。 楚邪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缓缓站起身来,用力地搓了搓双手。 他此刻的表情,若是楚天见到了,一定会觉得很熟悉,当年还在镇三州老寨子的时候,虎爹带着大队人马出山,碰到大肥羊的时候,这表情和楚邪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没有反抗之力了,那真是,太好了。 虽然,作为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候,做这样的事情,说这样的话,嘻嘻,有点渣子,垃圾,下三烂,不要脸的感觉。 但是我楚邪楚大,不,楚二少就是这样的人啊。 这么做,我感觉好爽啊。 好过瘾啊。 好快活呀。 霍霍霍霍的尖笑着,楚邪很轻盈的原地转了三圈,几眉弄眼的像六名目瞪口呆的金氏族女做了个鬼脸,六位姐姐,啊,不,六位奶奶。 楚邪笑得很阴鬼,很奸邪,很放荡,很不要脸,他此刻的表情,完全,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奸命小人,什么叫做奸臣贼子。 六个老娘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啊? 每次我楚二少昧着良心叫你们姐姐的时候,就好像在操一块死猪肉一样的恶心。 楚邪笑容满面的说着让六位金氏族女浑身冰冷的恶毒言语,你们多大了呀。 你们最小的都一百多岁了,最老的都四百多岁了,我楚二少,可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哪。 你们一个个都是我奶奶,祖奶奶,姑奶奶老祖宗的年纪了,你们这群老母猪,怎么忍心吃我这根小嫩草? 楚邪跳着脚的笑着,哎哟,真是恶心坏我了。 金秀呆住了,他结结巴巴的指着楚邪问道,楚邪,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楚邪一耳光狠狠的抽在了金秀的脸上,将金秀打得原地转了七八圈,一脑袋处在了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楚二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楚邪拔出腰间配剑,剑指天空撕心裂肺的吼着,兄弟们,造反了。 哟哟,结结,嘿嘿,嘻嘻。 四面八方,无数恶鬼同时发出了尖锐难听的尖笑声,他们蜂拥而起,向着浑身瘫软的天族扑了下去。 第399章 万鬼朝宗 不仅仅是楚邪统侠的非洲上,就连傅死营的都战队天修身边,正浩浩荡荡向南方冲杀的傅死营战士中,都有数以万计的战士突然发出凄厉的惨嚎声。 从这些战士的体内,一具又一具浑身被邪气森森的阴光包裹着,形如骷髅的恶鬼飞扑而出,随着这些恶鬼的扑出,这些战士的血肉急速干瘪萎缩,弹指尖就炸成了大片飞灰。 位于天目结界中,天修的实力被压制到了极致,数万名督战队的天修毫无反抗之力,眼睁睁的看着无数恶鬼向自己扑杀了上来。 他们嘶声尖笑着,声嘶力竭的咆哮着,愤怒如狂的咒骂着。 他们身边簇拥着大队大队身披重甲,装备精良的受邀,这些受邀可不是赴死营的炮灰,而是金氏一族忠心耿耿的附庸仆役,一如金牙岛的老熊家一样的附庸妖族。 这些受邀在这些金氏族人的咆哮声中大踏步的冲杀而出,手中刀剑闪烁着淡淡的寒光,狠狠的劈向了这些突兀冲出的恶鬼。 尖锐的鬼哮声冲天而起,这些形如骷髅的恶鬼忽然散而成风,轻轻松松的避开了这些受邀的拦截。 下一瞬间,他们冲到了那些都战队的身边,狠狠的钻进了他们的身体。 这些都战队员凄厉的嚎叫着,身体剧烈的抽搐着倒在了地上。 一只又一只恶鬼钻进了他们的身体,疯狂的撕扯着他们的灵魂,凝成实质的强大天魂可以抵挡十只,百只恶鬼的侵蚀,但是钻进他们体内的恶鬼何止千百条? 那些附庸妖族的受邀简直要疯掉了,他们不知所措的看着一个又一个尊贵的天族大人倒在了地上抽风,看着他们嘴角冒出了血墨子,被压制了所有神通法术的受邀们却无计可施。 短短几个呼吸间,就有一个又一个金氏异族的督战队员缓缓站起身来,他们眸子里闪耀着淡淡的灵光鬼火,不断发出阴侧侧的冷笑声。 四周环绕的受邀们猛的向他们逼近了一步,这些金氏族人则是冰冷无情的向他们瞪了一眼,奴隶,你们敢造反。 天族的威严和无情早就铭刻在了这些附庸妖族的灵魂深处,数以十万计的精锐受邀多哆嗦嗦的丢下了兵器,一个个脑壳空白的跪在了地上。 从这些被禁锢的金氏族人体内,一头又一头浑身阴光闪耀的恶鬼冲了出来,他们低沉的嘶吼着,欢天喜地的向那些毫无反抗之心的受邀扑了上去。 强大的肉身,澎湃的血气,还有毫无反抗的意志,这是恶鬼们最喜爱的猎物。 非洲上,无数的恶鬼冲进了六位金氏族女带来的随形精锐体内。 除了那些拥有金氏血脉的天族,其他的所有天修灵魂被撕成了碎片,被这些恶鬼吞噬一空,然后他们浑身闪耀着淡淡的鬼火,环绕着一道道阴风,慢悠悠地站起身来。 楚邪 金氏艰难地抬起头来,鲜血从他肿胀的嘴角流淌下来,他愿毒至极地看着楚邪,没有人敢背叛天族,没有人能背叛天族,所有的叛徒,只有死。 闭嘴 楚邪慢悠悠地走到了金氏面前,一脚重重地踏在了他的面门上,将他的脑袋踩在了甲板上用力地摩擦了击下,没人敢。 我不是做了吗? 我楚二少怕什么呀? 我怕什么呀? 吓! 楚邪挑衅地转过身,向着北方天族修建的长城方向比划了一个极其下流的挑衅手势,我造反了,来呀,弄死我呀。 呵呵 千里之外,站在城墙上观战的金铁风和水无痕漠然无语。 他们不吭声,但是他们身边的虚空却突然震荡起来,随后一波波可怕的法力波动犹如海啸一般席卷天地,呼啸着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巨响声中,一座座大山被他们释放的法力冲击碾成粉碎,山林中无数的飞禽走兽瞬间神形俱灭。 这个名叫储邪的小子,在入驻此处之前,是在幽暗地狱形势。 金铁风冷声喝道,彻查,他是谁的手下? 是谁将他送入幽暗地狱的,这件事情,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 金鹿哆哆嗦嗦的走了出来,重重的跪在了金铁风脚下,是,是金奥。 他是被金奥送去了幽暗地狱。 金奥死后,孩儿见他征战得力,挥下恶鬼大军战力强横,故而将他,将他调来天气之地。 金铁风看了一眼金鹿,金奥的人。 金铁风明白了。 金奥死了,所以金奥留下的那点家当,就被这些金氏异族的嫡系子弟瓜分。 储邪同样属于金奥留下的遗产之意,金鹿下手快,将储邪从幽暗地狱调来天气之地,想着的也就是借用这支强大的恶鬼军团建功立业不是? 如此,这都是金奥的责任。 金铁风冷笑了一声,不过,金奥已经死了,这件事情就此罢休。 他的禁制御板呢? 速速取来。 金鹿摊开双手,惊恐地看着金铁风、储邪,还有他挥下恶鬼大军的禁制御板,被金秀姑姑从我这里强行锁走了,如今,金秀姑姑他们,只能,动用天气之地的总禁制御板才行。 金铁风的身体微微晃了晃,他飞快地看了一眼水无痕。 自家这些年轻人的丑事,可全都被水无痕看到眼里了。 水无痕摇了摇头,淡然道,年轻人,吃点亏才会增长见识,这点小事,算得什么。 铁风长老只管行事,今日之事,老夫也有一部分责任。 金铁风就冷笑了一声,他咬着牙冷笑道,此子果然奸哗,知道又骗金秀等丫头,骗走他和所有属下的禁制御板。 不过,他肯定不知道,除了分管他和他属下的禁制御板,在这天气之地战场,所有奴兵,都还有一块总的禁制御板约束着呢。 大片金色云霞翻滚而来,数百名金士族人簇拥着一块高有十二丈的巨型御板飞了过来。 这块巨型御板,就是天族在天气之地战场上,用来控制所有奴兵,所有军团的总禁制。 那些督战队员手中掌控的,只是各个奴兵,各个军团分别对应的禁制御板,而所有奴兵的生死,全都掌控在这一块总御板上。 金铁风冷声道,没人能够背叛天族,背叛者,为死而已。 冷笑一声,他一掌按在了这块总禁制御板上。 天幕结界中,楚邪放声冷笑,他头顶一道阴风冲出,大片阴云弥漫,啾啾鬼声响彻云霄,浓郁的阴气席卷方圆数千里山林,到处都结上了厚达齿许的蓝色冰霜。 万鬼朝宗图喝,可不要让楚二嫂失望。 楚邪的笑脸上略过一丝紧张之色,他咬咬牙,嘶声咆哮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楚二嫂注定出人头地,高人一等。 要楚二嫂做奴隶。 嘿,嘿嘿。 近乎歇斯底里的怪笑声中,万鬼朝宗图带着森森邪气冲天飞起,原本数丈长的图卷急速的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眨眼间就化为一副长达千里,宽有数百里的巨型图卷悬浮在楚邪头顶。 青黑色的图卷上鬼火闪烁,无数奇形怪状的鬼物在图卷中欢笑雀跃,向着一尊坐在高高王座上的鬼物顶里膜拜。 楚邪咬破舌尖,一口血喷在了图卷上。 无数鬼物的动作突然一将,然后他们纷纷转过头来,各色鬼气森森的眼眸同时锁定了楚邪。 楚邪挥下的无数恶鬼,包括那些侵占了天族身体的恶鬼身不由己的飞了起来,他们嘶声怪叫着被万鬼朝宗图卷起,不断的没入万鬼朝宗图中。 每当一尊恶鬼没入图卷,画卷中的无数鬼怪当中,就会多出一尊恶鬼的身影。 也不知道万鬼朝宗图中到底是什么状况,每一尊恶鬼没入其中,都会露出欢天喜地的欢喜表情,一个个雀跃舞蹈显得无比的快活。 随着无数恶鬼不断涌入万鬼朝宗图,南方已经被鲜血覆盖的城墙上,一缕缕阴气冲天飞起,同样被吸入了万鬼朝宗图中。 战死的战士,无论是来自神佑之地诸神的后裔,还是赴死营中的天修奴兵或者受邀,他们的灵魂全部被强行灌入了一缕缕强大精纯的阴气,迅速转化为鬼类,再被万鬼朝宗图强行吸收。 巨大的画卷上,一头头恶鬼眼眸中喷出了森森寒光,不断注入楚邪的身体。 楚邪身上气息骤然变得无比邪意,一股股可怕的寒气从他体内扩散开来,每一头鬼类进入万鬼朝宗图,他身上的气息都会提升一小节,数以百万计的鬼类进入万鬼朝宗图后,他身上的气息已经变得浩瀚如海,阴寒无比,邪气冲天,比之金铁锋和水无痕也只强不弱。 那是何等至宝?城墙上的水无痕呆呆的瞪大了眼睛,那是,鬼道至宝?是何等品阶? 似乎,不是后天之物,而是先天之宝。但是先天之物,太古之石,那些先天之宝,似乎都已经被老祖们崩毁。 冷笑了几声,水无痕的脸剧烈的抽搐着,连三十六至尊天气都崩碎毁灭了,三十六至尊天气都彻底崩坏了。 这画卷,又是什么来历?找到了,储邪,哼,灭杀。金铁锋已经大喝一声,指尖一缕金光闪烁,激发了玉板中的尽致。 不管万鬼朝宗徒是什么来路,反正储邪必死无疑。 储邪死后,这幅万鬼朝宗徒,肯定是落入他们金氏一族手中。 金氏一族固然是天修,但是弄一个嫡系的族人转化为恶鬼之体,又算什么难事? 万鬼朝宗徒,值得金氏做出这样的决断。 越来越多的恶鬼不断冲进万鬼朝宗徒,储邪的气息越来越强横。 隔着天目结界,储邪散发出来的一丝游离气息,已经隐隐让金铁锋和水无痕感到胆战心惊。 这是多好的宝贝呀。 储邪的眉心一缕奇异的幽光闪过,他突然抱着脑袋痛呼了一声,然后大片黑气从他蹊跷中喷出。 黑气在他头顶凝成了一朵宛如实质的阴云,阴云中一尊和储邪生得一模一样的黑色身影悄然浮现。 滔天鬼气从这黑色身影中翻滚而出,黑色身影的眼眸中喷出两条鬼气,死死锁定了十八条黑气凝成的,足足有丈许长短的一虫。 这十八条一虫怒笑挣扎,不断向那条黑色身影伸出爪子。 储邪冷冽一笑,手指一弹,一团绿色阴火凭空而生,仅仅裹住了十八条一虫,将其烧成了一缕青烟。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驶出来。 储邪站在非洲船头,一把抓起金秀修长秀美的脖子,高高的举起了手臂。 金秀比储邪高出了一大截,储邪极力的伸长了手臂,金秀的两条小腿还在搭拉在甲板上,两人之间的姿势看上去无比的怪异。 储邪朝着北面吏声笑道,金铁锋,水无痕,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这六个妞儿,还有这些金氏族人,储二嫂就不客气了,全部收下做人质了。 呵呵,现在谁也别废话,有什么条件,等储二嫂我安定下来了,再说。 金铁锋,水无痕瞪大了眼睛,愕然看着储邪。 储邪居然自行挣脱了致命的禁制。 那话卷,真心不凡。 而这小子的魂魄,居然是传说中的天生鬼地之魂。 水无痕判断出了储邪魂魄的来历,鬼地之魂,这,这,这不应该呀。 鬼地,太古之后,哪里还有什么鬼地? 金铁锋低声的咕咙道,但是这丝的魂魄,的确是,他,他是太古的邪魔转世重生。 储邪咯咯的轻笑着,他突然抖了抖手上的金袖,力声喝道,金铁锋,先不等安定下来,咱们先做个买卖如何。 你们金市在这里的庞系族人有数万之多,我交出一千人,你把下方傅死营所有人的禁制都解除了,怎么样? 城墙上的大战早已停歇。 傅死营所属已经顺着云梯退了回去,城墙上的守军则是兴致勃勃的看着热闹,这些来自北方的邪魔,这算是窝里反了吗? 这种事情,在过去的无数年内,可从没发生过呀。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苦战,没想到,居然能坐下来看热闹,这时候多好的事情。 几名来自战神山的高阶战将迅速凑到了一块儿,他们低声商议了一番,就有一名战将迅速向南方狂奔而去,准备用特赦的传送阵,将这里发生的事情传回战神山。 储邪又将金袖晃了晃,他大声笑道,晃不晃? 倒是来个准信儿啊。 尖锐的鬼哮声从万鬼朝宗图中传来,这一片战场上所有的恶鬼都已经没入了万鬼朝宗图。 森森鬼气从图圈中不断奔涌而出,在储邪的身后凝成了一座阴气冲天的骷髅王座。 储邪笑呵呵的,大咧咧的一把坐在了王座上。 阴云翻滚中,王座四周出现了无数诡异的幽影,静静的簇拥着储邪。 第四百章储邪的大口 战神山,神血浴池中,五千精锐战士通体燃烧起精血烈焰,他们当中体型变化最小的,身高都已经拔高了两尺有余,最矮的一个战士身高都超过了一丈六尺。 对比盘坐在神血浴池旁,一边疏通汲取通道,一边浑身大汗淋漓的楚天,这些家伙真正算得上是人形怪兽。 他们因为体内精血能量的极大膨胀,配合着经络骨骼,内脏骨髓的不断增强而产生的强烈痛楚,他们的面孔剧烈的扭曲着,一个个猙獰犹如厉鬼,看上去无比的吓人。 战王和其他几位长老则是站在神血浴池旁,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除了这里的五千精锐战士,另外八口刚刚重新开启的神血浴池中,也已经积攒了半池子神血。 用不了多久,那八口神血浴池也能对一批精锐战士进行沐浴。 战神山的实力会越来越强。 而实力,正是战神的荣耀。 楚天突然重重的呼出了一口黑红色的浑浊气流,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冲天而起。 天地熔炉中那一滴神血膨胀到了水缸大小,然后急速融入了楚天的身体,瞬间取代了他原本身体内的所有血液。 一颗颗紫霄金阳炉中的顶级神丹不断的融入楚天体内,他身体内的血浆色则在不断变得更加艳红,更加粘稠,更加沉重。 神血的品质还在缓缓的提升。 经过了无数年缺一小时的苦日子,原本悬浮在神血浴池上的这一滴神血已经退化了许多,和真正的刚从战神体内取出的新鲜神血相比,这一滴神血的品质差了起码有十几个档次。 一颗一颗的顶级神丹不断融入,神窍天境中力量天影喷出一缕缕血色符纹不断融入急速流淌的血浆中,楚天体内的血浆缓慢的蜕变着,一如枯木发芽,逐渐向着真正的战神精血不断恢复。 刚刚喷出的一口黑红色气流,就是楚天体内原本的血浆瞬间被取代,被精血烈焰炼化后剩下的残渣。 喷出这一口血腥之气后,楚天只觉身体一阵敞亮,而身体每一个角落都变得很是沉重,却不显得累赘,而是沉重,它始终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感。 神血浸润身体的每一个细微角落,强大的精血能量滋养全身,身体机能在缓慢的增强。 汗毛,皮肤,肌肉,血管,经络,骨骼,骨髓,内脏,大脑,眼睛。 咔咔骨节错动声响起,楚天的身形开始一寸一寸的拔高,正在急速变换手中印诀的楚天心神一阵错乱,差点没将手中印诀爆掉。 他骇然看向了神血浴池中那群身高一丈五尺以上,浑身肌肉囚结的战争怪兽,下意识地瞪大了眼睛。 悬浮在金灯上的灵魂低沉地呼喝了一声,一道道灵光喷涌而出。 金灯炸开了一团轻悠悠的灯火,楚天缓慢膨胀的身躯骤然停止了扩张,开始一点一点的内线,他缩,逐渐回复了正常人应有的体态。 一团赤红色的惊血烈焰裹住了楚天全身,他的身体硬生生的强行压缩了九尺高下,就再也无法在他缩分毫。 通体血肉坚固圆润宛如金丹,凝晃晃,亮晶晶,血肉之间没有丝毫缝隙,完全就是一块金刚宝钻一般晶莹剔透。 楚天停止浪费紫霄金阳炉中的神丹,开始任凭自己的身体自行的吸收四周的天地灵髓。 他的手指还在变换指印,不断地打出一道一道修复战神山所需的符纹,手指划过空气,就在半尺方圆这么狭小的空间中,手指居然都不断发出喷喷的音爆声。 变换指印的速度凭空飙升了整整五十倍。 楚天对自己肉体机能的增强都感到瞠目结舌,等他全身的血液真个蜕变成了原始版本的战神精血,他能够强悍到何等程度。 就在这时候,一条人影快步跑进了大殿,他低沉的喘着气,双手捧着一块兽皮大踏步闯到了战王的身前,双手奉上了一块书写的密密麻麻的兽皮。 王,邪魔又一次发动了进攻,规模是最近三年中最庞大的一次,他们的赴死营应该是全盘出动了,不惜代价的进攻神佑之地。 战王和七位长老的脸色骤然一变,战徒已经拔出了腰间长剑,面目猙獰的咆哮起来,他们想要死亡。 我们就赐给他们死亡。 哈,正愁雨季过后新出生的战兽小才子没有强大的血石,邪魔的血肉,正好拿来饲养战兽,真是再好不过了。 战徒的吼声还没停歇,跑进来宋战宝的战将大声说道,但是,邪魔内乱,一个名叫楚邪的幽鬼统领活捉了六位金氏族女,还有数万邪魔金氏一族的族人也被他俘虏。 冬的一声,楚天的动作骤然停了下来。 他缓缓站起身,慢慢的向前踏出了一步。 吸收神血后,楚天也无法估量自己的肉体力量增强到了何等程度,他这一步没能完好的控制暴涨的力量,一声巨响,他脚上的靴子骤然炸成了一缕青烟。 第二步迈出,地面发出一声低沉的撞击声。 当楚天迈出第三步的时候,他强大的灵魂力量已经完美的掌控了力量飙升的身躯,他步伐如风,一闪就到了战王身边,看着那送新的战将陈生道,你说什么? 那叛乱的幽鬼统领,叫做楚邪。 那战将恭敬的向楚天丹西跪下行了一礼,陈生道,天师,那叛乱的邪魔的幽鬼统领,的确叫做楚邪。 他自己爆出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对了,他还在战场上自称楚二少。 二少。 战王瞪大了眼睛,真是古怪的称呼。 因为,我是楚大少。 楚天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他看着战王悠悠说道,楚邪那小子,是我的弟弟,他被天族俘虏后,送去了幽暗地狱拼命。 真没想到,他没被送去堕青羊,而是被送来了这里。 战王和七个长老的呼吸同时变得粗重了起来。 战王大声笑道,天师的弟弟。 那就是自己人。 闻,调动穴位,还有这五千个才子,我亲自去增援北面。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向着北面看了过去。 阿狗,阿雀,老黑都被送去了堕青羊,已经和虎大力会合了。 楚邪这小子,居然来了神佑之地。 楚天很好奇,这家伙用了什么手段? 那六个金氏的族女,是怎么落到他手上的? 神佑之地北方防线,楚邪在大群战神山战士的监视下,得意洋洋的坐在一个城墙堕而上,朝着城墙下一名金铁峰派出的使者很无耻的笑着。 没错,我是很无耻啊,我知道我很无耻,可是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金铁峰派出的使者,金氏一族的旁系督管金铁鹰阴沉着脸站在城外三里处,四面八方是无数的副死营战士,但是没有一个战士靠近他身边一里之地,硬生生空出了一个半径里许的圆形空地。 楚邪,老夫来此,不是和你斗嘴的。 金铁鹰冷声道,副死营这些下剑种的禁制,我们可以解除,他们的剑命,值得什么? 轻蔑地扫了一眼四周无边无际的副死营所属,金铁鹰面无表情地说道。 只是,你答应释放的那一千个族人,必须由我们指定人选,而且,我们如何能相信,你会放人? 这就尴尬了不是? 楚邪坐在城墙墮儿上,双腿用力地晃荡着,很是轻挑地笑道,这很尴尬,当然,我说的不是人选的问题,因为放谁回去,你们说了不算,我楚二少说了才算。 所以,你们别想着指定人选,你们做不了这个主,就别做这美梦了。 楚邪痴痴笑道,我说的尴尬意思是,你们不放心我,我也不放心你们。 是吧? 我不是好人,我坦白地说,我不是好人,我楚二少从来不是一个好人。 你们当然也是,你们根本不是人,就别说什么好人不好人了。 在我们双方的心目中,对方的信誉都是一个屁。 所以,你们解除了这些负死营的家伙的禁制后,害怕我不放人,而我也害怕,我放人后,你们不解除禁制,又怎么办呢? 金铁鹰的脸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历声喝道,混账东西,你手上,还有这么多金氏族人,我们怎可能? 楚邪迅速打断了金铁鹰的话,耶,耶,耶,闭嘴呀,我手上的确还是有这么多的金氏族人,但是他们是我的俘虏,算是我的私人财富了。 所以,我怎么可能用我的私人财富,来赌你们是否会信守承诺呢? 金铁鹰被楚邪的话给弄晕了脑袋。 城墙上,大群战神山啊,还有火神山啊,以及来自神幼之地其他领地的战士同样被弄晕了头。 楚邪的这话,太高深,该玄妙,太听不懂了。 他的逻辑,似乎有点问题。 你,你想要怎的? 金铁鹰狼狈地看着楚邪。 嗯,一千个金氏族人换富死营,我可以先释放一千个金氏族人,但是未免你们在我放人后不解除尽致,让我吃亏上当。 楚邪很深沉地思索了一阵,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样吧,你们弄点抵押物过来。 金铁鹰的脸再次剧烈地抽出了一下,抵押物。 楚邪一挥手,很大声地说道,抵押物,没错,抵押物。 一千个金氏族人,我先释放他们,你们再解除这些赴死营的禁制。 但是为了避免我放人后你们违约,一千个金氏族人,你们送一千亿极品灵精过来。 楚邪笑得很灿烂,我对你们的底细了解得很透彻,天族的子嗣繁衍能力不是很强,每一个族人都是很珍贵的。 你们又霸占了整个天路无穷无尽的资源,一个金氏族人,难道还不值一亿极品灵精吗? 金铁鹰被楚邪的无耻和贪婪气的眼珠发绿,他恶狠狠地盯着楚邪,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楚邪立刻笑了,他指着气喘吁吁的金铁鹰笑道,看来,你对我的定价不满。 很显然,金氏族人的身价,不仅是一亿极品灵精。 呵呵,没错,我定价太低,嘿嘿。 那,每个人在家十株万年灵药好了。 楚邪看着金铁鹰笑道,一千个金氏族人,你们送来一千亿极品灵精,一万株万年灵药做抵押物,东西到手,我们立刻开始第一笔交易。 金铁鹰简直要疯掉了,他面孔扭曲地看着楚邪立声咆哮,可是除了这一千族人,还有这么多族人在你手上? 你难道以为,我们…… 楚邪很不雅观地扣了扣鼻孔,理直气壮地说道,是啊,除了这一千人,你们还有几万族人在我手上。 但是这几万族人是我的俘虏,我的私产。 你们怎么有脸要求,用我的私产做抵押品呢? 金铁鹰抬起了头,他身体微微哆嗦着,如果不是这里是天气之地,他根本发挥不出万分之一的力量,他真个想要冲上去和楚邪拼命。 奈何,在这天气之地中,面对那百丈高的城墙,他连跳起来三丈高的力气都没有,他怎么去拼命? 你,不能如此无耻。 金铁鹰喃喃自语。 我就这么无耻了,你打我呀。 楚邪侧过面皮,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面颊,楚二嫂我就这么无耻了。 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么无耻了。 你打我呀。 来呀,打我呀。 楚二嫂若是闪让一下,我就是你奶奶养的独生子。 金铁鹰呆住了,我奶奶养的独生子。 这次,就连战神山的一群肌肉疙瘩都回过神来,一尊高阶战将嗡声嗡气地说道,物纳邪魔,这小子的意思是,如果你来打他,他不躲闪也就罢了,他如果躲闪了,他是你亲爹。 金铁鹰的面皮变色了。 如果他去打楚邪,楚邪闪避了,那么楚邪就是。 天下居然有如此无耻之人。 你。 金铁鹰的眼珠变成了纯金色,他心头的杀意从未如此的强烈过。 你们今世是不是输不起啊? 还是你们觉得,自家族人不值钱? 楚邪很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区区一千人的小事情,一千亿极品灵精和一万株万年灵药的小事情,折腾这么久,你们至于吗? 金铁鹰沉默了一会儿,他用力地闭上了眼睛,过了许久才猛地睁开。 如此,成交。 一千亿极品灵精,一万株万年灵药,这些东西,马上送来。 金铁鹰沉声道,等你释放我金氏一千族人后,我们立刻解除傅死营所有人的禁制。 大秀一甩,金铁鹰转身就走。 楚邪眯了眯眼睛,他立刻大叫了一嗓子,如此慷慨。 甚好,由此可见,你金氏一族才大气粗,究竟刮了多少民之民膏? 如此这般说,呵呵,我楚是损失的家财,你们是不是要赔偿一二? 楚邪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你们应该知道楚二少从何处来,我楚氏的家产,都被你们刮走了吧? 嗯,楚二少估算了一下,我楚氏的家当,大概是几万亿极品灵精,你们,是不是该赔偿给我? 楚邪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金铁鹰身体一僵,面色犹如死人一般缓缓转过身来。 第401章直面 如此的简陋 楚天见到战神山通往北方战场的传送阵后,半晌没说出话来。 难怪战王说,这些传送阵只是用来紧急输送高等战力,或者用来传送紧急军情,平日里使用的很少,眼前的这些破烂玩意,你确定这是传送阵吗? 战神山内部的传送阵出自七巧天公之首,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对这些传送阵造成太大的影响,平日里依旧维持着正常的运转。 而眼前的这些玩意儿,在粗糙的岩石地面上,雕刻出的粗陋阵法基础,直径不过十丈的传送阵上镶嵌着数十颗灰扑扑的中品灵晶,好几块灵晶上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口,一副随时可能爆裂开的架势。 楚天一眼扫过去,这座传送阵的阵机上,起码有七个符纹冲突点,有两条维持空间稳固的符纹,完全就刻画错误了。 可想而知,通过这座传送阵赶往北方战场,会让人颠簸得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头皮一阵发麻,楚天扫了一眼湛王,摇了摇头,他一掌按在了地面上。 金色的阳极金燕从掌心喷出,一缕缕火光迅速扑散开,将直径千丈的一片岩层炼化得光洁如镜。 道道火光迅速闪烁,在地面上雕刻出了一座复杂的圆形阵机,楚天纳灼中飞出了大堆金属材料,被阳极金燕融化后迅速填充进了阵机中。 一座直径千丈,通体闪耀着夺目灵光的传送阵瞬间成形,楚天向传送阵内填充了三百六十块极品灵精,整个传送阵就散发出一股强大而稳固的空间波动。 一切只用了一盏茶时间。 这座新生的传送阵和原本的传送阵肩并肩的放在一块,楚天新造的传送阵就好像一名身宫中养尊处优的皇太后,衣衫华美,气度雍容,而原本战神山的这座传送阵,则好似一头被打断了腿蜷缩在阴沟中瑟瑟发抖的野鸡。 这,可是将神山的大将,耗费了许久功夫才建起来的。 战王拎着大锤,呆滞的看着面前崭新的传送阵,他们说,这种传送阵布置起来。 看着楚天意味深长的表情,战王摇了摇头,干巴巴的骂了一句,一群连祖宗吃饭的玩意儿都丢掉的混账东西,就这么一座传送阵,他们好意思收我们那么一大笔钱。 拎着大锤,大步走到了新的传送阵中,战王回头看了楚天一眼,认真地说道,大长老临死前的话没错,天师,知识和智慧,才能让诸神的光辉重新笼罩神佑之地。 楚天微微欠了欠身,他伸手一抓,从原本的那座传送阵中抓出了一缕空间倒标的气息,将其打入了新造的传送阵后,自己也站在了传送阵上。 战徒带着数百穴位,战熊带着五千名刚刚沐浴了神血,转修了不死神章的精英战士,同样大踏步地走上了传送阵。 一道灵光冲天而起,几个呼吸后,楚天等人出现在了一座巨石搭建的战宝中。 战宝镇中的广场上,一座直径石杖的传送阵在楚天等人出现后,轰的一声爆炸开来,阵机上的所有中品灵精瞬间化为青烟,阵机也直接融成了岩浆。 这座粗陋的传送阵,一次最多能承受十人的传送,楚天一次挪移了数千人过来,强大的空间压力直接将这座传送阵碾爆。 又耗费了一盏茶时间,楚天在这座战宝中新造了一座千丈大小的传送阵后,这才在战王等人的簇拥下,骑上了一头山岭巨像,用最快的速度赶去北面的长城防线。 只用了一刻钟功夫,楚天就穿过了两道城墙,来到了最北面山脚下的长城上。 楚邪悠哉悠哉的坐在城墙堕而上,笑容可居的像面色铁青的金铁鹰挥着手,快去快回哦,抵押悟到了,我立刻放人。 当然,我楚氏的损失,你们一定要补上,这可是我楚氏祖孙时代人,辛辛苦苦一个童子儿一个童子儿积攒的家当。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楚邪像骑着一头脚马快速离开的金铁鹰叹道,当然咯,高高在上的天族,你们也不知道童子儿是什么,你们也不知道积攒一份家当是多么困难。 楚天穿过人群,走到了楚邪身后,他刚刚伸出手,想要拍一下楚邪的后脑勺,楚邪倾笑一声,一柄赤红色的长剑带着森森寒气从他腋下刺出,反手向楚天的凶腹要害刺了过来。 好奸华的小子,果然好警醒。 楚天冷哼一声,手指一弹,盯得一声脆响,他的指甲和剑尖撞在一起,剑起了一六二火星,一股俱力反弹了回去,将楚邪震得一头飞出了城墙堕尔。 大片阴云平地而生,楚邪脚踏阴云,猛地回头看了楚天一眼,他眸子里两团深邃的阴火骤然暗淡下去,他黑黑笑着,收起手中长剑,张开双手向楚天扑了上来。 大哥,你怎么在这里? 哈哈,楚二少可算找到靠山了。 楚邪热情洋溢的一把抱住了楚天,嘴巴凑到楚天耳朵边,急促的低声问道,你怎么和这群家伙浑到一块了?你和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则,这些天气之地的邪魔余孽,他们在这天气之地内的实力强悍得很,若是能和他们拉上关系。 楚天一巴掌推开了楚邪,他转过身,向站在身后的湛王指了指,楚邪,这是战神山的山王,名字就是湛王。 战神山,是自己人。 湛王丢下沉重的战锤,哈哈笑着向楚邪迎了上来,天师的弟弟。 那就是我湛神山最尊贵的客人。 身高将近两丈的湛王弯着腰,一把抱住了身高八尺多点的楚邪,厚重的手掌在楚邪的后背上重重的拍了两下。 喷喷声中,楚邪翻着白眼在,差点没被湛王拍得口吐鲜血。 芒不迭地挣脱了湛王的拥抱,楚邪干笑着转向了楚天,大哥,我在幽暗地狱,见过你的几个兄弟,只不过。 楚天打断了楚邪的话,这些事情,后面再说。 阿狗,阿雀和老黑,他们已经和大力哥会合了,已经脱离了天族掌握。 微微醋眉,楚天看着一脸尖笑的楚邪问道,我很奇怪,你在这里折腾什么呢? 你还,俘虏了好多金氏族人。 你怎么做到的? 兄弟俩站在城墙上侃侃而谈,楚天的脸色变幻莫测,被楚邪这几年的经历弄得半赏没话说。 总而言之,就是,因为你长得帅气俊朗,所以一路上,好些,女鬼也好,女人也好,总之,就是好些女子,他们脑袋抽筋一样的,把他们的全副身家都送给了你。 楚天看着楚邪,结结巴巴的对他这几年的经历做了一个概述。 帅,也是一种资本。 楚邪毫不以为耻的笑得很灿烂,不然的话,短短几年时间,我如何在幽暗地狱拉起这么大一只恶鬼组成的军团。 耸耸肩膀,楚邪悠悠叹道,大哥,活下来,不容易啊。 尤其是幽暗地狱,天族逼迫我们去清剿的那些幽暗地狱的家伙,他们和天气之地一样,都是太古存留下来的鬼道描迹。 楚天的眼角剧烈的跳动了一下,活下来,不容易啊。 他张开双臂,用力的拥抱了一下楚邪。 楚邪也张开手,用力的抱住了他,兄弟相互用力的拍了拍后背,同时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然后,两人同时的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开朗,笑得犹如阳光一样明媚,活着,不容易,但是兄弟们都还活着,不是吗? 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用了什么手段,无论世人如何评价,活着就好。 一如神佑之地的这些诸神后裔,他们也只是挣扎求存。 他们遗失了先祖的文明,他们丢失了先祖的荣耀,他们犹如灵智未开的原始人一样,用一种极其原始的方式活着。 但是他们活着。 血脉没有断绝,文明没有崩毁,他们依旧记得先祖的荣耀,他们依旧在苦苦地追寻先祖的文明。 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好。 悬浮在城墙上空,距离城墙只有十几丈高的一条非洲上,金秀挣扎着,在两尊恶鬼战士的手中,硬生生挣扎着探出头来,朝着楚协历声咒骂。 楚协,下剑种,卑贱的猪狗,你和你的。 一句话没有骂完,楚协正要出手教训金秀,楚天已经抬起手指,一点金色火焰飞出,一团阳极金燕猛的落在了金秀的额头上。 金秀发出凄厉的惨嚎声,他的身体剧烈的哆嗦着,淡淡的金色火焰迅速包裹了他全身,他浑身喷出了金色的护体神光,在神幼之地的压制下,他的护体神光暗淡到了极点,请客间就被阳极金燕彻底炼化。 杨极金燕钻进了他的身体,从他的蹊跷中喷出了数尺长的火焰。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金秀就彻底消失了,空气中只有一团精纯无比的更金之气悬浮在那里,更金气团中,更能见到一条条金灿灿的细细锁链盘旋飞舞,散发出锋利至极的强大波动。 这些锁链,就是金锈感物,凝聚的法则链条,随着这些细细锁链的旋转,方圆数百里内的金属甲轴,各色兵器同时微微震荡起来,好似受到磁铁吸引的铁蟹,随时可能脱离主人的首飞出去。 杀了。 楚鞋呆呆地看着楚天。 杀了。 楚天看了楚鞋一眼,用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难不成,还留着他肆意辱骂你和我不成。 冷然一笑,楚天淡然道,金氏的族人,我杀的也不少了,多一个,少一个,有多大的关系不成。 冷笑声中,楚天向楚鞋问道,敢和我出去,走一趟。 楚鞋的脸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很认真地看了一眼楚天,然后笑着点了点头,大哥带头,我楚二还有什么不敢的。 下,当年在盖州城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敢做的。 楚天放声大笑,他一步迈出,身形一闪就到了那一层灰蒙蒙的天幕结界旁,在战王和无数战神山战似的惊呼声中,楚天身体带起一抹残影,直接穿过了天幕结界,离开了神佑之地,踏足天路的领土。 一股莫名的,和神佑之地内迥然不同的距离从虚空中碾压了下来,这股力量犹如水流,瞬间扫过了楚天的身体,楚天只觉身体微微一沉,神窍天镜中金灯上青幽幽的灯光一闪,也就没有了任何感觉。 肉体力量,法力,灵石,一切都安然如初,比楚天坠落神佑之地时全部力量都被镇压,丝毫力量都调动不得的情况不知道好了多少。 楚天清晰的感知道,这是一种天地大势的镇压。 神佑之地的天地,和这天路的天地,似乎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天族若是进入神佑之地,势必变成手无腹肌之力的孱弱之人,而神佑之地的诸神后裔若是敢踏出天幕结界,来到天路的话,他们估计也都会变成软脚械。 楚天就这么站在天幕结界外,默默的感悟两地的差别。 这么薄薄的一层天幕结界,居然分开了两个迥异的世界,如此惊人的伟丽,怕是只有传说中的神才能做到吧。 大致弄清了这里面的关爱,楚天笑着向北方一步一步走去。 一步数里,区区千里的路程,楚天只用了十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到了金铁峰和水无痕所在的城墙下。 水无痕死死地盯着楚天,他双手紧紧地扣在城墙上,指尖不断蹦出幽蓝色的水光,和城墙上的防御尽致相互撞击,蹦射出刺目的光芒。 你居然,敢走出来? 水无痕咬牙切齿地看着楚天,你以为,你还有逃走的运气? 我怎么不敢走出来?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一缕惊血烈焰从他体表升腾而出,他只觉一股强大异常的纯粹力量从身体深处奔涌而出,此刻他自觉能够一拳摧毁面前的一切。 楚天,是我二弟,呵呵,自幼娇生惯养,所以做事的格局小了些。 楚天身体冉冉飞起,飞到了河城墙等高的高度,网票勒索这种事情,也就他做得出。 可是我不同,我觉得,干嘛要用这种麻烦的手段呢? 楚天笑得格外的灿烂,我从小生长在土匪窝里,所以,我和蝴蝶学会了一件事情,只要我拳头够大,看上了什么,直接取来就是了。 蝴蝶说,男人做事,就应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绑票勒索什么的,那是娘们才做的事情。 楚天紧握双拳,看着矗立在金铁锋身后的总进制御板,缓缓说道,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打劫。 男人站左边,女人站右边,直前的东西放中间。 打劫,快点。 第402章混乱 楚天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说出了在金铁锋他们看来最荒诞无稽的话。 打劫。 你区区一人,打劫。 目标是,镇守天气之地战场防线的,坐镇此处的数以十万计的金氏族人,以及数量无法确切统计的附庸军团和奴隶军团。 金铁锋笑了。 水无痕笑了。 刚刚被楚邪气的想要发颠杀人的金铁鹰凝叫了一声,他猛的身形异常,化身一道金光从城墙上击射而出,一掌向楚天的脑袋拍了下来。 庚金之气弥漫虚空,刺耳的痴痴声中,金铁鹰的手掌上放出了一道道锋利的金色寒芒,他的手掌怪异的膨胀到数尺大小,将楚天的整个身体都笼罩了进去。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他微微侧过身体,又笔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鸣,一拳向金铁鹰的手掌轰了上去。 龙的力量,高高在上,尊贵非凡,任凭天崩地裂,哪怕诸神当面,龙的力量依旧昂然不屈,敢于向一切敌人爆发出全部的威能。 玄规的力量厚重载物,深邃沉重,深不可测,无论日月崩坠,群星陨落,任凭你无穷无尽的力量呼啸袭来,玄规总能承在所有。 神像之力则是霸道无双,粗暴,野蛮,拥有最纯粹的毁灭之力。 任凭崇山峻岭阻碍,任凭有无边大海挡路,神像只是一力平推。 宁哲不屈,厚重无比,霸道无双,三种世间最强大的纯粹力量融为一体,就是楚天如今拥有的战神之力,从力量的本质上而言,楚天此刻的肉体力量,就和那枚逆天见点凝聚的无上剑幅一样,达到了这个世界的巅峰极致。 这股力量,可崩毁万物。 楚天出拳的一瞬间,他的拳头前方的虚空骤然变得黑漆漆一片,好似空间都被打出了一个窟窿。 重拳和金铁鹰的手掌重重的撞击在一起,方圆万里内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金铁鹰凝聚了无量更金之气,锋利无比,刚猛绝伦的手掌碎裂开,就好像一颗撞在石头上的鸡蛋一样炸开。 皮肤,肌肉,血管,经络,骨骼,骨髓,一层层的手掌结构很有层次感的碎裂开,最后崩成了一团邪物。 楚天的拳头顺着金铁鹰的手臂一路轰了上去,金铁鹰瞪大眼睛惊恐的看着楚天,他的手掌崩碎,他的手臂崩碎,他的肩膀被楚天一拳打爆。 他猛的一侧身体,勉强让胸口要害避开了楚天的拳。 楚天的拳风擦过金铁鹰的尖头,崩碎了他的肩膀,更将他半边右胸震成了粉碎。 虚空中,一团直径仗许的拳印从楚天的拳头上飞出,刷的一下破空飞略三万丈,然后生生的烙印在了半空中,过了足足七八个呼吸的时间这才缓缓消散。 在这三万丈的拳印轨迹中,数百名天族的战士粉身碎骨,他们的身躯炸成了一团团血雾,却好似被凝固在琥珀中的苍蝇一样,血雾静静的凝制在拳印轨迹中,直到这道拳印轨迹消散了,这些血雾才缓缓飘落地面,染红了大片城墙。 虚空流印 楚天想起了他在七巧天宫中见过的,那些从太古时代残留下来的拳印,剑痕。 那些可怕的攻击烙印,生生镶嵌在了七巧天宫虚空中不知道多少亿万年还迟迟没有散去,楚天一拳轰出,拳印只能凝空七八个呼吸的时间。 和那些太古大能相比,楚天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一些。 但是他正走在不断强大的道路上,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强,他迟早也能拥有那等不可思议的恢弘伟力。 铁锋 金铁鹰痛呼了一声,他向后击退,惊恐欲绝地看着楚天。 这霸道无比的一拳,让金铁鹰心头蒙上了浓浓的心理阴影,他只想距离楚天越远越好。 仓促之中,金铁鹰完全忽略了其他的事,其他的人。 楚鞋锦跟着楚天从天幕结界中窜了出来,当他看到楚天一拳轰碎了金铁鹰的胳膊,楚鞋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他忙不迭地长笑了一声,重重地跪在地上,然后喃喃地用啾啾鬼语念诵起古怪的咒语。 一直悬浮在他头顶,只是缩小到十几丈长短的万鬼朝宗图内一具通体绿光纷纷的恶鬼突然浮现,这头恶鬼啾啾尖叫了一声,身形骤然消失。 刷的一声,这头恶鬼出现在楚天面前,而原本凄厉地吼叫着向后逃窜的金铁鹰,则是莫名地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楚鞋身边。 这是什么鬼? 金铁鹰莫名地回头,看了一眼朝着他怪笑连连的楚鞋。 不就是鬼咯? 楚鞋笑得分外灿烂。 一抹赤红色的剑影从他手中喷出,阴狠无比地刺进了金铁鹰的小腹。 啾啾声不绝于耳,楚鞋手中的红色剑影剧烈地抽搐着,宛如一头疯狂的水质,贪婪地抽取着金铁鹰体内的精血气息。 金铁鹰痛呼一声,他左手猛地举起,劈头盖脸一掌向楚鞋拍下。 楚鞋头顶的万鬼朝宗图内,无数鬼物的眼眸同时亮起,无数缕极细的阴光喷出,琪琪锁在了金铁鹰的身上。 金铁鹰闷哼一声,他的动作骤然一将,就好像被数万座大山琪琪压在了身上,蹊跷中同时流出血来。 万鬼朝宗图,可不是这么简单的宝贝。 楚鞋低沉地咕拢着,他凑到了金铁鹰的耳朵边,轻声地问道,你知道,什么是至尊天气吗? 这万鬼朝宗图,可就是一件至尊天气的残片所化呢? 金铁鹰的瞳孔骤然缩到了针尖大小。 至尊天气?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至尊天气是什么东西? 但是,至尊天气,这不是在太古禁忌之战时就已经全部崩毁了吗? 怎么可能还有残片存留? 而且,就算是留下来的残片,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化为这么诡异的一件鬼道至宝? 三十六件至尊天气,可没有一件和鬼道有关呢? 除非是,除非是哪一件? 金铁鹰张开嘴,他想要大声嘶吼,将他猜测到的情报传递给金铁风和水无痕。 但是,除鞋猛地张开嘴朝着金铁鹰狠狠一息,一缕缕金色精气犹如潮水一样从金铁鹰的蹊跷中飞出,不断地没入除鞋嘴里。 金铁鹰嘶声惨嚎着,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眼看着他的身体干扁了下去,眼看着他化为一缕缕金色光雾,被除鞋硬生生吞得干干净净。 吃人,是不道德的。 楚鞋擦了擦嘴,很雍容地笑道,不过,天族不算人吧。 呵呵,和猪狗有何两样呢? 楚天静静地悬浮在金铁风和水无痕面前,等得后面传来的金铁鹰的惨嚎声彻底消失了,楚天这才缓缓说道,金铁鹰的修为,大概只相当于战神山的高阶战将,也就是六条真龙之力的实力。 金铁风和水无痕的瞳孔同时缩了缩。 只不过,神佑之地的诸神后裔若是踏上天路,怕是就和你们进入神佑之地一样,也会实力极大衰退吧。 楚天点了点头,这就难怪了,你们用这么一条防线,加上一些并不是很强大的战力,就能封死神佑之地。 和我天族作对,你可是想好了。 金铁风沉默了许久,缓缓开口道,你以为,我们就能代表天族的真正底蕴吗? 天族的强大,可远远超乎你们这些下剑种的想象。 楚天古怪的抿嘴一笑。 他当然知道天族的底蕴有多强大,不说其他,就一个紫腕众,楚天依旧不觉得他能接下紫腕虫的轻轻一击。 只不过,你们天族的底蕴再强大,和我有什么关系? 楚天笑看着金铁风,现在,就在这里,我就欺负你们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缓缓拔出青椒剑,手指慢慢拂过剑锋,楚天淡然道,重复一遍,打劫,男人站左边,女人站右边,直前的东西放中间。 金铁风目光冷烈的看着楚天,神色中不见丝毫畏惧。 水无痕同样冷笑着看着楚天,一副底气十足的模样。 后方,刚刚用鬼道秘术吞掉了金铁英浑身精气的楚邪化为一道阴风急速飞来,一边急飞,他一边立声叫道,大哥,小心些,我在这里驻扎了好几个月,知道这里的玄虚。 这两个老家伙不敢和你动手,却又不肯乖乖地交出东西来,他们肯定向本家求援了。 金铁风和水无痕同时冷笑,一道道人影急速闪过,金氏一族坐镇天气之地的高手纷纷汇聚了过来,数百名实力堪比战神山战将级高手,单单肉体力量就达到了一条真笼之上的高手聚集在一起,看上去倒是颇为吓人。 金铁风拔出配剑,剑指楚天冷笑道,下剑种,金日耳等所为,真正是自寻死路。 你们应该明白一件事情,这天,是我天族的天,这地,是我天族的地,这天地之间的亿万生灵,都是我天族的奴隶。 我们要你们生,你们生,我们要你们死,你们死。 或许你们走运,不知道如何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力量皮毛,让你们如此的骄横自大,居然敢冒犯我天族的无上威严。 无论你们是何等出身,无论你们是何等来历。 我们没有注意到你们的时候,你们还能苟且偷生,当我们注意到了你们,上天路的,你们都难逃一死。 尤其,你们居然敢杀死我金氏族人。 金铁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咬着牙宁笑道,知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是什么滋味吗? 楚天一剑金铁风斩下,青椒剑发出高亢的鸣叫,百丈长短的青紫色剑气喷勃而出,宛如水晶琉璃雕成的剑芒重重披下。 金铁风沉沉的呼喝了一声,他身后的数百金氏族人身上同时涌出金灿灿的护体神光,数百金氏族人的气息连为一体,体内庞大的羹筋支气化为一条金色红流,透过金铁风的后心注入他的身体。 金铁风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痛苦呻吟,他的身躯骤然膨胀到十丈高下,金灿灿的皮肤上突然裂开了无数裂痕,大量金色的高温血将喷洒而出,他体内不断出来宛如弓弦断折的沉闷巨响。 数百金氏族人的力量全部灌入他一人体内,金铁风的肉身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是这也让他的力量凭空暴涨百倍,他嘶声长笑着,一剑向楚天劈下的剑芒迎了上去。 一道金灿灿长达千丈的金色剑芒喷出,和青椒剑的剑光狠狠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楚天只觉浑身一震,一股锋利无比的反振之力倒卷而回,他立足不稳,向后猛地飞出了数十里远。 金铁风同样是闷哼一声,他身上的皮肤大块崩裂脱落,大量金色血浆不断喷出,但是他身体稳稳地站在了城墙上,没有退后半步。 下剑种,这就是我天族的底蕴。 不需要来源的本家高手出动,就老夫一人,就凭借坐镇此处的本家族人,就足以镇压你们这些下剑种。 金铁风凝笑一声,手中长剑猛地就要向楚天投掷出去。 后方急速赶来的楚邪骤然大叫了起来,金铁风,只有我大哥打你的粪儿,你敢伤我大哥一根毛,我立刻下令干掉所有的俘虏。 金铁风的动作骤然一将。 水无痕的手指紧扣成强堕儿,低声地骂了一句,铁风长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金铁风咬得牙齿嘎嘣直响,他很想不顾一切的豁出去和楚天分一个生死,但是看看天目结界中,那条非洲上被无数恶鬼禁锢的数万族人,他犹豫了一下,又缓缓地放下了兵器。 楚天向后倒飞了数十里,好容易才稳住了身形,脚踏狂风站在了半空中。 甩了甩剧痛麻木的右臂,楚天自嘲地笑了起来,哈,若是绿姑见了这模样,定然要将我臭骂一顿。 嘿,嘿,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嘿,有点膨胀了。 还真以为,我能一人洗劫了这些人。 抬眼看了一眼金铁风和水无痕等人,楚天悠悠说道,不过,如果不是这合机秘术的话,单对单,我真能把他们全部给石头下来。 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可真没错。 楚鞋一个闪身到了楚天面前,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袖子,压低了声音急促地说道,大哥,这天族的底蕴深不可测,还是按照我的办法来吧,绑票勒索固然是小人行径,可是轻松安全呢。 楚天抿了抿嘴,心头又是一道火气直冲了上来。 他猛地击铃铃打了个寒颤,看了一眼浑身血流不止的金铁风庞大的身影,沉声道,看来,我的实力提升太快,不仅仅是自己的心境不稳,这战神的力量也在影响我的性格。 撤退,按照你的法子来。 楚天快速向后撤退,他沉声道,不对劲得很,我现在比战王他们还要好战,还要癫狂,这战神之力想要完全化为己用,有得折腾。 楚邪锦随着楚天向后撤退,金铁风河水无痕带着大队人马突然飞出城墙,向楚天这边步步逼近。 远处突然有一声长啸传来,一个极其洪亮的声音大声说道,两位,不如我们联手如何。 第403章 神功扫军 楚天一拳击碎金铁鹰手臂的时候,距离天族的防线百里之遥,一座怪石临巡,生满了苍球古松的石山上,一行人静静地站在树影中。 一尊身高几近两丈,身躯雄壮如熊,气息高昂如龙的大汉披散着长发,袒露着上身,双手大咧咧的抱在胸前,嘴角微微勾起,带着一丝肌翘的冷笑看着金铁鹰嘶声痛呼。 当看到楚邪用鬼道秘书,用一条恶鬼将金铁鹰移形换位挪移到自己面前,随后异常残暴的强行掠夺金铁鹰精血气息时,面容粗壕的大汉咧嘴笑了起来,真不错,干得漂亮。 嗡的一声闷响,大汉背在身后,长有一仗五尺的大刀突然震鸣。 在楚天青交剑和金铁锋手中金剑猛烈撞击的一瞬间,这柄大刀凭空爆发出了高亢的战役,不断地轰鸣着跳动起来。 大汉冷哼一声,他身上一股莫名的微煞涌出,狠狠地镇压在了大刀上,乖,有你吃肉喝血的机会,不过现在,再看看,再看看。 在大汉身后,距离他十几丈的地方,古松的树影中静静地矗立着一顶青油纸糊成的小轿子。 一抹淡淡的青光环绕着轿子,莫名的邪气从青光中透出来,照耀的四周古松进成惨绿色,凭空增添了几分阴邪之意。 仔细看去,站在轿子的杠子旁,双手扶着轿杠子的四条人影,分明是四条用青色油纸扎成的纸人。 高挑,瘦靴,轻飘飘的纸人面门上用黑墨画出了粗烈的五官,扭曲的笑脸在青光的照耀下更显得猙獰,邪意。 轿子的纸帘子挑起,一名身穿白色粗麻布衣,面皮惨白如纸,双眼凹陷,眼眶漆黑,好似被狐狸惊兮干了洋气的枯瘦青年愁眉苦脸的坐在轿子里,双手捧着一本黄色皮质的书卷,不时的哀声叹气的诵读几声。 随着青年的诵读声,书卷中不时有一点点粘稠的血水滴答下来,血水落在青年的粗麻布衣的衣摆上,将衣摆染得通红一片。 披散长发的被刀大汉气息如龙,而这白衣青年则是阴力如鬼,两人的气息迥然不同,但是分明却又是一路人。 楚天和楚邪缓缓退向神佑之地,被刀大汉黑黑的笑了起来,战神之力。 这小白脸居然领悟了战神之力,而且力量增长太快,如今正是气血上冲,好战如狂的阶段。 白衣青年慢吞吞的抬起头来,悠悠叹道:"那又如何呢? 我在神佑之地的手下,就是被这小子打掉了一小半,你若是和他勾勾搭搭的,我们的交情可就毁了。 被刀大汉狂笑一声,他转过身,朝那白衣青年摇了摇头,咱俩的交情毁了就毁了,反正你归根到底是我小舅子,你大姐,迟早得给我生孩子。 嘿!看到金铁风和水无痕居然带着大队人马追出了城外,大汉怪笑一声,猛的一跃而起,带起一道狂飙向楚天,楚邪的方向纵身跃去,同时他回头向那白衣青年喝道:"你的那些小手段,鬼鬼祟祟的,做不得大用,想要成事,还是向你姐夫我多学学。 一声长啸,大汉大声吼道:"两位,不如我们联手如何?" 楚天和楚邪同时向大汉这边望了过来,大汉反手握住背上大刀,通体燃烧起黑红色的精血烈焰,大声笑道:"为表诚意,先看我这一刀如何。 刀光如血,凝成一片绵延百里的血海翻滚而来。 长刀阵明,七八座山头被大汉一刀劈断,高有千丈的山头被刀光凝成的血海推动,带着沉闷的轰鸣声向金铁风和水无痕砸了过去。 金铁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楚天身上,他根本无暇分心抵挡大汉的这一刀。 水无痕则是一声冷哼,高空中突然有大片乌云凭空而生,随后嘻嘻沥沥的细雨无声无息的落下。 不过针尖大小的茫茫雨雾,每一滴雨点却沉重如山,打在那七八座山头上不断发出巨大的撞击声。 弹指尖七八座山头就被绵绵雨雾打成粉碎,雨雾和血海撞击在一起,天空乌云急速旋转着,厚厚的云层中不断卷起一个个巨大的云窝,血海中同样掀起了一道道血浪,刀鸣声犹如雷鸣不断传来。 大汉一声狂笑,一道千丈长的血色刀光宛如开天辟地时的第一道雷光,突兀地脱离了血海向水无痕当头披下。 水无痕惊呼,色变,狼狈地向后击退转身就走。 可怜他在大则中被骄找生擒活捉后,他身上的所有宝贝都被楚天等人刮得干干净净,就连身上的这套长衫,都是金铁风有情赞助,此刻的水无痕连一剑衬手的兵器都没有。 而大汉的这一刀凌厉无匹,杀意灵天,水无痕被刀光略微一冲,就只觉灵魂摇摇欲坠,好似身处无边血海,身边有无数的冤魂在凄厉嚎叫,他差点就被这凄厉的嚎叫声震得昏厥过去。 高手,不可立敌。 逃。 固步的体面,固步的威严,更固步的全部精气神都锁定了楚天,根本无暇分心的金铁风,水无痕飞退,急退,用最快的速度向后逃窜。 水无痕恨得直咬牙,这一片绵绵山岭中大江大河数量太少,如果眼下他身边就有一条大河,他早就借助水盾,轻松可以盾出亿万里之遥。 没有水脉,没有趁手的天气辅助,单纯依靠自身修为盾逃,饶势已经催动了全部力量,水无痕依旧觉得太慢,太慢。 刀光横空而来,突兀间又有了变化。 刀光还没碰到水无痕,猛的血海崩裂开来,化为无数持许长的刀光将金铁风和他身后的一众金士族人全都包裹了进去。 刀光四射,血光乱闪,金铁风和一英金士族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金铁风嘶声怒骂临阵脱逃的水无痕,连续四十九道刀光重落在他身上,劈得他连连倒退,护体神光裂开了数十条深深的口子。 金铁风有数百族人的力量贯注,他此刻强悍到了极点,刀光劈开了他的护体神光,却没能伤到他一根毫毛。 他身后的数百金士族人则是倒了血霉。 他们大部分力量都注入了金铁风体内,此刻一个个气息衰弱,实力衰减了大半。 刀光落下,就听骨肉碎裂声不绝于耳,大片血水飞溅,被刀大汉近乎偷袭的一刀当即斩掉了数十颗头颅。 楚天猛的瞪大了眼睛,这大汉一次偷袭,打得金铁风等人阵脚大乱,他当即掏出了数十枚紫销声赠送的大威力雷珠抖手打出,青椒剑呼的一下化为百多条百丈长短的剑气,带着撕裂天地万物的可怕锐气向金铁风等人落下。 雷珠爆发开来,极度凝炼的雷火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覆盖了方圆树里的虚空。 雷光跳动,火光冲天,一片虚空被炸得好似西周一样混乱,雷火中不断传来金铁风声嘶力竭的怒吼声,更有喷喷肉体爆裂声不断传出。 被刀大汗哈哈大小,挥动长刀朝着雷火覆盖处就是一通乱砍乱劈。 刀光如血,血光凝海,雷光,血光浑成一片,刀光,剑光此起彼落胡乱斩下,将这一片虚空化为彻底的死亡之地。 被刀大汗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放声吼道,金铁风,平日里你们躲在这城墙中不敢出来,我拿你们没办法。 但是今日你们自己出来送死,哈哈,没有了城防禁制保护,你们和猪狗合意。 楚邪一声长啸,万鬼朝宗徒突然放出森森寒气,十几丈长短的图卷猛地扩张到了百里方圆。 图卷中无数鬼物纷纷欢呼雀跃,纷纷从图卷中伸出一只只猙獰可怖的手掌,狠狠地抓进了那一片扭曲的虚空中。 莫名的大恐怖凭空而生,楚天和被刀大汗脸色微变,同时收起刀剑向后倒退了老远一段距离。 万鬼朝宗徒中,一只长有万丈,通体被绿色灵火包裹的白骨手臂带着滔天邪意慢慢地伸出,慢慢地一把抓住了那方圆树里的混乱虚空,硬生生将身躯被炸的七零八落,还在嘶声痛呼的金铁锋和数十名残存的金士族人抓进了图卷。 这条巨大的手臂出现的时候,楚天和被刀大汗同时赶到了一股巨大的危机降临。 这万鬼朝宗徒,绝对有着威胁他们性命的大恐怖,大威力,楚天手持青椒剑,警惕地看向了被刀大汗,而被刀大汗则是收起长刀,摊开双手向后再次退后了数里地,摆出了一副绝对不会亏去万鬼朝宗徒的坦诚模样。 你是,何人?楚天冷眼看着被刀大汗。 这家伙给楚天的感觉,居然比战王还要强出几分。 这不是神佑之地,这里是天鹿,是天族的领地,这大汗分明拥有战神血脉,他刚刚身上燃起的黑红色的精血烈焰,也和战王他们全力战斗时的外表征兆一模一样。 能够在天鹿拥有这等可怖的力量。 而且还没有被这一方天地的无形法则支力镇压,封印。 这家伙的来路,值得探究。 神功,战神一脉,少军狂刀。 被刀大汗笑着向楚天拱了拱手,也有人称我狂刀少军就是。 神功,少军。 楚天向那灰蒙蒙的天幕结界指了一指,你们一直在亏去神佑之地。 狂刀少军淡然道,然也,只是亏去一词似乎不是很妥当。 我们只是,想要让这群缩头乌龟变得像男人一样,让他们脱离那乌龟壳,堂堂正正地出现。 楚天不知可否地笑了笑,远处却传来了水无痕凄厉,惊恐的尖叫声。 刚刚为了避开狂刀少军的惊天一刀,水无痕很干脆地丢弃了战友金铁锋,自顾自地逃窜。 但是刚刚逃出了不到一百里地,他前方一片光影摇曳,一顶轻飘飘的青油纸的小轿子凭空冒了出来,四具扛着轿子的指人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着,指人空荡荡地身躯内,居然还有痴痴的怪笑声传出。 何人?水无痕固步地打量仔细,双手一挥,两条白色的水边呼啸着从他掌心喷出,常有千丈的水边重重地向小轿子抽了过去。 水士啊!坐在小轿子里,愁眉苦脸的白衣青年悠悠叹了一口气,如果是土士的话,就一定认得我。 毕竟最近两千年,是土士负责追杀,围剿我神工,我可是亲手扒下了好些土士族人的皮。 土士啊,龟士啊,瑶士啊,西,他们的皮质都很好,都很坚韧,很结实。 白衣青年轻飘飘的一挥手,就有一只白马指剪成的长剑飞出,轻飘飘的随风摇曳着,轻描淡写的和疏无痕全力击出的水边撞击在一起。 水无痕挥动水边的速度快到了极致,水边荡起了密集的笑声,犹如暴风骤雨一般不断落下。 区区白马指制成的三尺长剑,看上去轻轻一弹就会粉碎的玩意儿,却很轻松的将水无痕的攻击全部挡了下来。 不仅如此,只见河水边的每一次撞击,都有一股莫名的阴邪之气透过水边侵入水无痕的身体。 突然间水无痕一声惨嚎,难以形容的恐怖痛苦袭来,他身上淡蓝色的皮肤突然崩解,他就好像一根熟透的香蕉,身上的皮肤从额头上裂开了一条缝隙,整条皮肤滑得一下硬生生的被撕了下来。 水无痕痛得浑身抽搐,他手中的水边崩溃,身体亮呛着向后狼狈倒退。 声声撕下来的人皮悬浮在空中,一股阴气充满了人皮,让他变得饱满润泽,然后这张人皮的嘴角动了动,向水无痕露出了一个极其邪鬼的笑容。 我是神功少君皮君子。 白衣青年冉冉站起身来,慢悠悠地走出了小轿子,他一拍手,水无痕的那张人皮就四肢着地的匍匐在空中,快速地爬到了皮君子的面前。 皮君子盘坐在了人皮的背上,似笑非笑地看着浑身抽搐的水无痕。 也有人叫我活扒皮。 这外号太粗野了,不怎么好听,我还是喜欢皮君子这个名字。 皮君子悠悠说道,土式的皮,我扒了不少,他们的皮肤很坚韧,用来做软件很是不错。 至于你水式的皮嘛,我还没上手过,你们皮肤的质地特性,我还要好生地研究研究,嗯,光洁细腻,自带一股水润清凉之意,想来做皮入子的话,夏天会很清凉才是。 皮君子笑得很怪异,他身下的那张皮四肢挪动着,背着他快速地向水无痕逼近。 堂堂水式大长老硬生生被吓得连连倒退,他立声吼道,皮君子。 神功少君皮君子,我知道你。 该死的,你这邪魔余孽。 你,你。 皮君子远远地向楚天看了一眼,他笑道,你当然应该知道我,想必你们手中,并不缺少我们神功的情报,最近千年来,神功最活跃的少君,就是我和,狂刀吧。 远远地,楚天感受到了皮君子那一眼中毫不掩饰的恶意。 楚天眯起了眼睛,皮君子和他有仇不成。 第404章 城墙崩坏 水无痕被皮君子斩杀。 杀法残酷至极,堪称人间极惨之手段。 在皮君子笑语音音中,水无痕撕心裂肺的惨嚎声持续了半课中之久,最终皮君子收手之时,水无痕只留下了一滩狼藉的混合物。 就好像被放进石灸中冲了三天三夜的老鼠,堂堂水式当代大长老,留下的就是这么一滩东西。 轻轻地甩着食指上黏着的狼藉血肉,皮君子笑呵呵地踏空而来,歪着脑袋,上下打量着楚天。 楚天眯着眼冷眼看着皮君子,你和我,有仇。 楚邪黑黑笑了两声,他横跨一步,挡在了楚天的面前,万鬼朝宗徒在他头顶翻卷不定,森森阴气弥漫四方,和通体邪气冲天的皮君子恰恰是一时余亮,在气息上完全不落下风。 你修的,也是鬼道。 楚邪指了指皮君子,傲然道,楚二少是天生的鬼帝之魂,天生的鬼灵谷,而你,以人体而修鬼道,和咱相比,我楚二少若是一块真金,你就是一黄土哥的。 要不,试试。 皮君子拍了拍手上淡黄色皮质的书卷,被他骑在身下的,那张水无痕的人皮缓缓抬起头来,咧嘴向楚邪凝笑了一声。 可以,试试。 楚邪兴奋的呵呵直笑,滔天阴气从他体内翻滚而出,森森绿光从他每一个毛孔内喷涌出来,将他整个人衬托得好似一块惨绿色水晶雕成的人形,端得是邪意无比。 狂刀冷哼了一声,拔出背后长刀,东的一刀劈在了楚邪和皮君子之间的地面上,他冷声道,有着打架的功夫,不如想想怎么趁机,多杀一些天族。 不如想想,怎么破开这里的城防尽致。 楚天向北面的城墙望了过去。 三重城墙已经亮起了刺目的神光,厚重的城防结界重重叠叠的堆砌在一起,流光一彩中一枚一枚厚重如山的巨型符纹缓缓缓旋转,散发出一股让人窒息的沉重气息。 金铁风河水无痕被杀,随他们出城的金士族人被杵万鬼朝宗徒一口吞下,留守城中的金士族人立刻开启了城防尽致,大队大队的精兵强将涌上了城墙,无数杀伤力巨大的军械纷纷从裂开的城墙中探了出来。 狂刀说话的时候,一名通体金光灿烂的金士长老已经长笑一声,向楚天他们这边狠狠一指。 咚咚咚沉闷的发射声不绝于耳,起码一千枚大型的混沌火弩冲天飞起,画出一道道灵力的弧线,狠狠的向楚天他们当头落了下来。 我他妈的最恨混沌火弩。 皮君子怒骂了一声,狠狠的瞪了楚天一眼,身体一晃钻进了身后的青油纸小轿子里。 四个指人脚下灵光闪烁,扛着轿子刷刷几下跑出了老远,几个腾挪之后就躲到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之后。 狂刀冷哼一声,他头顶一道高达千丈的刀形寒芒直冲云霄,他的身体融入刀芒中,铿锵一声冲向了高空,寒光一闪就冲到了离地百里的高空,避开了混沌火弩的打击范围。 楚邪大笑一声,他正要张开万鬼巢踪突,用这件鬼道至宝硬吃当头落下的混沌火弩,楚天手一挥,数万战争傀儡凭空涌出,在他身后排成了密集而整齐的队列。 一万三丈高的战争傀儡同时抬起双臂,他们手臂上一块块装甲板挪开,一支支小型光炮快速亮起,随后数万道拇指粗细的高温光线横扫虚空,精准的落在了那些混沌火弩上。 混沌火弩距离楚天和楚邪还有数百里地,就被这些光颇精准的点射引爆。 恐怖的巨响传来,一千发混沌火弩在离地数十里的高空轰然爆开,一圈圈黑红色的火光冉冉向四周扩散开来,刚刚直冲高空的狂刀发出一声恼怒的咆哮,千丈刀芒枪枪震鸣,硬生生被爆发的混沌火弩震飞了数十里地。 火光冲天,强光中,楚天身后的数万战争傀儡身上一处处发射潮同时开启,密密麻麻的混沌火弩冲天飞起,带起一道道白色的尾记向前方的城墙落了下去。 百里外,皮君子的轿子漠然出现在一座大山之巅,他猛的瞪大了眼睛,咬着牙冷哼道,财大气粗。 这小子,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上古傀儡?还有这么多的混沌火弩?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么多混沌火弩? 一抹刀芒从高空落下,被混沌火弩炸得有点狼狈的狂刀重重落地,喘着气大声道,管他从哪里弄来的?你小子就是喜欢琢磨这些没用的心思。 总之,他是天族的敌人,就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我派去战神山的属下,可是被他一网打尽,杀死了无数。 皮君子猛地扭头看向了狂刀,我和他,怎么可能是朋友? 狂刀不搭理皮君子,他一只手抹撒着下巴上硬硬的胡须扎子,沉声道,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阴谋诡计不中用。 皮君子冷哼了一声,双手死死地捏着皮质的书卷,漆黑凹陷的眼眶中,不时有凌厉的鬼火闪烁。 数万枚混沌火弩带着刺耳的笑声,犹如一场暴雨,劈头盖脸地落在了前方的城墙上。 一团团蘑菇云冉冉升起,火光覆盖了长达千里的一段城墙,城房结界上一道道流光急速闪烁,大地剧烈地震荡着,靠近城墙百里内的一座座山头再融化,再崩解,强烈的光线让城墙上的战士发出了痛苦的嚎叫。 这么多的混沌火弩同时爆发,就算有城房结界削弱了刺目的光线,强光依旧让好些底层战士双眼剧痛,更有些人的眼球都被强光融化了,鲜血不断地从眼眶里喷涌出来。 自从天族修建了这条防线后,他们还从未受到过如此猛烈的打击。 神佑之地内的诸神后裔,就好像战王他们,他们连制造传颂阵的知识都几乎彻底遗失了,他们的文明之火已经近乎熄灭,混沌火弩这种大杀器对他们而言,只是先祖传说中的故事。 他们甚至无法走出天目结界一步。 就算是战王这样的强者,一旦走出天目结界,那就是任人宰割的下场。 天族的这道防线,实在是太长时间没有经受过实战的考验了,甚至面对楚天他们的威胁,留守城中的金氏族人,他们在仓促中只开启了一成不到的城防阵法。 又是一波混沌火弩冲天而起,然后又是一波,又是一波。 楚天重现了大半个月前的那天夜里,他用混沌火弩清洗战神山的一幕。 那一天夜里,有数百万萧长老,怒长老的直属战士被炸得灰飞烟灭,而这一次承受这恐怖火力的,则是变成了天族的城墙。 巨响,火光,浓烟,一根根细长的蘑菇云在千里长短的城墙上连为一体,最终化为九根黑漆漆的巨型火柱直冲高空,远远看去,这九根不断翻滚,不断散发出可怕光和热的巨型蘑菇云,就好像传说中九头蛇的九颗脑袋,肆虐地摧毁着四周的一切。 沉闷的咔嚓声传来,被楚天猛烈轰击的千里城墙上,一眉眉流光一彩的巨型符纹轰染粉碎,城墙上裂开了一条条长长的裂痕,城墙内部的防御阵法的能量回路裂开了。 一道道刺目的火光从城墙中喷出,崩裂的防御阵法不断的猛烈爆炸,好些藏身在城墙中藏兵洞里的战士哀嚎着被火光冲了出来,大量人影被喷出了城防禁止,一头扎进了混沌火弩爆发产生的烟火。 这些人只是哀嚎了一声,就在火光中烟消云散。 巨响声中,天族的第一道城墙,足足千里长短的一段城墙崩毁了。 皮君子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他猛的从青油纸小轿子里冲了出来,手中的皮质书卷猛的张开,呼啦啦的崩解开来,化为数十万条摇曳的身影,卷起漫天阴风向崩裂的城墙冲了过去。 那一条条人影,分明就是一张张轻盈的人皮。 淡黄色的人皮上不断流淌着一滴滴新鲜的血滴,伴随着凄厉的尖叫声,这些人皮的眼眶中同时亮起了一团团惨绿色的鬼火。 他们驾着阴风飞扑而去,短短半刻中的功夫,他们就冲进了崩裂的城墙。 无数天族战士声嘶力竭的惨嚎着,他们跳下了崩溃的城墙,疯狂的向第二道城墙撤退。 两道城墙之间有将近十里的距离,在这十里范围内,还修建了好些精美的楼阁亭台,布置了小溪流水,豢养了大群的乐师舞女,就算是在天气之地战场的第一线,这些天族依旧不忘享乐。 高温,烈焰,浓烟,毁灭性的能量辐射化为黑红色的洪流,呼啸着顺着崩解的城墙缺口涌了过来,千里长短的城墙后方,大片大片的楼阁亭台瞬间崩毁,这些精美的建筑中,无数的人影变成了燃烧的火把,在地面上疯狂的奔跑惨嚎。 短短几个弹指间,这些人就已经化为屡屡青烟。 楚天猛的一个哆嗦,他长笑了一声,数万战争傀儡同时停下了攻击。 楚天单膝跪倒在地上,双手重重的按在了地上。 一波波可怕的力量透过手掌直冲地面,随着楚天的心跳,方圆树百里的地面都微微震荡起来。 体内的神血在燃烧,在沸腾,疯狂的战意营绕心头,一个声音在咆哮,让楚天催动所有的战争傀儡发动进攻,不惜一切代价的屠戮城墙中的所有天族所属。 楚天用力地闭上了眼睛,低沉地咕拢着,不,我和天族是敌人,但是就算是敌人,如何攻击他们,也是我说了算。 你,说了不算。 金灯尚清悠悠的灯火骤然亮起,楚天的灵魂上光芒闪烁,强大无比,宛如实质的灵魂波动化为一道道巨浪横扫全身,不断地镇压体内沸腾的神血,不断地在神血中留下属于楚天的意识烙印。 凭空增长的力量,果然,天下就没有白来的好事。 楚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狼狈地抬起头来向一脸关切的楚邪笑了笑,嘿,你能相信吗,一滴存留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能精血,里面残留的战役,居然能让我现在都变得这么狼狈。 摇摇头,楚天拍了拍楚邪的膝盖,他沉声道,回去战神山,我给你也换换血。 虽然狼狈了一些,但是这肉体力量的提升却是实实在在的。 倒抽了一口冷气,楚天双眼通红地缓缓站起身来,强忍着体内疯狂的战役,强忍着那骨子恨不得拔剑而起冲进前方城墙大肆杀戮的冲动,楚天沉声道,我现在的肉体力量,怕是能有,整整一百条真龙之强。 下,一百条刚刚成年的真龙之力,放在太古之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水准。 天地真灵中,真龙是林甲一族的至尊,真龙千岁而成年,成年的真龙平均拥有的肉体之力,就是一真龙之力。 然,真龙神异无比,强悍绝伦,随着年岁的增长,真龙的力量还会近乎无限制的提升。 百条真龙之力,放在太古之时,恐怕也就是一条万年龙所拥有的力量,至于那些活得时间更加长久的太古真龙,比如说十万年,百万年的真龙,它们的力量只会更强。 皮君子放出的数十万道人皮已经冲进了崩毁的城墙,大群大群向后撤退的天族战士突然嘶声尖叫起来。 这些轻飘飘的人皮随风而来,快若闪电般裹住了一个个撤退的战士。 只是一裹,一卷,人皮散开的时候,那些战士浑身的血肉,骨骼都被人皮吞噬一空,只剩下一张轻飘飘的人皮尾盾在地。 阴风一卷,新鲜的人皮就腾空飞起,和之前的人皮一起,向着撤退中的天族战士飞扑而去。 诡异绝伦,阴毒无比,数十万张人皮刚刚冲进城墙,就瞬间造成了几近十万人的损失,十万丈新鲜人皮的眼眶里燃烧着惨绿色的鬼火,发出啾啾尖笑声继续向前飞扑。 以前奈何不了这堵城墙。 但是只要城墙攻破了,啾啾。 皮君子站在山顶,手舞足蹈的疯狂尖笑,结结,让你们这些天族,见识见识本少君的手段。 我是皮君子,爱扒人皮的皮君子喝。 以后,在你们的噩梦中,一定要记住我皮君子的名字。 皮君子歇斯底里的笑着,面孔近乎近乱的他突然一声惨嚎,双手猛的捂住了下巴,狼狈的将脸凑到了狂刀的面前。 他笑得太嘚瑟,把下巴给笑脱救了。 狂刀一巴掌拍在了皮君子的脸上,刚刚将他的下巴给重新接上去,天族的第三重城墙后方,一座奢华无比的巨型宫殿群中,一股可怕的气息冲天而起。 一个低沉而无比威严的声音响彻方圆万里之地。 废物! 只是一声轻喝,正狼狈逃窜的天族战士,无论地位高低,所有人同时喷出一口血。 第405章 烈火炼真金 一团庞大辉煌,比天空黄黄大日还要浓烈百倍的烈焰金光升腾而起。 直径万丈的烈焰金光和新处是一团金灿灿的丹丸,犹如金丹射利,光则剔透,外围则是一层赤色烈焰升腾翻滚,如火海岩浆,散发出可怕的光和热。 甚至就连混沌火炼爆发出的黑烟烈火,也在这一团烈焰金光面前相形失色。 皮君子发出尖锐的长啸声,面容扭曲的大声嘶吼。 他放出的数十万张人皮猛的一旋一转,化为一道道凄厉的阴风冲天而起,用最快的速度向他飞回。 那一团烈焰金光然然向南方飞行了数十里,悬浮在第一道崩毁的城墙上空,骤然间数十万缕头发丝斑细小的金光呼啸而出,带着可怕的气爆声从高空打了下来。 楚天瞪大了眼睛,眸子里神光闪烁,惊骇莫名的看着那铺天盖地洒落的金光。 一缕缕极细的金光却好似陨石破空,在空气中轰出了一团团密集的白色气爆,发出尖锐刺耳的音爆声,带着无法抵御的锋芒气息席卷方圆百里之的,所过之处数十万张人皮被扎的通体密密麻麻尽是无数的窟窿眼。 金光洞穿了那些邪恶莫名的韧瓶,随后一缕缕高温火焰从细小的洞眼中喷出,这些人皮同时燃烧起来。 数十万张人皮悬浮在空中,犹如活人一样挣扎扭动,不断发出尖锐的哭喊声。 短短一弹指尖,数十万张人皮烧得灰飞烟灭,连一点点残渣都没剩下。 皮君子的脸色骤然一边,他凹陷,漆黑的眼眶中两行血泪潺潺流出,嘴里更是不断地喷出一口一口粘稠的血浆。 他嘶声吼道,是突破了庚金法界的大能,逃吧。 他一头扎进了身后的青油纸小轿子中,四具指人脚下同时喷出大片阴风,扛着小轿子带起一道倒扭曲的残影,急速向天目结界的方向逃去。 不是向其他地方,而是逃向了天目结界。 很显然,皮君子认为,唯有天目结界才是唯一的逃生之路,这莫名出现的强者,让他连抵挡的勇气都没有。 胆小如鼠皮君子。 狂刀双手紧握刀柄立声呵斥,你可真会给你爹娘增光。 命若是没了,还顾得上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 皮君子冷哼一声,双手紧贴在青油纸小轿子上,不断将法力注入其中,催动小轿子用最快的速度顿逃。 狂刀长笑一声,他猛的一跃而起,身体化为一道万丈长的刀芒,铿锵有声的像数百里外那一团烈焰金光斩杀了过去,金氏的老鬼,你破开法界,凝聚的第二门天地大法,居然是火系神通。 哈,你就不怕烈焰炼化了你的羹筋本源。 那一团烈焰金光骤然向内塌陷,一尊身高一丈六尺,通体金光灿灿,唯有眉心一团烈焰燃燃燃烧的青橘老人悄然出现。 身穿金色长袍,袍袖上有大量火焰纹路的青橘老人轻轻一笑,他轻声道,烈火炼真金,素本剑真乳。 而等邪魔余孽,卑剑无比的下剑种,知道什么? 老人伸出一根手指,痴蓝一声,他的肢间带起一道金色寒芒,宛如一根长枪刺穿虚空,狠狠点在了狂刀所化的刀芒上。 钉的一声脆响传遍方圆万里之遥,尖锐无比的撕裂声刺得人耳膜剧痛,楚天,楚邪,还有城墙防线中无数天族战士同时闷哼一声,只觉眼前骤然一黑。 楚天修为强横,体内精血澎湃肆虐,庞大的精血能量一充,身体的不是瞬间平复。 楚邪则是有万鬼朝宗徒守护全身,他身体一晃,眸子里阴火闪烁了几下,也就回复了正常。 最难受的正是清局老人下方,那密密麻麻无数的天族所属,他们距离最近,修为又高低强弱不同,除开和金铁峰,金铁鹰同一个辈分的金氏长老,其他人全都耳膜碎裂,耳孔中不断流出一道道鲜血。 最惨的是那些修为低劣的奴兵和仆役,侍女,刺耳的撞击声绵绵袭来,宛如实质的声浪撕开了他们的身体,无数奴兵,仆役,侍女身体炸开,抱成了一团团血物惨死当场。 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向四周席卷过去,气浪中一道道锋利无比的气劲凝成了一柄柄宛如实质的刀剑虚影横扫虚空。 这些刀剑虚影所过之处,一座座山峰被撕裂,一株株大树被粉碎,大片天族所属被刚刚一声镇鸣镇的头昏目眩,还没能回过神来,就被无数刀剑虚影撕成了碎片。 狂刀的刀芒崩裂,他的身形凭空出现,双手紧握长刀亮枪着向后大步倒退。 咚,咚咚,咚咚咚咚,狂刀步伐散乱的踏空而退,每一步都在虚空中留下了一个硕大的,清晰的脚印。 他向后连退数百步,退出了近百里,好容易才稳住了身形。 虚空中的脚印冉冉散去,狂刀呲牙咧嘴的看着那轻举老人,突然立声吼道,老贼,抱上鸣来。 一声大吼后,狂刀身上衣衫轰然粉碎,浑身毛孔突然敞开,腾腾热汗犹如小溪一样喷出,顺着他的脚掌不断的低落地面。 狂刀喘着气,手臂微微颤抖着,突然痴痴几声响,他双臂上的皮肤同时裂开了数十条血肉模糊的裂痕。 金氏,金鸣驼。 金鸣驼老人微笑看着狂刀,老夫名字的由来,是老夫曾祖说,老夫修炼刻苦,坚韧,宛如无边戈壁上的金金鸣驼一般能吃苦,所以就改成了这名字。 金鸣驼带着一丝沾沾自喜的金池之意微笑道,老夫自己也觉得,其他同辈的族人,他们破开法界,凝聚的第二天的大法,多为土生金的土,或者金生水的水,唯有老夫不辞艰险,凝聚的是火克金的火。 痛苦莫名,痛不欲生,进度缓慢,更坚惨绝人寰。 金鸣驼得意洋洋的笑道,但是一旦烈火天影凝成,烈火炼真金,精炼本源,强大本体,老夫成就,却凌驾同辈族人之上。 刚刚破关而出三月,正在温养本源,稳定气息,听得说,天气之地求援,老夫正好来这里试试手段。 金鸣驼笑得分外的灿烂。 看着满脸试笑的金鸣驼,楚天冉冉飞上天空,朝着金鸣驼立声喝道,勿论老鬼,金氏上代家主金铁心是你什么人。 金鸣驼眯了眯眼,向楚天望了一眼,他悠悠说道,哦!你见过铁心那小家伙呀! 闻,铁心是无侄孙,他祖父金鸣月是老夫堂弟。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很是慎重地看着金鸣驼,这老家伙,是金铁心的博祖。 在堕兴扬背火恶,火玄,金铁心,金铁山联手追杀时,楚天见到火势的火焰之力极大的克制了金氏的更金之力,金铁心,金铁山联手,才勉强抵挡助修为相当的火恶。 火克金,这可不是一句虚言。 而金鸣驼,他居然参悟了火焰之道,凝悟了烈火炼真金的秘法。 真个不愧是他的名字,这老家伙真的和骆驼一样能吃苦,才能参悟出和自己的本源属性极度克制的烈火之力。 也可想而知,这老家伙的实力得有多可怕。 狂刀吐了一口带血的吐沫,他再次向后退了数十里地,头也不回的向楚天大声问道,两位兄弟,有没有兴趣联手和这老家伙干上一场? 狂刀沉声道,天族,邪魔尔,今是哪天族五行部族金部之首,五行部族,哪天族邪魔天赋最差的下等部族,其族人的实力极限,被锁定在了十条真龙之力。 重重的吐了一口气,狂刀沉声道,但,五行部族若是能凝聚第二天的大法,突破自身本源禁锢,其实力枷锁,就将达到千条真龙之力。 这老鬼凝聚第二天的大法十日不长,实力有限,怕是刚刚突破百条真龙之力。 我等联手,当有一战之力。 楚天眸子里一阵神光闪烁,兴奋地打亮着金鸣驼。 只是百条真龙之力吗? 此刻的楚天,也不差。 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狂刀所说的那些事情,五行部族的实力极限,被固定在了十条真龙之力之下。 也就是说,金铁心,金铁山这样的人,他们只掌握了庚金之力,他们对庚金之力的掌控再强,他们的绝对力量不过是十条真龙之力。 但是一旦凝聚第二天的大法,这些五行部族的实力极限就飙升到了一千条真龙之力。 五行部族,不,是这些天族,可真有意思。 拔出青椒剑,楚天跃跃欲似的向前飞出数百里,站在了狂刀身边,笑看着金鸣驼,要不,试试。 一道阴风呼啸着卷了过来,楚鞋手持一柄通体血色的长剑,兴致勃勃的胡乱挥了两剑,试试就试试。 嘿,打不赢还可以跑。 嗯,要跑路的时候,大哥你先走,我这万鬼朝宗徒内替死鬼无数,让他们殿后就好。 楚天的嘴角抽了抽,看了看楚鞋头顶的万鬼朝宗徒。 他突然很想知道,被万鬼朝宗徒收服的那些恶鬼此时此刻的心情,楚鞋可真没把他们当东西啊。 有趣,有趣。 金鸣驼笑着揉搓着手指,他轻声说道,三个下剑种,居然挡杠和老夫放对。 看来,这些年,对你们这些下剑种的绞杀不是很给力。 笑容渐渐收敛,金鸣驼沉声道,看来,我闭关的这些年中,只长家务的小家伙们,越来越不成气了。 真个是纯酒美人,把他们的骨头都给泡软了。 话音未落,金鸣驼翼指向楚天点了过来。 吃的一声,一道极细的金光蕴藏着可怕的高温机设楚天眉心,细细的金光锋芒无比,内中蕴藏的庞大热力在楚天灵石感之中,完全就是一颗小太阳一般可怕。 如此纤细的金光中蕴藏的烈焰火力,居然堪比一座直径百里的巨型火山。 楚天没有动用青椒剑,而是左手一拳向那道金光轰了上去。 澎湃的血气在手臂中翻滚,战神之力化为肉眼可见的精气烈焰冲出体外,楚天一拳轰出,面前虚空都剧烈的震荡了一下。 钉的一声翠响,楚天拳头表面精气烈焰被金光刺穿,细细的金光扎进他拳头半寸身,随后金光爆裂开来,轰然巨响中,赤色烈焰爆发开来,高温烈焰席卷方圆数十里,高温让楚天脚下的十几座山头当场融成了满地的岩浆乱滚。 楚天身上的衣衫,靴子瞬间化为灰烬,他通体精血烈焰熊熊燃烧,死死抵挡着外界的火焰侵袭。 他的左拳被炸得血肉模糊,但是一个呼吸之间,强大的精血翻滚,伤口急速愈合,弹指尖就连半点伤痕都没留下。 耕金配烈焰,有趣。 楚天放声大笑,他猛地张开嘴深深一息,金灯上火之天印爆发出夺目的光芒,肆虐数十里的火焰被他一口吸得干干净净。 这些火焰中,蕴藏了一丝金鸣驼对烈焰法则的领悟。 金灯上的火之天印光芒大盛,一缕缕新生的浮纹凭空出现,火之天印逐渐变得华美而复杂,对火焰之力的操控又增加了许多。 下剑种 金鸣驼瞪大眼睛,看着楚天将他随手打出的火焰一口吞下,他的心骤然一跳,如此潜力,容你不得。 下剑种,就该死。 金鸣驼向下方山岭一抓,数百座山峰轰然崩塌,山体下方一条条金属矿脉剧烈的翻滚着,无数矿石瞬间炸成了最细小的粉末,无数纯净的金属粒子腾空而起,在金鸣驼手中一阵盘旋,骤然凝成了一根长有三丈的骑行长歌。 双手紧握长歌,金鸣驼长啸一声,宛如一只击射而出的箭矢,瞬间到了楚天面前,长歌干净利落的一个支刺,一缕寒光击闪,长歌已经没入了楚天胸膛半寸。 鞋刺里狂刀一声大吼,金鸣驼出手的同时,他已经一刀横扫而出。 长歌刺进楚天皮肉的一瞬间,狂刀手中大刀众重劈在了长歌上,长歌一歪,擦着楚天的肋骨划过,在他胸膛上劈开了一条一尺长的血口子,大片鲜血喷洒而出,长歌上的高温将血水直接融成了青烟。 楚天痛哼一声,青椒剑发出一声刺耳的长鸣直刺金鸣驼胸膛。 金鸣驼冷笑,他的身躯上金光大胜,原本的血肉之躯骤然变成了一尊更金之气凝成的雕像。 青椒剑端端正正刺在了金鸣驼胸膛上,只听钉的一声翠响,青椒剑上神光闪烁,剑锋直入金鸣驼胸膛两尺身。 好剑!狂刀大吼了一声,咽咽地看了一眼青椒剑。 该死! 金鸣驼呆住了,青椒剑的锋芒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个不起眼的下剑种手中的剑,居然刺穿了他的护体神光,刺穿了他的更金神体。 这样的神剑,当归他金鸣驼所有。 一团烈焰从金鸣驼胸口上的伤口喷出,他一拳向楚天打了下来。 万鬼朝宗徒突然翻卷而出,画卷上,一只万丈长短的白骨鬼手卷起万请阴云,重重的一巴掌拍了下来。 第406章交易依旧 巨大的白骨手臂当头轰下,金鸣驼原本对万鬼朝宗徒不屑一顾,但是巨大的手臂裹挟着无边阴气拍下时,他的脸色骤然一变。 顾步的楚天轰出的重拳,顾步的狂刀斩出的大刀,金鸣驼长笑一声,身形骤然膨胀到十丈高下,双手紧握长歌狠狠像天空一刺。 一声俱响,白骨手臂喷出无边轨气,无量灵火,重重拍在了金鸣驼手中长歌上。 金鸣驼就好像一块放在铁针上烧得通红的铁块,浑身喷出了无数的火星,他的面孔扭曲,被这沉重异常的重击打得向下坠落数百丈,差点一头扎进地面。 楚天紧随在金鸣驼身边,左手重拳连连轰击金鸣驼的胸膛,右手青椒剑带起一道道寒芒,不断刺进他的胸膛。 金鸣驼的胸膛上金光大胜,楚天重拳轰穿他的护体神光,在他胸膛上留下了一个个三寸深的拳印。 青椒剑则是一次次的没入他的身体,每一次都深达两尺。 狂刀手中大刀更是运刀如风,顷刻间向着金鸣驼批出了数百刀。 只是狂刀的修为显然比楚天弱了一截,大刀的品质也比青椒剑差了好几个品阶,刀光如匹链,重重劈砍在金鸣驼的身上,只是勉强破开他的护体神光,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条条白色的印痕。 楚邪嘶吼一声,他一口血喷在了万贵朝宗图上。 那条巨大的白骨手臂猛的膨胀了一圈,五指如山猛的抬起,然后再次重重的拍下。 就是这一击,万贵朝宗图几乎耗尽了楚邪体内的最后一点力气,楚邪体内贼去楼空,只能勉强悬浮在空中,气喘吁吁的动弹不得。 当的一声俱响,金鸣驼被这一击打的身体再次重重坠落,他双足落在地上,地面犹如水波一样震荡着,一圈圈土浪呼啸着向四周扩散开去,数百里内一座座山峰崩塌。 地裂,一道道浑浊的土气不断从大地裂痕中喷出。 金鸣驼怒笑一声,他的胸膛已经被楚天连刺了数百件,胸膛上密密麻麻的伤口犹如蜂巢,一道道火光从中喷出,烧得他身躯通红一片。 烈火炼真金 住,金鸣驼狂笑一声,他手中抽取了数十条金属矿脉炼成的长歌骤然崩解,化为一道精纯无比的耕金之气融入身体。 烈焰焚烧全身,他的身躯变得通红一片,胸膛的伤口急速如动着,在更金之气的补充下,弹指尖所有伤口即刻愈合。 楚天再次一剑刺下。 金鸣驼手掌一翻,食指怪异的变长了数倍,指尖如刀,重重披在了楚天的手腕上。 咔嚓声中,楚天右手手腕断裂,手臂扭曲成了怪异的形状。 他左拳轰在金鸣驼胸膛上,就听得咚咚几声响,火星四箭,金光隐隐,这几拳轰穿了金鸣驼的护体神光,却只在他的胸膛上留下了半寸深的拳印。 伤势越重,提升越强。 金鸣驼喘吁吁的看着楚天,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些年的苦功,没有白费。 这些年日夜受烈焰粉体,果然没有白熬。 狂笑声中,金鸣驼的胸膛上突然有数十根尖刺凸起,犹如长矛直撕楚天胸膛。 楚天冷哼一声,提表一片明月之光闪烁,他一把抓住了法力耗尽的楚鞋,漫天残影变幻中,楚天已经挪移出了十几里地,避开了金鸣驼这怪异的一击。 月之变化诡秘难测,金鸣驼一击失手,没有对楚天造成半点而杀伤。 正在挥刀猛劈的狂刀则是一声痛呼,金鸣驼反手一斗子轰出,端端正正地轰在了他的胸膛上。 金鸣驼的手肘上突然凸起一根三尺长,拳头粗细地尖刺,扑斥一声洞穿了狂刀的身体。 鲜血四溅,血水即刻被高温烧成了青烟。 金鸣驼凝笑一声,身高十丈的他一把抓住了狂刀的身体,狠狠地向地面拍下。 一声巨响,地面凹陷了一个直径数十里的圆坑,一道道灵力的裂痕呈放射状均匀地分布在大坑中,浑身湿血,骨折了数十处的狂刀嘶声咆哮着,身体端端正正地陷在了大坑中。 死! 金鸣驼面无表情地冷哼了一声,他的右手五指骤然拉长,宛如五根燃烧着的长毛,狠狠向狂刀的胸膛撕了下去。 来! 楚邪突然怪笑了一声,万鬼朝宗图上一道阴气注入了他的身体,一条鬼影从万鬼朝宗图中飞出,一个闪烁间,鬼影和狂刀交换了位置。 金鸣驼的五指洞穿了漠然出现的鬼影身体。 这条身高丈许的骷髅鬼影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他的身躯猛的爆开,大量恶臭粘稠的蓝色粘液喷溅出来,洒了金鸣驼一身都是。 这些恶臭粘稠的蓝色粘液阴寒无比,蕴藏了极其污秽的邪气。 粘液落在金鸣驼身上,没能对他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但是这玩意而太肮脏,阴邪了,金鸣驼就好像被人用粪桶泼了一身的土财主一样,气得整个脸都扭曲了起来。 尔等,都要死。 金鸣驼丝声长笑着,身体化为一道金光向楚天等人急速冲来。 北面的城墙中,又是一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又一尊金氏的大能高手赶来增援。 这次来源的金氏高手气息厚重如山,从那座布置了传送阵的宫殿群中,一团通体黄灯灯的土气包裹着一团金丹般的金色光运腾空飞起。 这团土气沉重异常,直径万丈的土气悬浮在高空,方圆千里内的重力骤然暴涨了千倍以上,这个范围内的山峰嗡的一声,直接被这股突然增长的重力压得没入了地下。 千里之地,变成了一片平滑入境的平坦之地。 明驼! 你怎么这么狼狈? 区区三个下剑种,你怎么弄得浑身如此肮脏? 那团土气中,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远远传来。 土气内敛,一尊身高两丈五尺左右,身躯几乎成四方形,给人感觉犹如一座大山一样厚重,但是身躯上有棱有角,每一个棱角都锋芒地露的雄壮老人缓缓显出身形。 又来一个,不是对手,走。 狂刀吐了一口血,狼狈地掏出一颗疗伤丹药服下,大声地催促起来。 楚邪看着快速逼近的金鸣驼,突然嘶声叫了起来,你们有几万族人在楚二少手中?你们不想他们活了? 急冲而来的金鸣驼骤然停下脚步。 刚刚走出传颂镇的雄壮老人面孔一阵扭曲,呲牙咧嘴的半嗓没说话。 楚天和狂刀相互看了一眼,两人的脸皮都有点发红。 楚邪的小手段,说实在的,两人都是不屑于做的。 楚天是自认为自己人品还不错,还有几分底线,狂刀则是骄傲无比,他宁可用手中大刀劈碎一切枷锁,根本不屑于做这种绑票勒索,威胁讹诈的事情。 但是面对金鸣驼,他们三人联手,也只是拼了一个平手。 再来一位同样感悟了第二天的大法,而且是融合了厚土之力的金氏大能,他们显然不是对手。 大帝微微颤抖了一下,一股土浪翻滚,一根石柱子从金鸣驼身边冲出,那尊刚刚赶来的雄壮汉子站在石柱子上,从地下直接升起。 楚天瞳孔一凝,好精妙的土盾之术。 老夫,金鸣熊。 熊壮老人双手重重的拍了拍,发出一阵沉闷的巨响,他看着楚天等人沉声道,你们说,有我数万金氏族人在你们手中。 下剑种,你们可真会胡说八道。 嗖嗖破空声不绝于耳,一个又一个镇守此处的金氏高手化为一道道金光破空而来,几个身份最高的,在当今金氏也是高居长老之位的金氏族人凑到了金鸣驼和金鸣熊身边,低声的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金鸣驼和金鸣熊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的难看。 为了水无痕的请求,金铁锋发动了对神佑之地的全面进攻。 这也无所谓,在这一方战场上,天族每年发动的进攻起码有数十次,无非是消耗一些奴兵和兽妖,或者一些别的族类的奴隶剑种而已,对天族的力量丝毫无损。 但是这次,因为楚鞋这个小白脸的出现,金秀等六个金氏族女带着数万金氏族人,无论是嫡系的还是旁之的,足足数万金氏族人,还有麾下数以十万计的附庸家族的精锐战士,浩浩荡荡的涌入了神佑之地。 然后,楚鞋当场翻脸,将他们一网成琴。 金铭驼和金铭熊两人相互忘了忘,金铭熊突然破口大骂起来,我当年就说过,族里这些年出生的小辈们,不能放任自留。 看看他们做的好事,玩小白脸也就罢了,把自己当成鱼肉送到了别人的砧板上。 金铭熊跳着脚的怒吼道,这么蠢的女人,居然是我们金氏的族女。 金铭驼犯了一个白眼,冷哼道,你跳脚作甚。 这些蠢女人,的确是我金氏族女,但是她们总归要嫁人的,再蠢,再蠢也是祸害她们未来的夫婿和子女,你这什么急。 金铭熊呆了呆,突然咧嘴笑了起来,这话倒也有道理,嘿,不知道她们定出去的未来夫婿是哪家的。 呵呵,我这里倒是有几个老对头,他们的孙儿辈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把这群蠢女人嫁给她们,岂不是害了她们一家子? 妙哉,妙哉。 储邪重重的咳嗽了一声,她向金铭熊比出了一根大拇指,由衷的赞叹道,铭熊长老果然英明睿智,这真正是报复对头的最佳办法,只不过,在报复你的对头之前,是不是,先把我们的交易给完成了? 金铭驼和金铭熊相互望了一眼,两人凑到一块低声的嘀咕起来。 低沉的脚步声传来,楚天放出的战争傀儡快步的向这边奔跑过来,然后一路狂奔着撤回了神佑之地。 他们在山岭之中蹦跳如飞,直接退到了天目结界当中,然后全身所有的发射潮全部开启,露出了一支支混沌火弩锁定了这边。 金铭驼和金铭熊的眼角抽了抽,他们同时吐了一口气。 大手一挥,金铭熊大咧咧的说道,放人吧,你们的条件,我们答应了。 不过是一些福财,不过是一些下剑种。 呵呵,值得什么? 双手交错,捏得手指关节咔咔直响,金铭熊得意的说道,今天我们付出多少集品灵精,嘿嘿,水是得十倍的给我们还回来。 水无痕那蠢货,居然坑了我们这么多金氏族人。 金铭熊摆出了一副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模样,但是无论是楚天还是楚鞋,甚至是表面上最粗豪的狂刀,都注意到了金铭熊眸子里那浓郁几成实质的杀意和恶意。 很显然,楚鞋俘虏了这么多的金氏族人,而且狮子大开口的向金氏一族开口勒索,这让金氏彻底脸面无光。 碍于数万族人的生死,他们此刻答应了楚鞋的一切条件。 但是随之而来的,定然是疯狂的报复。 金铭驼更是连表面上的伪装都懒得做了,他背着双手,提表一层烈焰熊熊燃烧着,双目怨毒无比的盯着楚天等人,一副随时可能扑杀上来,将楚天等人剁成人肉刺身的架势。 楚天看了一眼金铭驼和金铭熊,他突然开口道,的确,这次的事情,都是水无痕折腾出来的,所以,金氏的所有损失,竟可以向水势索取。 灿烂的笑了笑,楚天看着金铭驼和金铭熊笑道,既然如此,想必两位也不介意多付出一点吧。 二弟他心思手软,勒索得赎金,呵呵,说实在的,实在是配不上金氏族人的身价。 除了极品灵精和万年灵药,我还需要以下的这些材料。 楚天飞快的爆出了一长串珍稀的炼器,炼丹,炼阵,炼斧所需的材料,每一种材料的数量都极其庞大,每一种材料的价值都极其高昂。 狂刀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的看着楚天。 楚邪也是呆了一呆,然后抱着肚皮笑了起来,大哥就是大哥,嘿嘿,我楚二少果然是心慈手软了一些。 哈哈,哈哈,不过,天足豪富,这点东西算的什么? 金铭驼,金铭熊面无表情的看着楚天,两人不断的点头,无论楚天爆出任何的材料种类和数量,他们都一口硬没了下来。 金铁风,金铁鹰等人还扣扣索索的,和楚邪讨价还价,金鸣驼,金鸣熊却根本不多说一句废话,金是一族真正高层的气度,在他们身上一览无疑。 很显然,楚天爆出的那些材料,金鸣驼和金鸣熊根本就没当做一回事。 过了短短半个时辰,那块掌控了天气之地战场所有奴兵生死的总禁制御板,就被楚天完好无损的带回了神佑之地。 楚天和楚邪所要的大批财物,也被金士族人毫不犹豫的背齐,在三个时辰后就直接送入了神佑之地。 天气之地防线中,所有被那块总禁制御板控制的奴兵,全都被送入了神佑之地。 金鸣驼,金鸣熊没有打半点而磕沉,时诚时地兑现了楚天和楚邪提出的所有条件。 第407章 合作的可能 总禁制御板矗立在城头上,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奴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整齐的步伐,身披整套的精良甲昼,手持各色利器,缓缓走进天目结界。 他们走进天目结界的一瞬间,御板上就会有一抹淡淡的白光闪烁,一缕白光激射而出,在这些奴兵的额头上扫上一记。 随着白光飞出,这些奴兵脑海中十八只黑气凝成的一重禁制当即解除,但是另外一种更加邪义,更加诡秘难缠的禁制,却又被楚斜下在了他们手中。 万鬼朝宗图悬浮在御板上,被解除了天族禁制的奴兵,他们的灵魂被万鬼朝宗图强行和图卷中的一头鬼物捆绑在一起,同生共死,共享一切力量。 只要楚斜面头一动,这些画卷中的鬼物就能将焚体阴火遥空打入这些奴兵体内,焚烧他们的血肉,将他们强行转化为被万鬼朝宗图控制的恶鬼。 更阴邪,更狠毒,更难缠。 天族设下的禁制,只要有足够的机缘,诸如楚天,诸如楚斜,还有觉醒了血脉之力的阿狗,阿雀,虎大力等,都能齐行将禁制消磨解除。 但是楚斜设下的这禁制们,除非能崩毁万鬼朝宗图,否则万万无法解除。 诸为何,毕竟是我楚二少,冒了天大的风险,将你们从天族手中解救了出来。 楚斜站在城墙顿而上,朝着源源不断走进神佑之地的奴兵们放声笑着,所以呢,你们的命,是我楚二少的。 当然咯,我楚二少不是那些心狠手辣的天族,不会把你们当猪狗一样对待。 楚斜挺起胸膛大声说道,以后,大家就是我楚家的士扑了。 也就是说,你们都是我楚家的人了。 以后,有我楚二少一口干饭吃,兄弟们就不会喝粥。 有我楚二少一块肉吃,你们就不会喝汤。 有我楚二少一身好衣服穿,你们就不会光着膀子。 有我楚二少一个美貌妞儿,喂,这个,找婆娘的事情,你们还是要自己来。 楚斜摇头晃脑的,很是得意的像这些奴兵许诺各种丰厚的条件。 好些神色麻木犹如行尸走肉的奴兵缓缓抬起头来,他们抚摸着身上原本想都不敢想的精良甲咒,握紧了出发前金氏一族刚刚为他们配发的各色精良兵器,好些死气沉沉的眸子里,突然有一丝灵动的光芒闪烁起来。 作为奴兵,他们何曾有过甲咒? 他们何曾有过盾牌? 他们何曾有过靴子? 好些奴兵直到死,都是光着身躯,拎着一口最残破的刀剑冲锋陷阵,最终全部变成了狼藉的血肉,和泥土魂为一体。 楚斜的出现,哪怕是用最无耻的绑票勒索的手段,他让这些奴兵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精良装备。 或许,他的承诺可以实现吧。 神佑之地的长城防线上,每隔百里都有一座厚重的城门,以往这些城门,专门用来战后让神佑之地的战士们出城打扫战场,焚烧敌人尸体所用。 今日,这些城门全部开启,所有被万鬼朝宗徒禁制的奴兵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步伐隆隆的走进了城墙。 随后他们就闻到的浓浓的肉香,闻到了浓郁的酒气。 战王一声令下,长城防线内所有的库房全部开启,堆积如山的瘦肉纷纷取出架在了篝火上烤的焦黄流油,一缸一缸淡薄的水酒在城门后一字而排开,酒缸中漂浮着一个一个葫芦瓢。 奴兵们一脸不可思议的走出了长长的城门涌道,站在城门后的神佑之地战士们用石刀随手切下一块块浓香的烤肉塞进他们手里,抓起葫芦瓢挖上一条水酒递了过来。 抓起葫芦瓢,一口浆淡薄的水酒喝了下去,抓起油光水亮的烤肉塞进嘴里大口大口的吞咽,一股莫名的滋味席卷全身,好些奴兵浑身哆嗦着,几乎失去了行走的力气。 烤肉,没酒。 这是活着的味道。 跟着楚二少,有肉吃,有酒喝,婆娘也会有的,娃尔也会有的。 楚邪站在城墙顿而上,一缕缕音风从他身边急速吹拂出去,将他的声音传出了千里之谣。 跟着楚二少啊,你们这群原本杀千刀的,不知道会死在哪个污水坑的家伙,可算是走了大运了。 楚邪笑得格外的灿烂,我楚氏从来不科单下属,你们以后就知道,跟着我楚氏啊,你们是来享福了。 大队大队的奴兵中,不时有一声声欢畅的长笑冲天而起。 楚邪也不时的发出欢快的笑声,笑着奴兵当中一些熟悉的面孔连连招手。 楚天背着手,笑看着那些被楚邪召集到身边的人影,楚铁图,盖州楚氏的司军大统领,出身六道风魔大节借轨到世界的恶鬼统领,古老,楚氏的供奉之一,精通追踪,击捕,电师,断案等秘书,天生神力,勤劳,楚氏供奉,擅长豢养各种小鸟雀儿,极其擅长追踪监视,传递信息等秘书。 一个一个分散在奴兵各个军团中的楚氏部署不断汇聚过来,他们都堪称精英之选,在这数年的熬练中实力都颇有精进,而且幸运的是,曾经的楚氏下属们,没有多少陨落在幽暗地狱的残酷战场上。 很快的,楚邪身边就聚集了上千名盖州楚氏的高层。 楚邪一声令下,这些人也不用楚邪多吩咐什么,他们非常熟练的按照自己在楚氏内原本的职能划分,纷纷忙碌了起来。 整编队伍,从中挑选实力最强的一批奴兵组成直属楚邪的亲信护卫,划分营地,将一支支奴兵用最快的速度安置下来,登记档案资料,将所有奴兵的信息牢牢掌控起来。 若说进入神幼之地的奴兵军团,原本好似一场浑浊的,混乱的洪水,乱杂杂的涌了进来。 在这些楚氏精英的努力下,这一场混乱的洪水迅速成形,逐渐拥有了组织,拥有了纪律,隐隐已经有了几分正规军队的气息。 这些奴兵还远远算不上精锐,但是只要愿意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将他们变成精锐,也耗费不了多少时间。 至于说资源吗? 楚天笑看着天空,一条一条非洲运载了堆积如山的极品灵精,运载了无数他狮子大开口索要的资源,正不断的进入天幕结界。 这些资源分门别类的送入了一座库房,就等着楚天去接收了。 忙碌了小半个月时间,楚天、楚鞋兄弟俩的联手绑票行动终于圆满完成。 最后一队奴兵走进了神佑之地,被完好的安置了下来,最后一传资源也已经送入了库房中,之前的所有资源,都已经被楚天收取一空。 运载着被俘虏的金氏族人的非洲冉冉飞出了天幕结界。 那些金氏族人在离开天幕结界的一瞬间,所有人都转过身来,万分怨毒的看着楚鞋。 除了,除了五个身份最尊贵的金氏族女。 他们站在非洲的尾部,一个个花容惨淡的远远看着楚鞋,他们泪流满面,目光哀怨至极,就好似被情人抛弃的怨妇,他们的目光中没有丝毫的恨意,反而充斥着绵绵的情绪。 这几个女人,没救了。 楚天看着他们欺碗欲绝的表情,悠悠叹了一口气,以后如果我的女儿向他们,我,我。 楚天想要说点狠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大哥,你不为我高兴吗? 这代表我楚二少,魅力无穷啊。 楚鞋轻挑的向越行越远的五位金氏族女丢个飞吻过去,然后悠悠的叹了一口气,我本多情人,奈何世人多逼迫。 此番,我对不起五位姐姐,今生若是不能弥补。 用力挤了几眼睛,两行青泪从楚鞋脸上缓缓滑落。 他故意催动鬼气,将他的话传出了老远,老远,恰恰让所有被俘虏后交易出去的金氏族人听得清清楚楚。 那些脑壳清醒的金氏族人同时目露凶光,一个个牙齿咬得嘎嘣响,恨不得冲上来将楚鞋乱刀分尸。 唯有五位金氏族女身体一抖,他们完全忘记了楚鞋之前的穷凶极恶,完全忘记了楚天弹指尖击杀金秀的冷酷无情,他们痴迷地看着楚鞋那张俊俏的小白脸,一个个英英地哭泣起来。 其中有两女猛的张嘴,似乎想要朝着楚鞋呼喊些什么。 站在他们身后的,是金鸣驼和金鸣熊派来的金氏高手,眼看两女张嘴,他们二话不说一把捂住了他们的嘴巴,一掌拍在他们后脑将其打晕,犹如托死猪一样拖进了船舱。 楚鞋怂怂肩膀,很轻松地笑了起来,诺,我楚二少就是这么风度翩翩,倾倒天下女子。 呵呵,信不信,再过两年,我去找他们,让他们卖掉自家祖宗都不成问题。 转过身,看着一脸木然的楚天,楚鞋用力地拍了帕胸膛,大哥,以后你要什么炼丹的,炼技的材料,只管像我说,二弟我别的能耐没多大,在这些女人身上,颇有一些心得。 呵,呵呵。 楚天干笑了几声,没吭声。 战王站在楚天身后,右手用力地摩擦着下巴,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战王决定,回去后就警告自家的那些闺女,谁敢靠近楚鞋这小子身边一百丈,他就打断他们的腿。 这小白脸,太可怕了。 那些邪魔之女和等阴险奸诈,很毒邪恶,居然被他弄得魂不守舍,欲仙欲死,这小子真心不是人啊。 远远地站在一旁的狂刀大步走了过来。 这些天,他眼看着楚天,楚鞋依靠着绑票数万金士族人,顺利地接收了金士一族派驻此处的所有奴兵,顺利地获取了巨量的资源,他简直是看得瞠目皆舍。 小半个月的功夫,狂刀不眠不休地站在城头,板着手指计算楚天和楚鞋到底得了多少好处。 到了最后,他计算出的奴兵总人数和资源总数差点没吓风了他,身为神功少军,狂刀近千年来坑蒙拐骗,各种手段无不所用其极,得来的所有好处加在一起,还不如楚天和楚鞋这一票捞取的一半。 狂刀觉得,他这千多岁的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我的年纪不小了,虽然比不得那些老怪物,却也有了近千岁。 皮君子坐在青油纸小轿子里,四只只人扛着轿子悬浮在城墙外,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开溜的架势。 双手托着尖尖的不见一点点肉的下巴,皮君子眯着眼,黑漆漆的眼眶里一缕暗淡的鬼火闪烁,我这一把年纪,是不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姐夫,你说呢? 你年纪比我还大呢? 狂刀气息一致,反手一巴掌拍在了皮君子的脑门上,然后大踏步向楚天走了过去。 止步 狂刀刚刚走出没多远,战神山心选出的七大长老中,实力最强的封长老和活长老同时伸出手拦住了他,神功的叛逆。 你,想要找死吗? 封长老手持一根长矛,活长老拎着一根狼牙棒,两大长老都身高将近两丈,头发灰白的他们略显老态, 但是气息愈发的老辣,沉重,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战斗经验,正好位于巅峰状态。 楚天兄弟,我有话和你说。 狂刀看了看疯长老和活长老,背后长刀铿锵一声阵鸣自行跳出竖指高,但是他反手握住刀柄,硬生生将兴奋不已的长刀按了下去。 狂刀少军 楚天分开身边人群,向狂刀走去,你们神功的来历,这些天我也听战王说了,你们同样是诸神的后裔,但是你们离开神佑之地,力图颠覆天族,重复诸神荣光。 楚天很肯定的说道,你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们的行事手段太激烈,太极端。 皮君子的声音远远传来,不激烈一些,不极端一些,这些缩头乌龟,怎敢走出神佑之地,走出祖神的庇护,向那些天族开战。 战王的声音犹如雷鸣突然爆起,我们胆小。 我们是缩头乌龟。 该死的叛逆啊,你们违背了祖神的禁律,你们追求永恒的生命,你们和那些邪魔有什么两样? 皮君子悠悠冷笑道,没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如何积累足够的力量对抗天族? 就好像你,战王,你达到了巅峰王级的实力吧? 或许,你还超越了巅峰王级战力,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但是你老了,你的惊血已经开始衰败了,你还能活几年? 一千年还是两千年? 你现在两千多岁了,你最多还有千年寿命吧? 而且在这千年之中,你的力量会不断的衰败,不断的衰落。 你们可知道,那些天族的真正高手,他们拥有何等可怕的力量? 战王迟迟没有说话,过了好久好久,战王一锤子将身边的一个城墙堕而轰成了粉碎。 他低沉的咆哮道,哪怕你的舌头上长出花来,你们这些叛逆,就是叛逆。 我们,绝对不会和你们神功同流合污。 狂刀沉声道,楚天兄弟,战王这边,我们且不说。 我找你,是想谈谈,我们是否可以合作呢? 第408章 臭味香头 天目结界外,金鸣驼,金鸣熊肩并肩站在城墙上。 他们脚边,就是被楚天混沌火弩轰破的城墙,断裂的城墙表面一片狼藉,好似融化的玻璃一层层的躺下,然后才重新凝固而成,一层一层的很是刺眼。 在千里长短的城墙缺口后方,地面一片漆黑,同样被高温融化的地面重新凝固,黑漆漆的寸草不生,显得格外的猙獰,寂寥。 就在后方的第二重城墙下,一排一百座新建造的传送阵闪烁着夺目的神光,大队大队的人影不断的从传送阵中走出。 若是楚天,楚邪在这里,他当能认出,这些人全都是灵道,神道中人。 灵道之人皮肤白皙,头发和眼眸因为本源力量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色奇异的色彩。 至于神道之人他们背生或黑或白的羽翼,偶尔有些异类的羽翼呈现出淡金色或者其他色彩。 无论灵道还是神道之人,他们的脖子上套着黑色的金属环,上面用血色的晶石镶嵌出细密的字迹。 他们面无表情的从传送阵中走出,在四周的金氏族人呼喝声中,慢悠悠的在传送阵外列队集合。 好些身穿黑色衣衫,头戴黑色肩顶帽,腰间扎着血色腰带的天羞拎着黑色皮鞭,周身冷气四射犹如小鬼一样往来行走,不时的朝着这些灵道,神道之人大声呵斥,时不时的随手一鞭子甩在他们身上。 在破损的城墙处,一些白发苍苍老太龙中的灵道,神道老人站在城墙废墟上指指点点。 他们身边悬浮着一颗颗人头大小的金球,一道道光幕闪烁,光幕中尽是各色各样复杂至极的阵法图纸。 加快施工。 半个月内,这一千里长短的破损城墙必须完工。 金鸣驼背着双手,淡然道,半个月后,他们拿走我们多少东西,得百倍,千倍的吐出来。 几个和金铁蜂,金铁英辈分相当的金氏长老恭紧的站在他们身后,不断的点头应摸。 想到这些天来,他们送入神幼之地的规模庞大的奴兵军团,还有被勒索的天文数字的资源,搞是金氏豪富,这些金氏长老也觉得一阵阵的心痛。 明驼书祖,现在我等住地中,所有的奴兵都被搜刮一空,从别的地方,一时间也抽掉不出足够的人手,想要报复他们,一名金氏长老微微勾搂着腰,小心翼翼的问金明驼。 本家已经知晓了这里的事情。 金铁雄问声问气的说道,就连,上面的几位老祖都被惊动了。 金铁雄指了指天空,语气极其冰冷的说道,奇齿大乳,真正是奇齿大乳。 金铁风,金铁鹰,还有金秀,铁风,铁鹰死了也就罢了,随便找个借口,说他们闭关修炼,也能隐瞒下去。 但是金秀,那是已经许了人的。 我们该如何说? 说他玩小白脸,背下剑肿坑了,被人随手击杀了。 到时候人家上门要人,这件丑事,还瞒得住吗? 金明熊的双眼变成了纯粹的金色,他咬着牙冷声道,反而是水无痕那边好说,水无痕这事情。 也是丑事一见,水家不仅仅不会大肆宣扬,反而会配合我们进行报复。 金明驼冷声道,饶是如此,这件事情,我今世势必丢人现眼。 老祖们脸面无光,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所以,会有人来对付他们。 就算是天气之地,那又如何?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被楚天一通乱轰破坏的千里城墙在无数领导,神道工匠的全力修缮下,短短十二天就已经修补完成。 所有的阵法禁制都已经修复如初,甚至还在原本的城防禁制上,更加了一重威力巨大的防御阵法。 从金氏本家,源源不断的有堆积如山的军用资众送来。 各色丹药,甲骤兵器,非洲战车,战兽坐骑,粮食酒水,金氏一族临时增盖了上千大型的库房,就是为了囤积这些新补充过来的资众。 没日没夜的,三重城墙内外的阵法禁制全部开启,无数嗅觉灵敏的凶猛战兽在三重城墙内往来奔走,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迹象。 平日里一到夜间,各处宫殿楼阁中的鹰哥厌恶也全都停歇了下来,每日里只顾着饮酒作乐的金氏族人们,也在金鸣驼,金鸣熊的冷漠注视下,一本正经的日以继夜的开始修炼。 这一日,一共十二座长宽百里,飞行速度缓慢的飞天浮空城池几乎是紧贴着一座座山峰,慢悠悠地飞到了金氏一族的驻地上空。 金鸣驼,金鸣熊腾空而起,手持一块金灿灿的令牌进入了十二座浮空城池。 过了一刻钟的功夫,就听得轰鸣声不断,一道道神光从浮空城池中落下,咔嚓,咔嚓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座座高有十丈上下,通体用金属制造而成的战争傀儡排着整齐的队伍,一步一步地从神光中走了出来。 这些傀儡列队而行,直接进驻了三重城墙防线,再通往南方的城门后方排成了密集的队伍。 整整六天六夜的时间,不断有战争傀儡从十二座浮空城池中走出,聚集在三重城墙驻地中的战争傀儡,总数量已经将近一亿之巨。 第六天的一大早,这些金属制成的战争傀儡终于不再出现。 那一道道落下来的神光中,开始有大量的人影浮现。 身高两丈左右,身披造型一致的全套重甲,面容冷漠无情,眸子里闪耀着冰冷的血光,背上背着镖枪,腰间挂着飞斧,左手套着盾牌,右手拎着刀剑,大斧等各色兵器,甲骤上各处关节处都有猙獰的尖锐凸凸起,通体武装到牙齿的大汉一步一步,行动僵硬呆板地从神光中走了出来。 整个金石驻地中一片死寂,那些金士族人一个个目露惊恐之色的看着这些行动犹如僵尸的壮汉。 一处高挑的望楼上,五名衣衫华美的金士族女站在楼顶,惊慌失措地看着这些周身死气沉沉的重甲战士,陆神军团,老祖们居然调来了这些怪物。 这,这,陆神军团就算是我金士,数量也不为多,这里,这里,老祖们居然调来了百万之巨。 小楚,小楚他。 战神山内,楚天盘坐在神血玉池旁,双手结印,遥控紫霄金阳炉继续修复战神山。 随着一条条汲取通道的修复,随着战神山内各处阵法禁制的不断复苏,战神山就好像一具沉睡了亿万年的巨人,干涸的血脉中血浆逐渐充盈,瘫的肌肉逐渐隆起,干枯的骨髓逐渐风营。 生机活力逐渐复苏,战神山开始自发的吐固纳心,开始自行的梳理各处淤积的涌道,各处堵塞的阵法禁制。 再有楚天在一旁总绸谋划,梳理最重要的那些能量回路,阵法核心,战神山的修复已经完成了九成以上,整个山体都充盈着庞大的生机生气,充沛的精血能量在一条条涌道中翻滚,时刻刺激的山体内的战神后裔们面孔通红,浑身战意高涨。 偌大的神血浴池中,楚邪和他手下的一众心腹下属疏舒服服的泡在粘稠厚重的血浆中,一个个舒服的不时的直打寒颤,就好像被主人抱在怀里随意抚摸的宠物猫一样舒适。 悬浮在这座血池上的神血直径已经膨胀到十丈大小,流淌出来的神血品质几乎堪比原版。 几天的浸泡下来,楚邪和楚铁徒等心腹属下的修为飙升,气息变得越发的凌厉难当。 只是鬼道功法怪异异常,每隔几个呼吸间,他们的皮肉总会变成半透明状,体内色泽各异的鬼谷强光闪烁,看上去端得吓人。 在神血浴池的角落里,虎啸天和数百头虎妖静静的盘坐在那里。 时不时的,虎啸天会低头吞咽几口粘稠厚重的血浆,他身上的气息就会变得越发的沉重炽烈,犹如一座时刻可能爆发的火山。 他头顶一团黑云缭绕,一头体长十几丈的黑虎虚影几乎凝成了实质,站在黑云上方不断的扬天长啸。 脱离了天族的掌控,虎啸天去懒得搭理他看不顺眼的楚鞋,而是死心塌地的要追随楚天,原因也很简单,楚天和虎大力交好,他从小在虎妖窝里长大,身上带着一股子虎妖特有的气息。 这数百头虎妖,尽是虎啸天的直系族人。 其中甚至包括了六道蜂魔大结界中妖道世界虎族的几位老祖宗。 这也是虎啸天仅存的族人了,数年的颠簸流离,浴血厮杀,虎妖一族作为兽妖当中的强大战力,在神佑之地死伤不少。 数百头虎妖全都听了虎啸天的意见,选择追随楚天。 楚天也很干脆的收下了虎啸天等人的效忠,直接安排他们进入神血浴池,接受神血的洗礼。 虎啸天等人自有血脉妖法传承,他们也不会走战神后以纯粹的惊血战斗之道,但是神血对他们的实力提升有着极大的好处。 尤其是神血中蕴藏的庞大造化生机,更刺激了他们体内的某些远古血脉,除了虎啸天之外,更有数十头虎妖的毛发在急速变黑。 似乎,他们激活了某种极其强横的始祖血脉,他们的实力每一刻都在快速提升。 几头虎妖低下头,又吞了几口血浆。 楚邪眨巴着眼睛,泡在神血钟摆无聊奈的他突然笑了起来,嘿,虎啸天,虎道种,这可是咱们的洗澡水,你也喝得下去。 虎啸天怪眼一番,冷笑道,我可没有楚少爷这么走运,你靠着一张小白脸在哪里都能浑吃浑喝,老子命苦,在丛林中打死大活,喝洗澡水算什么? 被人追杀的时候,尿也得喝呀。 楚邪的脸色骤然一白,歪了歪嘴没吭声。 哪怕六道蜂魔大结界崩坏,所有人都沦为天族奴隶,他楚邪大少爷可是蹊跷玲珑的货色,到哪里都是养尊处优的,从没吃过苦头的。 喝尿这种事情。 哼哼了一声,楚邪看向了坐在神血浴池另外一个角落里的狂刀和皮君子。 两人端端正正的盘坐在血池中,狂刀周身气息奔涌,头顶一道刀芒吞吐不定,寒光喷出数十丈远。 皮君子犹如牢病鬼的面色也恢复了许多,看上去有了几分人色。 也就是楚天开口了,看在他们算是并肩对敌过的份上,楚天让他们进入神血浴池,好好地提升一番实力。 战王他们对神功中人颇有恶感,双方还没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却也差不多了。 能够让狂刀和皮君子进入神血浴池,这完全是看在楚天的面子上,完全是战王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信楚天。 狂刀和皮君子也知道,这是难得的机缘。 所以这几天,狂刀,皮君子任凭楚邪开口激潮,他们只是墨运功法,不断地吸收神血壮大自身。 神血沐浴对皮君子的功效不大,但是狂刀走的是纯粹的肉身战斗路线,短短几天的神血沐浴,对狂刀的提升可就太大了,他身上散发出的刀芒锐气,都比之前强大了数倍。 楚邪看了看虎啸天,又瞅了瞅狂刀,他突然开口问道,喂,那劳病鬼,你们神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你修的是鬼道,嘖嘖,似乎传承也不凡呐,那一手八人皮的本领,很不错。 皮君子眯起眼睛,眸子里两道惨绿色的幽光喷出老远,他看了看楚邪,慢吞吞地说道,小白脸,你的那万鬼朝宗图真是不错。 嘿嘿,算你有几分颜色,我修的是十八地狱精,八人皮们,是其中八皮地狱的本源神通。 楚邪眼睛骤然一亮,他痴痴笑道,十八地狱精。 似乎,有点意思,喂,你们拿了我大哥这么大的好处,不觉得,应该给点报酬。 拿来,让楚二少观摩观摩,如何? 皮君子沉吟了一阵,他沉声道,你收了这么多恶鬼,送我百万如何? 楚邪眨巴眨巴眼睛,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到皮君子身边坐下,一手搂住了他的肩膀,好说,好说吗? 恶鬼这东西,我给你说呀,幽暗地狱有无数恶鬼。 嘿嘿,若是我们能偷偷溜进去,则则,当然,百万恶鬼,你一句话的事情,这多简单啊。 你那八皮的本领,楚二少觉得吧,若是和我万鬼朝宗图结合起来,怕是能有非凡的妙用。 楚邪用力地晃了晃皮君子的肩膀,一回生二回熟,劳病鬼,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 皮君子薄薄的嘴唇裂开,露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 他沉吟了片刻,手掌一翻,一块人皮就凭空出现,他将人皮丢给了楚邪,沉声道,这是八皮地狱精,看你的悟性够不够了。 嘿嘿,至于完本的十八地狱精,非我神功所属,我也没办法。 楚邪毫无节操地随口应道,那,我以后就是神功所属了。 嘿,神功美女可多。 狂刀的脸狠狠地抽了抽。 楚天无奈地翻了个白眼,无可奈何地扫了一眼凑在一块的楚邪和皮君子。 第409章 楚天的力量 战神山,终于彻底修复了。 随着楚天打出最后一道法诀,只听一声巨响,战神山整个颤抖了一下。 从山脚到山顶,一根根血色纹路蜿蜒而下,形成了一枚枚硕大的血色浮印。 古朴玄傲,充满力量气息的血色浮印宛如一饼饼大刀阔斧深深镶嵌在山体中,不时有一道道流光异彩从中飞跃而过。 战神山东南西北四处山脚,四个硕大的进出涌道中,不断有炽热的精血气息喷勃而出。 靠近涌道的大片山林在精血之气的滋养下已经发生了异变,好些原本树人和暴粗细的古墓树干粗大了倍墟,高度也增加了一倍有余,更加让人惊骇的是,这些古墓的树叶都隐隐泛着血光,树干内隐隐有血液流动的声音传出。 这些古墓,已经被庞大的精血能量滋养的几乎要化为树妖。 动辄高达数百丈的参天古墓,可想而知若是真个化为树妖后,能拥有多强横的战力。 战神山周边三万里内,如今每天正午十分必定有一场大雨落下。 这一场时间固定的大雨,雨珠都呈淡红色,其中蕴藏了极其精纯的精血能量。 无论是这个范围内的战神后裔,还是他们豢养的那些战兽,乃至用来吃肉的牲畜,全都被这一场一场蕴藏了庞大精血能量的大雨滋养的筋骨强健,血气充沛。 战神后裔当中,那些孩童淬炼肉身,奠定战士基础的速度增快了数倍,那些青年当中突破成为精英战士的比例增加了数倍,好些突破战士无望,返回村子里充当教官的巅峰战士,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顺利的突破成为了战士。 随着战神山的复苏,周边数万里的战神领地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战王和七大长老每天都忙着处理战神山上上下下无数事情,随着各种异变的情报不断地传回战神山,他们差点要将楚天当作在世的战神供奉起来。 战神山颤抖之后,一道血光从战神山的顶部冲天而起,伴随着高亢的号角声,这道百丈粗细的血光冲上极高的天穷,一众众流云受到某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吸引过来,在血光周边形成了九层漩涡般的云眩。 一层层云眩犹如滑盖笼罩在战神山上空,最低的距离战神山顶只有百丈之遥,最高的则在离地两万多里的高空。 九层云眩围绕着血光缓缓旋转,云层都被渲染成了淡淡的血色。 一股莫名的威严气场从高空笼罩下来,战神山周边十万里内,一股极其神圣,厚重的气息碾压万物,空气中不时有一条条淡淡的血色锁链纹路一闪而过。 战神领域 战神领域 高出地面百里的山体平台上,楚天站在战神的雕像下向战王笑道,战神山彻底复苏了,这战神领域们,只要是战神的后裔, 在这个区域内作战,力量都会得到数倍的加成。 战王你,可以掌控这个战神领域,直接借用领域支力杀敌。 楚天轻喝了一声,他举起右手用力握拳,几缕符纹幽光闪烁,高空中一股血色能量突然凝聚,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破空巨响,一只十几丈大小的血色重拳呼啸着从空中砸了下来。 活长老大喝一声,他健烈欣喜,扛着狼牙棒猛的窜起来百多丈高,一棒子朝着那血色重拳轰了过去。 一声哀嚎,活长老被一拳崩飞了十几里远,一头撞在了一座巨石垒城的堡垒上。 小小的战宝被震得粉碎,活长老揉着老腰,好一阵子才从崩乱的石块中爬了起来。 这,这。 亲眼见识到了战神领域的强大力量,战王和一众战神山的高层喜不自胜,而站在外围的好些人,面孔无不重重地抽搐了几下。 其中尤其以狂刀和皮君子的脸色变化最为巨大。 狂刀狠狠地瞪了皮君子一眼,向他微微摇了摇头。 皮君子则是无语望着天空,感受着虚空中那股莫名的强大威压,皮君子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真没想到,他真能将这战神山修复如新。 皮君子悠悠叹道,我好容易才找到了几张战神山相关的阵法图纸,还想用这个做谈判条件,让战神山加入神功,则,这小子,真是怪物啊。 一鸣头发橙翅红色,一缕缕火星不断从发丝之间蹦炸出来的魁梧大汉大踏步上前,他站在楚天面前,沉声道,你就是战王所说的天师。 真是你,就活了战神山。 楚天看着这魁梧大汉,通体火光隐隐,皮肤下有一道道火焰符纹若隐若现,体内充斥着一股宛如火山的可怕热力,这是火神山的首领吧。 火王! 楚天沉声道,除了我,你们认为,还能是谁? 你让战王砸碎了战神山,他估计做得到,但是让他修复战神山,你觉得可能吗? 当代火神山的最高首领火王认真的点了点头,没错,战王这老货就是一粗批,他除了杀人,还会什么? 那么,天师,你能修复战神山,可能让我们火神山也回复全部的力量。 战王在旁边向楚天使了个眼色。 楚天抬起头来,看着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的火王,慢吞吞的说道,我帮战王修复战神山,是因为战王把我当自己人。 战神山上任大长老,给了我最大的信任,我们是自己人。 而你? 火王眸子里两团火焰骤然亮起,他沉声道,你是什么意思? 战王重重的将战锤放在了地上,咚得一声响,地面颤忧了两下。 战王上前了一步,一巴掌拍在了火王的肩膀上,火王,前年见你的时候,你的头发都已经灰白了,浑身都是皱纹,你的年纪,不比大长老小,你老了,老得都快死了。 但是去年大会的时候,我再见你,你已经变成了年轻壮小伙子。 战王沉声道,你,投靠了神功吧? 你,背叛了神佑之地? 火王的眉头紧紧促起,他缓缓转过身,怒目凝视战王,我没有投靠神功,我们只是合作。 我也没有背叛神佑之地,我同样想要恢复祖神的荣耀。 皮君子在一旁突然窜了出来,他大声说道,战王,你这个老顽固,神佑之地只有和我们神功合作,才有前途,才有出路。 战王冷哼了一声,他重重的跺了跺脚,指着战神山高耸入云的山体冷笑道,神功能帮我们修好战神山。 火王猛地闭上了嘴,皮君子一时间也哑口无言。 楚天看着一脸尴尬的火王和皮君子,再看看一身火气的战王和七大长老,他不由地笑了。 火神山的火王,会突然巴巴跑到战神山来做客,要说他不是皮君子招来的,楚天都不信。 只不过,神佑之地和神功的纠缠,他才懒得搭理。 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所谓的诸神的后裔,是天族的敌人,无非是他们面对天族,战王他们是循规蹈矩的按照先祖的戒律,在神佑之地苦苦熬日子。 而神功这一卖人,他们则是激进派的代表,他们踏出了神佑之地,他们主动的挑战天族。 但是很显然,皮君子他们并没有忘记神佑之地的这些同根同源的族人,这是一只和其庞大的力量,若是神佑之地的所有族人都能为神功所用,神功的实力能增强多少? 一个遵循祖规,一个激进形式,双方的矛盾就在这里了。 但是这和楚天有什么关系? 反正大家都是天族的敌人,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和天族作对,都好。 楚天关心的是,他在战神山得到了一团战神神血,从中他领悟到了战神之力的奥义,让他的底蕴增强了一大截,只要持之以恒的强大神血,淬炼肉身,他的实力将飞跃提升。 那么,火神山又是什么状况? 他是不是,能够从火神山得到同样的好处? 战王,这两天,你陪我去火神山走一趟。 楚天一开口,就让现场紧张,尴尬的气氛荡然无存,文,旧老,还有熊掌大叔,谢钱他们,可都是火神的后裔。 我盘算着呀。 沉吟了一阵子,楚天指了指战神山笑道,我盘算着,战神山复苏后,能够给周边的村子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若是我能让火神山也和战神山一样,火王,能否给旧老他们在火神山旁边,见个好点的村子? 火王的眉头一挑,放声大笑起来,他一巴掌拍在了楚天的肩膀上,连连拍打自己的胸膛大声说道,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哈哈,旧小子,熊掌小子,谢钱小子。 嘿嘿,他们的村子,我直接让他们进驻火神山,在火神平原上,给他们找最好的位置。 战王歪了歪嘴,斜眼看了火王一眼。 他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抿抿嘴,他强行将一肚皮的怨气给忍住了。 战王有点担心,火神山如果像战神山这样复苏了,随着火神山的强大,火王和神宫又勾结在了一起,这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以他的智慧,他无法判断后果。 但是他相信大长老,相信大长老预言中的楚天。 战王的目光变得很是坚定,他沉声道,天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嗯,我和几位长老,亲自陪您去火神山。 要说,火神山那地方,真是个好地方,比我们战神山还有看头。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他看了看比起火王略显老太一些的战王,再看看头发都已经苍白了许多的风长老,火长老等七位长老,沉吟了一阵子,他手掌一番,从那镯中掏出了几瓶他在剁星阳炼制的丹药。 将药瓶塞进了战王的手中,楚天沉声道,这是给你们的,就算神佑之地,有万年寿命的极限,但是你们距离那极限还差得远呢,看上去就已经苍老了。 战王的脸色微微一变,他看了看楚天,犹豫了一会儿。 火王则是瞪大了眼睛,猛的低头看着楚天,他大致猜出了药瓶中的丹药是什么。 皮君子和狂刀更是瞪圆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战王手中的几个玉瓶。 皮君子喃喃道,你会阵法尽致,你还有这么多的战争傀儡,显然你炼气的本领也不坏,不要告诉我,你还会炼丹。 皮君子连连摇头,他低声地自言自语,不是万年丹,不是万年丹,一定不是万年丹。 我们耗费了多少力气,花费了多少代价,好容易才梳理出了几种万年丹的丹方子,整个神功,才有几个能够炼制万年丹的丹师。 你又是阵法师,又是炼气师,莫不成,你还是炼丹师。 嘎嘎干笑了几声,皮君子带着一丝诗神之色喃喃道,天下不会有这样的天才,怎么可能呢? 你岁数不过百岁,但是无论阵法,炼气,还是炼丹,没有千年以上的底蕴,尤其是万年丹。 我们神功的丹师,十炉万年丹,能出一炉好丹就是不容易了。 狂刀猛的一巴掌拍在了皮君子的嘴巴上,他低沉地吼道,闭上你的鸟嘴。 战王咬了咬牙,他猛地拔出了瓶腮,从药瓶中倒出了十颗通体光芒盈润,隐隐有一丝丝烟气,霞光环绕,犹如活物一样在他掌心低溜溜直转的丹丸。 一股富裕的心香扑面而来,在场的所有人闻到了这股丹药香气后,无不感到浑身清爽,精神一震,体内的气血似乎都灵动了许多,颇有一种枯木发芽的勃勃生机营绕全身。 这是,命丹。 战王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品质绝佳的命丹。 火王也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战王手上的万年丹。 极品万年丹,丹香四溢,但是要力没有丝毫外泄。 皮君子的嘴角抽搐着,沉声说道,这品相,比神功的几位丹师炼制出的万年丹品相好了一大截。 这,这,这丹,绝对不可能是他炼制的。 一直站在皮君子身边的储鞋不乐意了,他胳膊搭在了皮君子的肩膀上,怪声怪气地说道,皮兄,你这话,我储二少就不爱听了。 你看不起我大哥,就是看不起我储二少啊,不就是万年丹吗? 这玩意真有这么难炼制。 前些日子,那几个小娘儿,可是给了储二少百多颗万年丹,这玩意没这么稀罕哪。 百多颗万年丹? 皮君子和狂刀的脸同时抽搐了起来,他们恨不得联手将储鞋毒打一顿。 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储鞋这种不要脸还到处吹嘘的。 小白脸,就真的这么吃香受欢迎吗? 战王盯着手掌上的万年丹,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 天师,你居然能炼制命丹? 战王问声问气地说道,以后,火神佑之地,底气又足了。 火王的脸剧烈地抽搐着,他下意识地看了皮君子一眼。 皮君子和狂刀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万年丹,这是神功用来吸引神佑之地各大势力高层的杀手锏之一。 如果,神佑之地自己拥有了炼制万年丹的能力,那么神功还有什么手段? 让那些高层心甘情愿地追随神功的脚步。 第四百一十章 火神平原 万年丹的出现,让在场很多人的心中,都起了别样的心思。 尤其是火王和皮君子,两人的面色平淡,但是眸子里金光闪烁,显然心绪复杂到了极点。 战王将万年丹重新装回丹平,郑重其事地贴身放好,然后很是严肃的,目光很是沉重地深深看了皮君子一眼,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天师 战王重重地向楚天点了点头,他原本对上任大长老临死的预言就坚信不移,此刻更是死心塌地的,完全成了楚天的狂信徒。 楚天对此不致一词,他提出用最快的速度赶去火神山,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火神山是否也有一份好处等着他。 依旧是老手段。 当着狂刀和皮君子的面,当着火王和几位火神山长老的面,楚天用阳极金焰在地面上烧出了直径千丈的传送阵阵击,用了极短的时间溶住阵击,填充极品晶石,然后抓取原本的传送阵中的空间倒标气息,直接激活了传送阵。 火王和两位随他来到战神山的长老同时瞪圆了眼睛,他们再次被楚天的手段震惊了。 皮君子和狂刀则是宛如木头人一样,神色呆板地看着楚天。 这丝,莫非是全能之人? 可是他,年岁不超过百岁呀,不超过百岁。 皮君子几乎抓狂,他浑身抽搐,面孔扭曲地看着楚天,恨不得揭开楚天的脑壳,看看他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楚邪沾沾自喜地在一旁笑着,嘿,我楚二嫂的大哥,这才是我楚二嫂的亲大哥呢。 嘿,也就是我楚二嫂懒散了一些,不然看看我大哥的这等水准,我楚二嫂能差吗? 楚天一马当先走进了传颂阵,他向火王招了招手,火王,出发吧。 我很期待,火神山能给我什么惊喜。 嗯,到了火神山,我也帮你们改造一下原本的传颂阵,不过这材料,可要你们自己背齐。 哈哈。 战王得意洋洋的笑着,他用力的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指了指战神山脚下一排而树十座灵光闪烁的新造传颂阵,指高气扬的走进了传颂阵。 战王很嘚瑟,颇有一种时代单传老贫农突然转运作地主的气派。 原本,神佑之地各大势力都是一般无二的穷困,各家的传颂阵都是一般无二的破破烂烂,各家祖传的基业也都和原本的战神山一样半死不活。 有了楚天之后,战神山算是彻底翻身了,看看那一溜而新造的传颂阵吧,辉煌大气上档次,多有面子啊。 战王从鼻孔里哼出了两团冷气,不屑地看了看火王,又狠狠地瞪了皮君子一眼。 战王性格直率,哪怕有楚天的关照,他依旧不掩饰自己对皮君子的恶意,如果不是神功的这群家伙插手,萧长老,陆长老怎可能闹出那么大的乱子。 想想被楚天一通混沌火弩炸得灰飞烟灭的那些战士,战王说实在的,还是有点心痛。 火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抬起头来,向着天空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 战神山和火神山之间有传颂阵相连,但是这传颂阵残破不堪,传颂能力极其有限,每次传颂都天翻地覆的,宛如一次酷刑。 没有紧急要命的事情,神佑之地各大势力的首脑相互往来,都是其成自家特有的战兽做起。 十几头体型巨大的火赤血鹰正在高空中盘旋,听到火王的口哨声,这些一盏超过百丈的巨鹰尖声呼哨着,拍打着烈焰生腾的翅膀,迅速向战神山的西南面飞去。 火赤血鹰飞行绝技,速度比山岭巨像还要快了几分,火望他们骑乘火赤血鹰,可是一路上耗费了大半个月的时间,这才赶到战神山。 发放了来时的座旗,火王和一众随行之人大踏步走进了楚天新造的传颂阵。 天师的传颂阵,似乎和我们的有所不同。 火王心里还保持着一丝傲气,他看了看楚天随手造出的直径千丈的传颂阵,一本正经的说道,似乎,里面的符文,和我在将神山所建的大有不同。 楚天双手揣在袖子里,看着火王微笑道,是很有不同。 将神山制造的传颂阵,随时可能把你们崩成一滩肉泥,而本座建造的传颂阵,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危险。 转过头去,楚天笑问道,皮君子,狂刀少军,你们神宫使用的传颂阵,想来不会那般简陋吧? 楚天指了指新造的传颂阵旁,原本那个破破烂烂的,联系着战神山和火神山的传颂阵。 狂刀黑黑笑了几声,皮君子则是悠悠叹道,我们布置的传颂阵,阵姬图纸来自于天族和灵修,自然不是将神山的那群老顽固布置的破烂烂烂意能比的。 冷笑了几声,皮君子激嘲道,这些缩头乌龟老顽固,如果他们还困守神佑之地继续死守下去,或许再过几万年,他们连自己的祖先究竟是谁都不知道了。 战王不满的大声道,小叛徒,不要以为就你们能耐。 祖神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先祖的荣耀。 皮君子立刻反截道,是啊,你们永远的记着先祖的荣耀,将神山现在还能锻造出合格的神器吗? 将神的老脸,都被他们丢光了。 犹如一头好斗的野狼,皮君子音笑道,如果不是天师,等到神血浴池中的那一滴神血彻底干涸后,战神山还能有战士突破王级吗? 战王猛的闭上了嘴。 火王拼命的眨巴着眼睛。 洛逸走进传颂镇的人都没吭声,尤其战神山的一众高层,他们很想在言语上教训一下皮君子,但是他们居然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话来。 如果没有楚天,或许再过几万年,他们真的就连最后的一点祖神的荣耀都无法保存了吧? 现在嘛,情况自然不同了。 看看那些气息强大如龙,更是得到了不死神章传承的精英战士们,战王等人猛的挺直了腰身,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现在可不同了,战神的荣耀重新笼罩战神山,战神领域重新覆盖了战神山,战神的传承未断,战神的血脉重新壮大。 这都是天师的功劳。 楚天激活了传送阵,小心翼翼的锁定了对面微弱的空间倒标,全力激发极品灵精中的庞大能量,将一众人等传送了出去。 一阵轻微的失重感,四周一片光影闪烁后,眼前一片红光亮起,他们已经来到了一片赤红色的土地上。 火王大声的笑了起来,他张开手,向四周随手一挥,大声说道,天师,欢迎来到火神平原。 整个神佑之地,物产最丰盛的好地方。 热,很热。 闷,很闷。 楚天游目四顾,他被眼前的瑰丽景象震惊了,天地造物之奇,真的超乎人想象。 这是一片广袤无边的平原,地面上是肥沃的,几乎能有油脂渗出的淡红色土壤。 楚天蹲了下去,伸手抓起一把泥土,沉甸甸的泥土密度很高,土壤肥沃异常,内部隐隐有细小的红色金光闪烁,充斥着一股温和醇厚的火属性能量。 这红土的肥力极其强大,比战神山周边的原始丛林中的黑土还要肥厚许多。 一望无边的红色平原上,每隔百多丈远,都矗立着一株奇异的,类似于猴面包树一样的巨型树木。 这些粗壮的树木直径超过十丈,高只有百丈上下,圆滚滚的就好像一根根红色的擀面杖处在地上。 巨大的树干上,一根根短短的枝压伸展出来,枝压上密密麻麻的生长了无数水缸大小的果实。 不远处,正有一群妇人借助绳索攀爬到大树上,用勾刀勾下一枚枚硕大的果实。 下方的妇人接住从空中落下的果实后,当场就用刀将这些果实切开,一股浓郁的类似于小麦粉的香气散发出来,隔着数百丈远都能闻到这股富裕的麦香。 一块块厚厚的果实整齐的码放在箩筐里,大群还同背着箩筐兴的朝着十几里外的一座村子跑去。 火卖果 火王额意洋洋的指着那些大树说道,只有火神平原才有出产,一颗果子,就能让一个精锐战士吃上一个月。 这些火卖果随便米采摘,摘下后,只要一个月,又能生长成熟一批。 用力的拍打着胸膛,火王笑道,我们火神山,从来不缺粮食。 就是靠了这火卖果,还有活熟米。 在这些巨木下方,平坦的土地中,种植了一望无边形如玉米的作物。 这些作物有一丈高下,每一株作物上起码都长出了二十个一尺多长,形如玉米棒子的果实。 这些果子一颗颗饱满无比,色泽艳红,不断散发出淡淡的热气。 火熟米,也只有在火神平原有生长。 火王额意的说道,它们没有火卖果生长得快,需要三个月才能成熟。 但是火熟米的总体产量,却是火卖果的十倍以上。 楚天认真的点了点头,他向身后望了过去。 真个火神平原的核心位置,一切热力的源头,就在楚天身后这座骑形的大山,或者说骑形的巨型图腾柱上。 这是一根通体火红,直径两千里,高有万里上下的圆柱形山峰。 或者,也不能算是山峰,真的就是一根巨型的图腾柱。 山体表面凹凸不平,一道道巨大的符纹犹如山谷,勾渠,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山体表面。 通体赤红色的山体不断向四周散发出高温热气,偶尔有大风吹过,山体表面就有一层淡淡的红光闪烁,狂风拉扯着红光,在高空中拉出一片夺目的光幕,就好像一片赤红色的旗帜。 一根根粗大的锁链缠绕在赤红色的山体上,一条条蜿蜒的栈道顺着山体盘旋而上。 在这根图腾柱,或者说,在这座火神山的表面,那些巨大的符绿纹路巨大无比,有些符纹深入山体上百里,形成了一块块大大小小的平地。 在这些大小不一的平地上,修建了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建筑,形成了一座座独特的村落,城镇。 天师,这就是火神山。 火王恶意的指着这座,或者说这根圆柱形的山体大声说道,传说,这是伟大的祖神使用的兵器,不知怎地落到了这里,我们族人就围着这里聚居繁衍,才有了今日的火神平原。 楚天张大了嘴看着这根火神山。 和战神山不同。 战神山是寻天战宝,它的设计功能,就能囤扎巨量的士兵,能够驻扎无数的平民。 但是这火神山们,它的本体就应该是一根图腾柱,它是实心的,所以火神的后裔们,只能在火神山的表面,在那些凹陷进去的地方建造屋子。 顺着站到一路向上攀登,若是闲站道路太远,还能扯着那些从高处锤下的锁链直接攀爬上去。 如此一路向上数百里,因为图腾柱自行散发出的热量,任凭高处刚风吹拂,各处聚居地内依旧暖意洋洋,没有丝毫寒意。 一路上,楚天见到一对一对的青年扛着硕大,足以装下七八个成年男子的木桶,大声喊着耗子,一阵风一样上下狂奔。 木桶中装满了清水,这些聚居地中的日常用水,全靠这些青年从百里外的一处湖泊用人力运送。 生活不是很方便。 楚天由衷地感慨了一声。 和设施完善的战神山相比,这火神山的条件的确是简陋了太多太多。 但是距离火神山越近,火神的后裔门激活祖神血脉就越容易,提升力量就越强大。 火王沉声道,的确不是很方便,可是值得。 站在一块凸起的符纹边缘,火王向远处指了指,天师,你看。 楚天向远处望了过去,以他如今的力量,站在数百里的高处,穷尽木栗向远。 向远处眺望,他看到远处,还有一根火红色的巨柱冲天而起。 战王在一旁说道,火神山,一大八小,这座在核心处,其他八座以这座为核心,镇压八方。 一拳头砸在身边山体上,战王沉声道,我们占神山,神血玉池每千年还能开辟一次。 但是火神山嘛,传说中,当然,仅仅是传说了,多少年没人见过了,传说中,火神山内有火神的传承大殿。 嘿嘿一笑,战王挑了挑眉头笑道,反正,这么多年没开启过了,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火王原本通红的面孔变成了紫红色,他恼怒的说道,当然是真的。 狠狠的瞪了战王一眼,火王看着楚天说道,只是,火神山和战神山一样,他,睡着了。 楚天没吭声,他单手按在了火神山上,灵石化为无数旅细丝小心翼翼的叹了进去。 第411章 孕育的恶念 一片火焰凝成的大海 无边无际的火焰静静的聚集在这里,闲静而温柔,蕴藏了某种奇异的生命之力。 灵石所化的细丝在这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中小心的扩散开,扫过一处处奇异的符纹尽致。 暖洋洋的热力透过细丝缓缓缓传了过来,让楚天的面皮有点泛红。 身上逐渐渗出一层汗水。 七巧天宫中,类似形态的器具信息不断的翻腾出来。 耗费了小半个时辰,楚天终于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了这根巨大图腾柱的来历。 九头炎龙柱,果然,在七巧天宫传承的图纸中,找到了火神山的确实来历,这是一套九根的巨型图腾柱,是兵器,可以用来冲锋陷阵,也是阵器,可以布置杀伤力巨大的火焰法阵,同时也是某种奇异的运气, 吸收信仰之力,汇聚地脉生机,孕育奇异造物。 这一套九根九头炎龙柱运转流畅,毫无凝制之处。 和几乎死亡的战神山不同,这一套九根图腾柱的品阶更高,远比战神山高出了许多,使用的材料,炼制的手法都高出了许多,故而它自身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楚天的灵石向地下深处涌去。 一片辉煌沸腾的火焰凝成了一条条粗大的火焰锁链,在地下交错编织成了一张火网,死死笼罩住了方圆千万里的大片地脉。 一大八小九根图腾柱相互之间有一条奔涌的火焰洪流相互连接,八根小的图腾柱不断地抽取地下火脉无穷无尽的烈焰气息,源源不断地注入正中这根最大的图腾柱内。 灵石顺着火焰流动的方向,迅速在九根图腾柱中穿梭起来。 嗡嗡声中,九根图腾柱上同时亮起了一道道次目的火焰纹路,高温呼啸着向四周扩散开,天空中有大片火云凭空出现。 一波波热浪烤的战王等人汗流加倍,但是火王他们则是欢喜鼓舞,热浪使得他们浑身精力充沛,整个人的精气神骤然提升。 呼,呼,呼几声巨响,一大八小九根图腾柱上同时喷出了冲天火焰,九条火柱冲上数万里高空,视线所及的天空瞬间被火焰烧得通红。 楚天的灵石在九根图腾柱中急速地扩散开来,四周火焰翻滚,一道道强大的让楚天灵魂都不由地站立地禁止波动叙事呆发,但是这些七巧天弓设计制造的禁止还没有发动,就被楚天用七巧天弓秘传的控制灵觉全部镇压了下去。 作为七巧天弓当今在世的唯一传人,九根图腾柱中的所有阵法禁止,所有的杀伤埋伏形如虚射。 火王和火神山的一众长老手舞足蹈,笑得乐不可知,天地之间一股股庞大的火属性天地零碎凭空出现,化为一道道火焰洪流在高空中穿梭往返。 大地上,火神后裔们豢养的各种战兽齐声发出大声的咆哮,诸如火斥血鹰这样的火属性胸琴更是冲上了天空,欢天起地的长声鸣叫,在火云中欢快的穿梭往来。 祖神在上,火王猛的举起双手,朝着天空大声呼喊,哈哈,火神山,活了,活了。 哈哈,祖神的传承,祖神的传承。这么多仙祖没能做到的事情,活了,活了。 突然间,火王和一众长老泪如雨下,一个个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战王双手抱在胸前,静静地看着歇斯底里的火神山所属,过了好久好久,他才缓缓说道,则,也难怪,这么多年,为了唤醒火神山,他们一代一代的火王和长老,还有那些实力强大的老人,临死之前,他们都会爬到火神山之后。 用自己的灵和血祭祀祖神。 重重的哼了一声,战王沉声道,可是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牺牲了,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还是天师厉害。 火神山这么多仙祖没能做到的事情,他只用了这么点时间,则,大长老说,他会让诸神的荣耀重新降临,先是战神山,然后是火神山。 战王突然转过身,一巴掌将皮君子推出了数十丈远,他沉声道,神佑之地,有天师就足够了。 神功,叛徒,你们以后,最好不要踏入神佑之地一步,否则我会一锤子一锤子,把你们全部砸成肉饼。 皮君子被战王一巴掌差点没拍晕过去,狂刀恼怒的拔出长刀指向战王。 坑枪声中,战王身边的好些穴位同时拔出兵器围向了狂刀。 楚邪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他忙不迭地张开手,将那些穴位推了出去,以和为贵,和气生财,是不是? 神功也不是罪大恶极,大家只是理念不同吗,干嘛打死打活的?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大家是自己人,自己人啊。 天族才是我们的敌人啊。 嘖嘖,他们才是大肥羊啊,不仅仅有钱,而且他们的族女一个个水灵灵的嫩得很,尤其他们个子高挑,两条大长腿,嘖嘖,迷死人了。 嘿嘿,和气生财,我们一起对付天族才对吗? 楚天一心三用,他一边翻阅关于九头岩龙柱的资料,一边控制一部分灵石在九根图腾柱中穿梭,同时他还在倾听战王他们的动静。 听得说,一代一代的火王和火神山长老们,他们都会爬到图腾柱的顶部血迹。 楚天的心突然一动,他轻喝了一声,双手结印,迅速向面前庞大的火神山打出了一道奇异的灵觉。 他的灵石剧烈的震荡起来,火神山内的那一片火海开始缓缓的旋转,然后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不多时就化为一个巨大的漩涡。 楚天的灵石狠狠的向那漩涡的核心扎了进去。 扑的一声,楚天的灵石扎进了火海中一个奇异的小小空间,这里充斥着极其精纯,极其强大的火焰力量,纯净的金色烈焰几乎凝成实质,紧紧的包裹着一颗方圆千丈大小的弹。 金灿灿,表面密布着无数奇异纹路,组成类似于龙林一般花纹的巨弹静静的悬浮在火海中。 楚天的灵石小心翼翼的靠近了这颗巨弹,他清楚的感受到了,巨弹中一股强大的生命波动。 在这火神山的内部,九根图腾住无数年来汲取的全部火属性天地灵髓,居然全部凝聚在这里,孕育了一头奇异的,强大的生命。 一头通体火焰缭绕的九头龙,正静静的蜷缩在巨弹中。 楚天的灵石在巨弹四周游走了一番,最终小心翼翼的碰了上去。 在这巨弹的表面,那些奇异的纹路,分明就是这一方天地最本源的火焰大道凝成的道纹。 楚天有一种预感,若是能够吸收这些奇异的纹路,金灯上的火之天印当能得到极大的好处。 灵石碰触到巨弹表面的一瞬间,巨弹中的九头龙突然睁开了眼睛。 一声高亢的龙吟从巨弹中传来,楚天灵石所化的所有游丝全都剧烈的震荡着,一波波恐怖的精神冲击呼啸而出,犹如海啸一般席卷火神山内部的无边火海。 哇的一声,楚天张口喷出一道血溅,随后七窍中同时喷出大量的血水。 恐怖的精神冲击顺着灵石所化的游丝,直透楚天神窍天静,疯狂的向楚天的灵魂轰杀了过来。 楚天眼前无数幻想若隐若现,他看到了一道道火焰在混沌之中诞生,他看到无数条火焰凝聚在一起,从中走出了身高万里的神灵,他看到通体烈焰燃烧的神灵和其他的神灵大战,从他体内洒落的热血,就生成了一尊尊身高百丈以上的强横生灵。 他看到天翻地覆,他看到日月凝聚,他看到沧海桑田,他看到万物滋生。 他看到了一场场残酷的大战,看到了无数生灵的灭亡,看到了真龙,天凤翱翔天空,看到了玄规,神像翻山倒海。 无数光影在瞬间闪过,他看到火神山矗立在一片巨大的平原核心,无数白发苍苍,生命火焰已经快要熄灭的老人站在火神山的顶部,大声嘶吼着用火碎石制成的短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 热血泼洒在火神山上,一道道对火神充满了虔诚的灵魂被火神山吸纳进去。 火神山内部,一颗小小的龙蛋正在运化,山顶血迹的那些火神子民的精血和灵魂被火神山吸纳,不断注入这颗小小的龙蛋中。 龙蛋内,一条蚯蚓大小的九头龙胚胎吞噬了所有的精血和灵魂,在他的体内,逐渐滋生了一缕最原始的灵质。 源源不断的有人血迹,一代又一代的火王,一代又一代的火神山长老,还有那些即将步入死亡的火神后裔中的强者,他们纷纷来到火神山之巅,将自己的全部先祭给了火神。 于是九头龙的胚胎逐渐的壮大,灵质逐渐的强壮。 在无数灵魂的滋养下,九头龙的灵质强大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他更是从那些灵魂的记忆中,总结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 所有火神的后裔,他们的精血和灵魂都是属于他的。 火神后裔的精血和灵魂,能够让他迅速的成长壮大。 反正你们的精血和灵魂都是属于他的,那么,与其等你们慢吞吞的来血迹,不如亲自下手吞噬。 那么,就这么愉快的定下来了,当这头九头龙破壳而出后,他就要吞噬所有的火神子民,掠夺他们的精血和灵魂,让他成长到堪比火神的地步。 不,不是堪比火神,他就是火神。 无数年来,接收了无数火神描迹精血和灵魂的他,就是火神。 至高无上的神,掌控一切的神。 灵驾万物之上的神,主宰所有生灵生死存亡的神。 楚天为了探查火神山内部的具体情况,灵石化为游丝侵入山体,又主动碰触九头龙的龙蛋,这就等于是送肉上门。 九头龙感受到了楚天强大的灵魂,远比那些主动剑技,生命之火已经几乎熄灭,灵魂也衰弱到了极点的老家伙们强大千百倍,鲜美可口百万倍的灵魂。 一股纯粹的,毫无杂质的恶念奔涌而来,他要摧毁楚天的灵魂,吞噬楚天的灵魂,进而吞噬他的肉体,将他的精气神全部化为己有。 进而他透过楚天灵石所化的游丝,他的灵魂拨动第一次穿透了火神山厚重的山体,第一次看到了火神山周边的情况,这么多的祭品啊!这么多的血肉啊!这么多的灵魂啊!我的,我的,全都是我的! 强大到无法抵挡的灵魂冲击呼啸而出,整个火神山,连带着极远处另外八座火神山全都剧烈的震荡起来。 这头九头龙已经足够强大,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主动的去吞噬,去掠夺,而不仅仅是被动的等人血迹,献上甘美的精血和灵魂。 吞噬楚天,吞噬他的一切,然后,所有寄居在火神山上的火神后裔,都将成为九头龙猎杀的对象。 他们全都住在火神山上,他们全都在九头炎龙柱的笼罩范围内,九头龙只要催动九头炎龙柱,就能激发火神领域,击杀火神平原上的所有火神苗翼,将他们的精血和灵魂吞噬一空。 吞噬,吞噬,吞噬,用亿万火神苗翼的精血和灵魂做祭品,让自己破壳而出,成为现实的神。 九头龙的恶念犹如海啸呼啸而来,无数年来,他吞噬了无数人的灵魂,他的灵魂强大的真个犹如神灵一般,楚天的灵石在他面前一触击溃,恐怖的灵魂威压直逼神窍天境,几乎就将神窍天境直接摧毁。 楚天又是一口老血喷出,他的身体呼得一下向后飞起。 但是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骤然从火神山内翻滚而出,这股吞噬之力牢牢的锁定了楚天的身体,将他猛的拉扯了过去,让他紧贴在了火神山的山体上。 楚天身体四周的火神山体骤然燃烧起滔天火焰,足足数十里大小的一片山体燃烧起来。 一对而猙獰的龙眼闪烁着金光,在山体上冉冉浮现。 巨大的龙眼俯瞰着在场的所有人,一股无比清晰的灵魂波动轰入了在场众人的脑海,传递了一个极其清晰的意念。 火神的子孙们,献上你们的血肉和灵魂,永远的和我融为一体,我就是火神,我就是你们膜拜的神,我就是你们血脉的根源,我就是你们的十足。 和我融为一体,让我成熟,让我出世,火神的荣耀,将重新笼罩天地。 火王和一众火神山的长老呆滞地看着那一对儿龙眼,源自血脉的上层微压让他们浑身动弹不得,就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丝毫。 战王则是怒吼出声,你们火神山,到底搞了个什么玩意儿出来?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嗯? 和他融为一体? 那我们呢? 火神山熊熊燃烧,无数实力低微的火神后裔在一瞬间就被这血色的火焰炼化,一道道精血和灵魂不断融入山体。 第412章 危局 北方,长城防线 一名来自兽神山的兽神战士站在山头,手搭在额头上,眯着眼向北方眺望着。 这些天,从北方天族的方向,不时有奇异的响动传来,更有各色奇光异彩出现,坐镇长城防线的各方势力高层身以为忧,派出了大量斥后少探。 一头飙肥体壮的黑熊站在兽神战士的身边,拼命地摇晃着身体,后背在一棵大枫树上用力地磨蹭着。 粗糙的皮毛磨蹭着粗糙的树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黑熊舒服地直哼哼,长长的舌头从嘴角挂了下来,不断地流淌着口水。 漠然间,高空一大片浮云被撞得粉碎,数十条造型猙獰的非洲从浮云中飞扑而下,这些长度超过三千丈的大型非洲外部,一座座圆形的浮空法阵闪烁着夺目的神光,伴随着呼啸的轰鸣声,非洲宛如一头头猙獰的恶龙,直冲神诱之地而来。 邪魔入侵。 兽神战士大吼了一声,他猛地一拍身边的黑熊,正准备向后撤退,嗡的一声闷响,一条非洲上一道十丈粗细的幽蓝色光芒猛地落下,整个山头连带着他瞬间蒸发。 坑枪,坑枪的金属撞击声中,一具具身高十丈的战争傀儡通体闪耀着淡淡的寒光,大踏步地顺着笔直的兵道向南进发。 无法计数的战争傀儡一望无际,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宛如一条条金属红流蜿蜒向南。 数十条大型非洲一头撞入了天幕结界,进入天幕结界后,一股莫名的力量当头落下,这些非洲猛地向下沉去,只能勉强维持在离地摆杖的高度飞行。 而且越是靠近南方的长城防线,这些非洲飞行的高度就越低。 虚空中无形的力量和非洲发生了强烈的冲撞,非洲的船头上一圈圈透明犹如水波的涟漪不断荡起。 神有之地的天地意志似乎感受到了这些非洲的恶念,更强的镇压之力不断涌来。 距离城墙还有三十几里地,任凭这些非洲开启了全部的飞行法阵,将所有的动力熔炉都超负荷运转,瞬间燃烧无数的极品灵精, 非洲再也无法前进半步。 非洲船头厚重的装甲板缓缓裂开,露出一门门闪耀着夺目光芒的巨型光炮。 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丝毫迟疑,伴随着奇异的嗡嗡声,一道道刺目的光柱呼啸轰出,在空气中轰穿了一层层透明的气泡,重重的落在了城墙上。 神佑之地的上空风云变幻,长城防线的上方聚集了厚厚的乌云,一层层云窝在急速的旋转。 非洲的光炮轰出的强光刚刚激发,虚空中充斥的封印之力就不断的削弱光炮的威力,直径石杖的光柱落在城墙上时,只剩下了杖许粗细。 黑漆漆用巨石和金属枝叶浇注而成的城墙上,一道道厚重的山丘符纹轰然亮起。 土黄色的神光笼罩了城墙,黄色的光幕中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峰未然出现。 光炮轰在黄色光幕上,只听得沉闷的冲击声不断传来,光幕剧烈的震荡着,城墙前方的地面不断裂开一道道大大小小的裂痕。 在高温光柱的熏烤下,地面开始融化,大片岩浆奔涌,伴随着光柱的威力不断增强,地面上的岩浆四溅,城墙前方足足有百里长短的一片地面已经化为岩浆池塘,不断泛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岩浆浪头。 后面的第二重,第三重城墙上,一具具巨大的投石机发出嘎吱声响,一个个雄壮有力的战士将投石机长长的摆壁固定好,将一颗颗直径三丈开外的石球慢慢的放入投石机。 咚咚声中,巨大的投石机剧烈的颤抖着,将沉重无比的石球猛的投制了出去。 这些投石机并非现在的将神山大将们制造,而是从极其古老的年代传承下来的战争重器。 投石机投制的瞬间,一具具高有百多丈的投石机上一抹抹符纹幽光闪烁,投制出的石球直接在空气中炸开了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白色阴暴。 一路轰鸣,数千颗巨大的石球重重的落向了数十条试探性攻击的非洲。 这些石球撞在了非洲的防御结界上,石球中填充的大量火属性灵精和水属性灵精撞击在一起,水火之间脆弱的平衡瞬间被打破,一股可怕的力量猛的爆发出来。 一声巨响,石球炸开,烈焰,雷光冲击着非洲的防御结界,数千团烈焰将数十条非洲整个包裹了进去。 非洲表面的防御结界剧烈的震荡着,但是这些非洲近视金士一族调来的战争利器,将神山打造的巨型石球爆发的威力堪比一发小型混沌火弩,数千颗石球同时爆发,依旧没能轰破这些非洲的防御。 站在非洲上的金士族人只是身体晃了晃,很快就站稳了身体,他们大声的呼喝着,不断的催动非洲内的各种防御阵法和攻击武器,继续向城墙喷出一道道威力惊人的光芒。 正面这些非洲的百里长短的一截而城墙,黄色的防御光幕剧烈的拨动着,站在城墙上的战士们一个个汗流加倍,威力可怕的光柱哪怕被防御光幕挡在了城墙外,光柱散发出的热力依旧透了进来,考得他们心烦意乱,考得他们几乎要昏厥过去。 数十条非洲侧面的甲板打开了,一枚枚灰尘火弩伴随着尖锐的破空声不断的飞出,拉出一道道长长的燕尾直冲天空,然后狠狠的向城墙一头扎了下来。 灰尘火弩的杀伤力远没有混沌火弩厉害,但是灰尘火弩的造价低廉,对于财大气粗的金士一族,灰尘火弩可以肆无忌惮的随意挥洒。 这些非洲体型巨大,每一条非洲骑马都能运载百万以上的灰尘火弩,短短一刻钟的功夫,数十条非洲内运载的灰尘火弩几乎全部发射了出去。 长不过百里的城墙被暴风骤雨一般落下的灰尘火弩狠狠洗了一遍。 大片火光和黑烟冲天而起,在城墙的上空凝成了一片猙獰的火云。 这一段城墙上驻守的战士,除了修为达到中阶战士以上的人,其他人都被巨响震得昏厥了过去,好些人的耳膜都被震碎了,耳朵里不断流淌出鲜血。 沉重的脚步声不断靠近,数量上亿的战争傀儡的步伐绘成了一片可怕的声浪,隆隆隆隆的逼近。 身高十丈的战争傀儡冲进了天目结界,他们的速度骤然变慢了一些,体表闪烁的各色符纹变得暗淡了些许,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异状。 距离城墙还有数十里地,这些战争傀儡就开始叠人墙,搭人梯。 后方的战争傀儡不断的攀上前方的战争傀儡,一句一句的战争傀儡重叠起来,很快就达到了百丈高度。 这些战争傀儡搭成了一座座巨大的阶梯,大踏步的向城墙方向逼近。 一边快速狂奔,这些战争傀儡一边喷吐出一道道光柱,激发一枚枚小型的灰尘火弩,炸得他们前方的城墙犹如放焰火一样灿烂。 城墙上的重型头时机不断地投射一波波的石球。 这一次,石球的目标不再仅仅是非洲,更多的石球被投入了这些狂奔的战争傀儡密集的阵列中。 一颗颗石球重重地落在地上,随后石球猛地爆炸开来,一圈圈火光急速向四周扩散开来,每一颗石球爆发的威力都覆盖了方圆树里的范围。 无数沉重的金属傀儡被爆炸先飞,位于爆炸核心处方圆百丈内的傀儡更是直接被撕成了碎片。 一颗颗石球不断落下,瞬间就对这些狂奔的战争傀儡造成了数以十万计的损失。 但是这等损失对于数量上亿的战争傀儡而言,显然不值一提。 城墙上投射的石球戛然而止,这一段城墙上常备的石球已经投射一空,库房中再无石球储备。 就看到一对一对的战士大声的咆哮着,从远处将一颗一颗的石球小心翼翼的顺着城墙运送了过来。 在后方的战宝中,好些库房的仓库被开启,同样是依靠人力,将一颗颗石球从库房中取出,小心翼翼的送上前方山巅的长城。 战争傀儡们不断的逼近城墙,眨眼间就逼近到了十里之内。 城墙上,一架架重型床弩发出了沉闷的咆哮声,一支支长矛大小的奴使呼啸而出,重重的没入了密密麻麻的战争傀儡队列中。 刺耳的金属撞击声不断响起,奴使刺穿了战争傀儡胸口的厚厚护甲,在他们身上溅起了大片火星。 这些被奴使命中的战争傀儡动作逐渐变得缓慢迟钝,更有一些体内不断喷出大片的火焰浓烟,更有甚者直接爆发开来,将身边数十座傀儡直接先飞了出去。 城墙上,大群来自战神山的精锐战士出现了。 他们扛着一滚滚镖枪迅速出现在高高的城墙盾而后面,他们抓起特制的沉重镖枪,低声嘶吼着,倾尽全力将镖枪投掷了出去。 和无法精准瞄准的闯弩不同,这些战神山的战士战绩纯属可怕,他们可以精准的用镖枪攻击自己的目标,一句句战争傀儡被镖枪命中了能量核心,不断的摔倒,爆炸。 浓烟,火光,爆炸的声浪统治了一切,渐渐的,浓烟笼罩了千里长短的城墙,无数神佑之地的战士出现在这一段城墙上,嘶吼着加入了防御战。 非洲和战争傀儡造成的巨大动静吸引了城墙上几乎所有战士的注意力。 极少有人注意到,在那些高有石杖的战争傀儡的身后,一条条睽萎的重甲战士出现了。 这些身披重甲,全身武装到牙齿的重甲战士行走无声,宛如一条条幽灵急速穿梭在战场上。 当那些战争傀儡搭乘的人梯重重的靠在城墙上的时候,这些重甲战士已经顺着倾斜的人梯飞速冲上,一个跳跃就冲上了城墙。 短短几个呼吸间,长达千里的长城防线上,几乎有十万重甲战士顺利跳上了墙头。 城墙上的战士们甚至极少有人能发出惊呼声,这些重甲战士出手如电,手中兵器带起一道道寒芒,瞬间将身边所有的防守战士收割殆尽。 收割? 这些重甲战士的战斗手段,只能用收割生命来形容。 就好像最有经验的老农在菜田里割韭菜一样,大片大片的战士浑身喷洒着鲜血重重倒地,好些战士临死都没看清到底是谁杀死了他们。 那是什么? 建造山腰的第二重城墙上,一名来自战神山的巅峰战士猛的指着下方那些身披黑色重甲,行动犹如鬼魅的战士大吼。 轰得一声巨响,一尊重甲战士抓起身边一根镖枪,手臂一甩,镖枪破空如雷,带着一声巨响请客到了那大吼的战将面前。 扑斥一声,一尊高阶战将,肉体力量将近一条真龙之力的巅峰战将,居然毫无反抗之力被镖枪轰爆了头颅。 所有儿郎小心。 敌人很强大。 数十战外,一座用巨石搭建的,高有几近三百丈的望塔上,一名坐镇这一段城墙的中阶战将大吼了一声。 他高高跃起,直接跨越了两道城墙之间的数十里距离,重重的落在了已经化为修罗图场的城墙上。 中阶战将,纯粹的肉体力量超过三条真龙之力,他的动作快到了极点,一柄大幅左右挥动,两条寒光一闪,他身边的七八尊重甲战士就亮呛着向后退去,他们身上的甲咒被劈开,大量气味刺鼻的鲜血不断的从甲咒碎裂处喷出。 吼! 宛如野兽的咆哮声中,两尊重甲战士一左一右飞扑杀来,两柄重剑犹如两条怪蟒,带着沉闷的破空声呲了过来。 中阶战将大吼,战斧横扫,劈在了一柄重剑上。 一声巨响,火星四箭,重剑裂开了一条深深的裂痕,而中阶战将的战斧直接炸成了无数碎片。 将神山的混蛋,老子被你们坑死了。 战将怒吼,战斧崩裂,他身体骤然失去了平衡,狼狈的向两柄重剑倒了过去。 他嘶声怒吼咒骂着将神山的大将们,牙刺欲裂的看着两柄重剑毫不留情的洞穿了自己的胸膛。 下,你们的剑术,是我们战神山的,鹿子。 战将惨笑了一声,伸出手,想要揭开面前一个重甲战士厚厚的面甲。 重甲战士低沉的咆哮了一声,两个拳头重重的砸下,将战将的头颅轰成了一团血物。 大队大队的重甲战士一拥而入,他们迅速攻破了第一重城墙防线,犹如黑压压的潮水,在无数战争傀儡的掩护下向第二重防线进发。 神有之地的封印之地,对这些重甲战士毫无影响。 他们的动作飞快,他们的战力强横,战神山坐镇这一段城墙的一尊低阶王级高手,也在十几尊重甲战士的围攻下,只支持了半盏茶时间就被斩杀当场。 半个时辰后,第二道城墙被攻破。 一声巨响,第一道城墙足足有两千多里长的一段被崩上了天空,炸成了无数碎片。 第413章崩溃和拼命 若有大神通者,站在极高处向下俯瞰,当能看到神有之地的全貌。 广袤无边的神有之地,就好似一个巨大的葫芦,紧紧挂在天路的南疆。 长城防线,就位于这个巨大葫芦口最狭小的葫芦嘴上。 说是小小的葫芦嘴,实则也宽有近千万里,但是葫芦嘴两侧尽是穷山峻岭,充斥着各种可怕的雷霆飓风,弱水流沙,寻常人一旦进入必死无疑,甚至行神俱灭一丝残魂都难以逃出。 真正能攻大军通行的,也就是长城防线所在的这一片山岭,大概宽达七八万里的一片山区。 从高空看下去,就能看到这一条长城防线的正中位置,大概数百里宽的一截城墙到处亮起了刺目的火光,一团团蘑菇云冉冉升起,震天的嘶吼声不断传来,更有一股浓浓的血煞之气弥漫虚空,和黑红二色的蘑菇云浑在一起,犹如一片血海,无比的刺眼。 陆神军团的重甲战士已经突破了第二重围墙,剑在山巅的第三重城墙也被突破了数十处。 大群战神山的精锐战士在战师、战将、战王的带领下,用血肉之躯苦抵挡着这些武装到了牙齿,装备比他们精良百倍的可怕敌人。 战场上到处是金属碎裂的声响。 将神山的大将们花费无数心思打造的军械,在陆神军团标配的精锐兵器下犹如纸片一样被撕碎。 长剑折断,长刀折断,战斧折断,长矛折断。 盾牌粉碎了,甲皱粉碎了,各色柔韧的凶兽皮革制成的皮甲更是不堪一击。 强悍的肉身直营向敌人手中的兵器,锋利的兵器犹如切牛油一样,轻松撕开了他们的皮肤,撕开了他们的肌肉,切碎他们的骨骼。 一条条猙獰可怕的伤口出现在这些勇敢无畏的战士身上,大量鲜血喷勃而出,精血能量急速流逝,再强悍的战士也无法坚持战斗。 大队大队的战士冲了上去,然后倒在了敌人的刀剑下。 鲜血顺着城墙四处流淌,鲜血染红了城墙,顺着城墙哗啦啦的流淌下来,城墙内外的土地也被染成了红色,身高十丈的战争傀儡巨大的金属脚掌重重的践踏下来,泥泞的血地上溅起了数尺高的血浪。 好些灵道,神道中人围绕着第二道城墙忙碌着。 他们在城墙上开凿了一个个水缸大小的窟窿,将一颗颗特制的大型火雷装进窟窿里,然后迅速的向远处逃窜。 一声高亢的号角声从一条非洲上传来,轰得一声俱响,第二道城墙又是有两千多里长的一段被崩上了天空。 城墙下一座座防御阵法喷出刺目而凌乱的光芒,天地零碎混乱的奔涌着,化为一道道狂飙向四周呼啸着席卷而去。 无数大大小小的碎石从高空落下,好似一场泥石与劈头盖脸的打在所有人的身上。 沉重的战鼓声从远处传来。 这一段城墙战况紧急,从远处的城墙上不断有增援的战士快步赶来。 绵延数万里的长城防线后方,一座座战宝内无数战士呼啸着冲出,用尽全力的撒腿狂奔,朝着被破开的城墙方向狂奔而来。 更有王级和战将级的高端战力,直接乘坐一座座简陋的传送阵传送到了距离被攻破的城墙最近的战宝中,迅速率领大群战士冲上了战场。 楚天一人之力,根本来不及,也没想到过要给长城防线重新布置传送阵。 无数年过去了,长城防线中的传送阵,全都是将神山的大将们重新布置,这些传送阵小而且简陋,传送时翻天覆地的颠簸得极其厉害。 好些战将硬生生被这些简陋的传送阵弄得呕吐不止,他们一边吐着清水,一边踉枪着冲上战场,怒吼着和陆神军团的那些重甲战士厮杀成了一团。 第一道城墙被崩坏了大段,第二道城墙同样被崩坏了大段,潮水一样的战争傀儡涌到了第三道城墙下,百万陆神军团的重甲战士呼啸而来,在这些重甲战士的身后,是密密麻麻无法计数的奴兵和受邀。 楚天,楚邪兄弟两个在大半个月前顺利地勒索了大量的奴兵和受邀,将金氏一族驻扎在北方防线中的奴兵,受邀一网打尽,一根毛都没给金氏一族留下。 金氏一族底蕴深厚,在调来陆神军团和战争傀儡的同时,他们又从别处抽掉了数量更加庞大的奴兵和受邀,再一次的投入了神幼之地。 在这些犹如潮水一样呼啸而来的奴兵和受邀中,好些人仅仅是立命境初阶的修为,浑身上下不过是一二龙力的力量,他们衣衫褶,光着膀子,拎着最简陋的兵器,神情麻木犹如行尸走肉一样涌了上来。 城墙上,一座一座重型投石机呼啸着投出一颗颗巨大的石球。 每一颗石球落在无边无际的奴兵队伍中,轰得一声巨响,总有数千奴兵和受邀被炸的粉身碎骨。 无数奴兵和受邀被冲击波先飞,他们被震得骨断筋裂,五脏六腑都受了重伤,一个个躺在地上不断吐血,然后无数的奴兵和受邀就踏着他们的身体冲了过去,硬生生将他们踏成了肉泥。 一只只床弩呼啸落下,每一只奴使都能轻松洞穿数十人的身体。 但是继续有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狂奔而过,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嘶吼声,疯狂地向着城墙方向冲杀了过来。 在这些奴兵和受邀的身后,无数金士一族的督战队厉声地呵斥着。 三个时辰内,不能登临城墙者,死。 以灭三族。 无数的奴兵和受邀低沉地咆哮着,疯狂地向城墙方向冲锋,冲锋,冲锋。 我们不怕死。 我们的家人,要活。 顺着战争傀儡搭成的人梯,无数的奴兵,受邀涌上了城墙,疯狂地冲进了最血腥的战团。 无数战士挥动兵器,轻轻一击就能将这些实力低威至极的奴兵和受邀斩杀数十人,甚至那些战将级的高手一声大吼,吼声如飓风席卷四周,百仗之内的所有奴兵都会被震成粉碎。 但是无穷无尽的奴兵蜂拥而上,杀了一波还有一波,杀了一群还有一群。 更有陆神军团的重甲战士呆头冲锋,他们实力强悍,装备精良,饶是同境界的战士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段断城墙失手,一处处防御支撑点崩溃。 刺耳的尖笑声冲天而起,无数灰尘火弩从战争傀儡身体内喷出,呼啸着落在了大群大群来源的战士队伍中。 火光和浓烟淹没了这些战士,来源的战士骤然被打得伤亡惨重。 火神山上,楚天等人身处火海。 整个火神山都在燃烧,无数的火神子民嘶吼着被血色火焰炼化成一缕缕精气,不断被吸入山体内部。 战王和一众随形的强大战士低沉的嘶吼着,他们身上燃起了炽烈的精血烈焰,苦苦抵挡着外界火焰的侵蚀。 战王不断咆哮咒骂着,他根本弄不清这里发生了什么。 楚天的蹊跷中不断有鲜血流淌下来。 他面前的山体上,九队硕大的金色龙眼络绎浮现,冰冷无情的龙眼透过山体死死的盯着楚天和所有人,一股纯粹的,毫无杂质的恶念告诉所有人,他要吞噬在场所有的生灵。 赤红色的火神平原被一层淡淡的火焰结界笼罩,九头炎笼柱催动火神领域,封锁了整个火神平原。 火神平原上无数的火神子民已经绝无逃跑的可能,火神山体内的九头龙并不着急吞噬那些普通的火神子民,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楚天等人身上。 和那些弱小的火神子民相比,楚天等人的惊血,灵魂的气息强大了许多,气味更是浓香迷人,对一切行动都源自本能的九头龙来说,楚天他们让他更有食欲。 楚邪张开了万鬼巢宗图,一团阴风寒气死死护住全身,他强行抵挡着火神山体内涌出的精神冲击,脸色惨白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楚天,我说,大哥,你招惹了什么鬼东西出来? 这玩意儿,该死。 火焰的力量阳刚霸道,先天对鬼道有着强大的克制力量。 火神山的本体九头炎龙柱,更是品质比战神山还要高出许多的太古神器,九头龙堪比火神山的气灵一般的存在,他催动火神山爆发出的力量,对楚邪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幸好万鬼巢宗图跟脚强大,内部无数鬼物蕴藏了无穷无尽的阴鬼之气,楚邪借助万鬼巢宗图的庇护,勉强能够在火海中行动。 饶是如此,楚邪也支撑得很苦。 他每一步都耗尽了力气,每一步都汗如雨下。 如果楚天不是他的同胞大哥,以楚邪的本性,他早就甩手逃走。 不要让楚二少知道你是谁。 不然楚二少从你女儿到你老娘,一个都不会放过,一个都不会放过。 楚邪气急败坏地咆哮着,发出了源自他本心的最凶狠的威胁。 鼠爷趴在楚天的肩膀上,一缕缕淡淡的荧光闪烁,四周的烈焰无法靠近他的皮毛分毫。 他咧开嘴,无奈地摸了摸还没长出新的门牙的牙床,凑到楚天的耳朵边低声咕拢着,这家伙,似乎有点难对付,趁早,逃吧。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鼠爷无奈何地甩动着尾巴,若是放在当年,这区区一利用无数人的惊魂凝聚的后天神兽,鼠爷我一爪子就能抓死无数。 但是现在嘛,好汉不提当年勇,鼠爷我老了。 无奈地摇摇头,鼠爷眯着眼,狠狠地盯着山体上十八颗硕大的金色龙眼。 虽然鼠爷老了,要不是鼠爷的伤,鼠爷一抛尿都能冲死你。 楚天被死死地吸附在山体上,滚滚烈焰呼啸着包裹着他的身体,不断向他身体内渗入,想要焚烧他的血肉骨骼,将他的全部精血炼化后吸入山体。 更有一波波海啸一般的精神冲击疯狂袭来,好似无数柄弓成锤,狠狠地冲击着楚天的神窍天境。 如果不是金灯的灯光大圣,死死撑住了神窍天境的外壁,神窍天境早已崩溃,楚天的灵魂将直面九头龙的精神冲击,他或许早就已经魂魄崩散而亡。 楚天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楚天的身边,他一把抓住了楚天的手,一股可怕的寒气顺着楚天的手掌传了过来,迅速在楚天身上蒙上了一层三尺厚的幽蓝色寒冰。 大哥,逃命要紧,等咱们兄弟闭关苦练,起码也是现在千而八百倍的实力了,再来找这丝的麻烦。 哎,咱们都是豪门大户出身,身骄肉贵的,不和这些不明来路的蠻荒蠢物拼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楚协拉着楚天想要将他从山体上拖拽出来。 山体上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突然浮现,楚天的身体就恰好位于漩涡的核心位置。 任凭楚协拼命地拉扯,楚天的身体纹丝不动。 楚协的脸色就变得极其难看,他面孔扭曲抽搐地看着山体上的十八只金色龙眼,力声喝道,孙子,不要逼你楚二嫂发飙。 你楚二嫂平日里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罪事和善不过。 但是楚二嫂一旦发火,那真是我自己都害怕呀。 你不要逼我呀。 赶紧放了我大哥。 不然我楚二嫂说到做到,说连你老娘都不放过,就真的不会放过他。 我楚二嫂不挑食,胃口好着呢。 楚协很莫名地威胁着九头龙。 九头龙的恶念依旧一波一波的蜂拥而出。 什么女儿,什么老娘,这些东西对他有任何意义吗? 他就是他,无数年来吸收了无数火神子民的精血和灵魂后,因为九头阎龙柱中其异的造化之力孕育而出的一头后天神兽。 天地生养,无父无母,绝无感情。 一切源自本能,他没有善恶之别,没有正邪观念,他只是纯粹出自本能的想要吞掉在场的所有人而已。 楚邪的头顶,大片火焰向内塌陷,猛地凝聚出了一只林甲林寻的龙爪,火神山体内传来一声低沉的龙吟,这只火焰凝成的龙爪猛地向下拍了下来。 方圆百丈的龙爪刚刚拍下,万鬼朝宗图内一只白骨林寻,通体阴火缭绕的白骨手掌重虫拍出,狠狠地和那龙爪撞在了一起。 一声巨响传来,楚邪的身体一晃,猛地单膝跪倒在地,一口血洼窝喷出了老远。 两行热泪滚滚而下,楚邪痛得扯着嗓子哭喊起来,我干你老母的,我爹,我爷爷从小都不敢碰我楚二少一根毛。 你他娘的敢打我。 楚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脑子里无数念头瞬间闪过,他已经找到了应付当前境况的最佳办法。 二帝为我护法。 我去斩了这丝。 哈哈。 想要吞我。 我还想吞了你呢。 楚天眸子里胸光闪烁,他低沉地咆哮了一声,眉心突然裂开了一条金灿灿的裂痕,紫霄金羊炉喷吐着滔天火焰,滚滚金燕化为一座烈焰神龛,护着楚天的灵魂,手持一柄剑气冲天的剑符呼啸着冲。 火神山体上一道道符纹流转,楚天的灵魂驾驭着紫霄金羊炉,把持着剑门老祖全力制作的那枚传承剑符,杀气腾腾的闯入了火神山内部。 楚邪呆了呆,他怒骂了一声极其难听的脏话,万鬼朝宗图卷起他和楚天的身体,捎带着一个鼠爷,同样一头扎进了山体。 第414章 危机破林 躲星阳 距离第二岛圈还颇有一段距离,一座荒僻的小岛上,大队大队无风峡谷五大家族的精锐严阵阵一带,属十座威力绝强的防御塔闪耀着夺目的灵光,微然矗立在小岛的边缘。 这些防御塔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风、雷、火、冰,各色不同属性的能量波动在空气中相互撞击,不时发出低沉犹如雷鸣的巨响。 规模庞大的舰队破浪而来,一条巨箭缓缓停靠在一个紧急修筑而成,很有些简陋的码头上。 虎大力扛着九龙斩天刀,低沉的呼喝了一声,从船头上一跃而起,重重的落在了码头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他扛着刀,大踏步的走到了站在码头上的楚鸦鸦和李灵儿面前。 两个小丫头已经长成了亭亭玉力的少女,见到虎大力,两女同时呼出一口气,显得轻松灵动了许多。 楚鸦鸦小碎步跑到了虎大力面前,向虎大力行了一礼,大力哥。 李灵儿则是恭谨的向虎大力行了一礼,笑着问候一声,虎师伯。 阿狗、阿雀、老黑从巨剑上一跃而下,他们好奇的东张西望着,尤其是那树石座高有百丈,形如望塔,但是表面密布着无数符纹,通体被一层厚厚光运笼罩,散发出强大危险气息的防御塔,更是被他们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几眼。 这两个丫头,就是大力哥说过的,天哥收养的妹子,和天哥的大徒弟。 阿雀笑容满面的凑了过去,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哪个是鸦鸦妹子? 叫我雀哥。 哪个是灵儿? 你得叫我雀师叔。 阿狗则是憨憨的点了点头,摇晃着脑袋说道,阿狗。 我就是阿狗。 老黑黑黑一笑,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老黑,黑哥。 黑叔。 随便你们小丫头。 虎大力哈哈笑着,得意洋洋的指着阿狗一行,将他们介绍给了楚鸦鸦和李灵儿,这才指着四周的防御塔,还有那些五大家族的精英战士问道,怎么回事? 怎么弄了这么大的阵仗? 一旁和虎大力同时下船的虎千山快步走了过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五大家族的管事,一行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虎大力和阿狗一行人,带着楚天从黑龙岛墙下的大队人马返回吴峰峡谷,按照原本的计划,他们会一路航行回去,虽然耗费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是胜在安稳,而且耗费较少。 几个月过去,还没等他们抵达第二岛圈,虎千山就收到了虎家的紧急令信,虎家用密法传讯,让船队使来了这座荒僻小岛。 而这岛上的阵势,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数十座防御塔的环绕中,一座直径三千丈的巨型传送阵正方滚出强大的灵力波动,四周的虚空都因为这座巨型传送阵的存在而隐隐扭曲。 这等规模的巨型传送阵,如果大阵使用的镇压空间的核心足够强大,只要舍得投入足够的极品灵精,足以让人横跨极其漫长的距离,比如说,从这里直接抵达第五岛圈。 天族大军压阵,天族近乎疯狂的在进攻第一岛圈,无数灵修势力或者被歼灭,或者崩溃逃窜,或者早早的撤离了第一岛圈。 在灵境监察室和巡察使者们的严厉监督下,第一岛圈,第二岛圈,第三岛圈的所有传送阵都已经被勒令停止了运转,尤其第一岛圈的所有传送阵,在天族先锋抵达之前,就已经被全部拆毁了。 他们就是害怕会有天族的力量通过传送阵侵入深层岛圈,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楚压压,李灵儿突然出现在这里,而且这里还有这么一座巨型传送阵保持运转,这怎么看都是不正常的事情。 尤其这座传送阵不管是通往哪里,一旦被灵境的安歇监察使发现,汉翠衙也好,无风峡谷的五大家族也好,都会有天大的麻烦。 真个要上纲上线的话,这等行为,几乎可以扣上勾结天族,图谋不轨的罪名。 大力哥,使压压和灵儿擅自做主了。 楚压压的脸色很难看,他急促的说道,我们收到消息,剑门要对你们下手,他们已经在抽掉力量,准备在半路上截杀你们。 前些日子,师尊和虎师伯前来第一道圈,接应狗,闻,几位师叔。 李灵儿看了看一脸憨直的阿狗,终究还是用几位师叔代指了他们所有人,狗师叔这名字,始终有点不雅。 他轻声道,师尊和虎师伯,似乎。 虎大力响起了楚天悍然催动太风巨剑,将那些拦路的剑门弟子撞得粉碎的场景,他抓了抓脑袋,重重的吐了一口气,嗯,是啊,我们撞死了不少人。 则,这剑门是不依不饶,和我们杠上了。 楚压压认真的点了点头,他们的好些人守在无峰峡谷窥似,现在莫峰总管已经在约束汉翠牙弟子,不许他们擅自离开汉翠牙一步。 我们担心虎师伯你们会遇到危险,这一路回去万里迢迢,耗时良久,剑门有无数机会下杀手,而且天足进犯,他们有无数的借口。 虎大力点了点头,他明白了这座小岛上的传送阵是怎么回事。 他看了看虎千山深厚的五大家族所属,五大家族都有高层在场,一个不少。 他们能够出现在这里,他们能够出现在这座巨型传送阵旁,这已经代表了他们的立场。 而且就算虎大力平日里再懒得动脑子,他也知道,楚天和自己不在汉翠牙,楚压压和李灵儿两个小丫头,他们哪里来的力量布置这么一座巨型传送阵。 唯一的可能,就是五大家族联手了。 此时此刻,也只有五大家族联手,才有可能布置这么一座巨型传送阵,瞒天过海将所有人接回第五岛圈。 虎大力和阿狗,阿雀,老黑交换了一下眼神,几人同时点了点头。 一条条巨剑靠上了小岛,潮水一样的人流涌下了巨剑,拍着整齐的队伍走向了传送阵。 一支被严密监视的队伍中,老黑熊惆怅的向着溪边望了一眼,然后摇着脑袋叹了口气。 回不去里。 得,回不去里。 就当俺战死了吧。 嘿,死了这么多主家的族人,回不去里。 传送阵内灵光闪烁,虚空微微颤抖一下,阵内的上万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距离这座荒僻的小岛不知道多少万里,第五岛圈内,笼罩了整个无风峡谷的庞大劲致悄然裂开了一条缝隙,平日里专门隔绝传送阵的劲致被五大家族联手解除。 汗脆崖广袤的山岭中,重重叠叠无数的阵法环绕着一座中空的大山,山腹中一座巨大的传送阵涌出一道强光,上万人影同时出现在传送阵中。 传送阵旁,轻夫子双手背在身后,面皮微微泛红的大声呵斥着,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别挡道,别挡道。 看到这条涌道了吗? 走进去,则,走进去。 顺着涌道走,不要停,不要挡道。 则,外面给你们安排好了筑地,有吃有穿,吃喝拉撒都有人管。 不许乱走乱晃,否则被阵法击杀,可不要怪我和翠牙心狠手辣。 轻夫子本性很利,心胸极小,根本不算什么好人。 纵然被楚天用大梦神典秘法收服,他也只是对楚天忠心耿耿,对外人们,他的性格可丝毫未改。 他尖声尖气地呼喝着,面容猙獰,气焰嚣张,配合上四周虚空中若隐若现的一道道流光,配合着四面八方无形却实实在在存在的恐怖威压,传颂阵中走出的大队人马平住呼吸,一个个乖巧无比地快速奔跑起来,顺着青夫子指点的方向奔跑了出去。 虎万叶等汉翠牙的核心弟子带着大群人手守在四周,对这些走出传颂阵的人虎视眈眈。 若是真有人挡赶乱来,四周大阵碾压而下,用不了一个呼吸就能将它化为积粉。 成群结队的奴兵不断地离开传颂阵,好些人走出传颂阵的时候,无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他们总算是脱离了天族的掌控,他们总算是脱离了这场该死的战争。 虽然不知道汉翠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相信无论去哪里,都比沦为天族的炮灰好得多吧。 山腹中无数人在忙碌着,而在汉翠牙的意识大殿中,气氛却剑拔弩张,沉滞到了极点。 空气几乎凝成了一块铁板,沉甸甸地压在所有人的心头。 大殿内,原本属于楚天的正中主位被一名白衣如雪的老人占据。 老人头发苍白如雪,腰身却挺拔如剑,他方面湿口,嘴唇好似涂了血一般,双眼开合之时,隐隐可见一道道电光闪烁,好似无数利剑横空,要将世间万物斩杀殆尽。 可怕的压力从老人身上释放出来,整个大殿的气氛就是因为他一个人而僵硬,死寂,空气中好似有无数柄冰冷的利剑隐藏,剑锋死死地贴在了所有人的身上,随时可能将他们斩成碎片。 李莫峰静静地站在老人的面前,低头看着悬浮在他面前的一卷长长的卷轴,一言不发,一动不动。 十几名白衣如雪的剑门弟子站在大殿两侧,目光冷立地看着李莫峰。 他们的目光好似一柄柄长剑,恨不得在李莫峰的身上穿出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大殿正门外,海虎怒牙身披重甲,死死咬着牙站在大殿中轴线上,摇摇和尸口老人正面相对。 尸口老人身上散发出的凌冽压力犹如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海虎怒牙的身上,压在他的灵魂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他已经在这股可怕的压力下崩溃。 但是他身后站着上千名海虎一族的精锐,他们组成了一座杀气腾腾的军阵,所有人的气息连为一体,在他们头顶化为一片煞云若隐若现,云头隐隐有一头白虎怒吼咆哮。 这座大阵更是和汗翠牙的护山大阵隐隐气和为一体。 虚空中一股无形的力量降落,稳稳护住了海虎怒牙等人的身体和灵魂。 狮口老人的气息很是可怕,但是在军阵和护山大阵的加持下,海虎怒牙站直了身体,他双手按在腰间剑柄上,只要大殿中的那些剑门弟子稍有异动,他就会拔剑而起,直杀进去。 这里是汗翠牙。 这里是海虎一族的家。 无论敌人是谁,他们想要动汗翠牙的一草一木,动汗翠牙的一个人,海虎怒牙就会和他们拼命。 他,还有他的兄弟们,就会和对方拼命。 海虎怒牙突然咧嘴一笑,不过是拼命罢了,这么多年来,海虎一族可都是拼着命才活下来的。 狮口老人不屑地看了一眼站在大殿门外的海虎怒牙。 区区海虎一族。 呵呵。 狮口老人咧嘴一笑,就好像一头鸡肠碌碌的凶兽裂开了嘴,站在他面前的李莫峰,甚至觉得,他似乎看到了狮口老人的满口白牙在那一瞬间闪过了一抹寒光。 晚辈,老夫的条件很是优渥。 狮口老人四平八稳地坐在原本属于楚天的大乙上,一个字一个字,不紧不慢,好整以挟地说道,老夫是第五岛圈的总督察使,负责此次大战,第五岛圈的全部作战事宜。 冷冽一笑,狮口老人的手指轻轻地在大乙扶手上一点,你们汗翠牙是炼丹宗门,战力不够强大。 老夫若是逼你们和天族厮杀,那是老夫有意为难你们,有意谋杀你们。 但是,作为总督察使,老夫有权让你们为前线奋勇作战的儿郎提供足够的丹药。 作为一个炼丹宗门,如果在战争期间,你们无法提供足够的丹药,那你们还有什么用? 你们肯定就是勾结天族,故意拉我堕兴杨灵修一脉的后腿,故意让我们陷入不利局面。 狮口老人轻描淡写的一指头点在大乙扶手上,却好似一柄无形的利剑莫名的穿透了李莫峰的身体。 李莫峰的身体一晃,向后亮枪了一步,但是他很快绷直了身体,牢牢地站在了原地。 无形建议伤损心脉,一口血涌到了嘴里,李莫峰强忍着心脉剧痛,强行将这口血吞咽了回去。 他不能有任何异样,否则海虎怒牙肯定会奋起杀人。 楚天不在,汉翠牙不能和剑门爆发冲突。 李莫峰很有分寸,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汉翠牙的大总管,楚天如此信任他,将偌大的一份积液托给他管理。 李莫峰就算是粉身碎骨,他也不能辜负楚天的信任,不能让这份积液出任何问题。 艰难地吞咽了几下,李莫峰微微一笑,露出了蒙着一层厚厚血水的牙齿。 一年的时间,炼制这么多的丹药,的确是困难了一些。 但是正如您所言,我们汉翠牙身为剁星羊的一份子,哪怕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完成这次的任务。 尸口老人看着那份悬浮在李莫峰面前的卷轴,满意的笑了。 很好,一年时间,完成上面所列的所有丹药。 数量不够,杀你满门,质量有缺,杀你满门,迟了一个时辰,杀你满门。 连续三个杀你满门杀气腾腾,李莫峰又是一口溺血冲了上来。 第415章 一剑之威 汗脆牙,正殿中 方面尸口的老人咧嘴一笑,红润异常的嘴唇上似乎有血要渗出来,就好像他刚刚生吞活剥了好几个大活人一般惨力。 背着双手,站在李莫峰面前,尸口老人轻声笑道,看,老夫谨守规则,此番大战要紧,老夫绝对不会不告而诛。 你汗翠牙,和我剑门有怨。 换成平日里老夫的脾气,早已一剑将你满门上下诛觉。 但是非常时期,老夫守规矩,嘿嘿,谁让有几个真正的老不死,他们已经亲自出了灵境,统筹此番大战呢。 所以啊,老夫要杀你们汗翠牙满门,一定要按照规矩来。 军令如山 哈哈,军令如山 老夫喜欢这个词 这份订单,你们汗翠牙若是完成不了。 一年之期,你们若是不能暗制暗量的提供这单子上的单药,霍霍,老夫定然亲自出手,杀你们寸草不留。 尸口老人轻轻拍了拍李莫峰的肩膀,沉声道,记住老夫的名字,罗氏一脉,剑九长老就是我。 剑九长老手掌轻轻的在李莫峰的肩膀上拍了三下,每一下他的指缝中都隐隐有寒光闪烁,李莫峰的身体微微一晃,每一次拍击他五脏六腑都好像被末盘碾压,而且是生满了尖锐道次的末盘,碾得他不断溺血倒冲。 最后一下轻轻拍下,李莫峰再也无力将溺血吞咽下去。 他张开嘴,一口血剑顺着他紧闭的牙齿缝隙喷了出去,血水潺潺顺着下巴流淌下来,染红了他身上的一球白衣。 嘿嘿。 剑九长老满意的看了看李莫峰被染红的衣衫,大笑着背起双手大踏步向大殿外走去。 十几名剑门弟子幸灾乐祸的看了一眼李莫峰,趾高气扬的,学着剑九长老的做派,昂着头,背着手,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的走出了大殿。 李莫峰站在大殿中纹丝不动。 五脏六腑剧痛如脚,但是他完全没心情注意体内的剧痛。 他心情沉重,一颗心就好像被油锅烹炸一般,身体不断的微微颤抖。 悬浮在他面前的这份卷轴,就好像沸腾的一口油锅,将他的心整个泡在里面。 剑九长老列出的丹药订单,数量极其庞大。 不提其他数量惊人,堪称天文数字的普通丹药,诸如各种内伤,外伤的疗伤丹药,各种驱毒,辟邪的辅助丹药,各种刺激性短时间强行提升战力的潜能催发丹药等等。 这些丹药种类繁多,数万种丹药,每一种丹药的订单数量都在千万颗以上。 李沫峰死死的咬着牙,眸子里精光散乱,五脏六腑内血气混乱,体内伤势极重,更重要的是他此刻心情焦虑异常,精神压力极大,精神损耗极重,身体微微摇晃着,他几乎要昏厥过去。 数万种丹药,每一种丹药的订单数量千万以上。 这只是普通的中低级的灵丹,以汉翠芽如今的弟子人数,他们全都是三头六臂的炼丹奇才,他们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内炼成这么多的中低级灵丹。 或许楚天炼丹的能耐极其强悍,或许他和清夫子等老丹师联手,有可能在一年内完成这份订单。 但是还有一份数量同样庞大,品阶更高的下人的上品,极品灵丹等着楚天等人。 能够肉白骨,起死人的救命灵丹,一共七十二种,每一种的数量在百万以上。 能够愈合灵魂,治疗灵魂伤势的各色灵丹,一共三十六种,每一种数量同为百万以上。 林林种种各色高级,顶级的灵丹加在一起,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以清夫子等老丹师平日里表现出的炼丹水准,这一份订单上的灵丹,估计要耗费他们上百年时间,才有可能完成。 最后,剑九长老汉然要求汉翠牙在一年内,提供十二万粒万年丹。 修饰大战,免不得伤残肢体,损毁本源,燃烧灵魂,伤及根本,万年丹是最有效的补充根源,强壮惊血的丹药。 越是高阶修饰,对万年丹的需求就越强烈。 十二万粒万年丹,李莫峰看着卷轴最后一行,用朱红色大字表明的丹药种类和数量,他不由得咧嘴惨笑,这真是赶尽杀绝,一点余地都不给了。 这么多万年丹? 大战已经爆发,市面上所有的丹药原材料的价格都在飞涨,各家各户都在囤积丹药原材料,你拿着足够的灵精,也买不到足够的原材料。 尤其是万年丹这种热门丹药,如今在无风峡谷这样的交通药道,商贸中心,你能采购到一千颗万年丹的炼制材料,就算你有能耐了。 十二万颗万年丹? 不要说炼制的难度,汉翠牙连炼制这些丹药所需的材料零头都凑不齐。 天师啊! 李莫峰惨笑了一声,要他打理各种日常事物,心细如发的李莫峰是一把好手,但是这等惊涛骇浪,他李莫峰的小身板扛不住啊。 天师! 你还是赶紧回来! 李莫峰摇摇头,他不敢转身,唯恐让海虎怒牙看到自己被打得吐血的惨状。 他必须要等,等到剑九长老等人离开汉翠牙,才能出去召集门人,商量对策。 他害怕海虎怒牙若是看到自己此刻的模样,会突然暴起发难。 剑门弟子强悍异常,剑九长老修为莫测,李莫峰真不敢给他们寻衅滋事的借口。 剑九长老一步一步的走出了大殿,他心情畅快的欣赏着汉翠牙秀美瑰丽的风景。 尤其是脚下这株生长得越发巨大,树干高度挤进万丈的老金柜,更是让剑九长老赞叹不已,好一颗老金柜,嗯,等事情妥当了。 这株大树,当移栽到老夫前修的剑锋之下,想来对老夫闭关前修,参悟剑道大有好处。 一群剑门弟子纷纷配合的笑了起来,他们向着四周指指点点,点凭着汉翠牙还有什么东西适配得上剑九长老身份的。 海虎怒牙缓缓向剑九长老挪动了两步,他从剑九长老的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这股血腥味,显然不属于剑九长老。 海虎怒牙的嗅觉灵敏,他嗅到大殿中,李莫峰身上的血腥味更加的浓郁。 眸子里闪烁着凶残的光芒,海虎怒牙带着海虎一族的兄弟们缓缓的围上了剑九长老,在海虎怒牙的思维中,他可不知道什么叫做碧其锋芒,什么叫做委曲求全。 小猫儿,你想如何? 剑九长老笑呵呵的看着海虎怒牙,轻描淡写的弹了弹修长而有力的手指,哈,海虎一族,那些海球还真是无能,这么多年了,居然还留下了你们这一只苗翼苟延残喘。 海虎怒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缓缓的举起了手中长剑,你,打伤了莫峰大叔。 大殿内,李莫峰浑身汗毛骤然炸开,他猛的转过身,下巴上一溜耳血水甩飞了老远,他盯着海虎怒牙立声喝道,怒牙,退。 你想干什么? 剑九长老是我和翠牙贵宾。 不。 他是敌人。 海虎怒牙低沉的咆哮着,他原本就微微有点勾楼的身躯,此刻勾楼的越发厉害了。 李莫峰下巴上,衣衫上的血,就好像一根烧红的针,深深扎进了海虎怒牙的眼睛,烧得他双眼惧痛,痛得他的脑僵子都似乎燃烧起来。 一瞬间,李莫峰身上的血,突然变成了海虎怒牙少年时见到过的,那些刚刚出生,就被族中长老低声哭泣着掐死的小海虎嘴里流出的血。 他们海虎一族啊,已经如此卑贱,如此沉沦的活了这么多年。 无数条小海虎的命,压得他们挺直不了腰杆,让他们没有脸抬起头来直面试人。 楚天和虎大力一手将他们从沉沦中拔了出来,让他们从那卑贱可怜的命运漩涡中拖出身来。 这几年他们亡命的修炼,亡命的操练,为的就是总有一日,他们能够挺直了腰杆,像个真正的活物一样的活着。 耳边响起了无数刚刚出生的小海虎临死前的悲鸣声。 耳边响起了那些亲手掐死瘦弱的小海虎的长老们的哭泣声。 耳边响起了那些声下了一窝小海虎,却被逼要决定留下哪一头小海虎,抛弃其他所有孩子的海虎母亲绝望的嚎叫声。 海虎怒牙的眼睛红了,敌人! 敌人就是敌人! 哪怕披着贵宾的皮! 手中长剑发出低沉的鸣叫声,海虎怒牙挺直了腰杆,向剑九长老猛的踏上前了一步。 或许是太久没有挺直过腰杆了,海虎怒牙挺腰的时候,他的腰部骨骼发出了刺耳的咔咔声,一股无法形容的酸麻长色传来,海虎怒牙浑身击凌凌的打了个寒颤,身上似乎突然有某些东西被打破了。 一声长啸,海虎怒牙和他身后所有海虎战士头顶煞气凝聚的煞云翻滚,煞云中一头若隐若现的白虎虚影突然凝成了一头栩栩如生的带翅白虎。 白虎向前飞扑,1296名海虎战士的全部力量凝成一体,疯狂地注入了海虎怒牙的身体,涌入了他手中的长剑。 这是白虎杀阵的至强一击。 锋芒毕露,煞气生疼,海虎怒牙浑身皮肤崩裂,大片血水犹如喷泉一样喷出了数十不远。 他自身的力量并不强,他的肉体力量也无法承受整个白虎杀阵全部杀力的灌注,在阵法的带动下,千多名海虎战士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牵动着四周天地零碎注入海虎怒牙的身躯,此刻在海虎怒牙手中凝聚的力量,几乎逼近一条真龙之力。 哈! 海虎怒牙怒笑。 咔咔咔巨响声不绝于耳,海虎怒牙体内似乎有某些奇异的隔膜被击破了,大量黑色的粘稠的血浆不断从他伤口内喷出,他低声嘶吼着,手中长剑化为一颗尖锐的,极长的獠牙,尖笑着轰向了剑九长老。 剑九长老的瞳孔骤然一凝,眸子里两柄小剑猛的亮起。 他嬉笑的冷笑了一声,米粒之珠,也放光芒,嘿,一条真龙之力。 这杀阵,不错。 能够从剑九长老这里得到一个不错的评价,可见海虎怒牙他们,的确将白虎杀阵推演到了一个极其不错的境界。 长剑在崩解,在急速的崩裂,这柄长剑同样无法承受这一股堪比一条真龙之力的距离贯注。 海虎怒牙双手紧握剑柄,强行控制着剑体内那股爆炸性的能量,狠狠的一箭轰出。 剑九长老犹豫了一下。 他在犹豫,是否真的要出手? 放在平日,他已经直接出手将海虎怒牙等人斩杀。 但是非常时期,从灵静真正的主宰三仙宗中,有几个真正的老不死冒了出来,直接插手这次的大战。 在这些老怪物面前,剑九长老也就是一根细嫩清脆的小水葱。 若是他亲自出手,会不会引发某些不好的后果? 剑九长老犹豫了,在这一刻,他通明清澈的剑心,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云。 桀骜不逊的本性,终究是被那几个老不死可怕的传说给压弯了。 无视差距,海虎怒牙敢于向剑九长老出剑。 全是吓人,剑九长老却不敢出剑冒犯老怪。 十二名跟着剑九长老登门和翠牙,威逼李莫峰的剑门弟子齐声冷笑。 他们没有看出白虎杀阵的可怕,他们心高气傲的拔剑而出,组成了一座混圆一体的剑阵,剑光如雨,荡起一道道瑰丽的梅花,纷纷扬扬向海虎怒牙笼罩了过去。 不愧是剑门的精英弟子,十二名剑门弟子从出手到组成剑阵,再到剑阵之力凝成朵朵梅花反噬海虎怒牙,整个过程耗时极短,几乎是他们动念之时,剑光就已经迎上了海虎怒牙。 朵朵寒梅凝聚一体,化为一朵三丈大小的森冷梅花挡在了海虎怒牙面前。 十二名剑门精英瞬间爆发全部的力量,他们常见铿锵,剑气凌空十二人的力量凝聚为一体,居然拥有了将近一条真龙八成的威能。 他们的剑势,剑路更是精妙无比,从四面八方向海虎怒牙围绕了上去。 比起海虎怒牙直来直去的粗暴剑路,海虎怒牙若是一块黄泥,这些剑门弟子的剑道就华美归立犹如一块羊之美玉,挑不出半点而瑕疵。 铿锵一声巨响,海虎怒牙手中长剑崩成了无数碎片。 碎片蹦践出去,海虎怒牙两条手臂被无数碎片打得稀烂,双臂被打出了无数的透明窟窿,骨骼被打得粉碎,两条手臂几乎彻底废掉。 一声虎啸冲天而起,白虎杀阵狠狠撞在了那朵森冷瑰丽的寒眉上。 寒眉崩裂,一股无法阻挡的恐怖距离袭来,十二名剑门弟子同时手臂折断,剑锋催折,纷纷喷出一口老血,被距离轰飞三百丈外。 第416章 灵霄白虎杀 吼 饶是双臂被重创,海虎怒牙不顾几乎粉碎的臂膀,挺直了腰身,发出一声煞气冲天的怒吼。 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海虎怒牙,从他身后劣阵的1295名海虎族人的心脏涌出,好似一股滚烫的岩浆,瞬间充斥全身,烧得他们浑身通红。 从肉体到灵魂,海虎怒牙这些海虎一族的年轻精英们,他们全部释放出夺目的光芒。 新鲜的生命力充斥全身,海虎怒牙欣喜欲狂的仰天怒吼,他身后的族人兄弟们同样发出了欢喜的吼声,这一次,海虎一族没有后退,没有闪避,哪怕敌人是剑门的长老,他们依旧迎头顶了上去。 他们的腰杆,挺得笔直。 李莫峰站在大殿门口,他双手紧紧握拳,死死的盯着剑九长老。 楚天离开时,交给他的汉翠牙护山大阵掌控令牌被他捏得咔咔作响。 只要他念头一动,摩河阵图演化的无穷大阵就会全力发动。 哪怕是剑九长老,以摩河阵图的威力,以支撑整个阵图运转的能量核心,七巧天公白玉轴感提供的庞大天地零水,只要轻轻一击,剑九长老也会粉身碎骨。 但是, 李莫峰的目光扫过远处的一排排殿堂,扫过那些普通的汉翠牙弟子。 汉翠牙如今有弟子数万,他们的家人,还有那些负责种植各色药草的药工加起来,数量几近百万。 杀死一个剑九长老,不难,剑门若是全力报复,该当如何? 更不要说,大战期间,汉翠牙作为第五道圈无风峡谷一个小小的炼丹宗门,居然敢灭杀灵精派遣的总督察使。 李莫峰深吸了一口气,强行按捺住了冲动。 杀一人容易,如何保住汉翠牙的积业安全,这才是李莫峰作为汉翠牙大总管应该考虑的问题。 心如油烹,李莫峰死死的盯着海虎怒牙几乎粉碎的双臂力声喝道,怒牙,退回去。 水给你的胆量,让你党敢冒犯本门贵宾的。 退回去,我罚你,还有你们,面壁思过千年。 海虎怒牙转过头来,他看了一眼满脸是血的李莫峰,突然咧嘴一笑。 莫峰总管,你和族里的长老们,真像。 海虎怒牙笑着,真的,温文尔雅,温厚淳和的李莫峰,真的和海虎一族的长老们很像很像。 他们总是瞻前顾后,为了族人的安全而操心。 但是很多时候啊,你温和了,温厚了,斯文了,手里了,人家不这么想。 人家拿着刀子,顶在你的脖子上,逼你做不乐意的事情的时候。 甚至是一心一意想要灭你全家的时候,温和,斯文之类的东西,全去见鬼吧。 海虎怒牙看着李莫峰欠然一笑。 他,还有这些海虎一族的兄弟们已经挺直了腰杆,他绝对不容许腰杆再次弯曲下去。 死则死矣,海虎一族已经死得够久了,这一次,海虎怒牙想要按照自己的任性,好好地活一次。 白虎结堂所属,来。 海虎怒牙大吼了一声,他狠狠一跺脚,挂在他残破的手腕上的那镯寒光一闪,一根白银围棋杆,通体银白的大旗呼啸着冒了出来。 大旗上一头面容猙獰的飞虎展翅腾空,仰天长笑。 一股烈烈煞气冲天而起,海虎怒牙的吼声传出了老远老远。 一条条脚见敏捷的身影快速地蹦跳而来,这是海虎一族的年轻战士们,他们当中好些人身高不过六尺高下,在海虎一族只属于未成年的少年。 上万名被挑选加入白虎洁堂,修为低威,实力不强的海虎战士飞奔而来,毫无所惧地站在了海虎怒牙的身后。 和亲身经历过海虎一族最黑暗的生存阶段的海虎怒牙等兄长相比,这些年轻的海虎族人朝气蓬勃,热血更胜。 他们毫无所惧地组成了一座规模庞大十倍的白虎沙阵,昂首挺胸地站在了剑九长老的面前。 十二名被轰飞的剑门弟子,这时候才哆嗦着爬了起来。 他们双臂折断,可怕的剑气在他们身上撕开了一条条身可挤鼓的伤口,海虎怒牙聚集大阵的力量全力一击,杀伤力虽然被十二个人分担,依旧对他们造成了惨重的伤害。 好几个剑门弟子手当其冲,他们的肋骨都折断了不知道多少,一个个口吐鲜血,摇摇晃晃好容易才站稳了身体。 和那些熊啾啾,气昂昂的海虎战士相比,这些剑门弟子头发散乱,气息凋零,脸上狂傲的表情依旧,但是狂傲中却又多了几分惊恐和怀疑,乍一看去,真个好像是一群高傲的孔雀,却被一群粗暴的狗熊扑倒后扒光了身上华丽的羽毛,一个个狼狈到了极点。 有点意思。 剑九长老慢慢的拔出了腰间佩剑,他缓缓笑道,有点意思。 老夫必须要承认一点,你们汗脆牙的人,胆子是一个比一个大。 冷笑一声,剑九长老立声喝道,既然你们胆子这么大,老夫,就帮你们削得小一些。 剑芒一闪,两道华丽的剑光宛如星河飞铺,哗啦啦带着巨大的响洞向海虎怒牙劈去。 高有十几丈的弧形剑光飞掠而过,以老金贵的树光为基础的广场被撕开了两条巨大的裂痕,无数残破枝叶飞起树十丈高,老金贵的树干深处,顿时传来了一声低沉的怒吼。 一张若隐若现的老人面孔在一只细小的枝条上出现,老树怪神色阴沉的盯了剑九长老的背影一眼,悄然隐去了身形。 剑光呼啸,弧形的剑光中无数拳头大小的荧光犹如流星飞坠,相互撞击,蹦射,剑起一缕缕刺目的光滑,组成了一片灿烂的星海。 剑气眼看就要劈到海虎怒牙的面前,矗立在海虎怒牙面前的白虎杰堂大旗光滑闪烁,一缕缕云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汗翠牙的一重户山大阵被调动了。 喂! 海虎怒牙大喝一声。 黄色神光闪烁,天地零碎在海虎怒牙面前凝成了一块巨大的圆盾,直径超过百丈的圆盾上一座山峰虚影闪烁不定,两道剑光重重的披在了圆盾上。 直径过百丈,后达六丈开外的土盾剧烈的震荡着。 星光如飞铺,团团星光旋转不休,无数星光相互撞击剑射,蹦出无数条刺目的光滑。 土盾不断后退,缓慢的后退,土盾表面一道道裂痕不断出现,刺耳的碎裂声震得人头昏目眩。 白虎结堂的旗帜剧烈的摇摆着,一道道浑厚庞大的天地零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不断被魔喝阵图转化为土属性天地零水,不断填充进盾牌中。 海虎怒牙猛的吐了一口鞋,他踉枪着向后不断倒退。 魔喝阵图的威力宏大,但是此刻,海虎怒牙掌控大阵,庞大的天地零水不断通过他的身体,不断涌入前方土盾和头顶煞气凝成的白虎虚影。 他的身体,太稚嫩。 他的修为,不够强。 他无法充当一个完美的杀阵核心,他无法承受太过于剧烈的大阵之力的冲击。 剑九长老淡然冷笑,他抬头看着天空,充满自信。 无比巨傲的冷笑道,老夫的剑道,在剑门当代长老中,排名不入前百,更不要说,和一众隐修的起诉相比。 深吸了一口气,剑九长老吏声喝道,只是,老夫的剑道,却是天地星辰之剑。 日月星辰,都是老夫的剑。 而等,可能抵挡天地星辰之力。 剑九长老手中造型旗鼓的长剑缓缓扬起,天空中白日里日月星辰同时现身。 一缕缕属性不同的星光倒卷而下,穿透了并没有全力发动的汗翠牙护身大阵,呼啸着落在了剑九长老的长剑中。 剑九长老全身蒙着一层淡淡的七彩光芒,无数缕奇光一彩缠绕全身,好似为他披上了一剑瑰丽的红尼甲昼。 他手中长剑一弹,漫天星辰之光凝聚在剑峰上,瞬间化为两条冰冷刺骨的荧光呼啸而出。 无数团拳头大小的荧光在剑光中蹦跳冲撞,发出铿锵有力的金铁鸣叫声,不断蹦射出刺眼的强烈光芒。 两条剑光飞快地追上了之前的两道剑芒,与其合并为一体。 长达百丈的弧形剑芒呼啸而去,狠狠劈砍在厚重的土盾上。 土盾剧烈地震荡着,一条条深深的裂痕不断地出现,海虎怒芽身体剧烈地震荡跳动,不断吐出一口一口的鲜血,大震反噬,他的皮肤上裂开了一条条可怕的伤痕,不断喷出粘稠的血浆。 眼看海虎怒芽就要因为剑酒长老施加的可怕压力,直接肉体崩毁而亡,一声高亢的怒吼远远传来。 谁敢动老子的狐崽子?一道黑光贴着老金贵的树冠平地卷来,黑光中九条猙獰的魔龙摇头摆尾,发出惊天动地的龙笑声,震得人头昏目眩。 剑酒长老猛的挑起了眉头,他灿然笑道,好,这一道,有三分意思。 若你练剑,凭这一剑之威,当可为我剑门真传弟子。 千丈之外,虎大力狂奔而来。 他刚刚通过传送阵返回汉翠牙,就听闻有人上门逼迫李莫峰,威压汉翠牙,他气急败坏地立刻赶了过来,远远地看到海虎怒芽陷入绝境,他立刻全力发出了一刀。 九龙斩天刀威力绝大,配合虎大力的全力一击,刀光凛冽,杀意惊人。 刀光所过之处,虚空都为之隐隐扭曲。 如此威猛狂暴的一刀,在剑九长老嘴里,不过是有资格成为剑门的真传弟子而已。 须知道,他带来汉翠牙耀武扬威的十二名剑门弟子,可是轻一色的,不是真传。 剑锋一点,好似亿万星辰从剑尖喷薄而出,伴随着刺耳的裂空声,无数点银色剑光撕裂虚空,重重打在了虎大力挥出的刀光上。 刀光崩解,九条黑龙土崩瓦解,无数星光呼啸而去,眼看就要淹没虎大力魁梧的身体,他身上一缕白光闪过,凭空从圆的消失了。 剑九长老恶然挑起了眉头,不可置信的看着虎大力消失的方向。 这是,破空顺一把。 舵星阳身处空间稳固,越是靠近灵境,虚空就越发的结构坚固。 第五岛圈,无风峡谷,已经算是比较深层的岛圈,以虎大力的修为,就算他再强大百倍,也不可能拥有破碎虚空,挪一万里的能力。 但是他居然做到了。 一抹白盲闯入了几乎崩溃的白虎沙阵中,虎大力掏出一根散发出浓郁芬芳的灵药,胡乱的塞进了海虎怒牙的嘴里,然后一脚将他踢出了大阵。 来! 他左手一把握住了凌空狂舞的白虎结堂大旗。 其面一道道奇异的流光闪烁,庞大的天地零碎呼啸而来,不断注入虎大力的身体。 虎大力身后,上万海虎战士的气息凝成一团,宛如实质的煞气同样轰入了他的体内。 虎大力哈哈狂笑,他一刀劈出,将面前吐黄色的巨盾劈得粉碎。 消极被动的防御喝,这可不是他虎大力该做的事情。 哪怕明知道对方是极其可怕的对手,自己很可能一头撞的头破血流。 磨合阵图动了。 虎大力能够调动的阵图力量,可比海虎怒牙强出了许多许多。 一道肉眼可见的天地零碎宛如一条宽达万丈的瀑布,在大阵的极力抽取下,不断注入虎大力身体。 虎大力身后,两对巨大的白色羽翼猛的生长出来,伴随着沉闷的响声,一片片白色羽毛凌空飞旋,一股莫名的空间之力聚集在了虎大力的身上。 身高膨胀到了十丈高下,虎大力双眼喷出丈许长的白光,死死的盯着面前呼啸而来的剑芒。 过于庞大的力量轰入体内,虎大力的身体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他低沉的嘶吼着,一股莫名的力量从他的血脉中喷泊而出,瞬间充斥全身。 血脉的力量在燃烧,涌入体内的煞气也好,天地零碎也好,都被燃烧的血脉之力压缩成了一股白色,透明的纯净空间之力。 虎大力突然察觉,他对空间的波动敏感了无数倍。 他能清晰的感受到,方圆百里内一切的空间变化。 他好似,随手能够斩破虚空,随手能够破碎苍穹。 他一刀斩出,整个人都化为一道白光,融入了批出的白色刀芒中。 灵霄白虎杀。 虎大力以他全部的精气神,用他最顽固的战意和斗志,砍出了他活到这么大威力最强悍的一击。 刀光如雪,不过巴掌大小。 雪光一闪,剑九长老随手挥出的剑光轰然崩裂,就好似被巨石烘碎的水晶屏风一样,无数荧光炸得漫天都是。 光芒闪烁中,剑九长老不可置信的闷哼了一声,身体亮腔着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他的胸口,一抹血色急速扩散开。 第417章 天火叫圣女 嗷吼 巴掌大小的刀光炸裂开,一柄黑漆漆的长刀重重飞出,顺着老金贵的树冠表面滑出老远。 来自太古时代的九龙斩天刀通体缠绕上了极细的,肉眼几乎看不清的白色纹路,不断地喷出一缕缕扭曲的透明波动,原本凶悍的长刀,如今更多了几分莫名的神异气息。 虎大力从爆裂的刀光中显出身形。 此刻他身高三丈,而且他气息稳固,很显然,这三丈的身高,已然成为了他的常态体型。 原本魁梧的身躯变得瘦削了许多,刚刚的爆发,消耗了他巨量的精血,身高拔高了一大截的虎大力,变得皮包骨头,却不显瘦弱,反而显得格外的精神抖擞。 他背后的两对白色羽翼张开后,一盏超过了二十丈。 巨大的羽翼,瘦削的身形,他就好像一头刚刚破茧的蝴蝶,散发出让人窒息的美丽和强大。 一波波透明的空间波动不断从他体内喷涌出来,他身体四周百丈内的空间犹如流水一样,随着他的呼吸而缓缓旋转着。 肉身更强大,灵魂更坚韧,更重要的是,虎大力灵霄白虎的繁祖血脉,在这次疯狂的血脉燃烧中,因为庞大的天地灵髓和煞气的灌输,因为激烈的激发和冲突, 灵霄白虎的血脉发生了二次异变。 第一次异变,是在盖州山林中,紫霄生用血脉繁祖大阵,让虎大力退去了繁俗猛兽的血脉,激发了一丝微不足道的仙祖血脉,顺利化为灵霄白虎。 二次异变,原本只能算是普通水准的灵霄白虎血脉,浓度和强度都提升了十倍以上。 之前的虎大力,若说他是灵霄白虎中的平民,此刻他俨然已经是灵霄白虎一族的王族存在。 血脉力量更加强大,对空间力量的掌控更加精准,更加的得心应手。 嘿嘿。 怪笑一声,虎大力伸出右手向虚空一抓,他的手掌穿梭空间,直接出现在九龙斩天刀前,一把将长刀握在了手中。 手臂缩回,长刀直接出现在身边。 虎大力转身看着胸口被破开了一条持续长透明伤口的剑九长老,脸色阴郁的看着他。 老家伙,听说,你对我汗翠牙很不客气。 虎大力问声问气的说道,我很奇怪,你怎么进入的汗翠牙? 墨峰总管,这老家伙怎么进来的? 汗翠牙有众重大阵保护,楚天离开时,更是叮嘱李墨峰不要让外人进入汗翠牙。 无论是任何人来,只管让五大家族的人去交涉就是。 剑九长老这样对汗翠牙怀有极大恶意,更坚实力强悍的老家伙,怎么样都不能让他进入汗翠牙? 李墨峰老程稳重,他怎么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李墨峰看着胸膛上开了一条缺口的剑九长老,苦涩的摇了摇头。 家门不幸,这位剑九长老,是藏在了我李氏族老李友才的随行之人队伍中,混入汗脆压的。 今日事后,我定然让李友才给本门一个交代。 李墨峰紧紧的抿着嘴唇,薄薄的嘴唇拉成了一条直线,显得格外的锋芒逼人。 虎大力背后羽翼轻轻招展,他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李友才那老家伙呀。 得了,这就不奇怪了。 不奇怪。 剑九长老缓缓转过身,他低头看着胸膛上的那一条透明缝隙,黑黑的怪笑起来,老夫倒是觉得很奇怪,你怎敢对老夫出手? 你怎敢打伤老夫?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剑九长老胸口的伤口上有极其刺目的剑芒闪烁。 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一缕缕锋利无体的星辰剑芒从他体内冲出,不断冲击伤口附近残留的空间波动。 短短一个呼吸间,剑九长老胸前的伤口就被一缕缕极细的剑芒填充完毕。 瞬息之后,伤口就已经全部愈合,再没有留下半点儿痕迹。 剑九长老低头看了看胸膛上的伤,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 他凝视着虎大力,很是严肃的说道,小儿,若是你愿成为老夫族中后裔的坐骑,看在你血脉非凡的份上,老夫留你一条生路。 虎大力咧嘴一笑,他身边犹如水波一样缓缓旋转的虚空悄然凝聚,化为一道道白色透明的光纹向他手中长刀汇聚了过来。 九龙斩天刀上光芒营绕,不断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好似有一头怪物在里面酝酿,随时可能爆发出致命一击。 你说,大力哥在这里将你们全部干翻,会有人知道吗? 虎大力嘴里慢慢生出四颗长长的獠牙,长牙白生生的闪烁着刺目的白光,在他的嘴唇外相互交错,格外的刺目。 白虎沙阵不断凝聚庞大的煞气,不断注入虎大力身躯。 他干瘪的,皮包骨头的身躯迅速的丰满盈润,气息节节拔高,可怕的气机汹涌,身后的羽翼不断有白色羽毛脱落,纷纷扬扬的飞起老高,然后化为一缕一缕白色的空间力量不断融入虎大力身躯。 剑九长老和十二名剑门弟子脸色骤然一变。 他们突然醒悟,汉翠牙的这群家伙,完全不能用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待,完全无法用正常人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他们的下一步动作。 楚天敢用太风巨剑撞死他们的同门。 甚至罗剑林的死,汉翠牙都脱不了嫌疑。 虎大力要将他们斩杀当场,这话听起来可笑,但是万一他真能做到呢? 剑九长老有点后悔,他出门来找汉翠牙麻烦的时候,为了避免引起那几个督战的老怪物的注意,他居然没有向任何人报备他的行踪。 若是他真个死在汉翠牙,只要汉翠牙的手脚干净一点,毁尸灭迹之后,谁能相信堂堂剑门罗氏一族的剑九长老,会陨落在第五岛圈一个小小的丹药宗门。 小儿,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说这样的话,就证明你往日里也是一穷凶极恶之徒。 剑九长老瞳孔凝成了针尖大小,很是冷力的呵斥着。 一边呵斥虎大力,剑九长老手腕上的纳灼光芒闪烁,一件又一件防御性的质宝不断浮现。 贴身软甲护心镜,护身宝衣大喝场,九龙夺珠白玉冠,七宝指环龙凤沛,一道道灵光闪烁,剑九长老请客间将自己武装到了牙齿,身上同时冒出了超过二十件各有妙用的防御质宝。 虎大力,李莫峰还有骸虎一族的战士们都看傻眼了。 刚刚剑九长老身上,分明就是一件白衣,除此之外,他身上并无常物。 而且就连那一件白衫,也是普通麻布之城,没有任何附加的神奇。 老家伙,你可真够怕死。 虎大力大口大口的吞咽着大阵汇聚而来的天地零水,死死的盯着剑九长老。 李莫峰后退了几步退回了大殿中,大殿内各处梁柱光芒隐隐,大阵附近的防御大阵已经开启。 操控汉翠崔牙护山大阵的令牌就在他手中,正在不断放出淡淡的光运。 李莫峰在逐层的开启护山大阵,尤其是各种困、杀、禁锢之类的大阵,他更是优先开启。 楚天不在,李莫峰只能委曲求全,竭力保住汉翠崖牙的基业。 虎大力回来了,作为楚天的兄长,他说要全力击杀剑九长老,那么李莫峰定然全力配合,这就是他李莫峰的人生价值观,他从来不做于归的事情,但是一旦他认定的效忠对象有了任何决策,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去竭力完成。 哪怕粉身碎骨。 是为知己者死。 虎大力嘎嘎笑了起来,他指着剑九长老笑道,之前你只穿一件白衣,老子还以为你多穷呢。 没想到,你身上有这么多零碎玩意。 嘖嘖,看起来,都很值钱。 每一剑都是真骨灵器。 剑九长老浑身闪烁着珠光宝气,他傲然道,这就是我罗氏一族的底蕴,老夫随手,就能拿出数十剑防御力惊人的真骨灵器。 冷哼一声,剑九长老冷笑道,我剑门宗旨,一剑可破万法,门人弟子为剑是命,根本不需要其他外物。 老夫此番。 虎大力很不客气的冷笑起来,此番你被老子差点一刀劈死,觉得性命堪忧了,就不顾什么一剑破万法的牛皮了,脸皮也不要了,取出这些压箱底的货来保命了。 剑九长老黑黑冷笑,巨傲地挑起了下巴,一副老夫不屑于和你这等后生晚辈解释的模样。 破空声传来,虎千山踏着一道刀光飞奔而来,众虫落在了虎大力身边。 手持一块传讯玉牌,虎千山看着站在大殿中的李莫峰大声吼道,莫峰总管,我虎家老祖请见。 还请开启护山大阵,让我虎族老祖进来。 剑九长老的瞳孔骤然放大,身上灵力的气息不自觉地消散了大半。 有人要进入汉翠牙。 只要有人进来了,剑九长老就不信汉翠牙敢当众击杀自己。 他紧张地看着虎大力,他心知肚明,李莫峰不能决定什么,此刻掌握了局势的,是这头魂不吝的白虎精。 剑九长老暗恨,若是这次能够平安脱身,他一定要纠集同门,再入汉翠牙,给汉翠牙一份严酷十倍的丹药订单。 李莫峰看向了虎大力。 虎大力犹豫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虎千山。 缓缓点了点头,那,就请虎家老祖进来吧。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这老家伙,不能轻易离开。 天歌儿不在,汉翠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算计的地方。 虎大力眸子里闪过一抹今年汉匪才有的煞意,他凝声道,老家伙,以大力哥的脾气,就算拼光了汉翠牙,也不会让你们这群老杂碎轻松占了便宜。 虎大力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他沉声道,天歌儿从小有一句话,我虎大力很喜欢,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敢回我汉翠牙基业,我们就敢豁出去所有弟子门人的命和你拼命。 大不了,事后杀你全家报复回来。 虎千山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剑九长老瞳孔再次凝成了针尖大小,他听出了虎大力言语中坚定不移的狠辣之意。 他不由的也心生无穷杀鸡。 虎大力这等人,一定要一棍子将其打死,绝对不能给他留下任何生存的余地。 否则的话,未来他罗氏一族真会有无穷的麻烦,他罗氏一族的门人弟子,还要不要出门行走了。 尤其是,虎大力的血脉之力如此神异,可想而知他未来的成长潜力有多强。 如此强敌,若是一心一意的和他罗氏一族为难,剑九长老也不愿意想象那等可怕结果。 李莫峰斗手打出了一道印诀,天空中一阵阵雷鸣声响起,汗翠崖的山门开启,一座天地灵髓凝成的巨型牌坊悬浮在虚空,放出万丈霞光照耀虚空。 一行人影从牌坊中走了进来,随后漫天火侠升腾而起,伴随着咯咯轻笑声,一条通体火红的人影突然的出现在剑九长老面前。 嗡的一声响,一根百龙盘绕的通红火柱呼啸着从火侠中飞出,当头砸向了剑九长老的脑袋。 剑九长老怒笑一声,他手中长剑骤然荡起倒倒星光,化为一片星辰洪流向火柱卷了过去。 火柱骤然消失,漫天火侠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条高挑,窈窍,流美,火辣的身躯从火侠中冲出,主动地冲向了剑九长老的长剑。 剑九长老怒急长笑,他忙不迭地想要收回长剑,但是他的剑势灵力非常,长剑刺出后,漫天剑气纵横,一团团拳透大小的星光凌空飞坠,宛如流星雨一样归例。 他想要收剑,却哪里来得及? 那窑窍,美丽至极的身影更是冲得飞快,弹指尖就扑进了漫天剑光中,然后一声娇嘀嘀的痛呼声响彻云霄。 该死。 剑九长老怒急,不由得破口大骂。 他亮腔着向后倒退了数十步,脸色一阵阵的青红不定,天火叫妖女,你要坐慎。 剑九长老最终还是强行散去了漫天剑芒,但是他收力过猛,力道反噬冲击胸口,差点没把他们的口吐鲜血。 饶是如此,他的长剑上依旧沾上了一缕缕熊熊燃烧的血迹。 一名身穿大红长裙,通体红艳艳的绝色少女一脸是笑的站在剑九长老原本所在的位置,他的左肩被剑九长老的长剑洞穿,一个很是清晰的透明剑痕格外的刺眼。 剑九长老,你剑门是想要和我天火叫全面开战戈? 红裙少女痴痴的笑着,你只是剑门罗氏的长老,我可是天火叫三大圣女之一,执掌天火叫两成的权柄,你悍然偷袭,伤了我,这里的证人起码有好几万吗? 你,想要和我天火叫开战? 你,想要触犯几位老祖定下的战时禁令吗? 红裙少女笑得很美,剑九长老的一张老脸,却好似死人一样难看。 第418章 命运的悸动 汗翠牙大殿前,鲜血从红裙少女的尖头喷出,顺着细滑的长裙面料,一滴滴的滑落地面。 虎大力呼吱呼吱喘着气。 李莫峰,海虎怒牙等人惊愕地看着红裙少女。 剑九长老神色阴郁地看着她,一字一顿地冷笑,小妖女心思很辣得很。 少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看着自己冻穿的左肩,慢悠悠地说道,大家可都看到了,这是剑九长老嫌我等小辈碍眼,随手赏了一件当作教训呢。 右手食指沾了沾伤口不断喷出的鲜血,少女舔了舔指尖上的血浆,突然眉开眼笑地说道,哎哟,人家的血是甜的呢。 嘻嘻。 胡百川带着一群虎族高手急匆匆地赶来过来。 一众虎族高手目光不善地看着剑九长老,好些人眸子里杀一声疼,一如捕食钱的猛虎,看似冷静如冰山,实则只要一个诱音,他们就能抱起杀人。 剑九长老轻蔑地冷笑了一声,他击嘲道,土鸡瓦狗尔,一众蝼蚁,你等异域何为? 剑九长老知道无风峡谷的虎族是天火焦的附庸家族,红裙少女显然就是虎族背后靠山势力所属。 红裙少女被他一剑冻穿了尖头,这些虎族高手不着急才怪。 只是,这些跺星海外围岛圈的蝼蚁,他们怎敢冲着灵静超级宗门的长老亮爪子。 剑风上一缕缕星光营绕,剑九长老看了看尖头被冻穿的红裙少女,盘算着当着他的面斩杀一批虎族高手,好好给他一点教训的如意算盘。 虎百川身上一股厚重如山,让人窒息的恐怖压力突兀的涌出。 庞大的压力犹如一座大山,无声无息的向剑九长老碾压过去。 剑九长老冷然一笑,他手中长剑一挑,一缕凌厉的星辰剑意破空而来,正要剔开虎百川释放的威压,这股厚重如山的力量却又变得暴躁炽热,犹如一座火山一样疯狂的爆发。 千里虚空沸腾。 虎百川身上冲出了高有丈许的烈焰,粘稠的红色火焰犹如岩浆,他释放出的威压骤然凭空暴涨了百倍。 剑九长老本以为虎百川是一只蝼蚁,但是翻脸间,蝼蚁变成了一头猙獰的猛虎。 轻敌的剑九长老放出的剑意被碾压粉碎,一股可怕的灼热火毒顺着剑意直透剑九长老五脏六腑。 剑九长老闷哼了一声,他惊骇的看着虎百川,然后他猛的退后了一步。 退了一步后,剑九长老身体微微颤抖,硬生生挺直了身体。 他焰红的嘴唇骤然变得越发红亮,厚厚的嘴唇好似吃多了辣椒一样肿胀起来,嘴唇变得近乎透明能够看到里面的血水。 哇的一声,剑九长老喷出了一道火焰。 火毒侵入内府,剑九长老骇然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琳琅满目的护身宝物。 这些护身之宝,居然对虎百川的攻击没有任何反应。 虎百川的火毒,居然是直接透过了剑九长老的剑意和他灵魂的联系,由灵魂侵入,再影响肉身。 如此玄妙不可思议的攻击手段,直接打了剑九长老一个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这是,天火教至高的天火露灵神通。 剑九长老恼羞成怒的看着虎百川,你区区第五道圈一个小小家族的蝼蚁,怎可能得到天火教的真传? 真是,老糊涂了。 红裙少女眉开眼笑的摇了摇头,她轻柔的说道,我们天火教,可从来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只要是适合修炼本教神典的人才,无论他是什么出身,无论他是好人还是恶棍,无论他是正道还是邪道,本教传工长老总会倾囊相受。 很优雅的原地转了一圈,肩膀上的血水被甩飞了出来,在地上画出了一道曼妙的弧线。 红裙少女右手拎着宽大的裙脚,笑容可居的向剑九长老笑道,尤其,无风峡谷虎家,还是我们天火教的亲戚呢? 剑九长老面皮逐渐涨得通红,他正鼓荡体内剑气,不断的围追堵截肆虐的火毒,想要将火毒驱逐出身体。 胡柏川在一旁很是温和的说道,剑九长老或许不知道,吴还在母亲胎中,就承蒙天火教赐下灵物天火灵珠,从而养出了仙天火灵之体。 修炼天火教的至高神点,自然比寻常人轻松了百倍。 淡然一笑,胡柏川不紧不慢的说道,或许剑九长老应该知道,这些年,天火教向灵境诸多势力宣布,天火教新任命了一位天下行走长老,那人,就是吴了。 剑九长老神色阴郁的看着胡柏川。 原来,你是天火教天下行走长老。 这身份,可一点都不比剑九长老在剑门的身份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剑九长老还要高出一大截,毕竟剑九长老只是剑门罗氏一脉的长老,在整个剑门的长老会中,他的排名很是靠后。 而天火教的天下行走长老,手中实权,掌控的资源,可比他剑九长老强出了许多。 在剑星阳,超级势力中,地位就等同实力。 没有实力,你就坐不上那个位置,你能坐上那个位置,那么你就一定有那个实力。 胡柏川 剑九长老气得差点要爆炸,他体内气息一阵混乱,火毒骤然突破了剑气的围堵,狠狠地扎进了他的肝脏。 肝不剧痛,炽热难当,剑九长老惨嚎一声,一口黑血喷出老远,血水还没落地就熊熊燃烧起来,一股烧胡头发一样的焦胡味散发出老远,熏得人浑身难受。 剑九长老为了对付汉翠衙,自以为已经将汉翠衙的背景靠山全部调查清楚了。 胡柏川,只不过是无风峡谷五大家族之一,相对于剑门,那纯粹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万万没想到啊,人心不古啊,胡柏川居然隐忍如斯,他居然隐瞒了自己天火教长老的身份这么多年。 更加无耻的是,他连天火教的圣女都勾打出来了一个。 小女子火孔雀,见过剑九长老。 红裙少女见到剑九长老吐血,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很是认真的向剑九长老行了一礼。 孔雀受命,负责第五道圈一英军械,资重统筹大任。 火孔雀慢悠悠的笑道,是为粮草总监查史事业。 这单要采购仪式,也由小女子负责。 剑九长老的心里咯噔一声,他知道事情有点麻烦了。 证据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强忍着体内肆虐的火毒,见九长老一个字一个字的问火孔雀。 天路,天柱山顶,一望无边的天湖旁,三万霓裳女子手持明晃晃的长剑,赏身穿戴着紫光翼翼的半身甲,左手拎着厚重的塔顿,正犹如威武的战士一般,大声嘶吼着,跳着一种威武昂扬的战舞。 一群二八妙龄少女,一个个生的细皮嫩肉,柳条儿一般细嫩的人儿,身上的霓裳羽衣华美无比,分明是仙子一般的人物。 他们右手挥动着比他们自身还要沉重数倍的长剑,左手举着比他们还要高出一个头的重型塔顿,身上披着可以抵挡重型攻城锤冲击的重甲,脚上踏着龙蝉凤舞的绣花鞋,犹如发狂的沸沸一样嗷嗷的仰天嘶吼。 他们挥动长剑,好似市井街头要和人拼命的下三浪混混一般,拼命的跺脚,扭腰,晃动肩膀,将长剑和重盾舞的呜呜作响。 时不时的,他们还配合着远处传来的高亢的威风锣鼓声,长剑相互交错碰击,盾牌相互撞击,不断发出刺耳异常的噪音。 这不是三万美丽的少女,分明是三万疯疯癫癫的疯婆子。 至于他们狂舞的草场旁,整整齐齐十二万架大鼓矗立,十二万名身披紧身皮甲,袒露着两条白生生手臂的少女,正咬着牙,歇斯底里的锤打着大鼓。 数月之前,紫霄声首次操演威风锣鼓的时候,这些鼓手少女一个个细皮嫩肉,身躯娇嫩可人,两条玉臂就好似水葱一样细嫩无比,加起来胳膊可能只有寻常男子三根手指粗细。 而数月之后,这些原本鲜嫩可人的少女,他们的胳膊已经有寻常男子大腿粗细,粗壮的胳膊上一块块肌肉凸起老高,甚至清秀可人的小脸蛋上,都因为长时间咬紧牙关拼命肋骨而生出了一条条横纹肌。 若是楚天在此,他当惊呼一声,好一群威武有力的女汉子。 一座高高的点降台上,紫霄声一身戎装,四平八稳的坐在一张虎头胶椅上。 宽大的胶椅上扑着一块硕大的虎皮,足足有一丈方圆的虎头正好被紫霄声踏在脚下。 这同样是楚天教坏的毛病,楚天对紫霄声说,江湖好汉的魁首,都会做虎皮铺成的虎头胶椅,于是乎紫霄声有样学样,摆出了这么一副山大王的姿态来。 十几个气息娇贵的妙龄少女呆呆愣愣的站在一旁,瞪大了眼睛,犹如白日里见鬼一样的盯着下面狂舞的三万少女。 大声嘶吼,大声跺脚,大声的挥剑,挥盾,汗流加倍,湿透了衣衫。 虽然是娇弱少女,却也有一股惨烈的煞气凭空而生。 十几名妙龄少女面孔僵硬的看着这些狂舞的少女,一个个半场说不出话来。 诸位姐妹,无知霓裳破阵区可雄撞否?可堪一关否? 紫霄生学着楚天给他说过的,那些乱世霄雄特有的豪放之气,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很是凶狠的,斜着眼睛上下打量这群出身尊贵,自幼娇生惯养的少女。 啊,啊! 熊,熊壮! 一名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女哆哆嗦嗦的笑了笑,很是谄媚的向紫霄生笑道,紫姐姐! 叫我紫公子! 紫霄生很严肃的看着这少女,或者紫兄。 不,紫兄就罢了,这称呼,你们用不得。 叫我紫公子就是,你们有意见吗? 十几个少女全都闭上了嘴。 你紫霄生敢这么玩,但是他们不敢啊。 紫霄生敢自称紫公子,但是他们若是真个这么称呼他,一旦传入那些老怪物的耳朵里,他们绝对会被拔掉一层皮。 少女们哆哆嗦嗦的低下头,不敢回复紫霄生的话。 紫霄生摇摇头,嫌弃的看了这群少女一眼,哎,一个个和安纯一样,难怪你们除了用来联姻,就没别的用处了,就是一群繁衍后代的工具罢了。 猛的站起身来,紫霄生看着那些狂舞的少女,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吴和尔等不同,花木兰,木桂英,他们能做的事情,吴为什么做不得。 和吴相比,花木兰也好,木桂英也罢,他们哪里有吴的通天手段。 非凡之人,当为非凡之事。 呵呵,吴当,嗯。 紫霄生的眉心一抹淡淡的紫霞一闪而过,一种莫名的心计突然涌上心头。 他猛的猝起眉头,向天空望了一眼。 两颗水波流转的眸子,骤然变成了纯粹的紫色。 紫幽幽的眸子里神光流荡,苍穹在紫霄生的视野中彻底变了模样。 天和地消失了,只有一条沸腾汹涌无边无际,不知道始终的光芒河流在疯狂的汹涌冲刷。 这条长河释放出无边光芒,每一瞬间都有无数的人影在长河中若隐若现。 神圣,古老,沧桑,幽远。 言语无法形容这条大河的伟大,它包容一切,主宰一切,容纳一切,也能毁灭一切。 万物的命运都在这条长河中翻滚沸腾,万物的生死都在这条长河中早早注定,世间一切族类的消亡诡计都铭刻在了这条大河深处。 这是过往,这是现在,这是未来,这是一切的一切,这就是命运。 身处这条长河,你就身不由己,一切都被这条大河主宰。 若能超脱这条长河,你就能摆布命运,你就是传说中的神灵。 恐怖的气息不断从长河中喷涌出来,若是寻常人见到了这条长河,他们会被长河中蕴藏的可怕道运直接冲散了灵魂,碾灭了真灵,彻底的魂飞魄散。 紫霄声的眼眸中放出两道弥天极地的紫色神光,两条光柱轰入了长河,无数的符文呼啸着从大河中翻滚而出,化为一股毁灭一切的命运潮汐,想要搅碎紫霄声投入长河的神念。 紫霄声冷哼了一声,她的眸子里,一脚红色长裙一闪而过,活孔却艳丽,绝美的面孔在她的瞳孔正中突然凝现,过了足足一个呼吸的时间这才缓缓消散。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紫霄声发出了意味不明的冷笑声。 哼,女人。 紫霄声双手握拳,捏得直接咔咔直响。 她喃喃自语道,真是了不得呢,天火焦的妖女,居然也盯上了楚兄。 呵呵,这可不行,楚兄的故事呢,是独属于我的。 一根拳头粗细的紫色木棒悄然出现,咚咚咚十几声响,十几个呆呆站在一旁的少女一人挨了一棒,翻着白眼昏厥了过去。 紫霄声大秀一枕,十二万战鼓,十二万鼓手少女,三万狂舞的少女战士被她一袖子兜走。 虚空晃了晃,紫霄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419章 火鬼龙王 火神山 火神山体内,无边火海凝实如岩浆,九头龙强大无匹的灵魂冲击一波波的席卷四方,火海内暗流汹涌,无数大大小小的漩涡相互吞噬,撞击,不时发出白光和高热。 紫霄金阳炉在火海中急速穿梭,向九头龙的弹壳方向急速奔去。 楚天灵魂悬浮在紫霄金阳炉上方,滚滚阳极金燕化为一座火焰神龛,牢牢护住了她的灵魂。 任凭四周火海翻滚冲刷,紫霄金阳炉纹丝不动,楚天的灵魂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在紫霄金阳炉后方,万鬼朝宗图化为一团青黑色的旋风,在火海中苦苦的挣扎前行。 恶鬼乃至阴至邪之物,万鬼朝宗图更是阴中极阴,邪中最邪。 万鬼朝宗图闯入火神山,就好像在一口熊熊燃烧的大油锅中突然丢下了一块巨大的冰块,当即溅起了无边火星,整口油锅都爆发了。 烈焰生腾,热浪翻卷,一个又一个火焰漩涡冲击着万鬼朝宗图,不断爆发出滔天火光。 更有一颗颗几乎凝成实质的火流星在火焰中急速飞掠而来,重重撞在万鬼朝宗图上。 青黑色的阴风中,楚邪苦苦支撑着万鬼朝宗图,他低沉地念诵着咒语,不时掏出一把一把的极品灵精丢进万鬼朝宗图内,为其补充消耗。 四周火海肆虐,万鬼朝宗图自带的阴气被一丝一丝的磨灭。 饶氏吞并了无数的恶鬼,饶氏万鬼朝宗图威能绝大,面对九龙岩龙柱拥有的恐怖威能,楚邪只觉得四面八方压力沉重如山,压得他浑身咔咔直响,可怕的热力缓慢的侵袭了进来,让他有一种自己会变成一捆干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的错觉。 鼠爷的尾巴一抖,刷的一下变成了五尺多长,巴掌大小的鼠爷将尾巴圈在了楚天的腰身上,捆着楚天的身体,拖拽着他随着万鬼朝宗图向前缓慢前进。 楚二,你小子脑壳坏掉了。 鼠爷叽叽咕咕的念着啰嗦,那,你看,你这万鬼朝宗图,只会让这火神山变得暴躁无比。 你自己修为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来着。 楚邪又掏出一把极品灵精丢进了万鬼朝宗图,他想要开口反驳鼠爷,但是一股强劲的潜流冲来,将万鬼朝宗图冲得偏斜了数里地,眼看着距离楚天又远了几分。 楚邪恼羞成怒一声大吼,万鬼朝宗图中一只白骨临巡,通体鬼火缭绕的大手猛的伸出,白骨大手上拎着一枚方圆千丈的白骨印玺,喷出森森白色鬼光朝着前方火海狠狠一击。 一声俱响,无量鬼气瞬间消耗,万鬼朝宗图硬生生在无边火海中劈开了一条长达数百里的渠道。 楚天的灵魂一声长啸,脚下紫霄金阳炉瞬间加速,带着他一个闪烁就向前突入了数百里。 楚邪得意洋洋的向鼠爷笑了几声,万鬼朝宗图内伸出的鬼手又是狠狠一击砸下,一声俱响后,又是一条笔直的涌道被破开。 鼠爷诧异的看了楚邪一眼,赞叹道,小子,不坏呀。 楚邪黑黑一笑,正要吹一通牛皮,他身体一晃,双膝一软,冬得一下跪了下来。 连续两次强行催动万鬼朝宗图,楚邪耗尽了全身精力,他趴在一团青黑色云气上直喘粗气,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鼠爷皱起了眉头,他张开嘴,喷出了一颗拳头大小通体金色,表面密布着无数银色星光的果实,掰开楚邪的嘴巴,将果子用力的塞进了他的嘴里。 果实入口即化,化为一道蓬勃的晶圆之力冲刷全身。 楚邪的眼珠骤然变得通红,他犹如受惊的风牛一样窜了起来,嗷嗷嚷叫着,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了万鬼朝宗图上。 这颗果实蕴藏的晶圆之力强大的惊人,庞大的晶圆冲刷全身,不仅弥补了刚刚楚邪的全部消耗,更是让他体内充斥着远比他全部的精气神强大百倍,千倍的晶圆之力。 这颗星辰晶圆果,可是足足有三万年的火候,鼠爷搬空了这么多天足的库房,也就找到了七八颗而已。 便宜你小子了。 鼠爷得意洋洋的看着楚邪,很不谦虚的吹嘘着自己半空别人家库房的能耐。 楚邪已经听不清鼠爷的话。 他的身体膨胀起来,每一条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根骨头都在不正常的膨胀。 他嗷嗷嚷叫着,过于充沛的晶圆带来庞大的气血冲击,让他的灵魂一阵阵的摇晃,他眼前一片通红,整个陷入了某种蜂魔状态。 一口接一口的舌尖精血不断喷出,万鬼朝宗徒喷出无量鬼气,迅速在无边火海中硬生生撑开了一个直径树里的硕大窟窿。 吼得一声怒笑,十二头身高万丈,通体白骨临循,体表缠绕着黑色,青色,蓝色,惨白各色阴惨惨的鬼火阴风,每一根骨骼都不断喷出森森灵火的白骨魔神从万鬼朝宗徒中艰难的挣扎出了大半截身体。 长有数千丈的二十四条白骨手臂朝着漫天火海一通乱拍乱打,就听得烽火声呼啸不断,楚天前方的火海被强行破开了一条直打九头龙蛋的通渠大道。 杨极金燕所画的神龛结界中,楚天笑着回头向楚鞋点了点头,二弟,干得漂亮。 楚鞋咧嘴一笑,他用力过猛,体内澎湃的晶圆让他的力气变得有点离谱的强悍,强悍到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只是咧嘴一笑,楚鞋的面颊就从嘴角撕裂开,面颊肌肉猛地拉开了一条直打两耳的恐怖缺口,大片鲜血喷洒而出,被半截身体困在万鬼朝宗徒中的十二尊魔神芒不迭地吞噬一空。 楚鞋痛得呜呜惨嚎,他再也不敢做任何大动作,只是不断地喷出一口口舌尖血,催动万鬼朝宗徒向九头龙蛋急速破劲。 九头龙蛋剧烈地旋转着,他感受到了楚天和楚鞋兄弟两身上浓浓的恶意,更感受到了万鬼朝宗徒散发出的无边阴风邪气对火神山内部火海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为万鬼朝宗徒的发威,火海中居然出现了一座座阴气凝成的冰山,不断撞碎一个个火焰形成的漩涡。 九头龙蛋中,一声高炕,宛如魔音射魂直透灵魂的龙吟声突然响起。 这头吞噬了不知道多少火神后裔精血和灵魂,经过火神山无数年孕育而生的怪物,他肆无忌惮地向四面八方喷剑他强横无匹的精神冲击。 紫霄金阳炉喷放出无边烈焰光霞,一波波金光紫气升腾而起,楚天身边的神堪状结界变得越发的厚重坚固。 任凭九头龙的精神潮汐一波波的冲击,这一层坚固的金焰结界纹丝不动。 龙弹剧烈地颤抖起来,火神山内翻滚的火焰剧烈地波动着,开始以龙弹为核心缓慢地旋转。 十个呼吸后,楚天刚刚来到九头龙弹的附近,几乎是伸手就能碰触到龙弹外壳的距离,整个火神山内部的火海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滔滔火焰呼啸着被龙弹吞噬进去。 龙弹的吞噬力是如此的恐怖,短短几个呼吸间,火神山内无边的火海居然被吞没了大半,四周的温度都骤然降低了许多。 没有机会了。 你可能抵挡住剑门制高长老的逆天一剑。 楚天的灵魂手持那枚急咒跳动的剑符,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这枚剑符威能无穷,居然耗费了金灯九成九的力量才能压制他,这无疑对楚天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更是一个莫大的潜在威胁。 这几个月,楚天居然没能从梦境中得到任何的好处。 这就是金灯的威能被剑符牵制了大半的副作用,这对楚天大梦神典的修炼,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连外界梦种的扩散速度都变得极其缓慢了。 只是这枚剑符来之不易,更蕴藏了无穷傲义,楚天一直舍不得将其随意浪费。 可是今日,面对这头天地生成的猙獰恶物,正好轮到了这枚剑符发挥其功效。 逆天见点,以逆天为名,呵呵,这是狂妄呢? 还是自信呢? 楚天喃喃笑着,他宛如琉璃宝玉一样凝实,通体晶莹剔透的灵魂骤然变得光芒暗淡,他九成的灵魂力量拥入了剑符,迅速激发了剑符内蕴藏的那一缕至高无上,达到了这一方世界极致的毁灭剑意。 剑符释放出万丈强光,可怕的剑意在剑符中急速酝酿,宛如一场毁灭一切的飓风,正要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楚天却一巴掌将剑符按进了九头龙的档壳。 一鸣头发胡须都呈银白色,双眸晶光四射,宛如无数丙利剑不断喷射,面容修长犹如一头河马,身躯高大雄壮犹如万年古松的老人身影从剑符中一步走出。 剑符中喷出无量金光,所有金光化为一柄柄大大小小,色泽各异,骑形怪状,游风,火,雷,电,寒冰,岩浆,泥土,星光等等无数奇异物质组成的长剑,呼啸着穿梭虚空,顷刻间就在还没来得及破壳而出的九头龙身上刺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伤口。 正在疯狂吞噬外界岩浆的九头龙疯狂的嚎叫着,大片大片犹如岩浆的鲜血不断的从他体内喷出。 面无表情,周身没有一丝生灵气息的老人随手一抓,漫天各色各样的剑光骤然向他手中凝聚,最终变成了一根尖锐的枯木枝。 楚天的瞳孔一凝,他的灵石死死的锁定了老人的动作,他目瞪口呆的看着那一根枯木枝。 万千剑光凝聚,楚天以为,出现在这老人虚影手中的,起码也是一柄造型夸张,精美绝伦的神兵利器,可结果怎么可能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枯木枝条? 老人低头,看了一眼九颗龙头急速的升起,张开大嘴想要咬他一口的九头龙,右手三根手指握着枯木枝,轻描淡写的向前一次。 只是一次,就好似龙东降临大地,万物尽数凋零。 九头龙十八只巨大龙眼中的神光骤然熄灭,他的灵智被这灭绝众生的可怕一剑打得烟消云散。 楚天不顾灵石受损的风险,一缕缕灵石死死锁定了老人的动作。 那一剑刺下,楚天清晰的看到,一股灭绝一切的剑意轰入了九头龙的体内,犹如袍钉解牛一般避开了他体内所有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轻盈流畅的攻入了他的神魂,犹如绝顶的厨师切割生鱼片一样,细细的,精致的,一丝不苟的,温柔款款的,将他的神魂切成了碎片。 因为是无数生灵的精血和灵魂凝聚而成的怪物,九头龙的灵魂强大无比,但是内部却处处都是融合不流畅而留下的大大小小的裂痕。 老人虚影随手发出的这一剑,就是在一瞬间,几乎同时破开了这些裂痕。 九头龙的灵魂就好像一尊精美而脆弱的水晶雕像,被剑气轻轻一催,就直接摔成了粉碎。 九头龙庞大的身躯骤然僵硬,静静的悬浮在那里没有了任何动作。 老人虚影冉冉散去,一缕缕油丝一般的剑翼化为缕缕寒光从他体内喷涌而出,犹如一场华丽的光雨。 楚天的本体神窍天境中,金灯剧烈的跳动着,一缕缕剑翼所化寒光不断被金灯遥控吸纳过来,在金灯上,一枚清晰的破天常见天印急速成形,而且很快就壮大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地步。 九头龙的荡壳也开始崩解,无数怪异的由火焰大到天然形成的天地纹路化为缕缕火光,同样被金灯一律吸纳。 金灯上,火之天印光芒大盛,顷刻间就变得光焰夺目,一众重复杂的纹路符纹犹如盛开的花朵,冉冉在火之天印四周绽开。 一刻钟后,九头龙的荡壳彻底消失,唯有九头龙庞大的,千疮百孔的身躯悬浮在无边火海中。 火焰还在自发地流入九头龙残破的躯体,灵魂崩毁,但是肉体活性依旧存在的九头龙,伤口正在快速地愈合。 楚邪哈哈狂笑着冲了过来,他手舞足蹈地扑到了九头龙的身躯上,他朝着楚天狂笑道,大哥,我这万鬼朝宗徒,正好缺少一个统领亿万鬼神的鬼王。 哈哈,这条九头龙强横如丝,把它给我吧。 楚天刚刚一点头,楚邪就大吼一声,万鬼朝宗徒喷出一道阴风,将九头龙庞大的身躯硬生生卷入了图卷中。 一个时辰后,楚邪猛的挥剑切开了自己的万脉,将大量鲜血喷洒在万鬼朝宗徒上。 有了星辰晶圆果源源不断地补充,楚邪万脉上的血水喷泉一样喷射着。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整个万鬼朝宗徒都变成了血色。 一声低沉的龙银声从万鬼朝宗徒内缓缓传来。 隐隐看到,画卷上无数恶鬼全都匍匐在地,包括十二头巨大的万丈魔神,都在像一头盘绕在王座上,体长万里的九头骷髅火龙王顶礼膜拜。 火鬼龙王称。 哈哈,看我楚二少横扫天下,哪个是我对手。 楚邪看着万鬼朝宗徒的变化,疯狂地笑着,笑得伤口内喷出的血水涂了一身都是。 第四百二十章紧急持缘 火神山犹如疯癫一样颤抖着。 火王和一众长老惊慌失措地吼叫着,他们隐隐察觉到,火神山内,某种和他们血脉牵连极深的存在消失了。 九头龙消亡了。 他荡壳上所有的火焰纹印都被楚天吸收,成就了金灯上的火之天印,让楚天对火焰的掌控,对火焰的领悟都达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层次。 九头龙的本体,则是被万鬼朝宗徒射取,镇压。 万鬼朝宗徒内曾经镇压万鬼的鬼王被赶下了王座,这头拥有非凡来历,底蕴和潜力更是惊人的九头龙取而代之,成为了万鬼朝宗徒内新的鬼王。 或许是因为他天生的火焰属性,他对万鬼朝宗徒内无数鬼物的震慑力,远远超过了原本的鬼王。 加上在北方长城防线,被楚邪收取进去的优鬼军团无数的恶鬼,万鬼朝宗徒内的鬼物术已异计。 如此巨多的鬼物,必须由一头强横的鬼王来震慑,楚邪才能得心应手的运用万鬼朝宗徒。 九头龙入住万鬼朝宗徒,他自身的火焰力量迅速在万鬼朝宗徒内蔓延开来。 万鬼朝宗徒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火光,画卷中所有的鬼物体表都有一层火焰升腾开来。 在他们原本阴邪刺骨的鬼火之外,他们又凭空增加了一层火焰护盾。 这是九头龙天赋神通赐予他们的福利,他们得到了一层纯阳纯钢的火焰护盾,这让他们对各种天雷,闪电,烈焰,岩浆等等原本先天克制他们的攻击,凭空提升了巨大的防御力。 他们的攻击更是变得诡异莫测,阴火,阳火交替攻击,将会达到极其可怕的效果。 哈哈哈哈,来,来,来!你只要做镇守万鬼朝宗图的鬼王就好,楚二少不需要你有多强的灵智。 楚协哈哈大笑着,万鬼朝宗图内一道道奇异的闪光滑过,鬼火龙王的九颗骷髅头就高高扬起,不断发出低沉的悲鸣。 楚天用剑符一剑粉碎了九头龙强大的灵魂,散乱的灵魂碎片被万鬼朝宗图强行并拢,炼化,提纯,最终化为一片小壶一样的纯净灵魂本源。 楚协念诵着怪异的咒语,万鬼朝宗图上一团灵光闪烁,两道清澈如水的灵魂本源呼啸而出,分别注入了楚协和楚天的眉心。 兄弟俩的灵魂骤然爆发出夺目的光芒,楚天闷哼了一声,灵魂急忙返回肉身,回到了神窍天境。 楚协更是不堪的惨好起来,他的蹊跷中同时喷出了大量的鲜血。 灵魂在快速增长,强大的灵魂波动从楚天,楚协体内一波波的扩散开来。 剧烈增长的灵魂,对肉身造成了强大的冲击。 楚天的肉身足够强横,足以让他承受飙升灵魂带来的冲击力。 但是楚协的肉身相对脆弱许多,以楚天的判断,他如今的肉体力量,大概也就是三十万龙力的水准,但是他的灵魂强度,却几乎和楚天齐头并进。 很显然,楚协的修炼之道,更类似于灵修专修灵魂的路子。 去! 楚天手上还保留着一团精纯的战神之血,他将几颗七小天宫出产的神丹融入其中,奋出了一团战神之血,一巴掌拍进了楚协的身体。 楚协欢笑一声,他体内星辰晶圆果带来的庞大晶圆在战神之血的催动下,急速地融入他的肉身,快速地提升着他的身体强度。 弹指尖,楚协的肉体力量突破百万龙力。 一呼吸后,两百万龙力。 一刻钟后,楚协体内一处处关窍破开,他双臂一挥,身体猛地拔高到了一帐开外,细致柔弱的小白脸上凭空多了一份莫名的威势,圆润的面部线条多了几分硬朗和猙獰,从小白脸骤然变成了昂扬大汗。 一条真龙之力,突破。 楚协低沉地嘶吼着,他身体一晃,被撑得几乎爆裂的衣衫炸成了无数碎部蝴蝶纷纷扬扬的飞洒开来,他欢天喜地地看着楚天大吼,大哥,现在给我一百个姑娘,楚二少一条钢枪,也能杀得他们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楚天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脑门上,低声喝道,运弓,凝神,这是战神精血,将其融入浑身血脉,对以后肉身脆炼有极大的好处。 楚协眉头猛的一挑,他骇然看着楚天惊声道,我还以为,这几年我坑猛拐骗,弄了不少好东西,战神精血。 太古禁忌之战,那些陨落的天神流下来的精血。 乖乖,不得了。 猛的盘坐下来,楚协念诵着怪异的咒语,一团明晃晃的阴光从他头顶冒出来,阴光中楚协灵魂身穿一套帝王冠冕,手中拎着一柄翅纸红色长剑,无数恶鬼环绕他身边,向他顶礼膜拜。 楚天看着楚协身后的异象,不由的点了点头。 这个在娘胎中就开始偷奸耍滑的弟弟,看来来历不凡。 他的灵魂异象,分明是一门极其厉害的传承,就连金灯上的灯火,都为之轻轻摇晃了几下。 同样盘坐在万贵朝宗图下,楚天开始全力消化吸收不断涌入的灵魂本源。 无数年来,九头龙吞噬了无数主动血迹的火神后裔的精血和灵魂,精血铸造了他强横无匹的身躯,灵魂凝成了他庞大而散碎的灵魂。 这一道灵魂本源庞大无比,经过万贵朝宗图的提炼后又变得精纯异常。 楚天的灵魂疯狂的吞噬着这些灵魂本源,灵魂在一寸寸的长高,一点点的凝聚。 渐渐的,楚天的灵魂膨胀到了千丈高下,手掌握拳之时,手指相互碰撞,发出的居然是金铁撞击声。 昊月之光缠绕深周,一团火帘悬浮脚下,体内有一条条精血巨龙疯狂咆哮,身后一片剑光凝成的剑轮急速旋转。 月之真意,火焰之道,力量之道,极致剑道。 楚天如今已经获取了四种强悍的力量本源,虽然月之真意只是领悟了变幻一脉,剑道也没有领悟完全,但是他的底蕴已经变得极其雄厚。 四面八方的火焰呼啸着向楚天的体内翻滚而来,灵魂脚下的火莲将这些火焰吞噬下去,然后化为一点点精纯的法力沉淀在楚天体内。 原本堪比一头天缝的法力修为水掌船高,两条,三条,十条。 当万鬼朝宗图内传来的灵魂本源消耗一空时,楚天的法力修为稳定在了二十条天缝的水平。 法力飙升,楚天的目光也变得宛如实质,他的眸子里金光吞吐数丈远,目光扫过之处,好似利剑斩下,虚空都为之泛起了一丝涟漪。 火神山上一声巨响,一道火光冲天而起,远处有八条火光远远飞来,一头撞入了这道火光中。 九条粗达万丈的火光撞击在一起,化为一片火焰滑盖冉染扩散开。 火焰滑盖倒卷而下,下降数百丈后,又向四周扩散开,再次形成了一道滑盖。 如此连续形成了九重滑盖悬浮在半空中,不断喷出一团团夺目的火光。 火焰在空中冉染幻化出各色奇物,有各色花朵,有各色虫鱼,有山林城池,有飞禽走兽。 瑰丽的滑光中,一座通体赤红,被万丈火焰团团围住的雄伟大殿轰然落下,重重的砸在了火神山的顶部。 巨响声中地动山摇,咚的一下心跳声从大殿中传来,整个火神平原上,所有的火神后裔的心脏都随之剧烈的跳动了一下。 火王和一众火神山的长老全都傻眼了。 他们顾步的九头龙被万贵朝宗屠收服后,他们心头那种隐隐的空洞感,他们所有人全都跪倒在地,成皇成孔的向着战神山顶部顶礼膜拜。 九头龙作恶,火神山到处燃起了大火,烧死了无数的火神子民。 但是依旧有很多强大的火神子民从肆虐的火海中活了下来,他们不顾身上的烧伤,一个个欢天喜地的跪倒在地,大声的朝天欢呼。 火神的传承神殿,再次出现了。 而且不是出现在火神山体的入口中,而是犹如最古老的传说那般,直接从空中出现,直接落在了火神山顶。 这证明,火神山完全回复了正常,回复了巅峰时期的力量。 所有的火神子民都能进入传承神殿,接受太古火神的祝福,其中的幸运儿,就能得到火神灌顶,激活火神血脉,拥有不可思议的威能。 战王很有点吃味地看着天空那九重火云凝成的滑盖,他低沉地咕农道,传说,神佑之地最初,火神山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哼,那又怎么样,现在我们战神的后裔才是最强的,而且,我们的战神山,也在天师的帮助下,回复了全部的力量。 火王已经欢天喜地地站了起来,他仰天高呼,伟大的祖神啊,感激您送来了天师,让您的荣耀能够重新笼罩您的子孙。 一众火神山的长老容颜焕发的大声呼喊着,火神的子民啊,来这里,进入传承神殿接受火神的赐福。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我们火神山,终于又能出现真正的火神战士了。 火神山的山体上一个火焰漩涡出现,神清气爽,周身散发出庞大法力波动的楚天,楚邪大踏步走了出来。 兄弟俩都是修为大尽,一时间根本无法自如掌控飙升的法力,他们的法力波动形成了肉眼可见的气泡,一圈圈地向外扩散,恐怖的压力逼得四周的人不断后退,只有战王,火王和一众长老,才能在他们的法力冲击下站稳身体。 战王和火王大笑着向楚天走了过来,毕恭毕敬地向楚天深深鞠躬行了一礼。 火神山和战神山的长老们也满脸是笑的深深鞠躬了下去。 楚天修复了战神山,这如果说还是运气,他让火神山消失了无数年的传承神殿再现,就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战神山上代大长老临死前的预言。 楚天就是预言中的那个人。 他一定能够让诸神的光辉重新笼罩神佑之地。 突然间,有巨大的喧哗声从下方传来,随后喧哗的人越来越多,声量越来越大,火王皱着眉头,正想要喝马下面的那些族人,几名汉流加倍,浑身是血的战士已经狂奔着窜了上来。 这些战士轻力狂奔,他们奔跑时带起了一条条残影,带起了一道道臣们的阴暴巨响。 战央! 你的胳膊呢? 战王一眼认出了奔跑在最前方的大汉身份,他立刻大吼了一声,你应该在北面助手,为什么回来了? 两条手臂都齐肩断裂,左臂似乎还是被暴力撕扯下来,肩膀上挂着几条肉筋,身上起码有十几处贯穿伤,体内精血能量几乎耗尽,伤口不断洒出血浆的光头大汗一头栽倒在地上,他喘了一口气,猛的一跃而起,一头栽倒在战王面前。 王! 防线,破了! 战央抬起头来,嘶声尖笑着。 他的脖梗上有一道剑伤,伤口光滑无比,可见出剑的人剑速极快。 剑伤几乎是擦着战央的颈部动脉化了过去,从伤口的痕迹来看,如果不是战央闪避的快,这一剑已经撕开了大动脉,甚至可能将他一剑斩首。 上一金属傀儡,百万,百万,战央一口血吐了出来,他嘶声哀嚎痛哭道,百万,禁忌战士,我看到了,看到了,三百年前重伤被掳走的战暴大叔,他已经不是他,他根本不认识我们,他下手,可真狠啊。 两行血泪从战央的眼里滑落,他哆哆嗦嗦的哭道,只是一剑,我的手臂就丢了,他一找,就扯掉了我的左臂,我身边的十几个兄弟,十几个战将啊,被他一剑一个,全都杀了。 高阶战王,这起码是高阶战王的战力啊。 呼的一声,一股飓风从战王体内喷涌而出,战央和几个筋疲力尽的战士顿时被先飞了出去。 防线破了,那么,那些该死的邪魔呢?战王放过了战暴的事情,直接询问最关键的要点。 邪魔们闯了进来,正在逐个的攻击防线后方的战暴,兄弟们守得很苦。 战央敬畏的看了一眼楚天,沉声道,那些金属傀儡,他们的攻击没有天师的傀儡那样强大,但是数量太多了,太多了,无数的火弩从天而降,没有一道城墙能坚持超过一个时辰。 战争啊!楚邪已经激动的浑身都在哆嗦,战争就会死人,死人就会变鬼,楚二少的万鬼巢宗途,可是鬼越多越厉害呀。 楚邪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他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场,尽情的吞噬精血和灵魂,不断的强大他的万鬼巢宗途。 楚天想起了他和楚邪联手从金鸣驼,金鸣熊手上敲诈的巨量资源。 天族是要脸的,他们很好面子,而且天族无法容忍失败。 从哪里失败了,就一定要找回这个场子来。 楚天冷笑了一声,他们是来报复的。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想到,我们已经拥有了足以征战的战神山和火神山。 楚天看向了战王和火王,我要动用火神山,全肩来袭的邪魔,两位可有兴致,一起看看热闹。 战王和火王只觉浑身一阵酥麻,好似有一道电流从尾锥骨直冲脑门。 两人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急忙点头叫好。 用火神山歼灭敌人。 祖神在上,这是要重现神迹了吗? 一个时辰后,一只规模庞大的火神大军组建完成。 楚天站在火神山顶,他一声大吼后,火神山冉冉的腾空飞起,带着规模庞大的火神大军向北方飞去。 第421章九头阎龙阵 火神山 不,确切的说,是九头阎龙柱。 这原本就不该是一座用来寄居,用来传承的器具,它最原始的功效,是震气,是杀气,是用来征战杀伐的强大武具。 火神一脉和战神一脉一样,他们的传承遗失了,他们的文明凋落了,他们已经遗忘了先祖的荣耀,先祖的光辉。 如丝强大的武具,他们居然遗失了操控的方法。 楚天站在火神山的顶部,灵石化为一张大网。 紧紧裹住了体积庞大的九头阎龙柱。 正中这根九头阎龙柱,是九根巨柱的核心,在楚天的操控下,一座座巨大的阵法全力运转,九根巨柱悬浮在离地万丈的空中,不断喷吐出夺目的火光。 无数年来,火神的子民们修建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各色生活垃圾让这九根巨柱黯然失色。 今日,楚天让九根巨柱重新活了过来。 巨柱表面所有的尘埃,所有的污垢,所有的风霜与雪留下的痕迹被火光烧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石屋,木屋都被火焰一扫而空。 九根赤红色的巨柱悬浮在天空,按照九宫方位排布着。 一波波天地零碎不断被巨柱吸纳,在空中形成了九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楚天清喝了一声,巨柱表面无数巨大的符纹闪烁,巨柱内隐隐传来低沉的龙吟声,九根巨柱喷吐着烈焰,看似缓慢,实则极快地向北方飞去。 无数火神战士站在九根巨柱表面凹凸起伏的巨型符纹上,一波波烈焰从巨柱内升腾而出,他们全身沐浴在烈焰中,只觉浑身暖洋洋的,身体内好似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要被激发,不吐不快。 眼看在他们心中神圣无比的火神山居然腾空飞起,所有的战士无不疯狂嚎叫,拼命地挥动着各色兵器雀跃欢舞。 地面上,原本火神山所在的位置上,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喷射出屡屡黑烟,坑底一团红彤彤的岩浆正快速地浮起,越靠近地面,岩浆的温度就快速降低,色泽也变得暗淡起来。 大坑旁,一个直径千丈的传送阵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大队大队的火神战士正不断进入传送阵。 这个传送阵,是楚天在等候火神山调兵的一个时辰中布置而成,传送阵直接连通了战神山在北方防线的新设传送阵,足以让一定数量的火神战士用最短的时间赶去增援。 狂风呼啸,九根巨柱犹如九条小型山脉划过虚空。 烈焰升腾,热力奔涌,巨柱所过之处,高空酷寒的钢风被一扫而空,半边天空都被烧得通红。 楚天盘坐在了巨柱顶部,眯着眼眸子里无数符文急速闪烁,他在疯狂浏览七巧天空的传承,从中找到和九头阎龙柱相关的所有资料,预习九头阎龙柱的珠般神通妙用。 这可是真正的大威力战具,专门用在大型战争上。 如此巨大的九根巨柱,一旦沟通地脉,获取足够的火力支撑,方圆百万里的地狱都将被大阵覆盖,屠戮亿万只是寻常之势。 楚天不断将一道一道手印打入身下巨柱,散成游丝的灵石也逐步渗入巨柱庞大的躯体,渐渐的一寸一寸的掌控巨柱的每一处细节。 随着楚天对巨柱的掌控不断加深,他和巨柱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巨柱飞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一些强大的,拥有匪夷所思威能的神通也逐渐显现。 向北方飞行三个时辰后,楚天突然一声大吼,双手重重地拍在了九根巨柱上。 九根巨柱同时喷出大片火光,在巨柱表面凝成了数百对巨大的火焰翅膀。 火焰凝成的通红羽翼狠狠一阵,就听虚空一声闷响,九根巨柱居然直接破开虚空瞬移了出去。 巨柱内无数年来积蓄的浩瀚火力急速消耗。 这是九头炎龙柱特有的破空神通,只要巨柱内部的能量没有耗尽,巨柱就能持续地破空瞬移。 巨柱微微颤抖着,不知道破空挪移了多久,楚天突然一声大吼,九根巨柱撕裂虚空跳跃到了正常世界。 前方一根根黑色的烟柱冲天而起,喊沙声犹如海啸一般传来,潮水一样的金属傀儡已经突破了第三重长城防线,向南方侵入了上千里远。 长城防线后,千里范围内,崇山峻岭中,茂密丛林内,一座座大大小小的战宝威然矗立。 无数神佑之地的战士依迫着这些战宝,和陆神军团的强敌,还有无数的金属傀儡歇斯底里的相互杀戮。 第三重长城防线,同样被破开了两千里长短的一段。 爆炸产生的硝烟还在城墙废墟上冉冉飘荡,无数身高十丈的傀儡正越过城墙废墟,一般缓步行走,一边喷射出一枚枚灰尘火弩。 在这些金属傀儡中,又混杂了无数修为极其低微,进入天幕结界后更是被削弱到极致的天修。 他们手持各色能量武器,面容扭曲地疯狂笑着,一边走一边胡乱地向四面八方倾泻着火力。 这些天修手中的能量武器,比楚天在六道风魔大结界中见到的能量武器体积更小,威力更大,发射频率更高。 有些能量武器就是拇指粗细的一根精管,后面镶嵌了拳头大小的一块极品灵精。 如此简单的设计,却能激发出一道道穿透力极强的高温光束,犹如雨点一样漫天乱打,打得战宝中的神佑之地战士们抬不起头来,被压制得苦不堪言。 在灰尘火弩和能量武器的压制下,大群大群灵道,神道的生灵快步的推进,他们在战宝的城墙下开凿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窟窿,不断在里面填塞各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 东的一声闷响,大段城墙被崩上了天空,灰尘,黑烟冲起来数百丈高,里面隐隐可见大量挣扎的人体。 站在城外的陆神军团一声不吭地顺着崩开的城墙缺口冲进战宝,无数的残破砖瓦纷纷砸在他们的身上,这些武装到牙齿的怪物冲进被爆炸镇的头昏目眩的人群中,当即展开了一场疯狂的屠杀。 天目结界对他们毫无削弱,他们的实力强大可怕。 他们不知道痛苦,不知道害怕,冷酷如冰,残忍如鬼,依仗着精良的甲咒,依仗着锋利的兵器,他们所过之处残枝断壁乱飞,惨嚎声,嘶吼声响彻云霄,无数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 更多的时候,也有陆神军团的战争怪物们被打翻在地,他们的头盔被击落,面甲被击破,露出他们冰冷而无情的面庞。 这时候,经常有惊慌失措的怒吼声从神幼之地的战士群中传来。 这些陆神军团的怪物们,他们全都认识,都是他们的熟人啊,有青年时代的伙伴,有从小长大的发小,有隔壁邻舍的朋友,更有一些是他们的亲人,是亲人啊。 父子,兄弟,堂亲。 面对这些突然显露真容的陆神军团怪物们,好些神幼之地的战士一个犹豫,手软,没能及时的击杀他们,这些怪物立刻顺势反击,将这些惊呆的战士斩杀当场。 他们的眸子里闪烁着血色的光芒,没有一丝半点的人情味,只有纯粹的杀戮也行。 你们到底碰到了什么? 一尊战神山的王级高手挥动大斧,和一尊实力跟他不相上下的陆神军团怪物疯狂的撞击在一起,阿猛,阿猛,醒醒,醒醒啊。 我是你大伯,我是你大伯呀。 鞋子里另外两尊陆神军团的怪物猛的扑杀过来,战神山的王级高手本有机会斩杀和他交手的阿猛,大斧距离阿猛的脖梗只有三寸远,他猛的撤回大斧,将那两尊怪物一斧头逼退了七八步。 阿猛毫无任何犹豫,反手拔出腰间一柄脆毒的匕首,快若闪电的插进了他大伯的软肋要害,手腕还狠狠一转,硬生生开凿出一个海碗大小的伤口。 阿猛?你,不是阿猛。 战神山的王级高手泪流满面,他一把拔出匕首,体内庞大的惊血能量化为血色烈焰熊熊燃烧,伤口内黑血喷涌,伤口在急速的愈合。 我们找了你二十年。 二十年? 他痛苦的嚎叫着,你阿爹急得病倒,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 你阿妈哭瞎了眼睛,哭瞎了眼睛啊。 你不是阿猛。 大幅挥动,他一抚头将那面无表情的青年劈翻在地,一脚踩在对方的胸口上,高高举起斧头,却怎么都无法下定决心砍掉阿猛的脑袋。 你不是阿猛。 王级高手的手掌剧烈的哆嗦着,他嘶声的吼叫着。 后方两根镖枪呼啸而来,重重的刺穿了精神严重波动的王级高手的胸膛,逼得他亮腔着向后退了好几步。 阿猛一跃而起,随手抓起落在地上的长剑,面无表情的大踏步的向前逼近。 剑光凛冽,剑锋直刺他大伯的心脏要害,不死不休,毫不手软。 一大群衣衫褴,手持能量武器的天修奴兵从城墙缺口涌入,无数道光羽呼啸着打了过来,一颗颗灰尘火弩不断落下,炸得城内神又支地的战士血肉横飞。 阿猛的大伯接连被重创,他痛苦地拔出了胸膛上两根镖枪,无奈地大吼了一声,撤退。 撤退! 退到下一个战宝。 面对步步紧逼的阿猛,他还是无法下毒手,只能任凭阿猛手中的长剑,在他身上留下了一道道深可击鼓的伤痕。 他痛苦地喘息着,苦苦抵挡着数十名陆神军团怪物的围攻,掩护着城内残留的战士向后撤退。 好些战宝内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各处战宝中战力最强的战将和王级高手,他们都碰到了和自己有血缘牵扯的陆神军团所属。 这些陆神军团的怪物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痛下杀手,这些坐镇各处战宝的神佑之地战士则是心有牵挂,十成战力最多能发挥出七成来。 一处处战宝就这样被攻破,大群大群的金属傀儡和天修奴兵淹没了这些战宝。 一处处库房大门被破开,神佑之地各大势力堆积在这里的战争资源被洗劫一空。 更有大量战士被重伤,或者被打晕后生擒活捉,一条条非洲几乎是紧贴着地面慢吞吞地划了过来,这些战士被搬运上了非洲,然后一条一条满载的非洲不断地向北方返回。 昂的一声长啸,数百头山岭巨像在一群战神山战士的驱赶下,疯狂地向来袭的天族军队冲杀了过去。 他们庞大的身躯若是冲进了敌人阵列中,绝对会给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一波一波的灰尘火弩从天而降,漫天火光中,一头头山岭巨像被炸的粉身碎骨,血肉喷出了十几里远,好似一朵朵巨大的血色花朵在山岭中冉染绽放开来。 太古的祖神呢? 眼看得三重长城后方的战宝体系就要彻底崩溃,好些浴血厮杀的神幼之地战士不由地抬起头来,嘶吼着呼唤起传说中的祖神之名。 然后,他们就傻在了那里。 漫天火光招展,天空整个变成了火红色,一层层火云重重叠叠地从南方推了过来,九根巨大的圆柱形图腾柱慢吞吞地撞碎了虚空,飞到了这一片混战的山林上空。 这是何等巨大的图腾柱啊,直径数百里,高有数千里。 九根通体火红的巨柱呈九宫方位排布在天空,视野所及之处,尽被这些巨大的柱子占据。 东东东连续九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九根巨柱从天而降,撞碎了山林,撞开了岩层,撞开了地脉,深深地扎进了地下深层的地火灵脉中。 一波波的火能量被巨柱疯狂地吞噬着,巨柱喷涌出夺目的火光。 九道火柱冲天而起,冲起来足足有数百里高。 火柱中无数巨大的符纹若隐若现,骤然间,地面开始剧烈地颤抖,地面上出现了无数拇指粗细的红色纹路。 从高空往下看,方圆百万里的山林中密密麻麻的尽是这种红色纹路。 低沉的龙银声从巨柱中传来,一道道火光从地面上涌出,一头头体长百丈,纯粹由火焰能量凝成的九头龙从火光中窜了出来。 数以十万计的九头龙盘踞在地面上,他们张开猙獰的大口,不断向四周的天族大军喷出一道道粘稠的高温火焰。 惊慌失措的嘶吼声中,无数天族奴兵丢下手中的能量兵器,犹如炸窝的蚂蚁一样密密麻麻的向北方逃窜。 一尊尊身高十丈的战争傀儡通体变得通红,无数条火柱倾泻而下,傀儡们内部精密无比的结构迅速的发软,融化,几乎是在一瞬间,上一尊金属傀儡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后,所有的金属傀儡都融成了一团团闪闪发亮的金属疙瘩。 巨大的火焰结界笼罩方圆百万里地,彻底堵死了神佑之地唯一的进出涌道,一头巨大无棚的九头阎龙虚影在大阵上方若隐若现,这座九头阎龙沙阵完全取代了原本的三重长城防线。 楚天站在巨柱之巅,望着北方冷笑不断,金鸣驼,滚出来,我们好好谈谈。 第四百二十二张帐王的很绝 天幕结界外,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上,金鸣驼,金鸣熊身体同时颤抖了一下,两人的脸色骤然僵硬如冰,难看得好似死人。 那头体长近万里的九头阎龙悬浮在半空中,九颗硕大的头颅被一层层火云环绕着,眸子里喷吐着烈火,嘴里不断喷出一片片火海,烧得大片山岭一片通红,好些山头整个变成了一片火海,大量岩石,沙粒被烧成了岩浆顺着山体不断流淌。 百万陆神军团的战士,被以头头体型巨大的九头阎龙死死困住。 这些火焰凝成的阎龙,身躯强横异常,他们修长的身躯死死的缠住了一个个陆神军团的怪物,任凭他们刀劈斧垮,任凭他们镖枪穿刺,这些纯粹火焰凝成的精灵不知道痛苦,不知道畏惧,所有伤口随生随灭。 无论如何挣扎,这些九头阎龙纹丝不动。 不仅如此,随着九根巨柱吸收的地下火脉能量越来越强,岩龙体表的温度越来越高。 陆神军团战士身上的甲骤被烧得通红,烫得他们皮肉痴痴直响。 饶食这些陆神军团的战争怪物不知道痛苦,他们的身体却做出了生物本能的反应。 肌肉,经络剧烈的静卵抽搐着,他们想要继续挣扎反抗,动作都已经变形,再也难以发挥出强悍的战力。 不仅如此,火焰灼烧还在急速消耗他们体内的精血能量,他们不断的修复体表的烧伤,不断的消耗精血,短短一斩插时间,这些怪物的体力已经下降了大半。 九根巨柱顶天立地,高温席卷四方,火焰统治万物。 在楚天的掌控下,同样位于九头阎龙沙阵笼罩中的神佑之地战士们,火神一脉的战士不用说,他们只觉得四周暖洋洋的很是受用,其他族系的战士固然觉得酷热难当,但是除了大汉淋漓难受了一些,这些火海倒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直接的伤害。 唯有天族的大军,金属傀儡都被融成了废物铁疙瘩,陆神军团的怪物们纷纷被禁锢,而那些实力低微的奴兵战士,他们刚刚被火海一围,就直接跪地投降。 被天族用禁制杀死,那是瞬间爆头而亡。 被大阵用火海烧死,若是操纵大阵的人足够狠毒,可以用火焰慢慢的将人一点点的烧死,这种痛苦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天几夜。 这些奴兵任命的跪在了地上,他们宁可被脑海中的禁制杀死,也不愿意被大阵慢吞吞的炼死。 地面上,各色各样的能量武器丢弃了一地都是,好些能量武器内的能量回路被高温熏烤轰然爆开,时不时的就有低沉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 那些非洲也都停了下来,乖乖的降落在地。 控制非洲的奴兵们从非洲中鱼灌而出,乖乖的跪在了甲板上。 顷刻之间攻防之势彻底一变,天族势如破竹的进攻被轻松瓦解,侵入天目结界的所有大军被一网成擒。 金明驮双手紧紧握拳,通体火焰生疼,咬牙切齿的看着南方。 这是,火神山。 根据那些受邀查探的情报,这是火神山。 金明熊低声的嘶吼着,可是,谁能告诉我,这火神山是什么玩意儿? 是什么鬼东西? 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来到这里? 金明驮双转过身来,向身后站着的大群金氏族人望了一眼,谁能告诉老夫,这九根巨柱是什么来路? 这是一座什么阵法? 金氏族人鸦雀无声。 沉默了许久,金明驮苦笑了一声,是了,我们都不通阵法。 老祖明令,我等族人所需的一切天气、阵气、丹药、雷珠等物,任凭索取,但是我们自己,却连一颗最简单的丹药都难得炼制出来。 深吸了一口气,金明驮恼怒的咆哮道,老祖们说,尊贵无比的天族,只要坐享其成就好,这些阵法、丹药、俘虏、炼气之类的东西,自然有那些卑贱的下贱种去做。 金明驮怒道,那么谁能告诉我,这座大阵毁了我们的一切筹划,谁能破除这座大阵? 依旧没人吭声,所有的金氏族人都搭拉着脑袋,很认真的看着自己的脚尖,好似上面盛开了一万朵绚丽的花朵一样,很认真,很全神贯注的看着那儿。 金明熊沉沉的开口了,明驮,这些小辈知道些什么? 且不提其他,这一百万陆神军团的战士必须救回来,我们将他们调离了住房之地,十天后如果他们不能返回,我们就麻烦了。 金明驮的脸色一阵惨白,他的身体猛的晃了晃。 艰难的笑了一声,金明驮低声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一百万陆神军团没在了这里,我们会怎样? 金明熊的脸色也变得惨淡异常,他带着一丝不正常的哭音说道,或许,我们会死。 他们原本负责镇守的地方,你知道的,那里若是出了纰漏,这事情瞒不过那些老祖。 金明熊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明驮,这些年,族中规矩松懈,败坏,这些年轻的娃娃们,或许已经忽视了我们天族的戒律。 但是你我这些老人当知晓,天族的戒律有多可怕,一旦惊动了那些执掌权柄的老祖,你我。 金明驮身体猛的一抽,他猛的上前了一步,用尽全力的朝着南方大声呼啸,天师。 可有胆出来和老夫一会。 此番事情,老夫有话要说。 九根巨柱后方,一座山峰之边,提君子和狂刀呆呆的看着满天火云,看着那矗立在天地之间的九根巨柱。 火神山啊! 提君子呆滞的说道,这火神山,居然是一套巨大的震气,天野,谁能想到呢? 火神山也就罢了。 狂刀兴奋的浑身直哆嗦,看哪,是陆神军团。 还记得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查探出来的消息吗? 陆神军团,是这些邪魔用来镇守那些极危险禁地的主力。 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手段,将一百万陆神军团调来此处。 狂刀兴奋的说道,我只知道,如果这一百万陆神军团无法回去,那么,尽管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是肯定有地方会出大乱子。 皮君子看了狂刀一眼。 狂刀看了看皮君子,他长笑一声,脚踏一缕寒光向楚天飞去。 金明驮再次向着天目结界放声高呼,通体火光萦绕的他,额头上一缕冷汗悄然滑落,然后迅速被高温蒸发成了一缕水气。 他墙挤出了一丝笑容,做出了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他不愿,也不敢让楚天看出他心头的焦虑和惶恐,和楚天打过一次交道后,他知道,楚天若是狮子大张口,真是能从他身上撕下一大块血淋淋的皮肉。 金明驮的声音穿透了天目结界,悠悠传到了楚天耳边。 听到金明驮的声音,楚天笑了笑,正要回话,狂刀飞身到了巨柱之巅,大声的叫嚷起来,天师,这些怪物是天族制造的陆神军团,这是一群纯粹的杀戮工具。 陆神军团负责坐镇的,是天族最紧要的要害地带,若是能全尖了这些怪物,天族定然伤筋动骨。 楚天看了看狂刀。 九根巨柱上烈焰生腾,战王突然语气怪异地大吼了一声,他连蹦带跳地从火神山上跳了下去,大声吼叫着冲向了一尊被九头阎龙缠绕禁锢的镖形大汉。 手中战锤一挥,那大汉的猙獰面甲连带头盔被打落,露出了一张和战王生得有七八分相似的中年男子的粗豪面孔。 战神山七位长老,还有战王的心腹将领战雄,战徒等人同时惊呼出声。 白相 是白相兄弟 怎么会是他? 祖神在上,白相兄弟怎么会,怎么会向我们出手? 像 我的儿子,白相 战王的身体剧烈地哆嗦着,他大声吼道,就算隔着这层铁壳子,我依旧能嗅到你的气味,你是我的儿子,白相。 战锤挥动,缠着白相身躯的火焰九头龙轰然粉碎,白相重重落在地上,他猛地大吼了一声,原地一个翻滚,随手抓起落在地上的长剑,身体向前翻滚的同时, 一剑向战王的小腹要害撕了过来。 战王挥动大锤挡在了长剑前。 大锤剧烈震荡,长剑噶之一声炸成了无数细小的铁蟹,白相眸子里闪烁着血色胸光,嘶声尖笑着一跃而起,双拳一前一后,带着恶风向战王当胸锤下。 我的儿子。 战王丢下战锤,干净利落的一个横移,避开了白相的重拳,不等他反应过来,双手如灵蛇一样从白相的腋下穿过,扭住了白相的身体,大吼一声将白相举过头顶,然后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一声巨响,白相身上的甲皱摔得粉碎,他体内起码有上百根骨头被震断,他身体抽搐着想要站起身来,战王一脚踏在了他的胸膛上,让他再也动弹不得。 我的儿子,白相。 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战王看着白相血淋淋的眼眸,星红色的眸子里不见任何其他颜色,唯有浑浊,凶残的血光闪烁,充斥着原始,野性的兽性。 楚天和狂刀等人从巨柱上飞身而下,落在了战王身边。 所有人都低头打量着白相,看着面容扭曲的他低沉的嘶吼着,偶尔他张开嘴,可见他的满口牙齿都发生了变异,变成了类似狼牙一般无比尖锐的历齿, 看上去猙獰异常。 楚天等人围在他身边,这似乎刺激到了白相。 他剧烈的挣扎着,疯狂的抽搐着,不断从嗓子眼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不多时就有大量的血墨子从他嘴角喷了出来。 他双手在地上用力的抓挠着,很快在地上拉出了两条深深的土钩。 天幕节界外,金鸣驼,金鸣雄汗然带着大群金士族人向南方快速逼近,一直紧逼到了天幕节界外不到百丈处,这才小心地停下了脚步。 天师! 只要你放回陆神军团所属,老夫可以答应你,未来我金士一族驻守天气之地期间,再不对天气之地发动任何进攻。 金鸣驼咬着牙,提出了他的条件。 楚天抬头看了看金鸣驼等人,咧嘴一笑,懒得搭理。 楚邪则是放声笑了起来,悬浮在他头顶的万鬼朝宗图放出一道阴风,将他的声音捡起,远远地传出了天幕节界,这是想要做没本钱的买卖呢。 吓,这么多穷凶极恶的杀胚,你轻描淡写的一句空话就想带走。 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 狂刀凑到了楚天身边,他看了看浑身微微颤厉的战王,沉生道,陆神军团,是天族掳掠的强大战士,用秘术抹除了灵魂,保留了战斗本能后加工而成的肉身傀儡。 他们看似活人,实则是死物,或者说,他们是活死人。 狂刀沉生道,他们不知道痛苦,不知道疲乏,没有恐惧,死战不休。 就算身体受到重创,只要将他们泡进血池中汲取足够的精血,他们的伤势就能无限再生。 最强大的陆神战士,就算将他们剁成十几块,只要将他们泡进血池,就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如初。 狂刀带着一丝羡慕的说道,他们是最可怕的屠夫,战场上最完美的战士,天族对自家族人的生死看得极重,陆神军团就是他们镇压四方最有力的力量。 金鸣驼的声音又远远传来,这一次,他的声音终多了一丝紧张,甚至隐隐带着一丝恐惧,没本钱的买卖。 下剑种,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吧,如果你们认为老夫所给出的条件不恰当,你们只管说,你们想要怎样的好处,才能放回他们。 战王低头看着疯狂挣扎的白相,他沉沉的说道,你,其实已经是死物了。 我战王最看重的小儿子,天赋最好的白相,最豪爽热情的白相,最受年轻姑娘们欢迎的白相,已经是个死人了。 死了,你们还为邪魔所用,你们被邪魔驱使,向你们的兄弟姐妹举起了屠刀。 战王喃喃自语,你们玷污了你们的血脉,你们辱没了祖神的荣耀,虽然你们没有错,但是你们的确不应该继续存留下去。 战王转过身来,向楚天点了点头,很严肃的说道,天师,将他们,全部烧化吧。 只有火,才能洗清他们身上所有的罪孽,所有的耻辱。 楚天认真的看着战王。 战王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楚天向四周火王在内的所有人挨个看了过去。 所有人都很严肃的向楚天点头示意,他们无声的赞同了战王的提议。 战王更是抓起了战锤,最后一眼看了看白相,粗壮的手臂挥下,他亲手一击结束了白相的生命。 你的生命源于我,那么,就让我亲手终结他。 战王喃喃自语,你们的血,将由那些邪魔百倍,千倍,万倍的偿还。 第四百二十三章 空城 楚天举起了右手,五指灵巧的驱成了一个形如火莲花的奇异印诀。 九根巨大的图腾柱熊熊燃烧起来,赤红色的火焰转成了青色,地面上数以百万计的小九头炎龙也都纷纷化为青白色,他们体表的温度骤然飙升了数倍,陆神军团战士们身上的甲咒开始融化。 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焦壶味开始蔓延,陆神军团的战士们竭力的挣扎着,发出犹如野兽的喘息声。 九头炎龙们纷纷压缩身形,修长的尾部不断缠紧。 楚邪哈哈大笑,万鬼朝宗图上,一道道音风冲出,将他的声音传到了北面数千里外的山头上,哈哈哈哈,金家的老鬼,想要凭空取好处,没这么容易,没这么容易。 金明驼,金明熊的额头上大片冷汗不断渗出。 金明驼身上的冷汗迅速化为屡屡蒸汽蒸发,金明熊身上的冷汗则是急速变得浑浊而沉重,变成一颗颗细小的泥团速速滑落。 金明驼猛的上前了一大步,他差点就闯入了天目结界中。 幸好他反应得快,他身体刚刚碰到灰蒙蒙的天目结界,他就猛的杀住了身形,向后倒退了数十步。 他历声喝道,天师,我们好商量。 你们有什么条件,只管提。 哪怕我金明驼倾家荡产。 金明驼面色铁青,摆出了一副任人鱼肉的架势。 金明熊怒吼了一声,犹如铁蹲子的他狠狠一跺脚,地面剧烈的颤忧了一下,方圆百里内的山头纷纷崩塌,裂开,无数山石炸上了天空。 还有,我。 金明熊沉沉的吐了一口气,他咬牙切齿的怒声道,老夫万年积蓄。 可以全部给你。 狂刀少军扯着嗓子的大吼起来,不能答应他们。 杀了这些陆神军团的怪物,金士一族会有大麻烦的,会有大麻烦的。 他们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金明驼,金明熊立声呵斥,金明驼不断向楚天提出一条条让人无比心动的优厚条件,甚至他将站在他身后的数十名金士族女都当作筹码许诺给了楚鞋,他答应楚天,只有楚天放回那些陆神军团的战士, 他可以让这些嫡系的金士族女做储鞋的奴仆,吓人。 金明熊则是指着狂刀少军力声呵斥,他不断的赌咒发誓,他一定会亲手扯断狂刀的脖子,将他的脑袋制成便逆之气。 他更是指天化地的向狂刀发誓,他一定会亲手参加对神功的围剿,将所有神功的下剑种全都倒成肉泥,用香料搅拌均匀后拿去喂狗。 战王、火王、还有战神山、火神山的一众高层纷纷看着楚天,肃然的点头。 这些陆神军团的战士们啊,他们曾经是神佑之地各大势力最优秀的年轻人。 沦入天族手中后,他们被当作了珍稀的材料,他们被天族用邪恶的秘术炼制成了人形的战争机器。 祖神的光辉,已经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的灵魂已经湮灭,只剩下了行尸走肉的身躯。 这样的火死人之躯,还有什么价值呢? 战王惨笑了一声,杀了他们吧。 都是各族的好儿郎,让他们干干净净的来,干干净净的走。 不要让他们死后都还蒙受屈辱,不要让他们死后还充当敌人的工具,死也不得安生。 惨笑几声后,战王朝着西边跪下。 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战王跪倒在地,唱起了一首苍凉古老的歌谣。 这是安魂战歌,安抚死去战士的灵魂,祈祷他们能够顺着太阳行走天空的轨迹,回到诸神的怀抱。 在神佑之地最古老的传说中,太阳也是一尊伟大而尊荣的神灵,他从东方,也就是生命诞生之源的方向腾空而起,耗尽一个白天的时间,最终返回万物凋零之地休憩。 那万物凋零之地,更是诸神安眠的目的,也是诸神的后裔们死亡后的最终归宿。 在那里,战士们的灵魂将沉睡在诸神的神魂旁,永恒而安宁,享受最长久的宁静和荣耀。 诸神的光辉将时刻伴随着他们,没有忧虑,没有恐惧,只有最终极的圆满和欢喜。 所以西方是神佑之地所有不足心目中,祖神和仙祖们沉睡的圣地。 战王面朝西方跪倒在地,唱起了安抚战死战士灵魂的安魂曲。 他的脸上热泪流淌,声音苍凉而幽远。 火王也跪了下去,一众长老跪了下去,无数的战神山,火神山的高层和战士们跪倒在地,向着西方唱着一代代仙祖口耳相传的歌谣。 楚邪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低声咕弄道,乖乖我的亲爹爷,怎么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楚天则是敬畏地看着这些人。 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他们身上不负先祖曾经的荣耀,无比辉煌的文明在他们身上只剩下了几颗微不足道的火星,他们的文明之火随时可能熄灭。 但是任何伟大的族群,他们总有一股子精神隐藏在血脉的深处。 任凭你风吹浪打,任凭你刀劈腹堕。 有时候,刀斧可以砍断你的脖子,却剁不碎你的脊梁骨。 有时候,火焰可以烧毁你的身躯,却烧不掉你的精气神。 脊梁骨不断,精气神不灭,这个族群就是不可征服的,就算他沉沦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有一个契机,他们就能再次的蓬勃发展,再次的崛起天地之间,重新站在天地的巅峰。 我的祖宗也不差。 我可不羡慕你们。 楚天看着这些沉浸在神圣和肃穆气氛中的诸神后裔,微微一笑,然后猛地打了一个响指。 数以百万计的九头炎龙轰的一下炸开,化为一团团赤裂的火焰莲花裹住了那些陆神军团的战士。 铠甲融化,皮肉成了青烟,然后骨骼也被烧成了灰烬。 金鸣驼,金鸣熊发出凄厉,不可置信的吼叫声,金鸣驼用一种被深深欺骗的屈辱语气声嘶力竭地咆哮着,天师,你说,你要和我们好好谈谈。 楚天微笑着看着金鸣驼,他摊开了双手,温和地说道,是啊,刚开始的时候,还想好好地讹诈你们一笔。 但是想想,为什么要和你们多废话呢? 既然是敌人,那就不择手段地打击你们。 毁灭你们的肉体,折磨你们的灵魂。 让你们坐立不安,让你们寝食不宁。 楚天笑看着金鸣驼,他有好长一番话没有说出来。 他很好奇,这百万陆神军团的战士被烈焰净化后,金氏一族究竟会发生什么? 天路,金氏的一处直辖领地。 这里的天空中漂浮的云彩都是淡金色,更金之气浓郁异异常,其他属性的天地灵髓稀薄到了极点。 一片片银白色,青铜色,黑铁色的山峰上寸草不生,大片大片已经金属化的古墓残躯笔挺地矗立在山峰上,犹如无数的墓碑在朝着天空发出无声的悲鸣。 在那些最高大,巍峨的山峰之巅,矗立着一座座暗金色的方间碑。 血色的,猙獰扭曲的龙头凤尾子路神章深深烙印在坊间碑上,肆无忌惮地向四面八方扩散出一波波恶意的,肃杀的精神波动,禁区,禁区,善入者死。 这是一片方圆百万里的禁区,山体上,古墓的残躯上,地面上,到处都铭刻了大大小小锐气四射的符纹。 无数的符纹组成了一座巨大的大阵,封进了天空,封进了大地,空气中隐藏了无数宛如实质的锋芒,就算一只蚊子飞过,都会被瞬间撕成粉碎。 禁区的核心区域,十几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环绕着一个直径千里的盆地,圆形的盆地正中矗立着两根高有万丈的金色巨柱。 粗大,笨重的巨柱上无数扭曲的符纹闪烁着夺目的寒芒,两根巨柱之间拉开了一道厚重的金色光幕,透过光幕看过去,隐隐可以看到对面一座古朴的城堡矗立在一座大山之下。 数百名神匹重甲的金士族人神色紧张地环绕在两根巨柱边,一脸忐忑地左右张望着。 过了很久很久,一名长嘘老人突然低声咕咕咙道,名陀书简直是拿我们顶纲。 若是这里出了什么纰漏,我们一个个都跑不掉。 没人吭声,只是在场的金士族人的脸色都极其的难看。 他们不时的低声喘息着,微微扩张的鼻翼暴露了他们心境的不平静。 穿过两根巨柱之间的金色光幕,瞬间就是另外一方世界,青山绿水,空气清新而甜美,空气中的天地灵髓润泽,和谐,并没有金士一族的领地中更金之气占了绝对优势,导致五行失调的恶劣环境。 一座长宽石里,面积不大,但是防御极其森严的城堡矗立在一座大山下,城堡前一条百丈宽的小河蜿蜒流淌而过,远处是一片碧绿的原野,大风吹过,长草低垂,露出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兽群。 这是一方风鱼肥美的天地,鲜嫩娇美,就好似豆蔻年华的少女一般引人喜爱。 原本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风景,却因为这座城墙高有百丈的城堡,被彻底的摧毁了。 高耸的城墙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乌血,百丈高的城墙正中伸出了一根根尖锐的铁刺,上万具尸体被铁刺洞穿了胸膛,就这么挂在了城墙上,散发出熏人作呕的血腥味和腐臭味。 这些尸体高有一丈开外,体型健壮,皮肤白皙隐隐呈透明状。 上万具尸体挂在铁刺上,随风轻轻地摇摆着,头顶三颗太阳高悬中天,夺目的阳光洒落,可以看到这些尸体的面部,胸脯,肩膀,手肘,膝盖等部位,都是一个个眼睛大小的血窟窿在不断地流淌出污血。 无数草原上的小飞虫被这些尸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吸引,它们密密麻麻地覆盖在这些尸体上,远远望过去,这些尸体表面好似在如洞一样,让人莫名的头皮发麻。 一尊身披血色甲皱,身高两丈开外的魁梧大汉端端正正地坐在城墙上,它头戴一顶牛角盔,面门上覆盖着一张猙獰的恶鬼面甲,深深的面甲眼洞中,两颗星红的眸子散发出森冷邪恶的血光,冰冷无情地扫射着城堡外那一片广袤的原野。 城墙上,数百条人影顺着城墙往来巡游,它们厚厚的面甲下,星红的眸子犹如野兽,恶鬼,同样森冷无情地扫射着外面的广袤的天地。 乍一看去,这座城堡似乎防御很是森严,似乎有重兵囤积。 但若是进入城堡,就会发现城堡中平日里用来囤扎大军的营房已经空空荡荡。 城墙中的藏兵洞内一根人毛都找不到,城内的营房中渺无人影,城池地下一众众的地下基地中,更是只有稀稀拉拉的三五十条人影在晃来晃去的维护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器械。 这座城池,悍然是一座空城。 哼! 带着牛角盔,端坐在城墙正中的大汉突然缓缓站起身来,他猛地抓起身边兵器架子上的一根镖枪,右手随意一挥,一道雷银炸响处,镖枪在空气中破开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气暴,瞬间击穿了万丈虚空。 城墙外万丈处,一个高有百丈的小山包上,几个皮肤白皙,身高过丈的奇异人物静静地站在那里。 他们和城墙上挂着的那些尸体显然是同一族群,他们的眉心有一只大眼,然后除了和正常人无异的两只眼睛外,他们的胸口,肩膀,手肘,膝盖等重要关节处,都生长着一只一只意义生辉的眼眸。 尤其是领头的那人,他身高将近两丈,晶莹剔透宛如水晶凝成的身躯上,密密麻麻地生长了百多只眼睛。 这些眼睛色泽不同,内部隐隐有光芒流转,更有奇异的符纹若隐若现,充斥着一种极其诡异,却又华美到极致,神秘到极点的强大魅力。 手腕粗细的镖枪破空而来,领头的这人冷哼了一声,他浑身眼眸突然张开,他面前的空气骤然凝固,一道道无形的气墙凭空出现。 镖枪击穿了一道道气墙,发出沉闷如雷的巨响,爆开一团团白色的气泡。 镖枪的速度越来越慢,最终镖枪在领头这人面前不足三寸的距离戛然停下,静静地悬浮在了空气中。 呵呵,这人缓慢地伸出一根手指,他的指尖同样生了一只通红色眼睛,深邃的眸子里一抹赤红色的光芒闪烁,一股火焰凭空生出,猛地裹住了这根惊弓锻缀造而成的镖枪。 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标枪融化成了铁水,一滴滴的滴落在地。 天外邪魔 这人开口清喝,他的声音清脆而灵动,宛如清风吹过风铃发出的声音,悦耳,且一直能传到人的心窝窝里去。 向四个方向,奔行三百个日升日落的时间才能抵达的广袤领地中,一百二十四名酋长同时发布了战争令。 不惜牺牲,无论死亡多少,我们会砍掉你们的头颅,抽干你们的血液,将你们的灵魂囚禁在始祖之眼中日夜折磨,直到世界崩溃,直到万物崩毁。 战士们 进攻 清脆灵动的吼声从远处传来,长草中,无数皮肤晶莹剔透,生得美轮美奂的人影冒了出来。 第四百二十四章跨界 三轮太阳高高挂在天空 绿油油的原野上,无数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兽群抬起头来,好奇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人影。 通体晶莹,宛如水晶凝成,面容精致精美,眼眸数量从三只到上百只不等的人影排着整齐的队伍,神态肃目的向城堡方向一步步逼近。 兽群们没从这些人影身上感受到任何杀气,或者任何负面的情绪,他们伸出舌头,亲密的舔是从身边走过的人影。 原本很严肃,很沉重的行军,因为这些兽群的捣乱,就变得和交友无异。 好些人影绷紧的面皮松懈下来,严肃的神态逐渐消散,脸上露出了笑意。 他们甚至有人停下脚步,轻轻地拍打这些兽群的脑袋,更有甚者,有人脱落队伍,采摘各色鲜嫩的草芽,为使给这些兽群中的幼兽。 这是一个并没有什么侵略性,天性纯和浪漫的族群。 数百名身披重甲的陆神军团战士在城墙上一字而排开,他们拉开了长弓,当这些人跨越城堡前方的百丈宽小河时,他们悍然发动了攻击。 四耳的尖叫声中,一支支箭头闪烁着夺目寒芒的箭矢破空飞去。 数百名人影一字而排开在小河旁,他们身上有幽蓝色的眸子熠熠生辉,一股寒流凭空而降,硬生生冰封了河面,让河道变成了可以轻松跨越的冰层。 无数人正踩着光溜溜的冰层,小心翼翼的小步跨过小河,箭矢呼啸而至,每一支箭矢都精准的命中了一个人影的头颅。 可怕的头颅爆裂声响起,数百条人影被箭矢打得倒飞而出,他们头颅爆开,点点淡红色晶莹剔透的血浆洒落冰面,犹如水银一般滴溜溜的在冰面上急速滚动。 沉闷的撞击声中,数百名被一箭击杀的人影重重摔倒在地。 城墙上的陆神军团战士剑术惊人,他们同时开弓射箭,一箭命中一个敌人,一箭击杀一个敌人,没有一箭落空,没有一箭浪费。 不等这些周身都充斥着和善,自然气息的人影回过神来,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箭矢呼啸而来。 每一波箭矢都带走了数百条人影的性命,每一波箭矢都精准无比的命中他们的头颅,箭头上附着的爆裂符纹爆炸开来,将他们的头颅整个炸成一团血雾。 一颗颗亮晶晶的眼眸从化为血雾的头颅中飞出,犹如宝石雕成的眼眸一碰到外界的风就立刻凝固,黑色,蓝色,白色,红色,各种色泽的眼眸叮叮当当的坠落在冰面上,在光滑的冰面上急速的跳动滑行。 后方,硬生生承受了牛角盔战士标枪一击的晶莹人影高高举起了双手,用尽了力气发出了清脆悦耳的怒吼声,族人们啊,看清楚,这些恶魔,使他们击杀了我们清源部无数的族人,使他们挖走了我们清源部无数族人的眼眸。 战斗,战斗,拿出你们的勇气,战斗!不要让族人的血白流! 这晶莹人影深吸一口气,他身体表面所有的眼眸同时亮起,面对着城堡这一面的所有眼眸瞬间喷射出了拳头粗细的光芒。 强光滑破万丈虚空,瞬间落在了城堡的城墙上。 城堡的城墙上一道道巨大的符纹亮起,一道城防结界浮现,强光急昼冲击城防结界,发出沉闷的响声。 一圈圈强光不断扩散开来,城墙微微的颤抖起来。 那些行军犹如胶游的晶莹人影亲眼目睹了极短时间内数千族人的陨落,他们的表情终于变得严肃起来,他们身上多少不等的眸子亮起了夺目的神光。 城墙上可见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晶莹人影同时发出了清脆悦耳的怒吼声,一道道强光撕裂虚空,最终全部汇聚在了城堡的防御结界上。 城墙上,数百路神军团的战士僵硬而死板地拉开长弓,不断向外射出一波一波箭矢。 光束如雨,覆盖了整个城墙,他们射出的箭矢刚刚飞出防御结界,就在强光的密集散射下化为一缕缕青烟。 一展查时间后,不仅仅是城堡前方的原野上,更远的山丘上,乃至城堡两侧,小河的上游和下游方位,也都有无数强光激射而来。 除了威能惊人的光束,更有无数到无形的强悍力量作用在了防御结界上。 高温,酷寒,原磁,重力,扭曲的空间,倒流的时间,偶尔可见一颗颗细小的星体从天空坠落,狠狠地砸在了防御结界上,更过分的是,有几颗微型的黑洞凭空出现,剧烈的扭曲,吞噬了一部分防御结界,更直接撕裂了一部分城墙上的防御符纹。 各种莫测的,强大的攻击凭空而来,城防结界剧烈地蠕动着,不断荡起一波波强光。 在如此密集而恐怖的打击下勉强坚持了一刻钟,城防结界轰然崩溃,高达百丈的城墙裂开了无数条大大小小的裂痕,城墙上的数百名陆神战士被强光横扫一空,除开头戴牛角盔的那魁梧战士,其他人全都在光雨中化为飞灰。 身上的血色甲皱破开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窟窿,最终在光雨的侵蚀下化为乌有。 身高两丈开外的魁梧战士微微勾搂着身躯,通体燃烧着高达十几丈的精血烈焰,庞大的精血气息一波一波的向四周扩散开,犹如飓风一样,将外界所有的攻击全部击溃,吹远。 强光骤停,好多晶莹的人影已经来到了城墙下。 体表的眼眸微光闪烁,一些人影腾空而起,飞身到了城墙中部那些伸出的铁刺旁,双手轻轻地将那些已经散发出腐臭气息的尸体拔出,拖着他们重新落回地面。 一具具残破的尸体整齐地排在了城墙下。 无数原本神态谦和,只是强行绷紧面皮摆出严肃表情的晶莹人影看着那些残破的身躯,他们的身体微微地颤抖起来,白皙而晶莹的皮肤骤然变成了淡红色。 邪魔 一道道清脆的吼声不断地从四面八方传来。 邪魔 城墙上仅存的陆神战士低沉地嘶吼着,他拔出一柄长刀,双手握刀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他挥动长刀,想要凌空斩杀城墙下的晶莹人影,远处空气中一阵波动,数十条通体密布着无数眼眸,乍一看去全身上下起码长满了一千只眼的晶莹人影突然出现。 这些浑身长满眼睛的晶莹人影全身眼眸张开,凝视这尊实力绝对超过了战神山王级巅峰的牛角盔战士,只是一个凝视,这尊牛角盔战士就身体骤然僵硬在了半空中。 嘎吱碎裂声中,牛角盔战士身边的虚空崩解,一条条极细的黑色裂纹不断浮现,将他身边树杖的虚空连同他的身躯同时崩成了碎片。 一个黑洞从虚空中涌出,牛角盔战士的身体碎片被黑洞一口吞下,一股淡淡的能量潮汐从黑洞中一闪而过,牛角盔战士在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就此消失。 一名千眼级别的晶莹人影脚踏虚空,一步一步走到了高耸的城墙前,他伸出右手,掌心一枚灰扑扑的眼眸睁开,笼罩整个城堡的时间领域骤然加快了流速。 十倍,百倍,千倍,万倍。 十个呼吸的时间后,整个城堡已经流逝了数万年岁月,城墙彻底风化崩解,城墙内的所有符纹阵法失去了正常维护,彻底的土崩瓦解。 百丈高的城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一棚尘土,连带着城堡内的所有营房等建筑全部飞灰,最终露出了城堡核心处一个通往地下的,长宽百丈的涌道入口。 以数十名千眼级别的晶莹人影为首,大队大队的晶莹人影快速的侵入了涌道。 顺着斗鞘的阶梯一路向下,城堡下方修建了面积巨大的地下基地,每一层地下基地的面积都是地面城堡的数倍以上。 这些晶莹人影眼见如此规模宏伟的地下建筑,无不发出惊异的赞叹声。 一路向下,将沿途稀稀拉拉不多的助手力量一扫而空,最终他们来到了地下基地的最深一层。 在这里,两个高有千丈的黄金巨柱微然矗立,巨柱中间一层金色的光幕中无数道流光旋转,化为一个巨大的流光漩涡,好似通向了另外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 在两根黄金巨柱四周,地面上布置了一座巨大的阵图,澎湃的精血气息不断从阵图中涌出,在大阵上空凝成了一头若隐若现的六牙神像漫悠悠的往来奔走。 这分明是一座和战神山传承相关的秘阵,而且是一座沙场沙伐使用的军阵。 这么一座大阵,若是能配合数万战神山战士,当能发挥出无穷的威能,但是此刻,这座大阵中空荡荡的,一个助手的战士都没有。 数十名千眼级的晶莹人影见到这座大阵,感受到大阵中蕴藏的恐怖杀机和庞大能量,他们的脸色骤然一变。 全身上千只眼眸同时亮起,数十人联手同时向前一挥,一道道无形的庞大立场扭曲了虚空,混乱了时间,崩解了万物之间有形无形的法则联系,将这一座杀伤力惊人的大阵彻底崩毁破坏,只留下了那两根千丈高的黄金巨柱。 越来越多的晶莹人影闯入这一层地下基地,他们好奇地围住了这两个巨柱。 数十名千眼级的晶莹人影凌空漂浮着,小心地靠近了黄金巨柱,他们用一种极其优美动听的语言轻声地交流着,身上的眼眸配合着他们的话语声变换出各色各样的色彩,组成各种绚丽的图案,以此来强调他们的语气,标注他们话语中的重点。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晶莹人影在自己的族人面前,是不可能说谎的。 无论他们说什么,他们身上的眼眸都会视无巨细地反映出他们最真实的心理活动,让他们的心理状态直接昭示给族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晶莹人影天生坦率,天生淳朴,他们族人和族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不可能存在任何的阴谋,他们的情感交流更加直接,相互之间的联系就更加的紧密。 迅速交流了一阵子,一名胸口胸椎骨上的眼眸呈现出朦胧灰色的晶莹人影上前了两步,他胸口眼眸瞪圆,一圈圈迷离的灰色光运笼罩了两根巨大的黄金柱子。 就在这里,我能感受到。 晶莹人影喃喃自语道,邪魔就从此而来,他们跨越了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从极其遥远的地方强行降临我们的世界。 杀戮,征服,奴役,掠夺。 我能看到被他们抓捕的族人,他们,他们。 晶莹人影全身的眼眸同时闭紧,他身体内闪过一抹抹青红色的光运,他痛苦的蜷缩着身体,嘶声说道,他们挖出了我们族人的眼睛,将我们族人的眼睛,镶嵌在了一些古怪的器具上。 他们称呼我们为千眼邪魔,他们说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繁殖场。 他们是金氏一族,他们是一族,他们是邪魔,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奴役我们,豢养我们,抹杀我们的文明,让我们沦为禽兽,让我们回归原始,将我们当作提供炼气材料的牲畜。 这是一个邪恶的,恐怖的族群,我们必须,必须灭亡他们。 晶莹人影胸口的灰蒙蒙眼眸突然爆裂,盯的一声,眼眸化为一缕晶莹的光雾悄然消散,他胸口留下了一个不断流血的深深窟窿。 他痛苦的倒在了地上,身体剧烈的抽搐着,我看到了,那是一个更加巨大,更加美好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个世界,或许,我们就能追踪祖神的脚步,或许,我们族中被困了无数年的祖先们,他们就能化为神灵。 一对儿星红色的眼眸突然从空气中冒了出来,这对水缸大小的眼眸悬浮在空中,死死的凝视着那两根黄金巨柱。 清脆,悦耳,带着几分沧桑气息的声音从虚空中传来,孩子们,进入那个世界,查清那个世界的一切底细,无等当从沉睡中醒来, 我们将亲自前往这个世界。 无数的晶莹人影,无论是只有十几只眼眸的,还是有百只眼眸以上的,或者是千眼级别的晶莹人影,他们纷纷举起双手仰天欢呼,然后在数十名千眼级别晶莹人影的带领下,他们义无反顾的踏入了黄金巨柱之间的金色光幕。 金氏一族的禁区中,盆地内,数百名金氏族人还在忐忑不安的低声说着话儿。 骤然间他们面前的光幕一阵波动,数百名通体晶莹剔透,皮肤白皙的人影从光幕中冲出。 还不等这些金氏族人回过神来,这些人影身上的眼眸骤然张开,一道道奇异的立场笼罩了整个盆地,随后无数道强光呼啸如雨,瞬间淹没了他们的身体。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盆地中悠悠响起。 暂停行动,这个世界真是可怕,这种锋利的能量,太浓烈了。 这里,我们行动不便,带回去一缕气息,让族人们记住这种能量的气息,调急掌握了这种锋利能量相似力量的族人,让他们充当先锋。 第四百二十五章 归心 金鸣驼,金鸣熊呆呆地站在天幕结界外,双眼星红地看着神佑之地中的巨变。 九根九头岩龙柱一字而排开,宛如九根晴天巨柱,深深地扎入了神佑之地的山岭之中。 每根巨柱之间相隔二十万里,巨柱之间有一层朦胧的火焰结界若隐若现。 地面上火光奔涌,一条条火焰符纹缠绕在地面上,岩石和泥沙被烧成了岩浆,紧接着化为一条宽达百里的岩浆河流,浩浩荡荡地从西向东的奔涌不停。 金鸣驼一声长啸,他身后一头鸟腰腾空而起,瘦削的身形在半空一个盘旋,化为一头飞行速度极快的宇燕呼啸着穿透天幕结界,宛如一条黑色的流光向神佑之地深处侵入。 宇燕撞在了半空中朦胧的火光上,天空中一道火柱重重的落下,宇燕一声悲鸣,直接在空中炸成了一团火星,被烧得一缕灰尘都没有剩下。 完了。 金鸣雄尘声说道,百万陆神军团被杀,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在我们镇守期内,天气之地发生如此巨变,几乎断绝了我们从天气之地俘虏太古邪魔于孽,增补陆神军团实力的机会,你我,必死无疑。 金鸣驼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色惨白如指。 金鸣雄嘎嘎怪笑了一声,他雄壮的身躯骤然勾搂了下去,他转过身,一步一步有气无力地,犹如风竹残年的老人,慢吞吞地向北方的天族防线走去。 准备后事吧,鸣驼。 此番,你我犯下的错太大了。 金鸣雄咯咯怪笑着,必死无疑,嘿嘿,死定了。 希望,老祖们能给我们一丝情分,让我们死得轻松些,或许,你我的身躯,也将化为陆神军团的一员。 金鸣驼高挑的身躯慢慢地勾搂了下去。 冷汗从他浑身每一个毛孔不断渗出,渐渐地他蹲在了地上,双手紧抱着胸,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着,上下牙关剧烈地撞击着,发出咔咔咔的脆响。 死,不,不,不,我不能死,我怎么能死呢? 我,不要死。 我好容易凝聚了第二大法,我好容易突破了血脉禁锢,我想要活,我想要继续活下去,我怎么能,因为这些下剑种,这些蝼蚁,死在天气之地这种鬼地方。 金鸣驼得眸光散乱,他嘶声地咆哮着,突然他一跃而起,骤然化为一道金光直冲高空,几个折射后,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金鸣雄鸡朝地抬起头来,他缓缓地挺直了身躯,冷傲地笑了一声,蠢货。 你以为,你能逃得过? 天族律法森严,任凭你逃去哪里,你也逃不过。 不过,你死了,我就活了。 金鸣雄似笑非笑地看着四周目瞪口呆的金氏族人,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都有罪,你们都是死罪,呵呵,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你们引起来的。 冷哼了一声,金鸣雄鸣声道,但是…… 替死鬼有一个就够了。 有人主动跳出来了,你们不会傻到说出一切细节,硬拖着这么多族人陪他一起死吧。 一众金氏族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有几个娇美,娇美的族女带头,他们纷纷跪倒在地,想金鸣雄跪拜了下去,一个个笑容满面的说道,一切都由鸣雄老祖作主。 金鸣雄哈哈大笑,他笑了几声,突然收敛了笑意,阴沉着脸回头看向了神佑之地。 楚天站在正中最大的九头阎龙柱上,双手宛如烟花,不断喷出无数道火光,不断的烙印在大地上。 他引动印诀,勾引出了九头阎龙柱全部的威能,在神佑之地的北方出口,布下了九头阎龙大阵,彻底封死了神佑之地的进出通道。 从此之后,这条通道唯有神佑之地的子民可以自由进出,其他人除非能够翻越东西两侧无数的天险,翻越那些九死一生近乎十死无生的绝境险地,否则他们再也无法踏入神佑之地一步。 有了这座大阵,神佑之地的子民就真正的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从此,只有神佑之地的子民用各种手段算计天族,而天族想要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就要看,他们对牺牲的容忍极限了。 九头阎龙沙阵一旦发动,真正是要伤害一般的性命,才能填出一条通往神佑之地深处的通道。 如果天族真舍得耗费这么大的代价进攻神佑之地,楚天还能说什么呢? 九头阎龙沙阵布下后的第七天,一团巨大的黑影冉冉从南方飞了过来。 战神山,高有万里的金字塔撞寻天战宝战神山紧贴着丛林的树梢头,慢吞吞地带着一道可怕的刚风,卷起了漫天的流云滚动,看似极其缓慢。 实则快的惊人的从南方飞了过来。 楚天从最大的那根阎龙柱上腾空而起,画出一道弧线后,冉冉降落在了战神山顶。 距离一字而排开的九根阎龙柱相隔三千里地,楚天用力的一跺脚,战神山下方伸出了八十一根粗大的汲取涌道,重重的刺进了下方的地面。 一层层岩层被破开,一层层地脉被贯穿。 楚天盘坐在战神山顶,控制着庞大的战神山缓缓地降落。 方圆数万里的山岭被压得平坦如底,无数山林瞬间飞灰,这几日战神山,火神山还有神佑之地其他势力的战士已经竭尽全力地驱散了这片山岭中的飞禽走兽,故而禽兽受到的损失不大。 无数眷恋老巢,在警戒区外游移不去的飞禽走兽发出惊恐欲绝的鸣叫声,在战神山缓缓降落的同时,他们就歇斯底里地用尽全部的力气,飞快地向远处逃窜。 他们逃离了这一方山林,选择去更远,更安全的山岭安居乐业。 无数战士同时欢呼起来,他们举起兵器,用力地敲打着简陋的盾牌,为楚天的大手笔声丝力竭地欢呼着。 前方有九头阎龙杀阵封锁边境,后方有战力强横的寻天战宝镇压各处战宝,神佑之地的北方防线如今算得上是固若金汤。 不要说天族不断渗入侵犯的受邀大军,就算是。 就算是神功的这些叛逆狗腿子。 无数微妙的目光看向了皮君子和狂刀。 狂刀面无表情地看着楚天大手笔布下的联合防线,皮君子则是脸色越发的惨淡,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咕咙道,完蛋了,以后。 再想要和这群缩头乌龟讨价还价,可就难了。 战神山在微微颤抖,汲取涌道在不断地向地下延伸。 这样的延伸过程要持续半年以上,战神山的汲取涌道才能进入足够深的地下深层,汲取到足够战神山消耗的物资和能量。 楚天也一个没有休息的忙碌者。 他穿梭于神佑之地的各大势力本部,为他们布置一座又一座全新的,巨大的远距离传送阵。 随着这些传送阵的布置完成,在无数年后,神佑之地再一次紧密的连成了一个整体,空间再不是问题,各大势力的首脑们可以随时聚会,随时商议各种重要的事物。 不再像以前,因为空间的关系,两个属于不同势力的朋友一招分别之后,或许就是永别。 在奔波途中,他还不断地点出了一处处矿脉的具体地址。 楚天并没有生出透视眼,但是他得到的紫音传承中,有各色稀奇古怪的堪于风水的秘法神通,其中就有勘测矿脉,测定矿脉大小和品质的秘术。 楚天先远远瞥一眼,就能八九不离时地将这处矿脉的情况摸个透彻,然后由楚邪派出万鬼朝宗徒的恶鬼们,由他们化身阴风钻进地下实地勘测。 一条矿脉最详实的信息,用不了一刻钟就能勘测完全。 一条条身藏在地下无数年的珍贵矿脉被开凿出来,各色珍稀的材料不断地汇聚在一起,堆积如山,数量惊人。 更有无数的灵精矿石被打磨干净,一块块极品灵精就成了楚天布置大阵的最佳材料。 耗费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楚天终于完成了神佑之地传送阵网络的架设和布置。 这一日,楚天召集了神佑之地的所有势力首脑。 数千个大小势力的王,还有数万长老,数十万高级将领和布族长老齐聚战神山,所有人都在战神山北面一块特意开辟的广场上就地落座。 楚天坐在战神山正背面的入口门口,静静地看着北方。 就在他的正北方,一个月来,天族也在大兴土木。 金明雄督促着无数的灵道,神道的族人,耗费了无数的材料,在原本的三道城墙之后,又建起了三座更高,更厚,防御力更强的城墙。 他更在原本的城墙南面,布置了大量的阵法,禁制和各色恶毒的陷阱。 摆明了,金明雄发现未来他们天族很难侵入南方一步,他们反而要是刻小心神佑之地的侵扰袭击,所以他干脆摆出了一副闭门不出,严防死守的架势。 楚天摇摇头,淡然笑了一声,看向了端端正正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不足高层。 本作,楚天,有人称我天师。 我为什么来到神佑之地,这是一个很漫长,很复杂的故事,我懒得浪费口水,所以,就不提了。 战神山的上任大长老,他信任我,他将战神山的命运交给了我,战王给予了我最大的信任,他,还有火王,还有这么多长老,这么多兄弟,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我。 所以,我给了他们足够的回报。 战神山,复苏了,九头炎龙柱,哦,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火神山,复苏了,顺带着,我还解决了火神山内部孕育的一个可怕的怪物,将他收服,彻底消敏了他的危害。 在战神山,我传下了不死神章,按照战王的判断,这或许是太古战神,至少也是战神的近身心腹修炼的神术,在火神山,我传下了奠基的赤焰天宫,以及更强,更精深的星火神章,火王这一个月来,修炼了星火神章,他的实力增强了一倍有余。 摊开双手,楚天看着那些又惊又喜,陷入了某种狂热宗教情绪的高层们,很坦诚的说道,赤焰天宫也好,不死神章也好,星火神章也好。 我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但是,我碰到了你们,他们出现了,我就传授出来。 楚天也莫名的陷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神圣和威严情绪中。 他缓缓说道,或许,是你们的祖神在庇护你们,是他们借我的口,将原本属于你们的东西,重新传授给你们。 站直了身体,楚天看向了在场的所有人,他很认真地问道,湛王和火王,将成为我最坚定的盟友,他们用祖神的名义发下了誓言,他们和我生死相依,他们对我不离不弃,我相信他们的誓言,我坚信他们永远不会背叛我。 那么,你们呢? 广场上一阵沉默。 过了许久,将神山的当代将王拎着一柄小小的锻造锤子,大踏步地走出了人群,单膝跪倒在楚天的面前,战神大长老的智慧,我们所有人都心悦诚服。 我们将依照他临死前的预言,天师啊,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将神山永远的盟友,永远的兄弟。 将王以他们祖神的名义,发下了神圣的誓言。 楚天深深地看了将王一眼,将记载了紫音传承的一枚玉板递了过去,那么,这,哦? 这是。 金灯上灯火摇曳,无数龙头凤尾子鹿神章喷涌而出,在他的脑海中凝成了一片玄奥地功法,万段神章。 楚天哈哈大笑,他取出一枚空白玉板,将万段神章记录在内,传给了将王。 将王仰天一声狂笑,他猛地一跃而起,在空中翻了数十个跟头,然后他重重地跪倒在地,向楚天磕了一个响头,随后他泪流满面,气不成声。 将神的后代,却沦落到连一个最简陋的传送阵都布置得磕磕巴巴。 将王心中承受着可怕的压力,好多次他都想要解决掉自己的生命。 楚天救了他。 有了紫音传承,有了万段神章,他有信心恢复将神的荣耀,或许不能完全恢复,但是起码也能恢复一部分。 药神山的药王大踏步走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跪倒在楚天面前,发下了和将王一模一样的誓言。 楚天脑海中立刻有一篇生死神章浮现,他将这一篇神章,连同长春谷的药点传承给了药神。 药神哆哆嗦嗦嗦地捧着两块玉板,他仰天长笑,脸上热泪翻滚,紧接着犹如孩童一般哭了出来。 一个又一个势力的首脑走出。 楚天给出了一份又一份珍贵的传承。 长笑声绵绵不绝地传出,神佑之地的高层们,彻底的封魔了。 战王笑得眼泪汪汪而下,他沉声道,大长老,您说的没错,我们不缺少智慧,我们缺少的是知识。 当我们这些已经遗忘了先祖荣耀的后人们,继承了先祖的知识,诸神的光辉,一定会重新降临。 第四百二十六张皮君子的条件 传道,授业,解惑。 楚天忙得和陀罗一样转各不停,折腾了大半个月。 手头上的事情终于消停了下来。 整个神佑之地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各种崭新的知识和修炼法门逐步传播了出去,所有人都忙活了起来。 喜欢战斗的,在忙着修炼,提升修为。 喜欢学习的,在忙着进修,储备知识。 将神山的地火熔炉烧得半边天通红,无数工匠疯狂地挥动着锤子,尽情地实践着楚天给予他们的传承中各种精妙绝伦的合金熔炼之术,各种新奇的装备铸造之法,各种奇妙的符纹嵌套技术。 药神山的丹炉更是烧得云烟缭绕,药草味随风传出了数百里。 一炉一炉好的,坏的,品质高的,品质差的丹药不断喷出丹炉,更有偶尔炼制成功的绝品灵丹宛如火雾一样漫天乱飞,想要逃出生天。 无数药神山的丹药师气喘吁吁的开炉,炼丹,抓捕逃走的绝品灵丹,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酒神山香飘千里,楚天传授的极品酿酒秘法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酿造出了极品的好酒。 更重要的是,酒神山的传承可不仅仅是酿酒,酒神山的这些酿酒师傅酿酒,喝酒,熏熏大醉,在醉酒中,他们修炼运灵神章,居然能快速的提升灵魂力量。 自身的灵魂力量越强大,酿造的美酒功效就越强悍,美酒同样能够帮其他人酝酿灵魂,提升灵石强度。 一缸一缸来自酒神山的美酒源源不断送去各大势力的总部,战神山,火神山这些强占族群的战士畅饮美酒,自身灵魂不断的凝炼,强大,修炼的速度更是一日千里。 神佑之地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所有人都各安其职,楚天也就得到了足够的个人时间。 盘坐在一块阴寒刺骨的玄冰蒲团上,楚天气息泪敛,神窍天境中一盏金灯光芒万丈,拳头大小的青幽幽灯火照亮了整个神窍天境。 四面八方无数的光影激射而来,不断没入青幽幽的灯火中。 无数梦境,无数念头,无数感悟,无数修炼经验汇聚成一片浩瀚的大海,经过灯火的提纯精炼后,化为一缕缕精纯的本我意识沉淀下来。 无数被梦种感染的人,他们日夜所思的念头,其中总有许多是楚天没能想到的,没能想周全的。 智者千律或有一失,愚者千律亦有益得。 如今被楚天梦种感染的人何止万亿? 他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修炼境界有所感悟,从这些感悟中,就能提炼出无数楚天想不到,无法想到的新奇心得。 这些心得,点点滴滴都蕴藏了大道庙里。 或者每一分心得都极其微弱微小,但是无数的心得汇聚在一起,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那一枚威力无助,蕴藏了这一方天地见到巅峰力量的剑符已经消散,化为剑之天印烙印在金灯上,剑符对金灯的牵扯荡然无存,金灯又能发挥出全部的威能辅助楚天修炼。 金灯上,原本已有的风、火、雷、电、水、云、碎骨阴风,乃至精确力量、剑之极致等天印不断闪烁出夺目的光芒,每一次呼吸后,这些天印周边的符纹都会增加许多,天印也会变得复杂许多。 在神窍天镜上空,几轮极其暗淡的天影若隐若现,正有新的大道天影即将凝结成形。 除此之外,随着涌来的感悟不断增加,金灯上又浮现了数百枚崭新的天印。 这些天印刚出现的时候只是一枚暗淡的虚影,但是短短几天过去后,天印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四周也出现了花瓣一样繁复的符纹烙印。 轰的一声问响。 一枚崭新的天印彻底凝结成心。 一股玄妙无比,飘忽莫测的气息从楚天身体内扩散开来,它所在的大殿中,那些青铜灯斩,青铜烛台,茶斩,蒲团之类的零碎物件,全都随着这股波动悄然浮起。 原刺天印悄然成形,楚天身边莫名的形成了一圈圈复杂莫测的磁场。 随后大片光运从楚天体内扩散开来,一道道蜿蜒扭曲的极光充斥整个大殿,极光扫过大殿的时候,居然在坚硬的黑色岩石上刮出了大片火星,发出痴痴的刺耳声响。 极光天印成形,楚天身边的极光和原刺之力融为一体,化为天地间一等一的歹毒力量,原刺极光线。 这种原刺力场和极光混合而成的奇异力量,最擅长融毁一切有形无形的物质,对灵魂更有着极强的杀伤力,而且这种力量的粘性极强,稍微有一丝半点力量侵入体内,就犹如复古之躯,几乎不可能清理干净,堪称世间最难对付的歹毒力量。 紧接着就是一道道强光从楚天体内喷涌而出。 强光如刀,凝成一缕缕近乎实质的光线,蛮横无比的扫过虚空。 这些温度极高的强光划过空气的时候,虚空扭曲,四周温度直线升高。 痴痴声中,坚硬的黑色岩石垒成的墙壁,硬生生被切开了一条条深深的硬痕。 墙壁内部鸣刻了无数的防御符纹,这些符纹都被这些凝成实质的强光撕开,爆开了无数的火星,发出了沉闷的暴鸣声。 这是太阳光线。 世间最纯阳,最霸道的光芒力量。 和楚天最先领悟的月之真意相比,太阳光的力量则是另外一种极致,一种纯粹到了极点的力量。 这太阳光,似乎颇有玄妙,但是,这…… 还不等楚天静下心来,静静的感悟太阳光中蕴藏的玄妙,一股股可怕的阴风从他体内喷涌而出,一枚扭曲的鬼脸在金灯上悄然浮现。 咔咔声中,楚天身边喷出的阴风内,一只只白骨凝成的爪子赫然成形,这些白骨爪子锋利无比,表面营绕着一丝丝阴风鬼火,轻轻往地面一抓,就是一个巨大的窟窿。 这是阴鬼天印。 楚天抿了抿嘴,他这是抢了楚鞋的饭碗吗? 他也没想到,金灯居然连这等鬼道天印都能凝聚出来。 刚刚想到楚鞋,他前修的大殿外,就传来了楚鞋懒伞,吊儿郎当的叫声,大哥,在不在? 这劳病鬼找你有事? 吓,你不愿意见他? 我打死他算了。 嘿嘿,我的火鬼龙王,还没开张呢? 楚天冷哼一声,念头一动,一道原磁极光吸附住了厚重的大殿大门,厚达丈许的金属大门隆隆开启,楚天守一点,一团水缸大小的太阳光凭空在大殿门楣上出现,将门外的涌道照得亮如白昼。 少捣乱,进来吧。 楚天看着站在门外的楚鞋,皮君子喝狂刀,淡然道,神功的少军,呵呵,找我定然是有正经事吧。 楚鞋抬起头来,看了看那团太阳光,呲牙咧嘴的哆嗦了一下,急忙操控妄鬼朝宗图放出一道道阴风裹住全身,对他这种精修鬼道密法的人来说,太阳光可实实在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皮君子脸色也很是难看,他同样抬头看了看那团蕴藏了可怕的光和热,更蕴藏了一股霸道刚猛的纯阳之力,对鬼道力量有着先天克制的太阳光,脸色变得很是严肃。 他手中的人皮书本内一道阴风飘出,一张眉目清晰的人皮飞起,悬浮在他头顶,犹如一柄遮阳伞,挡住了当头落下的太阳光。 他大步走进了大殿,向楚天抱拳行了一礼,天师。 楚天笑着橡皮君子点了点头,皮,少君。 呵呵。 狂刀双手插腰走进了大殿,他歪着脑袋看了看楚天,突然皱起了眉头,这才多久的功夫,天师,你给我的感觉,怎么比那些老家伙还要难应付一些。 楚邪双手揣在袖子里,吊儿郎当的走进了大殿,歪歪斜斜的坐在了一个韩玉蒲团上,痴痴的笑着,废话,这是我大哥,嘿,你们能摸清他的底细才怪了。 长叹了一口气,楚邪摇头道,劳病鬼,找我大哥有什么事,赶紧说呀。 看你这鬼鬼祟祟的模样,肯定不是好人,嗯? 楚邪目光闪烁,迅速在皮君子手腕上的纳镯上贴了一眼。 皮君子很敏感的一把露下了袖子,遮住了手腕上的纳镯。 他冷哼了一声,肃然向楚天点了点头,天师,你若是能搭云我一个条件,我可以给你最急需的东西。 楚天眉头一挑,笑看着皮君子问道,少君能给我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现在最急需的是什么? 皮君子大咧咧的盘腿坐在了楚天面前,他沉声道,天师需要的,是一个离开神佑之地,返回你自家地盘的法子,是不是? 不等楚天开口,皮君子大声道,天师不是神佑之地的人,若是神佑之地有某位前修的老鬼,能够调教出天师这样的厉害人物,神佑之地也不至于沦落到今日之地。 所以,天师来自神佑之地之外。 以天师的能耐,以天师和天族的恶劣关系,天师你若是出身天禄,一定已经闯出了天大的名气,也一定登上了天族的黑榜,被天族全力绞杀。 可是我神功,居然不知道天师的名头,很显然,天师不是天禄的人。 那么,多星阳。 皮君子很自信地笑看着楚天,多星阳,天师你来自多星阳,没错吧? 楚天愕然看着皮君子,这形式阴损,不择手段,外表也颇为猙獰,看上去宛如牢病鬼的皮君子,居然还有这样的分析能力。 没错,本座来自多星阳。 楚天沉声道,因为某些事情,本座无意中堕入神佑之地。 皮君子得意洋洋的一拍手,您可知道,多星阳距离神佑之地有多远。 楚天沉吟片刻,他摇了摇头,想来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具体多远,我却不知。 皮君子指了指狂刀,感慨道,从神佑之地,一路向东,以狂刀姐夫的实力,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全速飞行三百年,当能抵达多星阳的海岸。 楚天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如此遥远的距离。 岂不是说,就算楚天能够安然的通过天路,不被天族一路追杀堵截,他也要耗费数百年时间才能回归多星阳。 那时候,搞不好现在还没成亲的虎大力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汉翠衙,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老小等着他照应。 天族对灵修的全面战争正在进行,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逼近第二岛圈了。 若是回去晚了,天知道汉翠衙会变成什么样子。 三百年呐。 楚天喃喃自语。 我神功的几个重要据点,同样在多星阳内。 皮君子看着一脸纠结的楚天,大声笑了起来,毕竟天路是天族的天路,他们对天路的掌控力量太强大,我们神功想要在天路安插几个小据点都不容易,所以我神功的一支主力,就放在了多星阳。 我们,有直达多星阳的传颂阵。 皮君子笑呵呵的看着楚天,只要一个条件,只要天师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一道阴风平地而起,一只锋利无比的白骨爪子凭空出现在皮君子驳梗后面,轻轻的抓了一把他的脖子,然后这只白骨爪子又悄然消失。 在这过程中,楚天身上一丝法力波动都没有,完全是念头一生,这白骨爪子就凭空冒了出来。 无形无际,无际可循,真个犹如鬼魅出没一样让人心寒不已。 皮君子和狂刀的脸色骤然一变。 狂刀下意识地摸了一把背后的刀柄,但是仔细琢磨了一会儿,他又松开了手。 如此诡异,诡秘的攻击,若是真的冲着他去的,他完全提防不住。 换句话说,在这大殿中,楚天要偷袭击杀他们,他们几乎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狂刀骇然看着楚天,这才几天的功夫。 楚天的实力似乎提升得有点不正常的快。 不要太过分的条件,可。 楚天微笑看着皮君子,我们并无根本上的矛盾,我们都是天族的敌人。 只要你们不过分,什么都可以谈。 皮君子沉吟了一阵,他仔细地观察一下楚天笑吟吟的表情,他终于重重地喘了一口气。 好,很好。 就是一个条件,以后若是我神功,不,是我皮君子和狂刀,愿意成为天师的盟友。 在天师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天师当全力助我。 楚天瞇着眼看着皮君子,所谓的我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自然是包括了神佑之地的力量咯。 皮君子直视楚天的双眼,他沉声道,神佑之地,难道不是您的力量吗? 楚天沉吟了一阵子,他向皮君子伸出了右手,可,但我的一切决定,以不损伤神佑之地的利益为前提。 皮君子笑着握住了楚天的手,当然,我们是盟友,自然要守望相助,互惠互利才好。 第四百二十七章 重返舵兴阳 神功 无论是在神佑之地那些遵循着最古老的太古传统的诸神子民眼里,或者是掌控了天路统治大权的天族心中,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异类,叛徒。 邪魔,该死的怪胎。 他们犹如疯狗一样,用尽一切手段攻击天族,哪怕犹如浮游汉术,他们的疯狂热情从未熄灭。 天族对他们也是不厌其烦,甚至还专门组建了负责清剿神功的势力。 神功的触手同样深入了神佑之地。 他们用各种花言巧语,各种极有吸引力的条件,又使大量的诸神后裔加入神功,或者潜伏在神佑之地为他们所用。 一如战神山的肖长老和怒长老,他们就是被疲君子派遣的使者说服,为了严寿丹,为了更多的其他的利益,他们依然背叛了战神山,背叛了祖规和传统,准备推翻帐王的统治,夺取战神山的最高权力,进而带领战神山投靠神功。 神功,是一个畸形的怪胎。 他们和神佑之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神佑之地布置了各种后手,安插了无数的耳目。 一如出现在楚天眼前的传送阵。 直径虽然只有百丈,但是散发出的空间波动极其汹涌,让人几乎站不稳脚的百丈传送阵,很显然这是一座拥有超远距传送功能的传送阵。 以神功的底蕴,建造这么一座超远距离传送阵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这座传送阵位于药神山深处,位于药神山的核心区域,甚至靠近药神山专门用来供奉祖神的圣殿禁地。 当代药王的脸色很难看,他怒目盯着这座深藏山腹中,距离药神山的圣殿直线距离不到三里地的传送阵,身体气得直哆嗦。 药神山的高层当中,显然有人投靠了神功。 而且这人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力,甚至有可能超过了药王,想要在距离圣殿这么近的山体内,建造这么大的秘密空间,建造这么一座超远距离传送阵,这需要调动多少人力和物力。 调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作为当代药王,他却一无所知。 药王恼羞成怒的挨个像在场的药神山长老望了过去,他死死的咬着牙,想要从这些长老最细微的表情变化中,猜测出谁才是这个该死的叛徒。 所有的长老都是一脸的气愤,一脸的狐疑,一脸的不可思议。 没有一个人的表情与众不同,所以,药王也没能猜出到底是谁投靠了神功,还在这里建造了这么一座传送阵。 战王拎着战锤,嗡声嗡气的说道,好地方,真是好地方,若是有一支精锐的队伍从这里突然冒出来,嘿,趁着你们药神山每年祭祀祖神的关头,一刻钟的功夫,可以把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火王冷声道,最后活下来的那位长老,就自然而然成为药神山的王。 将王悠悠冷声道,神功的爪牙,就变成了药神山的王,药神山,就成了神功的药神山。 呵呵。 药王浑身冷汗潺潺,他周身荡起了一层青绿色的光韵,一股浓郁的药草香气从他体内扩散开来,他已经出离愤怒,几乎到了失控的边缘。 他无比的后怕。 如果不是楚天和皮君子达成了协议,楚天想要借用神功的传颂阵返回舵兴阳,皮君子又有意晾一下肌肉的话,他是不是直到死,都不会知道这里居然有一座属于神功的传颂阵。 皮君子在一旁呵呵轻笑着,药王放心,安心,这都是以前的手段。 现在,我们是一家人。 我皮君子,自然不会动用之前的那些手段。 战王、火王、将王等一众首领相互望了一眼,迅速交流了一个眼神。 看样子,他们还得把自己属下好好的撸清一下,谁也不愿意自家的心腹药地中,居然藏着这么大的隐患。 皮君子今天带着他们来这里,主动曝光了这里的传颂阵。 从好的一面说,皮君子是在释放善意,他将这些绝对的机密都暴露了出来,这绝对是释放善意。 从坏的义方面来说,皮君子是在耀武扬威,炫耀他们神功的抵运。 甚至可以视为,皮君子在用这种手段威慑楚天,告诫楚天不要违反他们之间的盟约。 楚天呵呵笑了几声,他向皮君子摇头道,既然我们都是盟友,以后这种小手段,就不要使用了。 牟子里寒光一闪,一抹剑芒在瞳孔中一闪而过,楚天的气息变得灵力无比,四周的温度直线下降,好像有无数丙利剑藏于空气中,随时可能高速飞出,将楚天身边的一切都撕成粉碎。 他冷声道,皮君子,记住,本座不喜欢那些随时算计自己人的盟友。 想要做本座的朋友,做事就要堂堂正正,千万不要做任何会让本座误会的事情。 楚邪站在一旁,一条六多长,通体都是赤红色骨骼,没有丝毫皮肉的九头龙用尾巴缠着他的脖梗,九颗龙头在他脑后摇晃不定,不断向天空喷出一缕缕细小的火焰。 手指把玩着火鬼龙王的尾巴,楚邪悠悠笑道,大哥的意思,就是我楚二嫂的意思。 劳病鬼,我看你还是比较顺眼的,可千万不要让我大哥误会了你,我楚二嫂真的发火的话,可是连自己都害怕的。 火鬼龙王转过头来,十八颗小小的龙眼死死的盯着皮君子,低沉的咆哮了一声。 皮君子笑着点了点头,他的神色有点不自在。 火鬼龙王,这尊在九头炎龙柱中孕育的火焰生物,居然被万鬼朝宗图转化为鬼王。 至阴至邪,却又能操控可怕的高温烈焰,这种鬼物已经超出了寻常恶鬼的范畴,达到了另外一种更高的境界。 隐隐的,火鬼龙王对寻常鬼物拥有极强的克制力,皮君子每次看到这头怪物,都感到莫大的压力。 楚邪的威胁,可比楚天的告诫有利多了。 楚天向战王点了点头,沉声道,战王! 我在战神山内布置的传颂阵,一定要严加防守。 等我返回多星阳,找到安全的地方,就会在那边布置对应的传颂阵。 深吸了一口气,楚天兴奋的说道,神佑之地若是能和多星阳打通。 楚天不再说话,而战王、火王、将王、药王等人,无不面带西迹之色。 他们其实也对外界充满了向往,他们只是不愿意成为神工的爪牙,为他们的野心去浪费族人的生命而已。 楚天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楚天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他们相信,在楚天的带领下,他们一定能够让祖神的荣耀透出神佑之地,照耀整个天地。 从神佑之地到夺星阳究竟有多远? 狂刀全力飞行都要三百年,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波折,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全力飞行,都要三百年时间。 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传颂距离。 神工建造的传颂阵,在楚天看来,还是颇有一些瑕疵,在很多地方做得不够。 进入传颂阵后,一波波凶猛,暴躁的空间距离从四面八方缅压了下来,压力一波波的跳动着,时而强,时而弱,而且不断的旋转着,不断的拉扯着。 所有人都好像一团团柔软的面团,在流光溢彩的空间涌道中时而拉长,时而压短。 楚天,楚鞋各有一保护身,他们的肉身也足够强悍,恐怖的,变幻莫测的空间洪流没能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影响,他们只是无奈地发现,这次的传颂距离太远,消耗的时间也太漫长了一些。 在传颂阵中不知道度过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四周空间压力骤然一清,楚天,楚鞋,鼠爷,还有同行的狂刀,皮君子,以及楚鞋麾下的一众楚氏下属,还有虎啸天和他麾下的虎妖等一行人,同时从一座光芒暗淡的传颂阵中出现。 四周响起了暴斗子一般的响声,直径百丈的传颂阵上,一块块海碗大小的极品灵精已经光芒暗淡至极,不断地喷出一丝丝有气无力的白烟。 楚天等人的身形刚刚凝聚,这些极品灵精就耗尽了最后一点力量,宛如被烈火灼烧后又被冰水喷过的玻璃一样炸裂开来。 灵精的碎片蹦出数十丈远,数十名身穿黑色长袍,面容惊悍的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了上来,迅速将这些灵精碎片清理一空,在传颂阵上填充上新的灵精。 楚天向四周望了过去,这是一个极大的溶洞,头顶还有一根根石笋倒垂下来,好些石笋上镶嵌着大颗大颗的夜明珠,大块大块的夜明宝石,将十几里大小的溶洞照耀得亮如白昼。 溶洞的四周有大大小小数十处洞口,这些洞口内人进人出,每个人都是形色匆匆的样子。 几个身穿黑衣,神态雍容的老人站在传颂阵旁,见到皮君子和狂刀两人,这些老人急忙走了上来,笑着向两人微微欠身行了一礼,属下等,见过两位少君。 皮君子痴痴笑了几声,面无表情地微微挑起了下巴。 一抹阴影从他袖子里飞出,一顶有纸糊成的小轿子被四条纸人抬着,离地三寸的悬浮在空中,端端正正地处在了他身后。 他身形轻飘飘地向后退去,瞧着二郎腿坐在了轿子里,慢条丝里地说道,鹦鹉舟,临世。 一鸣面容白净的长须老人恭紧地向皮君子行了一礼,骑禀少君,老夫临长弓,见过少君。 皮君子点了点头,看了狂刀一眼。 狂刀沉声道,都知道规矩,不要打停,不要问,准备一条路线,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去。 狂刀向楚天看了一眼。 楚天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淡然道,第五岛圈,长云岛。 一边说话,楚天一边捉摸着鹦鹉舟这名字,想了一阵子,他终于从记忆深处翻出了鹦鹉舟的资料。 这悍然是第六岛圈一处颇为有名的大岛,在第六岛圈,也是能够排入前十的大实力。 想到了鹦鹉舟的来历,金灯上流光四射,从那些被植入梦种的人梦境中的来的信息就源源不断地传了过来。 鹦鹉舟,因为岛上盛产一种体型硕大,羽毛极度华美,极其聪颖的七彩金刚大鹦鹉而出名,这种真琴有一丝天地真灵的血脉,能轻松地学会人员,成年后更有极强的战斗力,是舵星羊颇多强大女修豢养宠物的第一选择。 鹦鹉舟被两大家族占据,林氏和石家垄断了七彩金刚大鹦鹉的供应,凭借这种真琴的交易,两家得到了巨量的修炼资源,结下了丰富的人脉,家族势力极其强大。 外人不知道,楚天没想到,林氏居然是神功的下属。 皮君子痴痴笑了起来,他心思极小,自幼擅长察言观色,见到楚天表情的细微变化,他当即猜出了楚天在想什么,他呵呵笑道,不仅是林氏,石家也是我神功所属。 整个鹦鹉舟,都是我神功的地盘。 楚天暗自心惊,他向皮君子望了一眼,沉声道,如此说来,本座和神功的合作,似乎并不是很吃亏。 摆了摆手,楚天迅速说道,本座急于回转,第五岛圈,长云岛,可有直达的传送阵吗? 天族的进攻势头凶猛,他们的前锋已经逼近了第二岛圈,他们的主力,已经将第一岛圈的灵修势力几乎连根拔起,灵修在第一岛圈损失极其惨重。 来自灵境的总督察使已经接管了从第二岛圈到第六岛圈的全部权力,所有传送阵都被极其严格的管理。 第五岛圈长云岛,在第五岛圈,这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岛屿,排名在签名之外,鹦鹉州林氏并没有通往这里的秘密传送阵。 脱七彩金刚大鹦鹉的福,林氏结下了丰富的人脉。 数年前,从林氏手中获取了一对儿大鹦鹉幼崽的一位女修,刚刚嫁给了第六岛圈总督察使的亲孙儿。 通过这点人迈交情,林氏只用了两个时辰,就安排楚天等人乘坐鹰鹉州的公开传送阵,顺利的抵达了第五岛圈,几个时辰后,楚天已经站在了长云岛的土地上。 长云岛啊! 皮君子的油纸轿子悬浮在离地数尺的高度,他从轿子的窗子里向四周张望着,很好奇的说道,这个小池塘,可养不起天师这条真龙。 嘖嘖,方圆不过千里的长云岛,实力最强的不过是一具用秘法脱去了肉体约束的后天真灵,呵呵,天师一指头就可以碾杀的蝼蚁。 狂刀也很好奇的看着楚天,天师,你的山门,究竟在哪里? 楚天笑了笑,他大袖一挥,一道恶风飞出,太风巨剑呼啸而出,静静的悬浮在了离地百丈的空中。 走吧,出来这么久了,也该回去了。 本座的山门,距离这里不过三万里,乘坐非洲,用不了一刻钟就能赶回。 大家既然是盟友,本座也不虚言,本座山门,正是无风峡谷汉脆崖。 第四百二十八章法独尊的骄横 太风巨剑几乎紧贴海面向前狂飙,可怕的高速让太风巨剑在海面上撕开了一条深深的水痕。 巨剑飞出树里地后,高压气泡造成的水痕才轰然爆发开来,在海面上冲起了一片高有千丈的白茫茫水墓,沉重的水墓花花落在地上,气势惊人,震晕了无数海鱼海兽。 哇!哇! 真是! 过瘾! 狂刀和皮君子犹如两个香巴佬一样站在巨剑船头,目瞪口呆的看着向身后急速划过的海鸟,海岛和一条条海船。 快,太快了。 纯粹为速度而生的太风巨剑,经过楚天的翘首魔改,速度更是惊人之极。 狂刀暗自估算,这条太风巨剑的飞行速度,大概是它的二十倍以上。 起码是它的二十倍以上。 而且人预期飞行还会疲累,而这种巨剑,只要有足够的灵精,只要它的剑体结构依旧稳固,几乎可以无穷尽地飞行下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力气。 若是神功能有这样的飞行力气,神功的机动性会增强多少? 天族想要维艰神功的各处据点,那难度又将上升多少? 想到在神佑之地,楚天向诸神的后裔们传递下去的那些传承,狂刀两边的脸帮子一阵阵的发软,好些轻口水不断的让进了口腔,酸溜溜的就好像有孕的女人一般。 艰难地吞下嘴里的口水,狂刀转过身,楚天背着双手,正站在他身后数丈远的地方,笑容可惧地看着他。 嘿,天师! 狂刀重重地向楚天点了点头。 这巨剑,明约太风,论攻击力不值一提,但是速度,两位少军也见到了。 楚天上前两步,站在狂刀身边笑道,有了太风巨剑,想要转移大量修为低微的人手,或者长途奔袭,这都是极好的。 皮君子和狂刀相互看了看,皮君子从油纸轿子里走了出来,笑着给楚天拱手行了一礼,敢问,这巨剑的造价几何? 楚天沉吟了片刻,他看看皮君子和狂刀,按照太风巨剑的实际造价翻了一倍的成本,给两人报了一个价出去,这是建造太风巨剑所需的材料成本,实打实的价码,呵呵,材料价且不说,两位觉得,炼制这么一条巨剑,耗费的心血和人工成本如何? 不等两人开口,楚天将刚刚的报价再翻了十倍,报出了一个全新的价码。 就是这个价格,一条太风巨剑,就是这等价格。 两位少军可有兴趣。 楚天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一副黑心奸商的嘴脸演绎的。 不,真正的黑心奸商来了。 楚协大踏步的跑了上来,他大声呵斥道,大哥,论能力,论人品,你比我好,但是要说做买卖做生意,你可就不如我了。 成了,您就别昌和了,成本价什么的,你算错了,这笔买卖,你交给我。 楚协笑的眼睛几乎都消失了,唯有两条眼缝里,隐隐可见屠刀一样的寒光一闪而过。 磨刀霍霍像猪羊,楚协磨快了尖刀,准备狠狠的载大肥羊了。 他一把抓着楚天的袖子,用蛮力向后拖拽楚天,强行将楚天从狂刀身边拉开。 楚天无奈的摊开了双手,向狂刀和皮君子无奈叹了一口气,嗯,做买卖这事情,我听老二的。 对了,两位进入无风峡谷的时候,最好乔装打扮一下,虽然不怕,但是我真心不愿意,再惹麻烦。 狂刀和皮君子长得太有特点了,如果他们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入汉翠牙,用不了两天,天下人都会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出现在汉翠牙。 以天族遍布各处的耳目,金氏一族不难知道他们出现在这里。 再联系上神又知地的事情,楚天估计能有金氏一族的前辈大能不顾脸面的突袭汉翠牙。 难不成,他真要掏出紫萧生的家臣令牌来保命。 那,那,那他真的就只能做紫萧生的家臣,就别想在汉翠牙逍遥度日了。 楚鞋呵呵笑着,拉着狂刀和皮君子的手,硬拉着他们来到了船头的护栏旁,三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咕咕的低声商议着,眼看着楚鞋的面皮越来越红润可爱,狂刀的脸色一阵阵的发白,而皮君子的脸色一阵阵发青,眼眶更是变得乌七马黑的好不难看。 很显然,楚鞋正在一刀一刀的痛载肥羊,两头肥羊想要反抗,却被楚鞋三言两语给堵了回去。 过了没多久,楚鞋突然大吼了一声,大哥,全力驱动太风巨舰,让两位客官看看,咱们家的非洲到底能飞多快。 虎啸天带着几头虎妖好奇的来到了甲板上,听到楚鞋的吼声,虎啸天歪着嘴冷笑了一声,楚老二,你以为,这船还能飞得更快? 我给你说,若是。 楚天轻轻一笑,他一掌按在了太风巨舰的甲板上,临时透过船体,迅速激发了三座巨型熔炉,整条太风巨舰近乎超负荷的全力运转起来。 嗖的一声,巨舰的速度再次提升了一倍。 虎啸天和几头虎妖做梦都没想到巨舰还能如此狂暴的加速,他们熬得怪叫了一声,从船头一直翻滚着到了船尾,一头撞在了护栏上大叫大嚷。 太风巨舰被一层厚重的光运笼罩,光运电离了空气,此刻的太风巨舰高速飞行,居然连一丝而破风声都没有,无声无息的宛如幽灵一般。 巨舰所过之处,空气没有一丝连衣,就好似不存在。 甚至就连海面上的水痕都消失了,风平浪静好声宁静。 看看,看看,这就是我老楚家的好货。 楚邪笑得满口大牙都要跳了出来,他手舞足蹈的吼道,看看,看看,飞行无声,过水无痕,这才是真正的杀人放火,为非作歹的最佳交通工具。 加钱,加钱,这么好的货色,不加钱怎么行? 看呐,看呐,一丝半点儿痕迹都没留下,没有留下半点儿声音,有护盾遮挡,半点儿气味都不会传出去。 若是被人追杀,他们根本无法追踪吗? 无法追踪吗? 这船用来偷袭也好,用来逃命也好,没有更好的了,没有更好的了。 你们不加钱,休想从我楚氏手中拿走这等绝顶的逃命利器。 楚邪近乎歇斯底里的嚎叫着,嘴里的口水喷了狂刀和皮君子一脸。 楚天其实很想告诉楚邪,他手上有无数比太风巨剑飞得更快,功能更强大的器具。 但是看看狂刀和皮君子的脸色,楚天摇了摇头。 反正他们是买不起的了,何必说出来让他们难受呢? 就让楚邪,酣畅淋漓的砍他们几刀吧。 太风巨剑一路前行,前方海面上,一片宛如屏风的山影若隐若现。 无风峡谷到了。 楚天操纵着太风巨剑,逐渐的放缓了速度,慢悠悠的向无风峡谷唯一对外的码头开了过去。 高空中,数十名身穿白色长衫的剑门弟子猛不丁的见到了太风巨剑,他们同时发出惊呼声,更有人拔出长剑,手指在剑峰上用力猛弹,一声声高亢的剑鸣声撕裂空气,随风传出老远。 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剑门弟子不断出现,眨眼间总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人。 站在船头上的楚鞋惊讶的笑了起来,哎哟,这是仇人封门,想要寻仇的架势哪? 大哥,你得罪谁了? 狂刀和皮君子同时挑了挑眉头,狂刀缓缓活动着双臂冷声道,剑门! 呵呵,所有剑门弟子都该死。 皮君子则是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像扒下他们的皮,呵呵,剑门弟子的皮日夜受剑气淬炼,定然是极其坚韧光滑的,那都是一等一的皮革呀。 两人目光阴冷地盯着那些剑门弟子,就好像两头重返人间的恶鬼,盯住了前世的仇敌一样,浑身每一根毛孔都在往外冒着森森寒气。 楚天抬起头来,看着前方挡路的一众剑门弟子,突然咧嘴一笑, 原本已经放慢了速度的太风巨剑尾部再次喷出夺目的强光,庞大的船身呼啸着加速,狠狠向前撞了过去。 这一次,剑门弟子们聪明多了,他们或许已经知道了楚天曾经蛮横地撞死了他们好些同门师兄弟的故事,眼看着太风巨剑加速,他们忙不迭地四处散开。 太风巨剑就这样嚣张无比地从一众剑门弟子的咒骂声中,慢悠悠地行进了无风峡谷。 镇守无风峡谷进出水道的五大家族弟子则是欢呼起来,他们迅速地发出一道道烟火令信,在空中爆开一团一团夺目的光焰,向本家传递楚天已经平安返回的消息。 大群大群的五大家族精锐在一批身穿红色长袍的精悍男子带领下,从码头上一栋栋营房中冲了出来。 这些身穿红色长袍,眸子里隐隐有火光喷涌的精悍男子悍然对上了身穿白衣的剑门弟子。 剑门弟子们即刻结成了剑阵,一个个气急败坏地朝着这些红衣男子大声喝骂,却没有一个人争个敢于向这些天火焦的疯子教徒主动挑衅下手。 天火焦的数百教徒咧嘴笑着,不时地伸出舌头甜甜嘴唇,一个个看上去就和野兽无异。 楚天返回无风峡谷的事情很快就传递到了五大家族,各家的高层闻风而动,纷纷向码头方向赶来。 没过多少时间,这个消息也从各条渠道,迅速地传遍了大半个无风峡谷,好些有心人,诸如万花庄园的主人花家,还有花家背后的剑九长老等人,以及其他好些有关的,无关的人,全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无风城和新城区,紧靠着无风城城主府的一栋豪宅中,精巧的花厅中,数十名妖娆的少女正手持孔雀羽毛碾成的华美弓扇,宛如在水波上踏步一般曼妙交流地行走着。 他们手中的弓扇轻轻恢复,在阳光下荡起了一片五彩光运。 几个长得很是清鲜可人的小丫头站在花厅一旁,手持牙板,轻轻地打着拍子。 他们在操演歌舞,每一步都暗和天韵,每一个动作都曼妙而柔美,配合上他们的华丽长裙和弓扇,他们的舞姿就好像一团五彩神光在原地滚动,美轮美奂,诱人无比。 华厅中摆着一张硕大的方案,厚重的方形条案显然是用一整颗珍贵檀木的树心扣成,并非木板拼凑而成。 这颗檀木也不知道是从多少颗原木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长岸的桌面上一缕缕金色条纹宛如大波浪,金光药木,还正好凝成了百兽狂奔,百秦飞舞的奇异图案。 就凭这些金色的秦兽图案,这张长岸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瑰宝。 一张雪白的大纸铺在长岸上,身穿一件白色长衫的法独尊站在长岸旁,双手食指夹着七八只大小不同的毛笔,紧张地在白纸上涂绘着。 嗯,这个动作,手臂的动作还要更柔和一些。 这个弯腰的动作,腰肢轮廓还要更圆润一些。 呀,不对,这些弓扇,似乎配色方面有点瑕疵,还是今日阳光的角度不对。 嗯,反射出的五彩滑光,似乎有一点点不够鲜艳。 或许要用别的羽毛取代孔雀为语。 法独尊轻声的自言自语,他竭尽全力,想要编演出一幕绝对完美的舞蹈。 当然,他对这些歌舞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 但是,只要那个人对歌舞感兴趣,那么他就必须做到最好。 必须是最好,必须要胜过道独秀一筹,他必须在各个方面告诉那人,他法独尊才是最优秀的,远比道奇秀还要优秀一大截。 一名身材高挑,面容绝美的尽装少女无声的走了进来,他犹如信徒膜拜信奉的神灵一般,恭敬而深情款款的看了法独尊一眼,轻声说道,少主,那下剑种回来了。 法独尊手上毛笔的动作骤然一停,他微笑着抬起头来,双眉一挑,轻声问道,哦! 是那个幸运的下剑种回来了吗? 等了几个月,我都快没有耐心了,回来就好。 放下手中毛笔,在长岸上一个浴盆中用清水洗干净了双手,接过少女递过来的洁白毛巾将双手的水字擦干,低头细细的审视了一下仙尘不染的白色长衫,法独尊接过少女递过来的香茶喝了一口。 派个人去告诉那下剑种,就是现在,就是此刻,让他立刻,赶紧,马上,不许当个一丝半点时间的滚过来参见。 法独尊轻描淡写的说道,一个下剑种,呵呵。 少女崇拜的看了法独尊一眼,他转过身,正要离开,法独尊突然补充道,对了,如果他不乐意的话,可以当众教训教训他。 只要不死,就带回来吧,小心些,不要玩死了,毕竟,看在那位的面子上,你们若是打杀了他,那位护短,是一定要打死你们的,我却不好开口为你们说话。 少女甜甜一笑,回头向法独尊恭谨的说道,谢过少主关心了,不打死他,打断他的四肢带回来可好。 法独尊微笑着点了点头,可。 第四百二十九章肆无忌惮的出手 太风巨剑缓缓靠在码头上。 楚天,楚鞋,还有改头换面的狂刀,皮君子,以及虎啸天等人走下巨剑,楚天袖口一道灵光飞出,太风巨剑极速缩小,化为一道寒光飞入袖子里。 空中一道灵力的剑芒呼啸落下,一鸣身高近丈,生得玉树临风的剑门弟子手按长剑,周身剑意澎湃,一步一步缓缓向楚天逼近。 汗翠崖山主楚天 奉剑九长老御令,勒令你前去接受问询。 这剑门弟子丝毫不掩饰对楚天的恶意,他力声喝道,大战将近,身为汗翠崖山主,不留在第五岛圈为大战献力,反而在外胡乱闲逛,藐视灵境战令,你可知罪。 楚天冷哼了一声,大声笑着,看也没看这剑门弟子一眼,大踏步的像刚刚赶到的虎千山等人迎了上去。 虎老叔,好些日子不见。 哈,介绍一下,这是虎啸天,也是一头猛虎,大家好生亲近亲近。 楚天刚刚介绍了虎啸天的身份,就看到虎千山眼睛骤然一亮,很是欣赏的上下打量着身高将近两丈的虎啸天。 虎千山眸子里那股子溺爱的瓷腹色彩是如此的浓烈,虎啸天硬生生被吓得浑身寒毛直竖,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老家伙,你看老子怎的。 老子虎啸天,和你可没半点儿关系。 虎千山黑黑笑了一声,用力拍了虎啸天一巴掌,哈,又是一头好虎仔子。 以后,叫我虎叔就好。 嘖嘖,真是一头好虎仔子,比大力还要野性。 虎啸天的眼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看了看楚天,强行忍下了一拳将楚天打飞的冲动。 不管怎样,楚天将他和他的族人从天族的手中救了出来,让他脱离了天族的奴役,这份情,他得领。 他虎啸天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妖道虎族的族人,最是重情重义。 冷哼了一声,虎啸天很巨傲地昂起了头,拿他和虎大力那憨或比。 虎啸天记得虎大力,区区一头野生的虎妖,血脉稀薄,没什么根脚来历,凭什么和他虎啸天比。 那巨傲犹如小公鸡的剑门弟子气得脸色发青,他猛地转过身,朝着楚天立声喝道,汗翠崖山主楚天,我奉剑九长老之命,勒令你。 去你娘的。 话还没说完,刚刚走到他身后的楚鞋已经飞起一脚,狠狠一脚踹在了剑门弟子的后脑勺上。 楚鞋飞身而起暴力踢腿的时候,剑门弟子的反应极快,他手中长剑发出一声铿锵阵鸣,反手一剑正要刺出,六只粗壮的胳膊猛地按在了他的手腕上。 楚鞋图,还有楚氏司军的另外两位大统领,三尊来自六道蜂魔大劫戒轨道的恶鬼将领,同时也是被楚鞋收入了万鬼朝宗图,得到了万鬼朝宗图轨力加持的猛鬼,他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剑门弟子身边,直接控制住了他握剑的右手。 森森鬼气从楚铁图等人手中喷出,灵力、阴邪、霸道无比的鬼气宛如寒冬腊月的寒潮,迅速在剑门弟子的体内蔓延看来,急速冻结了他的经络骨骼,四肢百骸。 真个论修为,这个剑门弟子的实力远超楚铁图等人。 但是楚铁图他们得到了万鬼朝宗图的加持,内有数以千万计的凶猛恶鬼同时为他们提供力量。 这个剑门弟子甚至能够以一敌万,但是十万,百万,千万的猛鬼力道加持在一起,他就好像寒潮中的一只无毛鞍唇,浑身哆嗦着,半截身体迅速被封进了一块厚厚的寒冰中。 楚铁飞起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楚铁图三人恰到好处地松开手掌,楚铁也是经过了战神精血脆炼身躯的,他的肉体力量也突破了一条真龙大关。 剑门弟子哼都没哼一声就被踹晕,冰封的身体飞起,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飞出了数十里外,一头扎进了无风峡谷码头区的海水中。 上千名在码头外想要拦截太风巨剑的剑门弟子同时喧哗起来,他们纷纷拔剑,想要突破天火轿弟子和五大家族精英子弟的拦截,冲上码头和楚天算账。 那些天火叫弟子更是凶猛,他们通体燃烧起赤红色的火焰,挥动着沉重的火焰图腾棒,冲着这些剑门弟子就是一通乱打乱砸。 他们作战汉不畏死,他们大声嘶吼着犹如野兽一样向剑门弟子猛打猛攻,一通乱打乱敲,硬生生将这上千的剑门弟子打得节节后退。 楚天笑着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败退的剑门弟子,又看看刚刚那个被踢飞的剑门弟子落水的位置,笑着转过头来,向虎千山摇头叹息道。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剑门,看来是盯上我了。 轻叹了一声,楚天慢悠悠的说道,罗剑林,就真这么重要。 区区一顽固,值得他们这么大张旗鼓的和我纠缠。 呵呵,他们就不怕事情越来越乱,闹到最后不可收场了。 最初对上剑门的时候,楚天对剑门还颇有一些忌惮。 毕竟是太古时代旧传承下来的剑道宗门,从他们长老随手给出的一枚传承剑符蕴藏的恐怖力量,就知道剑门的底蕴有多强悍。 时至今日,楚天对剑门依旧忌惮,但是剑门真要纠缠不休,他也不建议打断他们的几条狗腿子。 大几个月的时间,楚天无论是自身实力,还是手中的势力,乃至盟友的实力,可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不提楚天如今自身实力,不提汉翠崔崖和神佑之地的势力,如果楚天勾结皮君子和狂刀,调动神功的力量算计剑门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吧。 冷笑一声,楚天拉过楚鞋,很是正儿八经的向虎千山介绍道,虎叔,这是我二弟楚鞋。 嗯,他从小不正经惯了,以后他在无风峡谷,若是闯出什么不好的是非来,还请虎叔关照一二。 楚鞋的笑容骤然一僵,他邪秘了楚天一眼,冷哼了一声,什么叫做从小不正经惯了? 这位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虎大叔,不要听我大哥胡说八道,我楚二少最是温润如玉的君子,从下尊老爱幼,最是,哟。 正一本正经的在虎千山面前装正惊人,楚鞋眼角余光突然看到了一名带着几个护卫走到码头来的绝色少女。 这妞不错呀,长得脸是脸,凶是凶,屁股是屁股的。 则,可惜,屯围太小,似乎不利生养,不过手感应该是极品啊。 则则,放在黑市上,这妞老值钱了。 虎千山的笑容一僵,他突然明白了楚天所谓的,从小不正经惯了是什么意思。 这楚鞋,感情是个祸害。 放在黑市上,这妞老值钱了。 这思,他莫非还贩卖过人口。 楚天的笑容也变得很狼狈,他无奈的看着楚鞋,他隐隐有一种预感,这次把楚鞋还有他的一票心腹党羽带来了无风峡谷,号称第五道圈最为富庶,治安最好,最安全的无风峡谷,估计很快就要风起云涌,不,是变得乌烟瘴气了。 嘿,大哥,这妞还真是来找我们的。 嘿嘿。 定然是看到我楚二少玉树临风,温婉如玉,君子之风破体而出,隔着三百里就能闻到我楚二少发自内心的道德心香。 嘿嘿,这妞是主动来投怀送抱的。 嘿嘿,冷着一张脸,还是一个冰山美人。 好,楚二少就喜欢冰山美人,这样的美人儿,才是真正有味道的绝品好货色呢。 楚鞋抖了抖袖子,装点出一副正经好人,温润君子的嘴脸,笑容满面的向那身穿紧身尽装的绝色少女迎了上去,距离那少女还有十几丈远,楚鞋已经迫不及待的伸出了双手,哈哈,这位姑娘,看你的眼神,看你的步伐,你是来找楚二少我的吧? 哈哈,我楚二少出身豪门巨族,身家最是丰厚不过,这几年虽然经历了一些磨难,但是妖包反而更加丰厚了。 只要姑娘你从了楚二少我,吃香的,喝辣的,肚兜上楚二少都给你香上十几斤的珍珠美玉,保证你夜夜春宵,每天都快活的不要不要的。 楚鞋迎向了那少女,楚铁徒等一众忠心耿耿的狗腿子阴沉着脸,带着浑身鬼气紧跟在了楚鞋身后,一字而排开挡住了少女的去路。 少女和他身后的十几名护卫同时停下了脚步。 身高过丈,身形窈窕而均匀,气息矫健且凌厉的少女一对而美丽的丹凤眼眯起,居高临下的看着比自己还矮了两三寸的储鞋,很干净利落的轻喝了一声,滚。 虎千山在一旁低声咕拢,这是哪家的闺女? 这般高的各尔。 这等出色的容貌,这无风尘中,什么时候有了这么漂亮的大闺女? 嗯?这么高的各尔? 虎千山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灵修当中,正经的青年男子能有七尺五六寸的身高,那都是个头高挑的。 能有八尺以上的身高,那都是昂阳伟男子。 除非修炼了某些特殊的脆体功法,又或者受邀和天帝真灵出身,灵修当中极少有人身高能超过九尺的。 这少女能有一丈开外的身高,而且体型均匀柔美,丝毫不见狼康和坠肉,显然这就是她正常的生理状态。 天帝之间,唯有天族能有这样的平均身高。 天族的女子平均身高在一丈一尺以上,天族的男子身高更是普遍超过一丈二尺,而且天族女子无不美丽惊人,男子无不英伪魁梧,一个个相貌毅力犹如神人。 虎千山摆了摆手,他身后的五大家族的精英弟子们迅速散开,一道道消息不动声色的传递了出去。 无风峡谷当中出现了可能怀疑是天族的少女,这真是活见鬼了。 楚天快步向楚鞋走去,这少女有问题,楚天感受到了少女体内蕴藏的极其恐怖的力量,那是一种延出法随,可以操控天帝万物生死的恐怖力量。 随着金灯上凝聚的天印数量越来越多,天印增补的越发完整,楚天对天帝之间各种力量的感应越发的敏锐。 在场众人中,也只有他勉强感应到了这少女拥有的恐怖力量。 皮君子在一旁嘻嘻笑了起来,楚二嫂果然是风流之人,嘖嘖,这少女果然生的貌美绝伦,哎哟,好一张极品的人皮。 哎,哎,手好痒,手好痒。 皮君子屁颠屁颠的笑着,一溜烟的向楚鞋这边跑了过来。 楚鞋笑呵呵的看着少女绝美的面容,痴痴笑道,哎哟,还是一匹猎马,嘿嘿,楚二嫂最喜欢骑猎马了,越是挣扎,越快活,快活的。 少女眸子里一抹暗金色的神光一闪而过,她右手猛的一挥,手掌骤然一变,变成了透明的暗金色,宛如一柄琉璃制成的古老神兵,带着一股破灭万物的可不气息向楚鞋的心口按下。 楚鞋眸子里一抹鬼火闪烁,她猛的怪笑了一声,身体骤然化为一道阴风消失的无影无踪。 咔嚓一声,少女手掌落空,她面前的虚空突然寸寸崩裂,粉碎,虚空崩裂的范围急速向前延伸,刷的一下就蔓延了数十里,在这范围中,码头上停靠的数千海船,非洲同时崩解,就好像沙滩上沙子垒成的城堡被巨浪一拍,眨眼间就变成了无数的碎片。 空间愈合,数千海船,非洲的碎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码头上述十条大型战桥消失了,码头水域中,几座种满了杏花树的小岛也在这一击中烟消云散。 阴风呼呼的掀起,楚鞋带着楚铁图等人狼狈的从数十丈外凭空出现,她的左胸上有一道手掌形的伤口,在这一块伤口中,皮肤,肌肉,肋骨,胸膜,这些机体组织全部消失了,透过伤口,可以清晰的看到楚鞋跳动的伤口。 有万鬼朝宗图自行护主,楚鞋更是剑击的快,全速逃窜,她依旧没能完全避开少女的灵力一击。 饶是她跑得快,少女随手一击,依旧给她留下了惨重的伤势。 瘟的一声,楚天一声长啸,青椒剑从她掌心喷出,剑芒击射十几杖,直逼少女心口要害。 楚天立声喝道,好,好,好,我这二弟不是什么好东西,姑娘你就算打断她浑身骨头也就算了,做剩下如此重手。 那些海船,非洲上的商旅,水手,和姑娘你有何冤仇? 楚天太阳学上青筋直跳。 楚天的确不是个东西,见到美貌少女就习惯性的上前调戏。 这家伙,真不是个东西。 你这姑娘有如此强悍的实力,你抓起楚天独打一顿,打得她大半年不能下床,楚天喜闻乐见,楚天这丝就是欠收拾。 但是你居然动手杀人。 只是击杀楚天也就罢了,你居然误伤了,不,不是误伤,楚天看那少女的表情,她完全就是有意的随手一击,是故意想要制造一些大的破坏。 她故意的一招打出,将数千条海船,非洲,连带着上面的所有人打得烟消云散。 饶氏停靠在码头上,船上没有什么人,这一击骑马也杀死了数万水手。 这位姑娘,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虎千山野气的眼珠发红,这是在挑衅五大家族在无风峡谷的至高权威,这等事情,绝对容忍不得。 第四百三十章四方联动 无风城中,靠近城主府的一座大宅内,左肩伤口依旧没有愈合,还在不断滴出血浆的火孔雀眉开眼笑的坐在大椅上,受伤的左臂挂在身边轻轻摆动,右手端着茶盏,轻描淡写的品尝着香茶。 仔细看去,火孔雀的茶盏中,赫然有三条指甲盖大小的红色蝎子浸泡在里面。 这是天火焦的领地中一种一种火毒蝎子,寻常登天境的灵修被折上一下,都会被火毒烧成焦炭。 如此可怕的火毒,火孔雀却和寻常人泡果茶一样,将其充当果茶中的干枣用来调味。 大厅内,衣冠如雪,方面湿口的剑酒长老站在火孔雀对面,异常恼怒地朝着大殿中悬挂着的一面青铜宝镜大声呼喝着。 放肆,无礼,不尊长辈,无法无天之类的词句不断从剑酒长老嘴里喷出,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奈何他的词汇储备量不够,他翻来覆去就是不断地重复这些词句,这就直接导致了他越说到最后,他的语言说服力就越弱。 直径数丈的青铜宝镜中烟霞营绕,可见对面是一座人来人往很是繁忙的大殿。 几个高官长袍,妆容鼓捉的老人站在大殿中,一脸麻木地看着口若悬河的剑酒长老。 每每剑酒长老抱怨了一通,大声咆哮着要求宝镜中的几个老人为他做主,狠狠地严惩火孔雀的时候,火孔雀都会恰到好处地站起身来,可怜巴巴地晃一晃被冻穿的左肩。 每次他起身,都会有大串血珠子顺着翅红色的长裙滚落地面,滴滴答答的血水染红了大片地砖,看上去毫不刺眼。 每当这时候,火孔雀还会很忧伤地叹一口气,悠悠说道,为老不尊,以老卖老,欺负后生晚辈,大肆垄断权力,哎,我火孔雀好可怜,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上司。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青铜宝镜中的几个高官老人,可怜兮兮犹如被遗弃的小猫一样看着他们,轻声地说道,我是第五道圈的粮草总监茶使呀,所有的后勤资众的筹备,都是我的职权,哪里需要见九长老亲自去暴力压榨一个刚刚建立没两年的丹药小宗门呢? 火孔雀明亮的大眼睛里水气朦胧,他带着一丝哭音轻声道,见九长老这是看不起我火孔雀吗?是看不起我天火叫吗?已经给了孔雀一剑,难不成他还想赶尽杀绝? 剑九长老气得暴跳如雷,他猛地转过身来,指着火孔雀就要破口大骂。 青铜宝镜中,几个高官老人同时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怒气冲天的剑九长老动作骤然停滞,他强忍着心头怒火,缓缓转过身去朝着青铜宝镜。 剑九长老心头的委屈呀,那个憋屈呀。 分明是天火焦的这个小妖女,还有他们天火焦的秘密天下行走长老虎百川联手,故意横插一杠子,搅和了他找汉脆牙算账的事情。 几个后生晚辈,居然强行插手他见九长老寻仇啊。 这是蹬鼻上脸,蹲在他见九长老的头顶拉屎拉尿。 可是现在看看,剑九长老已经向灵境统筹这次大战的几个老怪物咆哮声诉了好几天,为什么这几个老东西的态度都是这么暧昧? 隐隐还在偏袒火孔雀呢? 如果不是打不过这些老怪物,整个剑门也没有几个人招惹得起这几个老怪物的话,一句你麻痹早就脱口而出,剑九长老也早就把剑砍向火孔雀了。 喂,骂人是不敢的,拔剑相向也是不敢的。 这个该死的小妖女,她是天火教的三大圣女之一,天火教那是一群疯子集中营,那些天火教徒可以为火孔雀的一句话而去死。 剑九长老敢肯定,他若是真个敢拔剑,这个小妖女就敢召集教徒和他剑门火并。 骑人太甚啊。 剑九长老越想越憋屈,他猛的仰天大吼了一声,体内已经无法压抑的剑意从嘴里喷勃而出,可怕的剑气撕裂了他的喉管,带起了一道道凌厉的血气。 一口老血喷起来上千丈高,剑九长老气喘吁吁的看着青铜宝镜中的几个老不死,他咬牙切齿的吼道,几位老祖,还请你们为老夫做主。 老夫身为第五岛圈总督察使,让这个丫头做老夫的副手,总酬后勤资重重任,老夫是信不过的。 活孔雀在他身后用力的晃了晃肩膀,又是大片血水渗了出来,他微微醋眉,轻声叹息道,老儿不死,打压后劲,若是舵星羊都是剑九长老这样的前辈高人,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哪里还有出头之日。 火孔雀尾委屈屈的看着青铜宝镜中的几个老怪物,悠悠叹息道,难不成,孔雀想要为这场大战效力,也是没资格的吗? 几位老祖目光如炬,当知道孔雀才是一片宫心,剑九长老的话里面,可就撕心太重了。 小剑人 剑九长老脾气火爆的转过身来,指着火孔雀就要开口大骂。 长老有何训斥? 孔雀洗耳恭听 当着青铜宝镜中几个老怪物的面,火孔雀摆出了一副温顺有礼的架势,恭紧的向剑九长老屈膝行了一礼。 够了 青铜宝镜中,衡量了一番利害关系,也被剑九长老这几天滔滔不绝的抱怨弄得心烦的一名高官老人轻轻一挥手,冷声道,火孔雀,你安心做你的事情就好,第五岛圈的后勤资众,依旧由你总绸,做出功继来,灵敬自有重赏。 冷冷的瞪了剑九长老一眼,这高官老人沉声道,罗氏剑九,你若是不愿意在第五岛圈老老实实的督战,以你剑门的手段,你是想要去第二岛圈亲临战场。 若是这般想,要不要我们一份调令,让你剑门罗氏一脉的所有族人充当此番大战的主力军团。 剑九长老猛的闭上了嘴,粗广如湿的老脸上凭空多了几分谄媚笑容。 几位老祖 高官老人蛮横的打断了剑九长老的话,老老实实做事,有什么私人恩怨,此番大战后再计较。 谁敢扰乱此番大战的进程,呵呵。 另外一名身穿白衣,头戴青铜高官,眉心镶嵌着一枚烟红如血的宝珠,通体气息淡漠至极的老人悠悠叹道,谁敢扰乱此番大战的进程,他的宗门也就不需要存在了。 老人咧嘴一笑,悠悠道,好些地方,急需人手镇压,一颗丧心丹,加上一罐神圆灵液,呵呵。 火孔雀奄然一笑,手指轻巧的从茶盏中抓起了三只火蝎子,飞快的塞进了嘴里轻轻咀嚼。 剑九长老面色如土,他沉沉的应了一声,毕恭毕敬的九十度鞠躬,向青铜堡镜内的几个老怪物鞠躬行了一礼。 他心知肚明,剑门老祖宗在这些老怪物面前的面子,就值这一点了。 几个竞急私动,居然跳出来主动统筹这番大战的老怪物,他们愿意倾听剑九长老和火孔雀唧唧咕咕的争吵上三五天,这就是剑门老祖宗的面子了。 剑门老祖宗的面子,也就是让这几个老怪物安安静静的听他们争吵这些天,没有直接翻脸将他打杀。 换成其他人,谁敢在这些老怪物面前多废话一句,早就连身后的宗门一起灰飞烟灭了。 心中恨到了极点,脸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剑九长老刚刚直起腰身,突然他和火孔雀的脸色同时一变。 青铜宝镜中,几个老人的脸色也难看到了极点。 天地律令,虚空崩解。 有顶尖血脉的天族在无风峡谷出手。 眉心镶嵌着血色宝珠的老人冷哼了一声,查明情况,天族的后生晚辈也是越来越不守规矩了,子万众和四灵尊者老祖签署的战书,他们也敢胡来。 抓住那天族小儿辈,驱逐出去。 最先训斥剑九长老的高官老人冷哼了一声,事情发生在第五岛圈,你罗剑九自己想办法处置掉。 青铜宝镜光芒骤然暗淡下去,光影消散,只有一众中霞光锐气不断从镜面深处翻滚而出。 火孔雀嘻嘻一笑,得意洋洋的向剑九长老挑了挑眉头,剑九长老,打架,我不如你,告状,你不如我。 嘻嘻,孔雀这辈子只要背后告状,就没有输过。 左肩一团火焰然然燃烧起来,流出体外的所有血浆同时在燃烧。 火光中,火孔雀身上的血迹被烧得干干净净,唯有一个透明的剑孔依旧,只是剑孔内的伤口干净光滑,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肤,肌肉,血管,骨头等组织。 那,这伤呢,还是要留着的。 不仅仅是预备着应付您老下一次告状,还有呢,汗脆牙的主人,孔雀是想要拉拢他的。 我和他无亲无故的,凭什么拉拢他呢? 轻盈一笑,火孔雀指着肩膀上的伤,看着剑九长老笑道。 就靠这剑伤了。 西,为了保住他的基业,为了维护他的门人弟子,孔雀天火叫三大圣女之一的身份,硬生生为他挨了这一剑,他一定会记住我的人情吧。 剑九长老双手背在身后,神色阴郁的看着火孔雀,小妖女,好自为之。 火孔雀轻轻一笑,他突然大惊小怪的叫道,哎呀,您还不赶快去查探清楚,刚才是谁出手了。 嘖嘖,那天崩地裂的气势,好吓人哦。 这件事情若是没处置好,您怕是,会被狠狠地打屁股呢。 剑九长老脸色一变,大踏步直奔大厅外走去。 火孔雀笑呵呵地,从嘴里漫条丝里地吐出了一块火蝎子的假鞘。 两名剑门弟子带着一缕寒光从空中急速落下,见到剑九长老,他们急忙高声地将楚天突然返回,在码头上毒打了剑九长老专门派去候着楚天的剑门弟子,还和一名莫名的角色少女起冲突的事情快速地说了出来。 火孔雀眉头一挑,灿烂无比地笑了起来。 楚天回来了。 好。 他又毒打了剑九长老专门派去码头上堵他的剑门弟子。 好。 是楚天和那怀疑为天族高阶族裔的少女起了冲突。 那就更好了。 嘻嘻,最好你楚天被那天族打得重伤斌死,我孔雀及时赶到美女就英雄,从此你对我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地做我的追随者,这岂不是好的不得了。 火孔雀笑得宛如百花绽放般灿烂,他骤然一晃,化为一道火光冲天而起,抢在剑九长老之前直奔码头飞去。 剑九长老眼看火孔雀动身了,他长笑一声,一道剑影直冲万丈高空,他一步跨出,蛮横地撕裂了虚空,直接瞬移到了码头上。 码头上,绝色少女无视抵在胸口的剑芒,冷眼打量了一番楚天,随手一掌向楚天拍了下来。 楚天只觉眼前一按。 太阳消失了,万物失去了光泽,一股高高在上,绿令周天万物的至高法则气息降临,封印了空间和时间,封印了万物的活动,将他死死固定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四周虚空一丝一丝的崩裂,他身边的所有法则同时消散,唯有那高高在上的气息碾压了下来。 少女的身影出现在楚天面前,高有数万里,填充了整个天地。 他高高在上,面无表情地俯瞰着楚天,两颗暗金色的眼眸中神光飞旋,他的瞳孔是两颗直径数千里的硕大宝轮,暗金色的宝轮由数万重复杂的符纹叠加而成,无数符纹缓缓地旋转着,恐怖的力量统治了一切。 楚天从少女的眼眸中看到了某种至高的规律。 他的力量,就代表了这一方天地最至高无上的法则,他的意志就是天地的意志,他的生命本源直接沟通了这一方天地的本源核心,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带动整个天地的反应。 或者说,他就是这一方天地的私生子。 他就是这一方天地的宠儿。 暗金色的神光充斥虚空,笼罩万物,在神光中,楚天清晰地看到了少女身后有三十六根粗大的暗金色琉璃锁链飞出,这些锁链穿透虚空,似乎和整个天的融为一体。 一股一股辉红的莫名力量,就是从虚空中透过这些琉璃锁链不断涌入少女的身体。 一道道透明的玄傲符纹从锁链中涌出,在少女身后凝成了一个直径万里的光轮。 光轮充斥着至高无上,神圣威严的莫名威压,楚天只是看了这光轮一眼,就觉得双眼巨痛,脑浆子一阵剧烈晃动,差点眉痛地昏厥了过去。 四周虚空在崩解,在崩溃,在消于无形。 连带着楚天的身体也要消失,也要崩解,也要摧毁,也要彻底地化为乌有。 楚天咬着牙,正要全力反抗这股让人绝望的恐怖力量。 一声低沉的虎啸声就从他身后数十丈外传来,虎摆穿头顶一头猛虎嘶吼咆哮,他一拳轰碎了这一片暗金色的虚空,蛮横地闯到了楚天身边。 随后一声清脆的鸣叫从天而降,一团炽烈无比的火焰笔直落下,无数道火焰宛如利剑横扫虚空,将楚天身边的暗金色领域烧得七零八落。 又是一声嘶吼传来,一头造型猙獰,通体都是赤红色骨骼的九头炎龙闯了进来,张口就是九条烈焰冲向了绝色少女。 入你老母的。 楚邪的谩骂声传来,连你楚二嫂的大哥都敢惹。 妞儿,我告诉你,你要倒血没了。 楚二嫂非把你摆布成百八十个模样。 第四百三十一章女人的心思 万鬼朝宗图画为一道漆黑的阴风牢牢护着楚邪,在至宝庇护下,楚邪满口屋檐会语,犹如市井小匹子一样破口大骂,化为百丈长短的火鬼龙王气焰嚣张地盘踞在他身前,九颗龙头疯狂地喷吐着属性诡异的黑红色火焰。 高温,炽热,犹如岩浆一样沾富力极强,焚毁万物,灭杀生机。 却又充斥着阴邪鬼气,一旦碰触身体,就好似肤骨之躯,不断钻进骨髓深处,不断侵蚀灵魂灵食,吞噬精气,化骨消形。 九头炎龙柱蕴养的这条九头龙,被万鬼朝宗图吸收转化为阵途鬼王后,属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力量变得霸道而协议,真正成了极其难对付的角色。 身穿紧身尽装的绝色少女面无表情的看了一眼火鬼龙王,他身前一缕缕暗金色的神光凭空浮现,凝成了一面表面有着复杂的绝对对称几何纹路的圆盾,恰恰挡住了九条奔涌而来的火焰。 下一瞬间,他一掌崩出,火鬼龙王身边的虚空崩裂,连带火鬼龙王一起撕成了碎片。 凄厉的龙吟声不断传来,火鬼龙王被打得粉身碎骨,但是眨眼间他就在万鬼朝宗图中重新凝聚本体,大片火光喷涌,无边鬼气生腾,亿万恶鬼在万鬼朝宗图内疯狂嘶吼,体型膨胀到三百丈长短的火鬼龙王从阴风中挣扎而出,长长的尾巴狠狠甩出。 少女身后的十几名身高一丈二尺开外的护卫同时冲上前来,他们挥剑前刺,本想组成剑阵围攻虎百川,先将这个散发出可怕气息的强敌重创或者击杀。 还不等他们和虎百川接触,火鬼龙王长长的尾巴横扫而来,十几名天族护卫同时举起手中长剑护在了胸前,只听一声巨响,十几个护卫被熊熊燃烧的尾巴打飞出去,犹如炮弹一样撞进了后方的码头建筑中,一头撞碎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楼房,仓库。 废物。 角色少女请喝了一声,目光冷立的看了一眼被打飞的护卫。 他们可一点都不废物,这是哥哥我太厉害了。 储邪嬉皮笑脸的看着绝色少女,身体化为一道阴风,在万鬼朝宗徒的庇护下,她很大胆的绕着少女急速奔走起来。 小妞,傲尚明来。 下,你和哥哥我亲自过过招,你就知道哥哥我有多厉害。 哈,那些家伙是你的护卫。 嘖嘖,银样辣枪头,不顶用吗? 找男人,还是要找哥哥我这样气宇宣扬,不仅仅是生的好看,内部实质也是又粗又硬的好汉才行啊。 嘴里吐着不正经的乌言晦语,储邪手中多了一抹赤红色的剑影,剑招阴邪诡秘,每每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击刺而出,每次目标都瞅准了少女身上最尴尬,最致命的要害。 楚天在后面看得颇为狼狈,他差点想要掩面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他不认识储邪。 这次的剑招太下流了,放在外面,只要稍微有点道德底线的人,都不会用这么下流的招数对付一个姑娘,哪怕她是敌人呢。 楚邪? 楚天恼羞成怒的大吼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 干这丫头啊? 楚邪一本正经的回应着楚天的怒吼,大哥,不要被世俗的偏见妨碍了你。 世间的剑招,没有高上和下流之分,只看有没有效果。 不管我的剑招有多下流,只要能伤到敌人,这就是好剑招啊。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楚邪已经连续出了数十剑,火孔雀这时候才从天空落下,他看着少女面前凝聚的暗金色光盾,右手掌心凭空多出了一颗人头大小的火红色宝珠,卷起了滔天烈焰重重一掌暗在了光盾上。 一声巨响,红色宝珠内喷出了一道威力可怕的紫黑色火光。 光盾崩解,炸裂,角色少女眉头骤然一跳,下意识地向后击退,避开了火孔雀的这灵力一击。 火孔雀的随手一击威力惊人,角色少女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掌心的火红色宝珠吸引,正紧跟着他身边乱转的楚邪看准了机会,又是一件很龌龊的挑了出去。 吃的一声,少女的紧身劲装在臀部上被撕开了一条齿许长的裂痕,大片白花花的皮肉露了出来。 少女怒极长笑,一圈圈暗金色神光犹如狂潮向四周横扫而出。 楚邪则是嘎嘎嘎嘎笑得无比奸诈,他身边的阴风中一支支巨大的白骨手掌飞扑而出,犹如一座座大山狠狠地向少女当头砸下,火鬼龙王更是嘶声怒吼着,九颗脑袋卷起漫天火海狠狠地向少女撞去。 火孔雀宛如银铃一样娇笑着,他双手捧着那颗火红色的宝珠,朝处邪笑道,这是哪家的公子? 嘻嘻,这等形式,孔雀确实喜欢的。 哎哟,这位妹子,你的皮肤好生白净粉嫩。 角色少女震脚大乱,因为震怒短暂的爆发后,她的气息直线下降。 她双手狼狈地捂着身后尴尬之处,竭尽全力不让自己的皮肉暴露在外。 她是尊贵无比的天族,在天族中也拥有极其尊贵的血脉出身。 寻常下剑种就是多看她一眼,她都觉得这是莫大的冒犯。 而此时此刻,楚邪对她做的事情,已经不能算是冒犯了,这完全是一种极其恶毒的亵渎。 她从小接受了寻常人无法想象的精英教育,她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军政大事,堪称绝顶的人才。 但是天族的精英教育中从未提起,一名尊贵无比的天族贵小姐,若是被卑贱的下剑种看到了屁股该怎么办? 脑壳里一片空白,心头一片慌乱,她想要逃之夭夭,但是她还记得法独尊交代给她的任务。 法独尊在她心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为了她的命令,她可以去死。 所以,她应该继续完成法独尊的命令,但是,但是,但是…… 双手捂着衣衫上的裂痕,少女不知所措的看着储鞋,她身上的衣衫也是一件宝物,有着极强的防御力,寻常兵器根本不可能伤损分毫。 储鞋手上那一抹赤红色的剑影是何等来历? 怎么能如此轻松的就撕开了她的衣衫,让她落得如此狼狈? 高手交战,稍有分心就是生死之差。 少女慌乱,尴尬之时,火孔雀,储鞋已经毫不留守的痛下杀手。 但是比火孔雀和储鞋下手更快,下手更狠的,赫然是刚才第一个打破了暗金色领域,闯到楚天身边保护楚天的胡百川。 眼看少女因为衣衫破损而阵脚大乱,胡百川淡然一笑,刚出家门的菜鸟,哈,衣衫破损算什么? 老夫年轻时,全身衣衫都崩掉了,还不是拎着兵器和人拼命。 刚说第一个字的时候,胡百川已经闪身到了少女身后。 第一个字刚刚出口,胡百川双拳突然膨胀到水缸大小,带着一股沉重的恶风重重的轰在了少女的后心。 随后每一个字说出,胡百川都向少女的后心轰出近百拳。 短短一句话二十几个字,数千重拳已经连贯砸在了少女的后心上。 每一拳都重如泰山,每一拳都犹如流星飞坠。 以胡百川让剑九长老都忌惮不已的修为,他短短一句话的功夫,他居然汗流加倍,浑身大汗淋漓,眼里神光都暗淡了下来,变得和寻常人一样。 他的两条腿更是哆哆嗦嗦的站立不稳,亮枪着向后倒退了数十步。 这一轮猛攻,他没有丝毫留情,短暂的猛攻已经耗尽了他全身的力量。 少女高挑矫健的身躯被胡百川的一轮重拳打得犹如风中枯叶一样剧烈的颤抖着,他体表一层层按金色流光急速闪烁,游刃的腰身内不断传来细微的碎裂声,他的腰椎骨差点被胡百川一通猛攻给打得粉碎。 不等他从胡百川的这一轮猛攻中恢复过来,火鬼龙王的九颗硕大的脑袋络撞在了他胸膛上,直撞得他身躯向后飞退,胸膛被撞得凹陷了下去,嘴里不断吐出金灿灿的血液。 无数巨大的白骨手掌从天而降,狠狠地拍在了少女的身上。 少女被打得满得乱滚,这些白骨手掌每一击,都集中了万鬼朝宗图内亿万恶鬼的大半力量。 每一击甚至都比虎百川的全力一全差不到哪里去,每一击都重如流星撞击,少女体表神光剧烈摇动,隐隐可见暗金色的神光上裂开了无数细小的裂痕。 随后火孔雀手中的宝珠重重地按在了少女的胸膛上。 这才是最要命的一击,这才是最沉重的一击,少女的胸膛上一团夺目的火光升腾而起,就好像原地升起了一团炽热的小太阳。 少女胸膛上悬挂的一枚巴掌大小的暗金色金服亮起,面对火孔雀的这一击,这枚金服终于触发,一道道密集如蜘蛛网的暗金色光线纵横交错,在少女体表凝成了一口暗金色的剧中虚影。 咔咔声中,一股可怕的反振之力倒卷而回,火孔雀闷哼一声,向前急飞的他被距离一阵,狼狈的吐血向后飞退,一头撞在了楚天怀里。 暗金色的剧中高有百丈,体表有无数奥妙的符纹若隐若现,一股灰红大气的神圣威压从大中内冉染扩散开来,刚刚升起的那一团炽烈火光在暗金色神光的压制下缓缓熄灭。 沉闷的撞击声不断传来,楚鞋依旧在操纵着万鬼朝宗徒,歇斯底里的轰击着这口暗金色剧中。 一只只巨大的白骨手掌在剧中上撞得粉碎,但是依旧不断有无数的白骨手掌从虚空中冒出,带着沉闷的破空声狠狠的击打在剧中上。 沉闷的钟鸣声响彻无封城,偌大的码头都因为楚鞋疯狂的攻击不断的颤抖,好些地方已经塌陷下去,变成了小小的海湾。 狂攻了许久,眼看暗金色的剧中越发的流光溢彩,光焰夺目,变得更加的凝固坚实,楚鞋骂了一句极极难听的市井污秽言语,召回了火鬼龙王,慢悠悠的向后退到了楚天身边。 楚天被迫的搂着火孔雀。 火孔雀七窍中都在流血,他左肩上的伤口更是崩裂开来,大量血水不断的流淌出来。 不仅如此,他更是因为手中宝珠和那剧中的全力一击受到了巨大的反噬之力,这股力量超过了他的承受极限,他的两条胳膊,肩胛骨,还有胸口肋骨断舌了大半,两条手臂软塌塌地挂在身边,整个人同样软塌塌地挂在了楚天手臂上。 这位姑娘,张嘴。 楚天临时扫过火孔雀的身体,掏出一颗紫霄金阳炉中的七巧天弓神丹,胃给了火孔雀,多谢姑娘援手,敢问姑娘高兴大名。 火孔雀吞下了楚天为给他的神丹,只觉一股羊和之气在体内扩散开来,他全身所有的伤口在短短一个呼吸间居然就全部愈合。 如此效力惊人的疗伤丹药,火孔雀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线,笑颜如花的他正要开口说话,他的脸色骤然又是一变。 这颗神丹不仅仅修复了他体内所有的伤势,为他补满了消耗的法力和精气,剩下的绝大部分药力,居然流入了他的灵魂之中,开始修复他当年因为急于突破而留下的灵魂暗伤。 当年为了争夺天火教圣女宝座,火孔雀以禁忌之术强行突破瓶颈,将天火教至高神点推演到了极高的境界。 就是在那一次强行突破中,他的灵魂留下了极其可怕的暗伤,对他未来的修炼造成了巨大的隐患。 一个不小心,这个暗伤很可能引发他的灵魂自然,最终让他灵魂消散,成为一具行尸走肉。 这件事情已经成了火孔雀心中最大的隐忧,他曾经无数个夜晚为此不得安眠。 可是今天,这颗神丹所化的阳和之气融入了他的灵魂,这些年来一直困扰他,让他的灵魂时刻受到烈火焚烧之苦的暗伤居然无声无息地化去了。 不仅如此,这股阳和之气还将他的灵魂修复到了完美状态,多余的要力更是填充灵魂,让他的灵魂修为凭空增长了一截。 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适,思维念头前所未有的灵动圆润。 真个犹如脱胎换骨,好似重新投胎了一般。 甚至他能察觉到,他通往神殿下一个大境界的瓶颈凭空消散了大半,只要稍微用点力气,他就能轻松地踏入那一个大境界,和天火焚的那些老不死长老同样的境界。 以在任圣女的身份,拥有堪比那些镇教老怪物的实力,毫无疑问,火孔雀未来在天火焦的权势将快速地膨胀,膨胀到他自己都不可想象的程度。 一只手猛地抓住了楚天的手臂,火孔雀痴痴地笑了起来,他看着楚天轻声笑道,天师楚天。 西,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天火焦的事情,天大的麻烦,我天火焦帮你顶了。 楚天很愕然地看着火孔雀。 话说,姑娘,你是谁? 楚邪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火孔雀,最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站在原地什么都不干,都有姑娘头怀送抱,这是你人品太好,还是我楚二少运气太差了呢? 第四百三十二章 反屋 双臂微微用力,楚天将浑身软绵绵好似眉骨头的火孔雀推出了老远。 火孔雀妙眸一转,斜斜地看了他一眼,扑斥一声笑了起来,是个会害羞的小郎君,倒是有点意思。 嘻嘻,这年月,还有这等可爱的人儿。 楚邪哈哈笑着,忙不迭地将脑袋凑了过去,这位姑娘,我大哥天生羞涩,是个老古板,保守得很。 没姿没味的,没意思。 我楚二少就不同了,我楚二少最是通小姑娘们的心思,最是知情识趣的,最是能心疼人的。 火孔雀脸上笑容一脸,他邪逆了楚邪一眼,挑起下巴,翻了个白眼,轻轻地哼了一声,也懒得和他搭话,转身看向了那重伤的绝色少女。 楚邪的笑脸骤然一僵,很是兴兴然地朝火孔雀哼出了一团冷气。 啥意思?啥意思? 你看不起我楚二少吗? 瞇着眼,楚邪脑子里瞬间闪过了无数的念头,盘算着要如何才能引起火孔雀的注意,进而获取他的好感,随之掳获他的放心,最终抱得美人归。 难度很大,但是没难度的姑娘们,他楚二少也不稀罕不是。 刚刚被火鬼龙王打飞的十几个天族护卫披挂上了全套重甲,大踏步地撞开了一座座楼房的废墟,低沉地嘶吼着朝这边奔跑了过来。 奔跑中,这些魁梧的天族护卫身边有雷光急速跳动,他们脚下有水波一样的雷云悄然浮现,他们每一步踏在地上,无数条极细的雷电游丝就好像图章一样,在地面上烙印出了无比清晰的雷霆符纹。 每一步都在地面上留下一个紫蓝色的雷印,所有的雷印遥相呼应,一条条雷光在雷印之间往来穿梭跳动,赫然组成了一座奇异的雷霆大阵。 如水的雷电覆盖在了这些天族护卫的身上,他们的身体带起一条条残影,眼看着就要绕着楚天等人狂奔一圈,用那古怪的雷印大阵将所有人包裹在内。 火孔雀冷哼了一声,他手中的宝珠爆出大片火焰,他右手托着宝珠重重的按在了地上,一条条手臂粗细的火焰呼啸着顺着地面蔓延看去,眨眼间地面上就盛开了一朵由火焰和地面融化形成的岩浆勾勒出的巨大曼陀罗花。 直径千丈的烈焰曼陀罗赶在雷印大阵合围之前成行,火孔雀刚刚服下了那颗神丹,精气神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巅峰完美状态,而且修为隐隐提升了一小节,此刻激发宝珠,爆发出的威力真个可怕。 轰的一声俱响,直径千丈的火焰曼陀罗中一根紫红色的火柱冲天而起。 在火焰曼陀罗大阵外,温度没有任何一变,就好像大阵中的冲天火柱只是虚影一般。 但是在这大阵中,紫红色的火焰温度高得吓人,除开身上有奇异的红光闪烁的楚天、楚鞋、虎百川三人,其他一切有形无形的存在都受到了极端高温的疯狂攻击。 重伤的角色少女身边的暗金色剧中急速的震荡着,火柱绵绵不绝的冲击剧中,不断发出巨大的沉闷钟鸣声。 一波波暗金色的声波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阵的人头昏目眩,阵的空气中最细小的尘埃都崩解成了最微小的粒子。 十几名身披重甲,浑身缠绕着水波一样雷霆的天族护卫闷哼一声,他们怒吼着被火光冲飞了数千丈高,在高空中,火柱内滔天的热力凝成了一柄柄子黑色的刀枪剑击,乱杂杂的向着他们劈头盖脸的轰杀了下来。 电光崩解,雷印崩塌,天族护卫身上的甲咒极速变成了赤红色,甲咒表面一层黯淡的神光荡漾出来,无数符纹宛如齿轮一样在神光中急速旋转,苦苦抵挡着高温的侵蚀。 虎柏川突然跳上了天空,他低沉的呼喝着,不知道从哪里拔出了一尊通体燃烧着青色烈焰,表面雕刻了许多三族屋的三族圆顶。 虎柏川抱着一根数丈长的顶族,将这尊大顶当作一柄榔头,狠狠的砸向了这些天族护卫。 三族圆顶沉重异常,虎柏川抱着大顶乱杂的同时,大顶内更有粘稠如岩浆的青色火焰喷涌而出,迅速包裹住了这些天族护卫疯狂燃烧。 天族护卫身上的甲皱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晶莹剔透的七彩枝叶不断从甲皱上滴落。 这些天族护卫发出低沉的痛呼声,他们的皮肉被高温灼烧,一缕缕青烟不断从他们身体上涌出。 楚天呵呵轻笑着,他看了一眼被暗金色剧中保护着,正掏出一个单凭服用疗伤单药的绝色少女,轻声道,姑娘,你莫名其妙地攻击我们,来而不往非离也。 吃我一剑。 青椒剑发出高亢的剑鸣声。 楚天如今的法力修为堪比二十条刚刚成年的太古天凤,金灯上剑之天印急速跳动,庞大的法力急速转化为锋利,灵力,速杀,无情的剑芒,犹如一条大将一般注入青椒剑。 自从紫腕重帮楚天重练青椒剑后,一直以来是楚天的修为太低,根本无法满足青椒剑的需求。 二十条天凤之力,隐隐摸到了青椒剑发挥正常威力的门槛,青椒剑发出了一声前所未有的尖锐剑鸣,一道青色的剑芒直冲高空,凝成一柄万丈长短的巨剑虚影矗立在天地之间。 这一声剑鸣惊艳绝伦。 整个无风峡谷内,所有的声音都被这一声剑鸣盖了下去。 剑鸣响起时,无风峡谷内所有的剑,无论是无主之物,还是已经被主人心血祭练了无数年的神兵利器,乃至包括剑九长老的随身配剑,所有的剑类兵器齐齐镇鸣,震荡,摇摇呼应青椒剑的这一声鸣叫。 正驾驭着剑光,藏在半空中窥视战局的剑九长老猛的哼了一声。 他体内剑翼居然被这一声剑鸣引动,他的配剑轰然长鸣,剑芒震荡中,他五脏六腑中蕴藏的剑翼剧烈震荡起来,让他不轻不重的吃了一点小亏,嗓子里一口老血不自主的涌了上来。 该死。 剑九长老骇然看着楚天头顶那一柄青色的万丈剑影,这小子,怎么凝聚了如此精纯,可怕的剑翼。 他的剑道修为,竟然,竟然如此高绝。 剑九长老抓狂的怒骂了一声。 此刻楚天身上奔涌而出的剑翼,居然隐隐又和剑九长老并驾崎岖之势。 可是楚天才多大? 他剑九长老近银剑道又有多少年? 十几个天族护卫痛呼着被虎百川一击从高空砸下,他们正要落地的瞬间,楚天右手青椒剑一挥,虚空嘎之一声响,一道剑芒横扫虚空,十几个天族护卫身上甲咒已经被火孔雀和胡百川联手练化,剑芒扫过,他们的身躯在半空一凝,然后同时炸开。 灭绝一切的剑翼冲进了他们的身体,颠灭了他们的生机,摧毁了他们的身体结构,包括他们身上最细小的一根汗毛,都被楚天的这一道剑芒崩解。 血雾漫漫,轻轻地从天空洒落。 剑芒斩杀了十几个修为相当于战神山中阶战将的天族护卫后,剑芒威势丝毫不见减少,反而因为染血后更增加了几分煞气,撕裂虚空一剑斩在了绝色少女护体的暗金色剧中上。 痴痴一声响,万丈剑芒和暗金色的剧中剧烈地冲击着,屡屡火星不断迸射出来,楚天双手握剑,体内法力源源不断地涌入青椒剑,激发青椒剑剧烈地跳动阵鸣,疯狂地撕扯着暗金色的剧中。 角色少女身体内转来了骨骼蠕动的细微响声,她服下的丹药显然效力非常,她的伤势在短短一个呼吸间就已经大为好转,脸色也恢复了红润,气色变得好看了许多。 眼看十几名护卫被楚天一箭斩杀,火孔雀激发的火柱,楚天的剑芒还在联手冲击她的护体剧中,少女的脸色纹丝不变,只是冷冷地隔着半透明的剧中看着楚天。 看到少女毫不掩饰的,满带恶意的目光,楚天就知道,这来历莫名的天族少女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她不由地暗自琢磨,她又招惹了哪一路的牛鬼蛇神。 这少女会是金氏族人? 不可能。 就算金氏族人知晓了在神幼之地和他们为难的人是楚天,他们也不可能反应这么快,楚天刚回到无风峡谷,他们就找上门来和自己较劲。 更重要的是,金氏一族的血脉根源是耕金之力,他们的神通秘法特征鲜明,而这少女刚刚袭击楚天的一击,和金氏一族的耕金之力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 这是一种更加高级,更加玄妙,更加可怕的力量。 给我,开。 楚天轻喝一声。 他咬破舌尖,一口血喷在了青椒剑上。 青椒剑就好似疯狂一般跳动起来,剑峰上屡屡奇异的神盲闪烁,万丈长的剑芒骤然他缩成了十几丈长短,剑芒的威力凭空暴涨了十倍。 紫万重加持在青椒剑中的攻击尽致在楚天源源不断的输入法力下终于触发,一声惊天动地的剑鸣轰然响起,码头附近的所有人只觉双耳剧痛,眼前骤然一黑,除了极少数火孔雀,胡百川这个极数的高手,其他人都被这一声剑鸣震得昏厥了过去。 咔嚓一声,绝色少女的护体剧中裂开了一条裂痕。 少女冷漠如冰的面孔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惊恶之色,她嘶声喝道,不可能。 这是本家老祖赐下的救命天福,你这剑,你这剑是什么来历? 剧中被楚天硬生生劈开了一条缝隙,原本完美无暇的防御被破开,见到机会的楚邪猛地怪叫了一声,从皮君子那里学来的恶毒鬼道秘法十八地狱经中的八皮秘法被他全力催动。 万鬼朝宗图内亿万恶鬼齐声尖笑,无数恶鬼的力量加持在了楚邪身上,瞬间将他的力量提升到了一个堪称恐怖的程度。 庞大的鬼力充斥全身,楚邪的皮肤上裂开了无数的裂口,大量鲜血不断喷洒出来,然后在阴邪鬼力的操控下,在空气中凝成了一枚枚巴掌大小的扭曲符纹。 裂 楚邪向那少女大喝了一声。 少女闷哼了一声,她白细细腻,找不到丝毫瑕疵的皮肤突然剧烈地蠕动起来,她的皮肤就好像有了属于自己的灵性,迫不及待地想要脱离少女的身体。 痴痴声中,少女的身上裂开了无数细细的血线,点点血珠渗出,少女的面容就好像一件精美无比的极品白瓷,突然被熊孩子狠狠地打了一棍子打得粉碎,然后用胶水重新拼凑起来一般猙獰可怕。 给我裂开。 楚邪嘶声咆哮着,她脖子上青筋凸起,她已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青椒剑的剑芒击穿了暗金色剧中,一寸寸地向少女胸口刺下。 粘稠的紫红色火焰顺着剧中的裂痕侵入,漫天火焰呼啸着向少女卷了过去。 胡百川从高空坠落,她借着下坠的势头,双手挥动巨大的三足圆顶,狠狠地砸在了剧中上。 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胡百川双手裂开,大量鲜血洒出,迅速被烈焰高温蒸发。 剧中受到胡百川亡命一击,被青椒剑破开的裂痕有扩大了几分,眼看着一片蜘蛛网一样的裂痕不断地向四周扩散开去,这口防御力惊人的剧中隐隐有彻底崩盘的征兆。 少女浑身的皮肤剧烈地起伏着,楚鞋撕声尖笑着,不断催动扒皮秘法。 少女痛得大声长笑,她手掌一翻,掏出了一块暗金色的令符正要激发,高空中一道星光凝成的长河倒卷而下。 无数团拳头大小的星光在那一道长河中翻滚冲击,建起了无数团朦胧光雾。 星光凝成的剑芒璀璨夺目,光艳百里,无数道兴致各异的星光相互缠绕摩擦,犹如一个个小小的磨盘,直接打碎了少女身边的一切有形无形之力。 楚鞋的扒皮秘法被这一道剑光打断,秘法反噬,楚鞋一声痛呼,她双臂上的皮肤寸寸裂开,犹如蝴蝶一样炸开飞走,就留下了两条血淋淋的手臂。 楚鞋的剑芒击穿了剧中后,同样消耗极大,星辰剑光汹涌而来,直接将她的剑芒击溃,打碎。 一道道锐气疯狂袭来,楚鞋闷哼一声,亮相着向后倒退了数十步。 漫天七彩星光肆虐,一团团星辰光运缠绕绞绞杀,火孔雀布置的火焰曼陀罗大阵也被无数道剑芒切割的支离破碎当场崩解。 火孔雀闷哼一声,一口血喷出老远,咬牙切齿的一跃而起,朝着高空的剑酒长老怒笑,老贼! 你焉杆勾结天族邪魔! 哈,证据确凿,你死定了! 大片光运胡乱的向四周扩散,飞沙走势之间,谁也看不清漫天光运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抹暗金色神光一闪,绝色少女消失的无影无踪。 剑酒长老端端正正的站在了那少女原本所在的位置,面无表情的冷哼了一声,笑话。 老夫何等身份,岂会勾结天族邪魔? 倒是你们,敢敢在第五岛圈通局之地大打出手,你们是想要破坏灵境的备战吗? 剑酒长老冷力的笑着,反手就是一顶大帽子扣了下来。 第433章 寻上门的表弟 无封城的码头已经一片狼藉。 被天族少女一掌撕碎了数千条大型海船和非洲,远远地,无数和这些海船,非洲有牵扯的商户,水手哆哆嗦嗦嗦地眺望着这边,想过来打探一下消息却又不敢。 五大家族的精锐战士连同上千天火教徒排成整齐的队伍,一字而排开在楚天,火孔雀等人身后,和对面摆帐外的剑酒长老以及过千的剑门弟子对峙。 楚天和剑酒长老冷声冷气地说着极其没有营养的废话。 剑酒长老非要说是楚天故意破坏无封城的码头,想要借此破坏战争的备战工作。 楚天则是立声指出,分明是剑酒长老勾结天族妖女,破坏了这么多的海船,非洲,杀死了这么多的水手,商户,剑酒长老才是勾结天族邪魔,妄图颠覆灵修势力的罪魁祸首。 两人都拿不出真凭实据,也都知道,只凭一张嘴,谁也无法说服那些督战的老怪物。 剑酒长老身后固然有庞大的剑门座靠山,楚天身边站着的火孔雀可是天火教三大圣女之一,掌控的实权和资源,却又比区区剑门罗氏一脉的一位长老强出太多了。 剑门,天火教,两个庞然大物,在天族正在疯狂进攻的紧要关头,灵静的那些老怪物才不会让他们之间爆发矛盾,就算他们掌握了什么真凭实据,那些老怪物也会把这件事情给强行压下来。 所以吵闹了一阵,两人同时闭上了嘴,重重的喘了一口气,宛如两头皮肋的野兽一样,相互恶狠狠的瞪了一眼。 剑酒长老指着楚天立声喝道,汗翠崖山煮楚天。 老夫罗门剑酒,身为第五岛圈总督察使,会盯死你的一举一动。 你若是敢有丝毫行差踏错,休怪老夫剑下无情。 楚天屈指弹响青椒剑,一声剑鸣阵的远处无数人同时嘶声怪叫,急忙地捂住了耳朵。 他看着剑酒长老立声笑道,剑酒长老。 嘿,嘿嘿,大战将至,天族邪魔侵扰纷纷,您老了,身子骨也不够结实,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万一被天族邪魔一刀给抹了脖子,或者捅了软肋,你丢人不丢人。 老江湖和新人的区别在这里就一览无疑。 剑酒长老想要用权势威胁楚天,而楚天则是直接发出了人身威胁。 剑酒长老有资格用权势欺压人,因为他有足够的人脉,有足够的靠山,有足够的权势来这么做。 而作为新人菜鸟的楚天,他热血,他激情,他胆大包天,敢作敢为,只要给他机会,他真不介意争个亲自操刀,骂了剑酒长老的脖子或者捅他一剑。 两人瞳孔里同时闪过一抹寒光,相互望了一眼,剑酒长老转身就走,对码头这个烂摊子视若无睹。 活孔雀,你是第五道圈粮草总监察使,哼,这些后勤资重之类的损失,自然归你负责。 损失了多少资重,你要补权,损失了多少人,你要负责安抚。 剑酒长老幸灾乐祸的冷笑着,不要告诉老夫,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 给你三天时间,无风峡谷的码头,必须回复运转,所有物资的进出,必须回复正常。 活孔雀还没搭话,楚天已经硬邦邦的一句顶了上去,剑酒长老是第五岛圈的总督察使。 那您可一定要小心了,那天族妖女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若是他继续在无风城大肆破坏,呵呵。 剑酒长老的脚步骤然一停,他很想回头朝楚天骂一句娘。 他咬着牙,阴沉着脸,带着一众白衣如雪的剑门弟子,很是有点狼狈的离开了码头。 刚刚他只求恶心火孔雀,胡百川和楚天等人,他故意敌我不分的一箭轰出,看似攻击那绝色少女,实则却是掩护他逃之夭夭,剑酒长老只求恶心人,却忽略了,这少女若是在无风峡谷大肆破坏,这责任可是要他来背的。 想到无风峡谷中,居然藏了一位实力不可测的天族精英,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天族高手潜伏,剑酒长老的脸就难看得好似刚刚死了爹娘,还被人强行灌了一肚皮牛粪一样的难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楚天看着急匆匆离开的剑酒长老,乐不可知的笑了起来。 他有意无意的低声说道,这下有趣了,呵呵,无风峡谷多了一批不明来历的天族高手,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呵呵,可都是这群天族所谓。 呀,某人似乎,给自己挖了一个天坑呢。 楚邪痴痴笑着,笑得很猥琐,很淫荡。 鼠爷站在楚天肩膀上,小尾巴挺得笔直,两个小爪子抱在胸前,同样很是猥琐,很是淫荡的笑着。 此时此刻,鼠爷和楚邪脸上的笑容几乎是同一张脸谱上挖下来的一样,那股子下散烂的无赖进门,争个是一脉相承,直如一对儿亲生父子。 活孔雀已经转向了楚天,他嘻嘻一笑,朝楚天丢了个眉眼,天师楚天,这次可是孔雀帮忙,才免得你和翠崖崖上下被那老东西强势欺压,所以,你欠我的人情。 仙长白净的手指轻轻的在楚天胸口一戳,活孔雀沉声道,你和虎家交好,虎家却是天火教终,我这一脉的附庸势力,所以,你天生就应该是我的人。 楚天干咳了一声,他沉声道,孔雀姑娘。 我们可以是朋友,是盟友,不过,我可不是你的人。 活孔雀眉头一挑,笑得更加灿烂了,哎哟,还真是一个害羞的小郎君呢。 嘖嘖,这么害羞,腼腆,可是没有姑娘会喜欢你的。 我们天火教的姑娘,可都喜欢那种豪气干云的英雄好汉。 楚协在一旁重重的咳嗽了一声,他神色肃目的冷下脸来,双手缓缓背在身后,很用力的挺起了胸膛,双目凝视前方无穷远处,摆出了一副绝世大英豪的模样。 活孔雀妙眸朝楚协扫了一眼,用力的摇了摇头,哎,一条泥丘,挂上龙皮也不像蛟龙。 楚协的脸骤然搭拦了下来,他美好气的斜斜扫了火孔雀一眼,肥兮兮的目光就像身后的那些天火教徒扫了过去。 或许是因为,这些天火教徒是火孔雀直属的关系,上千名天火教徒中,居然有三四百名身穿红衣,周身热情似火的美貌少女,楚协看着他们花朵一般鲜艳的笑脸,只觉浑身发软,都快走不动路了。 汉翠牙的护山大阵冉冉开启,比外界浓郁了十倍有余的灵雾翻滚着涌出,汉翠牙的山门外,当即下了一场灵运充沛的小雨。 晶莹剔透的雨水落在身上,并不像普通雨水一眼染湿了衣衫,而是犹如宝珠一样滴溜溜的顺着衣衫滑落地面,在砂石上飞快的滚动撞击着,不断荡起一点点细细的光点。 楚天站在山门外,眺望着汉翠牙熟悉的山山水水,突然重重的吐了一口气,笑了起来。 在跺兴阳被追杀,无奈坠落神佑之地,然后结交旧老,熊掌,谢田等人,进而卷入了整个神佑之地的大势之中,这些事情带给楚天的压力,在这一瞬间荡然无存。 对汉翠牙,楚天已经隐隐生出了一种近乎于家的亲切。 这种感觉,或许只有他从小长大的镇三州土匪窝,才有这种亲切感,除此之外,无论是大御寺的训练营,又或者盖州城外小小渔庄中的那洞宅子,都只是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处一站。 那是暂时歇脚的地方,却不是家。 大群人影迎出了山门,楚鸦鸦,李灵儿,李莫峰,李秀儿,还有提前赶回的虎大利,阿狗,阿雀,老黑,还有虎千山以及五大家族的一众交好的高层,乃至虎万叶等汉翠牙弟子,还有海虎豹牙等被楚天收容的海虎族人,浩浩荡荡一大队人迎了出来。 楚天笑看着这些人,他向所有人点了点头,伸手虚伏,让所有跪地行礼的汉翠牙弟子站起身来,也顾不上寒暄,直接问李莫峰,前些日子,剑九长老侵入汉翠牙,他是如何破开本门护山大阵的? 以摩赫阵图的神奇和强大,更有七巧天弓的玉肘感为整个大阵提供动力,区区一个剑九长老固然是拥有真龙天凤级别实力的高手,他也不可能突破这座大阵。 哪怕没有人主持,只是自主防御,汉翠牙的护山大阵也能轻松抵挡数百剑九长老的狂轰烂炸。 更不要说,还有李莫峰这样的人在内主持,外人若是带着恶意而来,李莫峰只要发动大阵,甚至能够将其反杀当场。 楚天看着李莫峰,他沉声道,我记得我离开之前,给你说过,不管是谁,不许打开山门。 李莫峰苦笑了一声,脑袋低垂了下去。 人群中,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脸色变得和鬼一样难看。 李灵儿大声呵斥道,师尊,不是阿爹打开的护山大阵,阿爹直言告诉那件九长老,汉翠牙闭关期间,谢绝一切宾客,但是,家费难防。 李灵儿看向了人群中的几个李氏族老。 他厌恶的说道,就是李友才,李友德,李友到几个老家伙,他们有进出山门的随身令符,他们居然将那些外人带进了汉翠牙。 咕咚一声,李友才几个人重重跪倒在地。 李友才额头上冷汗不断的滑落,他看着楚天大声说道,天师,天师,不是小老儿们勾结外人,实实在在是,那是第五岛圈的总督察使,天大的大人物,我们汉翠牙,怠慢不得的。 楚天的脸色一阵阴郁,他身后的楚邪已经一步踏了出去,他冷声喝道,哎呀,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做人就要光棍一些。 不管你们为了什么,帮助那老家伙进入汉翠牙,你已经背叛了我大哥。 所以,光棍一点,就不要狡辩了。 楚邪笑得很灿烂,楚二少大人大量,给你们一个永生不灭的机会。 万鬼朝宗图猛的一卷,图卷上亿万恶鬼的双眼喷出丝丝阴沉沉的精芒,李友才等几个李氏族老惨嚎一声,肉身骤然崩解,立命境大成,已经明成实质的灵魂被阴气急速侵染,眨眼间就转化为一尊尊形如骷髅的恶鬼之躯。 李友才等人身不由己的飞进了万鬼朝宗图,在这世间再没留下半点而痕迹。 李末风重重的吐了一口气,李灵儿,李秀儿,还有一众李氏的年轻子弟则是同时呼出一口气,露出了轻松,愉悦的表情。 楚天摇摇头,朝着火孔雀,胡百川笑道,山门之中,些许小事,让诸位见笑了。 请,请,请,有什么事情,我们进去再仔细谈。 深沉的看了火孔雀一眼,楚天直接亮明了自己的底线,能够和圣女搭上关系,这是我和翠衙的荣幸。 不过天下事,互惠互利才是最好的结果,圣女以为呢? 狂刀和皮君子混在人群中,邓大眼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一幕,乖乖,他们结交的这位盟友,居然刚刚回到多星阳,就和天火交的圣女之一搭上了线。 这可比他们神宫过去这么多年积攒的人情关系给尽太多了。 他们,可真是找了一位了不起的盟友。 一行人相互行礼,相互客套了几句,楚天作为地主,邀请一众人等刚刚踏入汉翠衙山门,还没来得及关闭汉翠衙的护山大阵,一道人影突兀的凭空闪现,在场没一个人来得及反应,一条高挑的人影已经站在了楚天身边。 一球紫色长衫,头上带着紫玉高官,手持一柄紫竹制成的撒金大折扇,腰间一左一右挂着两枚锐气生腾,营绕全身的紫色龙凤大玉佩,一副俗世王孙公子打扮的紫霄生笑呵呵的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肩膀。 哈哈,表哥,可找到你了。 紫霄生笑得无比灿烂,肩膀狠狠地朝着楚天的肩膀撞了一下,差点没把楚天给撞飞了出去。 表,表哥,呃,不是,表弟。 楚天好似被一道猛雷踢在了天灵盖上,结伴了好久,勉强才回过神来,他带着一丝惊恐之意看着之前不久才被紫腕虫抓回去的紫霄生,狼狈地问道,表,表弟。 你,你怎么? 心情烦闷,感觉有些不大好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得赶在这些不大好的事情发生之前,把这阴子给断了。 紫霄生啪的一下打开了大折扇,得意洋洋的一边扇风,一边斜腻了火孔雀一眼。 飞快地扫了一眼火孔雀,紫霄生呵呵笑了几声,热情洋溢的向虎大力等人打了个招呼。 嗨,大力哥,阿狗,阿雀,老黑,好久不见,看你们一个个有光水亮的模样,这些日子过得不错吗? 笑了几声,紫霄生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根手臂粗细的倒碎,笑呵呵地递给了鼠爷。 还有,鼠爷,我给你带了点干粮过来,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呵呵。 你试试。 楚天,楚邪,鼠爷拼命地眨巴了几下眼睛。 紫霄生这无事献殷勤,他是想要做甚呢? 第四百三十四章 家世 甘香异常,满口芬芳,软软糯糯的紫金色稻米好似明玉雕成,一颗颗晶莹剔透,落在金盘中还丁丁有声地响。 李灵儿,李秀儿围着一个三尺长的金盘,手中抓着两根紫霄生送给鼠爷的倒碎,认真地扒开一颗颗稻谷,将散发出淡淡新香的稻米扒出来丢进金盘里。 鼠爷的肚皮鼓起老高,四仰八叉地躺在金盘中,不时抓起两三颗稻米塞进嘴里,咔嚓,咔嚓嚼得开心异常。 他左手边摆着一个大海碗,里面装满了无风峡谷特产的杏花酿,略带甜味的酒水和这好吃异常的稻米一起品尝,真个是享受。 时不时的,鼠爷的尾巴会瞧起来,轻轻地拍拍自己的肚皮。 腐败呀,迷烂啊,引人堕落呀,这样子大吃大喝,真不好。 但是这稻米的滋味,真好啊,真好啊,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好的很,好的不得了。 鼠爷不时咧嘴吐一口长气,歪着脑袋看一眼站在远处大殿门口的紫消声,暗自盘散着,这小鬼头倒是颇有几分孝心,以后鼠爷的多照顾他几分才对。 唉,唉,话说,这稻米的滋味似乎有点熟悉,似乎是。 眸子里一抹极其细小的银色光丽亮起,然后鼠爷轻声叹了一口气,前找一挥,一股莫名的力量将这一片从脑海深处浮现的记忆碎片硬生生打得粉碎。 往事不堪回首,天歌儿那首屈儿怎么说的,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呀,只是朱颜改。 鼠爷两条后腿盘起,瞧成了二郎腿的模样,爪子尖尖一点一点的,突然向李秀儿说道,唉,秀丫头,去给鼠爷弄碗酸奶来,则,吃多了,得弄点酸奶帮忙消食。 大殿内,楚天端端正正坐在正中的大椅上,楚邪,虎大利,阿狗,阿雀,老黑,李莫峰,虎啸天,还虎怒牙,青夫子等人分坐在两侧的大椅上,所有人都在倾听李莫峰细细汇报这些日子汗翠牙的事情。 勾结外敌的李友才,李友德,李友道等人已经被击杀,和他们亲近的李氏族人已经被驱逐出了汗翠牙,这些都是小事,看在李莫峰的面子上,楚天也不会多做计较。 如今汗翠牙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虎大利从第一岛圈带回来的那么多人。 除了奴兵,还有大量被天族俘虏,又被楚天解救的人。 这些人数以千万计,他们已经通过传送阵抵达汗翠牙,这些人究竟要如何安排,这是一件很让李莫峰头痛的事情。 汗翠牙自身的规模就这般大,门人弟子们的修为还比较低弱,真正成型的战斗力就海虎怒牙为首的这一只海虎族人。 阿狗、阿雀、老黑他们的鹰狼团倒是有一批很强悍的下属,但是和那些带来汗翠牙的人相比,真个是九牛一毛,这点人数抵不了大用。 这些人的安排,是一定要安排好的。 随后就是,李莫峰拿出了剑九长老前些日子登门,强迫汗翠牙提供的丹药清单。 虽然有火孔雀出面,依仗着天火焦的势力,将剑九长老的如意算盘强行打了回去。 剑九长老的身份摆在这里,他是第五岛圈的总督察使,他有权限约束,管理汗翠牙。 这份单要订单,在未来某个时候,说不定就能成为汗翠牙的催命符。 毕竟这场天族主动掀起的大战,或许会持续百年以上时间,在这百年内,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火孔雀,不见得就能庇护汗翠牙一辈子。 毕竟和剑九长老相比,火孔雀太年轻,根基也略显浅薄,总给人一种不慎可靠的感觉。 而在剑门内部根深蒂固,人脉,势力都旁根挫杂的剑九长老,总给人一种太山压顶,逼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两者相较,火孔雀并不能给人太大的心理安全感。 而剑九长老的威胁,却始终犹如一柄尖刀抵在心口,让人坐卧不安,饧食不宁。 拿着那张长长的丹药订单,楚天冷逸一笑,无妨,剑九长老,跳梁小丑耳。 他若是安安分分沌在无风峡谷,他还能多活两年。 他若是敢离开无风峡谷一步,我让他死,他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刚刚在码头上和剑九长老已建议相互试探了一下,虽然没有实实在在的交手,楚天却摸清了剑九长老的真正实力,无非就是战神山巅峰战将,也就是九条真龙以上,十条真龙不到的实力。 放在楚天进入神佑之地前,剑九长老堪称一指头能碾死他。 离开神佑之地,重返舵星阳的楚天,他的肉体力量已经达到了战神山的王级,他的法力修为更是堪比二十条天缝。 他实力完全凌驾于剑九长老之上,想要抹杀剑九长老,只要稍加筹划就能做到。 在不济,楚天从神佑之地弄几尊战神山的王级猛难出来,一通战锤硬杂都能将剑九长老抡成肉将。 战神山的战士们只修精血能量,以精血能量淬炼肉身,他们的战斗力,全在强悍无比的肉身上。 故而天地法则的一变,对战神山的战士影响不会很大。 战王离开神佑之地,在舵星扬他起码还能发挥出七成以上的战力。 以他如今起码巅峰战王,甚至隐隐已经突破了王级的恐怖战力,见九长老能被他一指头戳死。 实在不行。 楚天飞快地看了一眼站在大殿门外广场上,很自觉地没有进入大殿的皮君子和狂刀一眼。 呵呵,楚天很快乐地笑了。 就算不从神佑之地拉人出来,有神功这个顶黑锅的头号好手在,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如今楚天是他们的盟友,既然是盟友们,那么帮盟友杀杀人,放放火,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神功似乎也齐缺各种高级丹药,楚天若是用各色极品丹药做条件,想来他们很乐意出手干番见九长老。 这才是真正的互惠互利吗? 楚天给他们丹药充当保护费,而神功则为了这些丹药做汉翠牙的打收,这配合简直就是完美,真正是完美的组合。 楚天笑得很灿烂,他看了看坐在大殿中的一众人等,心中有了决算。 从今日起,汉翠牙的一英大小事物,都要有专人来负责了。 其一,楚邪,负责汉翠牙的原材料采购和单要销售。 奸商,就该做奸商该干的事情。 其二,李莫丰依旧是汉翠牙的大总管,一应门人弟子的管理和奖法等等,都归他干。 其三,虎大力,虎啸天联手执掌白虎杰堂,他们不仅要大力搜刮各种强力虎族,将其用本源妖气转化为虎妖,更要倾力发展海虎一族,力争在三五年内,让海虎一族的总人口膨胀各十几倍。 其四,阿狗,阿雀,老黑以鹰狼团为根基,无限扩大鹰狼团编组,以大玉寺的行政组织架构,组建和翠牙自身的情报,暗杀,刺杀等机构。 这些事情,无非是遵循完全成熟的大玉寺成规,一样化葫芦就能做得很好。 其五,青夫子和一众老丹师,将跟着楚天恶补一阵丹道之时,楚天会传授他们高明的丹药传承,为他们铸造更高级的丹炉,未来汉翠牙主要的高中低档次的丹药供应,就要靠他们了,楚天只负责最珍贵,最难炼制的那一部分丹药的炼制。 其六,被虎大力他们捎带着从第一岛圈带回来的老黑熊等人,连带着楚天熟悉的王铁臂,赵独眼等人,他们将组成开墾团,所有从第一岛圈带回来的奴兵和堕兴阳的平民,都将加入开墾团。 这个开墾团,楚天会让他们进入七巧天宫。 有魔鹤阵图和七巧天宫内的无数战争傀儡盯着,这些实力普遍不强的开墾团成员闹不出任何风波。 七巧天宫内回复了生机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战争傀儡们粗手笨脚的,他们用来战争杀戮是极好的,要他们做那些精巧的事情可是做不来。 开墾团的成员们,他们要负责在七巧天宫中繁衍后代,生儿育女,未来他们世世代代,都会居住在七巧天宫中为楚天开辟药田,种植灵药,豢养各种强大的灵兽,灵秦。 七巧天宫广袤无边,其中自有日月星辰运转,只要七巧天宫恢复如初,内部环境比多星阳内的那些洞天伏地还要强出无数倍。 能够世世代代代住在七巧天宫中,也算是这些人的运气。 若非是楚天加以援手,他们早就在这场大战中沦为炮灰,死的死,残的残,更有无数弱者的命运会比死还要悲惨无数倍。 将他们送入七巧天宫,让他们成为开墾团的一员,楚天觉得自己是在行善积德,没有半点而心理压力。 一通吩咐下去,汉翠衙未来的内政外物的基调就定下来了。 各项杂物有细心,负责,性格宽厚温和的李莫峰负责,这是万无一失的。 对外的各种资株比较的贸易问题,有楚携着黑心二少出面,楚天只担心他会被气急败坏的客户当场打死,除此之外,他相信汉翠衙的收入将迎来一个爆发期。 宁面征战的武力,有虎大力,虎啸天捅侠白虎结堂,这也是妥当的。 海虎一族的繁殖力极其惊人,争个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他们一年内人口就能翻两三倍,用不了多少年,他们的族群就能膨胀到一个极恐怖的数量。 楚天手上有战神精血,他还能铸造神血玉池,更有神佑之地诸神的传承。 培养一只强悍,忠心耿耿的队伍,这实在是太容易了。 暗地里的武力,有阿狗、阿雀、老黑这些做惯了黑暗面事情的人负责,加上楚天能够提供的资源,这也是绝对妥当的。 兴夫子他们,炼丹的经验是有的,只是格局和眼界局限了他们的丹道实力。 反正他们都已经被楚天完全掌控,给他们一些高深的丹道传承,这对楚天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汉翠牙未来的丹药出产量和丹药品质,肯定能突飞猛进。 老黑熊嘛,这头老尖巨滑的黑熊,进了七巧天宫后,也就不怕他能翻起什么风波来。 他做惯了猎团的奴隶头子,让他管理开墾团,也算是用人得当。 这数以千万计的开墾团洒入七巧天宫,也就等于几颗芝麻掉进了大海中,实在是翻不出什么水墨子来。 等他们在七巧天宫中重组家庭,开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未来他们的族群也能逐渐扩大。 等过了两三代,他们对堕兴羊的记忆逐渐模糊之后,楚天就能对他们的后代不断的施加影响。 未来汉翠牙的核心弟子,当有绝大部分从七巧天宫的嫡妻后代中挑选。 这些从小就加以培养的弟子,可比从外招收的弟子可靠多了,这才算是真正的自己人。 如此一来,一个庞大宗门的雏形就完全成型了。 大的组织结构不会再有调整,未来要做的,就是像这个架构中不断的填充各方面的人才,不断的强壮这个结构。 楚天暗自揭叹,若是绿姑,红姑,还有娇王,虎老,虎爹他们都在,这个架子可就更加牢靠了。 绿姑,红姑,那可是大玉寺的老人,精通各种江湖手段。 而娇王,虎老,虎爹他们,楚天很不负责的暗自盘散着,如果他资助娇王他们,在堕兴羊干上老本行,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海盗团,那定然也是美不胜收的风景吧。 事情吩咐下去,楚天心中一阵畅快。 有了这样的安排,汗翠牙的事物定然是四平八稳,安然无忧的了。 正笑呵呵的看着大殿中众人,楚天正要下令摆上酒宴,大家好好的欢迎一通,他突然听到了大殿门外传来的声音。 就在楚天在大殿中吩咐各项事物的时候,火孔雀和紫霄生相隔两丈多远,犹如两只斗鸡一样,相互谨慎地打量着,在大殿外没闲没淡地相互套着话儿。 紫霄生是怎么看火孔雀都觉得不顺眼。 无论是他的长相,还是他的气质,或者他的眼神,乃至他身上火红色的长裙和披风,那都是一个刺眼,总而言之,一个字,俗。 而火孔雀也觉得诧异。 这么俊俏的一位小公子,怎么见了他就和见了仇人一样? 火孔雀看似有点疯疯癫癫的,实则他也是一个极其精明鹅小女人,但凡是奸男人,只要心理正常的,见了他没有不失神,不分心,不多盯他几眼的。 唯有紫霄生,怎么他的目光就这么怪异呢? 两人揣着小心,带着不同的小心思,相互试探身份来路,结果啰嗦了许久,两人都没能得到任何有营养的回答。 折腾了许久,火孔雀有点恼怒的问道,还不知道公子高姓大名。 紫霄生脖子一扬,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说起来真凑巧,咱们的名字,还真是一对儿。 火孔雀的瞳孔一鸣,正要发飙,紫霄生慢吞吞的说道,姑娘名曰火孔雀,曲曲,小生,在下,本公子,名字正是水凤凰事也。 大殿内,楚天一脑壳差点储到地上。 他隐隐觉得,似乎汗醉牙的家务事,没这么好处理。 有的折腾了。 第四百三十五章彼此心思 火孔雀眼角猛的勾起,带着一丝争鸣之意盯着紫霄生。 他叫火孔雀,这紫衣小白脸就叫水凤凰。 水火不容,凤凰却又是百秦之主,先天上就胜过孔雀一等。 对了,虽然说是水火不容,俗世间也有种说法,那就是水能克火。 水能克火,凤凰压过孔雀一头,水凤凰这名字放在哪里都好,唯独是在火孔雀面前,这摆明了是挑衅,摆明了是要挑适, 摆明了是要和他火孔雀作对则个。 水凤凰,好名字哟。 心头有火,火孔雀却是喜笑颜开的,向紫霄生主动伸出手去,水公子生的娇柔富贵,这名字也是柔柔弱弱的,好一身细皮嫩肉。 连续用好几个阴柔之词嘲讽紫霄生,火孔雀的声音骤然变得冰冷异常,只是,最近多星阳不太平,水公子这等富贵娇柔的人儿,可千万别磕着碰着。 这么俊俏的小白脸,若是多了三五十条疤痕,可就找不到媳妇了。 火孔雀笑得格外灿烂,虽然是半点儿笑意都没有,这灿烂的笑脸却也真是美丽到了极点。 他修长鲜细的手掌主动送到了紫霄生面前。 紫霄生看了火孔雀一眼,笑呵呵的伸出双手,一把抓住了火孔雀细嫩的小手。 咔咔声中,十五根洁白细腻的手指就好像十五条有着杀妇之仇的铁剑蛇一样,恶狠狠的缠绕在一起,疯狂的相互纠缠,往死里用尽的乐动。 紫霄生的脸色微微一变,他骇然看了火孔雀一眼,这小丫头的戾气好可怕,居然只比他弱了一丝。 要知道紫霄生虽然从来不用功修炼,从小就没正耳八经的修炼过,但是他的出身放在那里,他的血脉摆在那儿,他懒懒散散,魂痴等死了这么多年,他的修为已经自然而然的提升到了一个堪称恐怖的程度。 当然,他的实力主要体现在他对空间,时间和命运之力的掌控上,他对肉身淬炼从未下过功夫。 饶是如此,只是靠着血脉自然而然的随着年龄一点点增长,他纯粹的肉体力量已经快要突破十条真龙之力。 而火孔雀,居然只比他弱了这么一点点。 紫霄生看得出来,火孔雀的年龄,比他还要小一些,而且最重要的是,火孔雀没有他这样尊贵要目的出身,火孔雀的实力,完全是依靠他一点一点修炼,一点一点积攒而来。 紫霄生的面皮骤然有点发红。 他莫名的有一种挫折感,他过去的那些年,可能真的都是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 火孔雀更是震惊不已,他手指上传来的剧痛告诉他,这头水凤凰的肉体力气比他大了许多,对方手指上传来的恐怖力量,简直要将他的手指捏成粉碎。 从小就不服输的他死死咬着牙,竭尽全力的催动全部的力量,想要和紫霄生分一个高低输赢。 他从刚懂事时起,就在形式疯疯癫癫的天火教中长大。 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受到身边人的刺激,火孔雀也是疯疯癫癫的,近乎合则而鱼的锤炼自己。 疯狂的修炼,无日无夜的修炼,犹如风魔一样的攫取一切资源辅助修炼。 他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这才坐稳了天火教三大圣女之一的宝座,而且他是三大圣女中年龄最小,修为最强悍的一个。 饶是他身为最适合修炼天火教制高神点的圣火之体,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他依旧是经历了无数的风险,经历了无数的风波磨炼。 眼前这个气质雍容,从骨子里透着一股子慵懒,懒散,吊儿郎当,万事不放在心上,十打十亿顽固公子的白脸小生,他的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而且火孔雀的厮杀经验比紫霄生强出了何止百倍? 他一眼看出来,紫霄生的强处不在于肉身力量,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体内隐藏的一股让他隐隐绝望的恐怖能量。 这丝最强的地方不是他的肉体,而是他掌控的某种极度危险,极度恐怖的力量。 可是他的肉体力量,已经这么强了呀。 火孔雀绝美的面孔憋得通红,他死死的咬着牙,哪怕牙床剧痛,他依旧不松手。 宁可死,不认输。 这就是他火孔雀的性格,这就是他的天性。 这也是在天火叫那个疯疯癫癫的叫门中,从小到大熬炼出来的暴脾气。 紫霄生笑呵呵的看着火孔雀。 他双手微微松了一点力,嬉皮笑脸的说道,叫我一声好哥哥,我这就松手,怎么样? 嬉嬉,第一次看到有你这样火爆脾气的丫头,居然主动把手送到我手上。 紫霄生真的是大开眼界。 他偷偷摸摸的带着风仪,也跑过无数地方,还真是第一次见到有姑娘家主动伸手掂量别人分量的。 有点意思,真有点意思,这个火孔雀果然是与众不同。 别的姑娘家家,谁敢多看他一眼,就好像扒光了他的衣服一样,非要哭天喊得的找人来找回场子。 唯有这个火孔雀,你说他好好放呢? 还是没心肺呢? 还是,女汉子呢? 紫霄生咧嘴而笑,八颗雪白的牙齿亮晶晶的,反射出阳光,差点霉亮瞎了火孔雀的眼睛。 火孔雀气得眼眶通红,他强忍着心头火气,强忍着手上的剧痛,好容易才没哭出眼泪水。 委屈,憋屈,恼怒,恼火。 他又恨紫霄生,又恨自己真个蠢到了极点,居然没弄清对方的底细,就用这么蠢的法子试探别人。 他更恼怒楚天,该死的汉翠牙山主,自己可是庇护了他汉翠牙的恩人,眼看着自家恩人在自家地盘上吃亏上当,他居然不上来调解纠纷的吗? 这个紫衣小白脸水凤凰,可是他的表弟,他的表弟,他的表弟呀。 忘恩负义的家伙,他火孔雀和这丝没完。 火孔雀手掌剧痛,莫名的,他就把这笔账权算到了楚天的脑袋上。 但是出自于自今和自尊,火孔雀饶势痛的眼泪水都快下来了,他没有动用一丝半点法力,也没有向楚天的方向多看一眼。 只是他的手掌每多痛一会儿,他心中给楚天记的账本就厚厚的翻过好几页。 无风城外,一条小小的峡谷中,一个隐秘无比的山洞里,法独尊长叹了一口气,转身一耳光重重的抽在了身后站着的角色少女脸上。 蠢货!我有让你自行歧视了吗?法独尊怒视着那少女,你平日里这么精明,你有更多更好的法子完成我交代的任务,为什么你要用最蠢的那一种?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故意暴露你的身份,故意用我们天族特有的手段攻击楚天身边人,你是故意怕人家认不出你的身份。 法独尊恼怒的看着面孔急速肿起的少女,力声喝道,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表妹,我现在就把你。 双手竞弯如鹰爪,法独尊双手猛的伸到了少女胸前,坐视要左右撕扯。 她的面孔一阵阵的青红不定,犹豫了许久,许久,她才缓缓的缩回手,慢慢的将双手背在了身后。 冷力的看着少女,法独尊冷声道,看在我姑母的份上,道奇运,仅此一次。 绝色少女道奇运缓缓点头,见道法独尊转过身去,她脸上一阵暗金色的幽光闪烁,肿胀的面孔瞬间回复了正常。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紧身进庄下,勒得轮廓分明的高耸胸脯,无声的轻叹了一口气。 道奇运,天族最尊贵的三大门阀道伐嫡系,和道伐如今最尊贵的少主道奇秀是血脉较尽的堂兄妹。 道奇运的母亲,是法独尊的姑姑,奈何并非血脉纯正的嫡系,而是法独尊祖父的小妾所生,三大家族相互联姻,道奇运的母亲嫁入道伐之后,也只是侧妻的身份,并非正儿八经的大房正妻。 自幼,道奇运在道伐就不受重视。 自幼,道奇运就喜欢跟在法独尊身后。 自幼,道奇运就隐隐滋生了对法独尊的情愫。 自幼,道奇运就觉得,天地间唯有法独尊才是最好的男子,他的一缕芳心,他的全部性命,都已经寄托在了法独尊身上。 奈何,法独尊心中只有那一位,三大门阀中最尊贵的子伐后裔中,这一代最尊贵,最受宠的那一位。 那一位如果是高高翱翔在天空的凤凰,他道奇运最多最多,就是一只在芦苇当中,小心翼翼守着自己那一小片天空,那一个小小巢穴的翠鸟而已。 翠鸟啊,翠鸟,站在芦苇烧头,对着水影顾盼自怜的水鸟。 虽然渺小,虽然平凡,但是在水波倒影中,他一样羽毛华美而璀璨,一样能在空气中带起一抹惊艳的红影。 只是世人多愿意跪在泥泞之中仰望凤凰,却对身边的翠鸟不屑一顾。 道奇运静静地站在法独尊的身后,法独尊也一言不发,两人都在等待着什么。 在他们面前,是一座直径不过三丈,但是构造极其复杂,上下内外由密密麻麻三十六重绿豆大小的浮空浮纹组成的传送阵。 这座传送阵威力极强,虽然体积微小,蕴藏的破空挪移的力量却是极其庞大,能够轻松地跨越亿万里之遥。 尤其是其自带的穿梭虚空,破解阵法禁制的奇异力量,覆盖了整个无风峡谷的庞大禁制,也无法彻底隔绝这座小挪移阵的进出。 道奇运在码头上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五大家族已经秘密派遣了无数人手,将整个无风城无声无息地翻得抵朝天。 法独尊可不想在这里被无数灵修围殴,哪怕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他天性狂傲,骄横,他也不认为他能是数以百万计的灵修的对手。 一旦是有不对,他会立刻顿走。 虽然他是很想当面看看楚天是什么模样,还想当面警告一下楚天,若是能亲手抽他几个耳光,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但是呢,这一切的前提是,他法独尊不能有任何危险。 他是多么尊贵的人。 为了那位异想天开收下的一位家臣,进入无风峡谷已经是冒了巨大的风险。 他绝对不会因为楚天,再让自己身处险境。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法独尊突然轻叹了一声,你是,不愿意我见那位的家臣。 所以,故意把事情给弄得这么一团稀烂的吧。 道奇运没吭声,他用力地抿着嘴唇,死死地盯着法独尊的脚后梗。 法独尊摇了摇头,他挺起了胸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是法伐这一代最优秀的少主,我的天命,就是娶了那位,让那位体内的尊贵血脉,留在我法伐的子孙后裔体内。 你也知道,那位的血脉尊贵无比,更是引起了始祖的看重和呵护,若是能娶了他,我法伐定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压过道伐一头。 这是我的天命,我必须娶到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美貌,不仅仅是因为我对他的爱慕。 你要明白,在他的位置上,就算他生得其丑无比,哪怕他生性犹如恶魔,我也必须要娶他。 任何可能对我的计划造成影响的人,都必须被铲除。 他的这位家臣也是如此,我必须让他的家臣,心甘情愿地自动消失,永远不在他面前出现。 而你呢? 你故意大打出手,故意逼得我无法留在无风峡谷,逼得我无法和那楚天见面。 可是,你要实实在在地明白,你母亲固然是我姑母,但是她的身份不够,她在道伐的地位不够,你的身份,固然是嫡女,却也只是侧妻所出。 所以你固然是我表妹,你也只能称我少主。 我是你的主人,哪怕你和我有血脉上的牵连,你也只是奴婢的身份。 我若娶了那位,我给你留一个侧妻的位置,这就是这些年来,你细心照顾我的所有回报。 你要明白你的身份,要懂你的本分。 不要有太多的奢望,不要想太多不该想的东西。 有些东西,你注定得不到,能成为我的侧妻,已经是你天大的造化。 道奇运的脸慢慢地惨白了下去,她的腰慢慢地勾搂了下去,最后她单膝跪在了法独尊的身后一言不发。 法独尊就笑了,她很灿烂地笑了。 再亲近的人,也要时常敲打才行,不然的话,他们有时候会被不可能的奢望冲晕了脑袋,这就不好了。 正笑着,法独尊的笑容凝固。 一个绝对不应该出现的人,突兀地出现在她面前。 剑九长老带着数十名气息森严的剑门弟子,凭空地出现在山洞中。 第四百三十六章 河流 汗翠芽煮风后面,一间四面敞亮的花厅濒临一条蜿蜒的溪流,四周种满了各色多年木本药材,在法术的催发下,在汗翠芽比普通洞天福地更加优胜数倍的环境滋养下,药术进阶开花。 大小不一,色泽各样,生得每轮美奂的花朵散发出淡淡的药香。 这些木本药材都经过精心的选择,数百种药香混合在一起,丝毫不觉得刺鼻或者憋闷,反而成就了一种沁人心脾,极能滋养神魂的神秘香氛。 花厅中,一座小炭炉,一口小铁壶,一点汗脆芽密制的茶叶,还有一桶上好的山泉水。 楚压压跪坐在茶炉旁,精心烹煮着茶叶,淡淡的茶香和四周花香完美的融为一体,嗅到这股香气,只让人心旷神怡,好似身处九天青云之外。 楚天坐在主位上,紫霄声把玩着大折扇,笑容可居的坐在他身边,眼睛咕噜噜的上下打亮着火孔雀。 火孔雀坐在客位上,故意不去看这尊让人恼火的水凤凰,他的右手还痛得很呢。 但是心头恼火,他越是约束自己不去看这该死的家伙,他越忍不住时不时的狠狠瞪他一眼。 火孔雀从小到大,吃过的苦头多了,但是没有一次,是这样憋屈的。 以水凤凰兄如此实力,如此年龄,他的出身肯定差不到哪里去。 只是隶属堕兴杨灵靖大大小小众多宗门,世家,火孔雀从未听说过水凤凰这个名号。 莫名其妙的在一个无名小卒身上吃了亏,火孔雀一肚皮的恼火。 明知道现在不该纠结于这些小事,他还是忍不住在脑子里盘算着,要怎么找回这次的场子。 他可是天火焦的三大圣女之一,他的个人实力比不上水凤凰,他可是有庞大的天火叫做靠山的。 楚天端着茶盏,先看看一脸笑容的紫霄声,再看看面色冷肃的火孔雀,尤其是火孔雀那神光游离,不时转几个圈儿的眼眸子,楚天重重的咳嗽了两声。 孔雀圣女,请,请,这茶,是汗翠牙的弟子们采药的时候顺手采摘,有几位炼丹老师傅亲手炒制而成,固然不是什么顶级的有名灵茶,其实味道是很好的。 楚天笑得格外灿烂,山野荒居,没什么好待客的,一杯清茶,聊表心意。 火孔雀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水,他惊讶的抬起了眼看了楚天一眼,一。 真不错,果然芬芳富裕,格外轻烈爽口。 嘻,不过我眼巴巴的赶来无风峡谷给你汗翠牙撑腰,可不是为了一杯清茶哦。 楚天眉头一挑,放下茶杯,笑看着火孔雀,孔雀圣女,大家都不是闲人,有话就直说吧。 您出手,从剑九长老手上护住了汗翠牙,这份情,我认。 只是,人情有大有小,呵呵。 笑了几声,楚天很直截了当地说道,作为汗翠牙之主,您也不能指望,我为了一点人情,就把汗翠牙整个投入万丈深渊,拼一个粉身碎骨。 本作,总要为汗翠牙数万门人弟子着想。 火孔雀惊讶地看了楚天一眼,他也放下了茶盏,一只手放在了大乙扶手上,另外一只手的手指,轻轻地点动着大乙扶手。 叮叮几声响后,火孔雀点了点头,天师倒是石成人,那孔雀也就不遮遮掩掩的了,孔雀需要汗翠牙的帮助,希望天师能够帮我押过另外两位圣女,押过当亲教主,夺得教主宝座。 坐在一旁的紫霄声眼睛骤然一亮,这事情,有趣呀。 他带着风仪满天下到处乱跑,甚至跑进了六道风魔大结界里面瞎逛,但是还从没经历过这种超级大实力内部的争权夺利呢。 这得有多少刀光剑影,多少血流成河,多少失衡遍野,多少阴谋诡计呀。 有趣,好玩,真心有意思,一定要掺和进去。 大折扇趴的一下合在一起,紫霄声忙不迭的说道,表哥,你看火姑娘这也是一番诚意,不如。 火孔雀神色古怪的看了紫霄声一眼,他就不明白了,这小白脸怎么会开口帮他。 楚天则是无奈的看了看紫霄声,我的子兄啊,这是在谈判呢,大家都还没摆明车马的谈条件,你这就后院起火,直接把自家表哥给卖了。 摇摇头,楚天打断了紫霄声的话,他沉声道,天火教和等庞然大物,汉翠牙和天火教相比,无疑是一只跳蚤和一头真龙的差距。 孔雀圣女,汉翠牙何得何能,掺和天火教的教主宝座之争。 真正是开玩笑了。 天火教,这可是在多兴阳的核心,在灵境内都能竖得上号的大势力,更因为门人弟子的形势疯疯癫癫,诡秘妖意,故而被称之为灵境最难招惹的势力之一。 这等传承了无数年的超级势力,谁知道内部隐藏了多少老不死。 谁知道那些老不死的修为到了何等程度。 教主宝座之争这种事情,天火教内部的晚辈后生们打打闹闹,这些老不死只当看个热闹,用这种手段挑选出最优秀的后生晚辈来,这也是优胜劣汰的手段。 汉翠牙这开山利户才几年。 你敢掺和天火教的内部争斗,万一哪个天火教的老疯子看不顺眼,半夜跑过来发个疯。 楚天轻轻的摇头,他看着火孔雀沉声道,孔雀圣女,给你一句话的机会,你若能说服我,这事情就成了。 若是不能,大家还是朋友,以后您要什么丹药,本作给您七折价。 火孔雀沉吟了一阵,他正要开口,楚天已经提前打断了他的话,先想好,什么天才地薄,提升修为之力的条件,本作并不看在眼里。 要知道,汉翠牙有完整的丹道传承,只要有足够的丹药,提升修为,脱胎换骨之类,并不是难事。 火孔雀的脸色再次微微一变,他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终于开口了。 既然如此,孔雀就直说了。 孔雀争夺教主宝座,不需要汉翠牙一兵一蹴。 孔雀想要的,只是一些特殊,珍稀的灵丹,诸如万年丹,乃至其他一些特异的丹药。 若是天师能为孔雀无偿提供类似的丹药,孔雀试成之后,当以本教护法长老之位相仇。 看了看楚天,火孔雀补充道,定然是有实权的实质,绝非空投承诺,天师以为如何。 紫霄生眼巴巴地看着楚天。 楚天思索了一会儿,笑着点了点头,成了。 本座,就预先恭喜教主大人了。 无风峡谷,隐秘至极的山洞内,剑九长老微笑着,大秀一甩,一具血淋淋的身躯重重摔在了法独尊面前。 法独尊低头看了那还在微微如动,浑身都是身可几股可怕伤痕的人体,轻轻的摇了摇头,冷冷的笑了一声,真是没用的下剑种,只是受了点刑罚拷打,居然就敢泄露我的行踪。 剑九长老笑了一声,他身后的剑门弟子三人一组,身体化为屡屡寒光,迅速的占据了整个山洞,将法独尊和道奇运团团团包围起来。 三人一组,摆下剑阵,一屡屡森森剑芒冲天而起,每一组剑门弟子的头顶,都悬浮着一座寒光四射的小型祭坛,每一座祭坛上都悬浮着一柄流光四溢的长剑。 数十座祭坛上的长剑遥相呼应,剑芒闪烁中,在空中化为一张寒气森森的大网,将整个山洞牢牢的笼罩了起来。 更让人心悸的是,在这剑芒凝成的大网阵中,屡屡寒光凝成了两枚硕大的眼眸,好似有一尊巨人透过了无穷虚空,正遥空凝视法独尊。 法独尊微微抽了一口冷气。 剑九长老,他并不畏惧,无论是修为还是底蕴,他都有自信在极短时间内将其肉身打爆,将他的灵魂生禽活捉,肆意惩戒。 这座剑阵,却给了法独尊很大的威胁感。 尤其是那两颗剑芒凝成的眼眸,隐隐给他一种上天无路,入得无门的极强危机。 好似不管他跑去哪里,不管他如何闪避,这一对儿眼眸都能指引剑阵破空斩杀。 这是本门的万里灵溪剑阵。 剑九长老微笑看招法独尊,对付汉翠牙那小儿被识,老夫都没将这座剑阵亮出来,因为他,还不配老夫动用这座剑阵。 但是阁下了,值得老夫全力出手。 全力出手四个字一出口。 剑九长老身后一轮寒气森森的明光悄然浮现。 直径三丈的光轮内无数旅剑芒纵横交错,一柄柄森森长剑整整齐齐的插在这一轮光轮上,一共三十六柄长剑随着光轮缓缓旋转,一缕缕冰冷的剑芒喷出,虚空都因为吞吐不定的剑芒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浮屠剑轮,我剑门罗氏一脉镇足重器中,也是排名极靠前的太古重器,堪称能斩尽红尘世间一切众生。 剑九长老瞇着眼看着法独尊,轻声笑道,老夫身为罗氏一脉长老之一,手中的好东西,自然不仅仅是一座万里灵溪剑阵而已。 法独尊看着浮屠剑轮,他眉心突然裂开了一条金色裂痕,一缕缕金灿灿的神光向上飞起,无数金色光雨从空中凭空降落,一股莫名的威严气息笼罩了整个山洞。 万里灵溪剑阵上的两眉眼眸骤然缩小了一半有余,浮屠剑轮旋转的速度也突然变慢了许多。 一架三尺大小,通体结构精密至极,外表蒙着一层薄薄的,犹如琉璃一样润泽的金色透明层的古铜色天平冉冉冉从法独尊的眉心飞出。 一缕缕金光凝成了一朵三丈方圆的金色青云,纹纹拖住小小的天平不断向四周散发出无量神光。 虚空凝固,时间的流速也变得缓慢异常,煽动范围内的一切法则力量都好似一群游兵散涌,突然被莫大的权威整合成了一只精锐的兵马,他们只服从一个意志,寻常人再也难以借用他们半点力量。 万里灵溪剑阵和浮屠剑轮的气息硬生生被这小小的天平削弱了大半,法独尊以一人之力,硬生生翻盘压制了剑九长老和数十名剑门弟子。 党敢出卖我,你有罪,当烟灭。 法独尊低头看了一眼那在地上不断扭曲抽搐的人体,也懒得分辨他究竟是隐藏在无风峡谷的每一位天族狗腿子,静直威严的向他一指,你的族人,十八代以内的血脉,皆有罪,当随之湮灭。 这浑身是血的人体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连一点灰尘都没留下,半点儿响声都没发出。 在无风峡谷内,好些和这人有血脉牵扯的人,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莫名的消失了。 随之消失的,还有他们留在那些人心中的记忆,他们在无数人的注视下凭空消失,好些人想要张嘴惊呼,但是一眨眼的功夫,这些消失的人留在他们心头的印象就渐渐的暗淡了下去,记忆模糊了,甚至目击者都逐渐模糊了刚才是否有人站在这里。 无风峡谷内荡起了一点点细微的涟漪,然后涟漪迅速被磨平,无风峡谷又寻着他应有的轨迹运转了下去。 剑九长老的瞳孔缩小到了几乎不可见的程度,他警惕异常的看招法独尊,子伐,道伐,法伐,敢问阁下是哪一家的少主当面。 这天平散发出的威势让剑九长老心惊胆战,他隐隐觉得,这天平拥有的威能,可以击穿浮屠剑轮,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 如此威势,如此至宝,寻常五行步的那些天族,哪里有资格掌控? 呜,法伐独尊。 法独尊背着双手,瞇着眼看着剑九长老,老剑种,你,意欲何为? 剑九长老倒抽了一口冷气,他对老剑种这三个字犹如没听到一般,缓缓说道,老夫剑独尊少主身边人,居然在码头上悍然袭杀汉翠崔崖之主。 老夫还以为,和以往大战一般,天族派遣精锐小队,抹杀惰星杨灵修一脉那些有天分有潜力的年轻灵修。 剑九长老忌惮万分的看招法独尊,只是知道了少主的身份,想来少主并非为他而来。 法独尊眉头一挑,他低沉的笑道,若是说,我的确就是为了他而来。 就是为了抹杀他,你有何想法? 剑九长老沉吟了一阵子,他轻声笑道,老夫和他有仇,想要让他死。 少主 法独尊眼睛微微一亮,他笑北越发灿烂,有趣,有趣,若是这样,不如,老剑种,哦,老东西你和我联手如何? 呵呵,汉翠亚纳斯,是必须要死的,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也是要死的。 法独尊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真有趣,还真吓了他一大跳,他还以为剑九长老是来追杀他的呢。 现在可就有趣了,大家有共同的敌人,那就可以好好地想想办法,好好地筹谋一二了。 剑九长老看了看法独尊头顶的那小小的天平,缓缓地吐出了一个字,可。 第437章安居计划 汉翠亚深山中,一片蜿蜒群山围起了几个硕大的山谷。 无数衣衫蓝绿,神色金黄的男女老幼全缩在山谷中,密密麻麻的几几挨挨在一起,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着。 一些恐无有力的轻壮身上依稀有几分修为,他们谨慎地聚集在一起,低声地交头接耳。 四周山头上,大片五彩云烟横灌长空,宛如一座厚厚的墙壁,封死了山谷的出路。 曾经有人尝试着想要偷出山谷,却被云烟中突然炸出的电光阵飞回来,这就让山谷中的气氛越发的紧张。 老黑熊身边聚集了数万猎团所属,他喘着粗气,右手拎着一根刚刚从山谷里挖出来的鲜嫩快精大口大口地咀嚼着,一边含糊地向身边的一群心腹低声叮嘱。 乖瞧点呐,一个个都乖乖的。 这里可不是什么善地,这心里直抽抽啊。 嘿,大手笔,大手笔。 昨晚上的星空见到了吗? 看那星途指向,咱们这起码是到了第四岛圈更深处的地方。 老黑熊的小眼睛左右滴溜溜地转悠着,低声地咕农道,大手笔,真是吓人的大手笔。 用传送阵,从距离第二岛圈还有老远的地方,把我们直接送到第四岛圈甚至是第五岛圈。 手朝着那些衣衫褴褴的男女老幼指了指,老黑熊激嘲地冷笑道,你们知道吗? 这么远距离的一次传送,这些费男女一个人消耗的上品灵精,可以买下他们全家老幼的性命。 将珍贵的灵精浪费在这些费男女身上,这是有钱花不光呢? 还是,他们都是蠢的。 老黑熊口中的他们,自然是只负责这次超远距离传送的楚鸦鸦,李灵儿,还有五大家族的人。 只不过,生性谨慎小心的他,可不敢在这陌生的地盘上胡乱说话,所以只是含糊其词的一笔带过。 沉重的步伐声传来,人群中传来了无数惊呼声。 数十尊身高三丈开外的金属傀儡迈着沉重的步子,快速地穿越人群,瞬间到了老黑熊面前。 老黑熊? 一个金属傀儡眼眶里闪烁着凶残的寒芒,朝着老黑熊低沉地呵斥着。 老黑熊沉默了一会儿,他缓缓站起身来,点头哈腰的向金属傀儡连连身居攻行礼,这位大爷,小的就是老黑熊,您叫我熊黑子就是。 嘿嘿,您有何吩咐? 熊黑子全都给您扮得妥妥当当的。 在猎团里,带着那些猎团所属截略第一岛圈那些灵修村庄城镇的时候,老黑熊的手段堪称凶残暴虐。 他双手染满了血腥,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作为天族的附庸妖族,老黑熊,或者说和他身份相当的这些天族附庸,他们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 面对高高在上的强者,他们毫不介意跪倒在地,舔是对方的脚丫子,当然前提是,那些尊贵的,高高在上的天族,愿意让他们卑污的舌头,玷污自己尊贵的脚丫子才行。 总之,该跪舔的时候,老黑熊和他的族人们会毫不犹豫的跪舔。 尊严什么的,那都是狗屁。 反正老黑熊家的老祖宗,都是做天族的宠物发家致富的,偶尔撒个娇,卖个萌,对老黑熊来说,这完全没任何压力啊。 手中的快精丢在了地上,老黑熊很憨厚的笑着,两个圆溜溜的耳朵高高竖起,摆出了一副憨态可惧的样子,歪着脑袋看着这些金属傀儡。 进! 一尊金属傀儡一挥手,一块旗门飞出,伴随着低沉的笼笼响声,一座巨大的玉石牌坊在山谷中平地涌出。 大片浓郁的天地零碎凝成的云烟从牌坊中翻滚而出,咚咚脚步声中,数百尊浑身闪烁着淡淡寒芒,显然是刚刚出场的崭新傀儡大踏步走了出来。 进! 丢出奇门的金属傀儡死死盯着老黑熊,快,不要拖拖拉拉的浪费时间。 老黑熊咬咬牙,他看了看身边的王铁壁,赵独眼等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横下心大踏步地走进了牌坊。 老黑熊想得很透彻,到了这里,四周又被大阵困着,人家要弄死他只是一指头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摆出这么大的阵仗来。 老老实实的听话,老老实实的干活,搞不好,他老黑熊在这里能过得不错,是吧? 七巧天宫中,楚天站在一块巨大的平原旁。 这块平原上空,一缕缕手指粗细的晶莹雾气从天而降,不断落入淡黑色的土地中。 随着这些天地灵髓凝成的肉眼可见的气柱不断落下,平原上的土地色则逐渐加深,原本干瘪贫瘠的土地变得湿润油亮,渐渐透出了一股紫沃土才有的气韵来。 远远望去,在这一片平原上,原本有着庞大的纵横交错的水系,数万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交错在这一片亿万里方圆的广袤平原上,就好似一条条粗细布等的血管,维持着这片平原的生机活力。 在过去的无数年中,这些河流网络早已刚合见底。 随着楚天继承了七巧天宫,白玉肘感不断从地下抽取天地灵髓反补天宫,平原的土壤逐渐恢复了生机,这广袤的水系网络中,也重新有水光闪烁。 楚天在这里站了有一阵子了,突然天空大片阴云翻滚而来,一场覆盖了方圆数万里的倾盆大雨迅速的砸了下来。 手指大小的雨珠从天而降,荧光闪闪的水珠带着淡淡的天地零水,不断的汇聚在了河道中。 相比方圆亿万里的平原,这一片雨云只覆盖了方圆数万里之地,相比整个平原,这一场大雨的波及范围不过万分之一。 但是楚天视线所及的河道中,已经开始有水波翻腾,清澈见底的水流欢快地顺着河道向前流淌,不断滋养着沿途的土地。 这一片雨云持续了大概半课中的功夫,雨云消散后,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远处又是几片雨云汇聚上来,一场大雨在远离楚天的平原上空降了下来。 这些雨云的出现和消散,楚天并没有插手,完全是七巧天宫自身的调节所为。 很显然,七巧天宫正在恢复活力,而且活性越来越强大,风雨雷霆等自然天象不断重现,整个七巧天宫正在用极快的效率复苏。 隆隆声中,一扇牌坊在楚天身后开启。 一头雾水的老黑熊带着一群心腹属下大踏步地走进了牌坊,他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面前的楚天。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还没看清楚天到底是什么模样,老黑熊就肃然地向楚天大礼参拜了下去,金牙岛熊家熊老七见过大人,敢问大人高兴大名。 楚天缓缓转过身去,看着一脑壳磕在地上的老黑熊,他不由地笑了起来,哟,老黑熊,好久不见呢。 呵呵,想不到再见你,居然是在这里。 这一次,楚天没有用任何的月之真意变幻之道,而是实实在在地将自己的原本面目,原本体型,原本身材暴露给了老黑熊。 老黑熊等人身体一个哆嗦,一个个惊骇不已地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楚天。 楚天大秀一挥,一道无形的距离将老黑熊等人搀扶了起来,他笑着向王铁臂,赵独眼等老乡好挨个打了招呼,好久不见,想不到今日见面,却是此情此境,真个是人生无常。 王铁臂,赵独眼他们也犹如被雷劈过的鞍唇,一个个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 楚天的面孔是这么的熟悉,却又是那样的陌生。 楚天的气质,和当年在猎团时被贬为奴兵的楚天相比,真个是天翻地覆,真个是天上地下。 当年在猎团的时候,楚天固然表现得精彩绝艳,但是身上总带着浓浓的阴郁,质问之气,就好似一个万年的劳病鬼,身上的气味总是让人觉得不对劲。 但是眼前的楚天,他就好像从困于泥沼中的半死之人,突然腾空而起,成为翱翔在九天之上的神龙。 王铁壁他们甚至觉得,楚天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放光,光焰夺目,犹如高高在上的神人,让他们自残行贿,不敢直视楚天。 巨大却轻柔的脚步声传来,四周盈盈捉捉地,出现了三千尊身高百丈以上的巨型傀儡。 这些同样是最近新鲜出炉的战争傀儡小心翼翼的,轻手轻脚地向这边行了过来,饶使他们已经极尽小心地行走,他们的体重过于庞大,步伐声依旧惊天动地,吓人的响亮。 三千尊巨型傀儡在树里外一字而排开,他们巨大的身躯,以及他们划开的装甲板下面光芒溢溢的能量武器喷口,还有外挂的武器槽中一发发造型猙獰的混沌火弩,无不透着一股让人绝望的恐怖气息。 七巧天宫的活力再复苏,这些最新出炉的巨型傀儡的战斗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三千尊巨型傀儡,每一尊都有着将近一条真龙的物理攻击力。 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就莫名让老黑熊等人生出一种源自生物本能的极大恐惧。 好了,老黑熊,还有这些老朋友,既来之,则安之。 楚天笑看着目瞪口呆的老黑熊等人,淡然笑道,以后,这里就是你们,还有你们在外面山谷中见到的那些人的家园。 老黑熊的心骤然放了下来。 他抬头向四周张望了起来,嘿,这地方不错呀。 老黑熊,我准备在这里组建若干开墾团,而你,就是开墾团的总统领。 楚天背着双手笑道,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我将这里的事务全都委托给你。 我不管你怎么做,但是我希望,这里的人口能不断的增加,新增加的孩童,他们都能效忠于我,除此之外,这里开辟出的药田,农田等等,能不断的向我提供足量的药材和其他原材料。 不仅如此,这里的地下还有源源不断的矿脉在凝聚。 除了开墾田地,种植我交给你们的那些作物,我还希望,你们能够组建采矿队,未来为我提供足够的各色矿石。 做得好,我不吝啬给你好处。 做得不好,当年在猎团,你把我当奴兵的事情,我也是记在心里的。 楚天笑得很灿烂,老黑熊猛地哆嗦了一下,他甘巴巴地说道,可是,天师,当年我对你不赖呀。 楚天摊开双手,很灿烂地向老黑熊笑着,也只是不赖,所以我还你的人情,让你做这里的总统领吗? 如果当年你对我有任何不好的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来到第五岛圈? 老黑熊眼珠一眩,他喃喃自语道,第五岛圈啊。 楚天很灿烂地向老黑熊呲牙一笑,别动歪脑筋了,不妨告诉你,这是一处太古遗迹,你们没有半点而逃脱的机会。 老老实实地帮我办事,做得好,未来我会满足你们一些合情合理的要求。 楚天看了一眼王铁碧和赵独眼等人,比如说,我会去天路,想办法找到你们的亲眷,将他们接来和你们会合,虽然艰难一些,但是我想,不是没有机会。 王铁碧,赵独眼等人顿时眼睛一亮。 楚天沉声道,相信我的承诺,在这里,只要你们安安心心的为我办事,你们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外界的战争也好,恩怨情仇也罢,都波及不到这里。 你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安居恶业,老老实实地生儿育女,老老实实地为我和翠牙的发展奉献全部的心血和力量就足够了。 我保你们后顾无忧。 楚天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本厚厚的册子,随手丢给了老黑熊。 这里,是我为你们制定的第一期发展计划,以及相应的一些管理章法和绿条。 我给你们在这里落户的事情,起了个名字,叫做安居计划。 所谓的安居计划,不仅仅是安居乐业的意思,更是安心落户,安心居住的意思。 一座又一座小型牌坊在平原上不断出现,每一座牌坊相隔百里左右,每个牌坊中,都不断地有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走了出来。 大群大群的金属傀儡从浓浓的灵雾中走出,这些金属傀儡低沉地呼喝着,勒令所有的男女老幼都各安其位,不许乱跑乱动,静静等待开垦团大统领老黑熊的安排。 楚天将一个纳镯递给了老黑熊。 老黑熊扫了一眼纳镯里面的东西,那里面是无数各色各样的种子。 这是。 老黑熊很小心地问楚天。 哦,各种植物种子。 楚天笑呵呵地对老黑熊说道,这一处一记元气大伤,大型树木所剩不多,不能让你们砍伐了建造房屋。 所以,安居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大家一起种树。 这里天地灵粹充沛,树木生长迅速,我给你们挑选的,又是各种素生树种。 大概,最多一年功夫,你们就能有合格的木料建造房屋了。 楚天用力地拍了一下老黑熊的肩膀,笑容可居地说道, 毕露蓝履,创业不易,熊老板,我看好你哦。 一句脏话已经到了老黑熊的嘴边,但是他咬咬牙,强行将这脏话咽了回去。 第438章 鱼无声处 事事如流水,也不知道再瞎捣咕些什么,时间就飞快地过去了。 回到汉翠牙后,忙活了几天内内外外的猪斑事情,汉翠牙的一切似乎就走上了正轨。 楚天每天按时修炼,金灯上的天印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他掌控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复杂,神效天境更随着每天夜里无数梦种反馈回来的力量,很稳固地增长,扩大。 每天紫夜时分,固定吐纳天地灵髓,接收梦种反馈的力量。 在这之外,就是琢磨七巧天工的各种传承。 丹药、炼器、阵法、俘虏,各种稀奇古怪的奇门学问,浩如烟海,每天都有新鲜新奇的收获。 短短一个多月的潜心钻研,楚天只觉自己的灵魂越发的稳固,凝实,底蕴越发的稳固,扎实,就连气质都变得深邃,浑厚了许多。 如今的楚天,往汉翠牙主风之巅的梁亭中一座,手持黑白紫和紫霄声对异的时候,隐隐然一股宗师气度油然而生。 是了,楚天的灵魂越发强大,稳固,灵时能够分散出更多的念头,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事情。 他每天在琢磨七巧天工传承的同时,还能奋出精神,同步和紫霄声游山玩水,品茶对异,小日子过得颇为逍遥自在。 汉翠牙的发展也极其顺利。 楚鸦鸦,李灵儿,李秀儿三个很受汉翠牙门人弟子的拥戴,喜爱,在三女的带领下,汉翠牙的弟子们每天认真修炼,努力学习炼丹之道。 每一天汉翠牙都丹香滚滚,不时有修为精湛的汉翠牙弟子炼出一炉好丹,丹侠直冲百丈高空,照耀得汉翠牙各处山头光怪陆离,美轮美奂。 也有刚入门不多久的汉翠牙弟子,在清夫子等老丹师的精心教授下,顺利的炼制出了人生第一炉丹药。 固然都是一些屁股丹,行军丹之类的低劣丹药,这些新入门的弟子依旧欢欣鼓舞,不时有他们的欢呼声从各处山头开辟的洞府中传来。 七巧天宫中,那些被楚天救下的奴兵,还有第一岛圈的那些难民,人多是众更坚各个都有一身修为,短短一个月间,他们已经开辟出了数千万亩粮田。 粮田中种下了各色灵药种子,七巧天宫的土壤肥沃,在充满天地灵髓的雨露灌溉下,这些种子已经发芽生长。 一些快升型的灵药,已经长得有大半个人高。 至于楚天交给老黑熊的那些素生种的灵木种子,一些生长快速的灵木,已经长得超过三个人高,树干已经有大腿粗细,眼看得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成为可堪使用的木材。 每一天,汗翠芽都有大量灵丹炼制出炉。 楚天将好些高深的丹道知识传授给了青夫子等人,又专门用紫霄金阳炼为他们炼制了极上品的丹炼,加上五大家族和火孔雀提供的足够年份的灵药,青夫子等老丹师的炼丹水平突飞猛进。 一如青夫子,他炼制万年丹的成功率,居然达到了五成以上。 两炉万年丹,定然有一炉成功,这等成功率放在多兴阳的第八,第九道圈,都是耸人听闻的事情。 天族的大军正在疯狂攻向第二道圈。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这次天族的进攻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又一次全面的战争。 天族的冰封距离第五岛圈还有极远的路程,风声鹤唳中,第五岛圈周边的丹药价格已经飙升了七八倍。 谁都知道,在大战中,丹药就是性命。 和汉翠衙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五大家族,他们有汉翠衙大量的丹药供应,他们除了自家储备了足够应付一切变故的丹药,每天都还有不少丹药向外售卖。 丹药就是性命,性命是无价之宝,每一颗丹药都卖出了天价,每一颗丹药都让无数人疯抢。 更有好些实力强大的散修,为了在未来的大战中获取足够的丹药供应,他们咬咬牙,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五大家族,自愿成为五大家族的供奉。 每一天五大家族的收入都是哗啦啦的,各种钱财,资源犹如流水一样躺过来,各种人才更是蜂拥而至,心甘情愿地投入五大家族麾下。 五大家族的势力在不断地增长,短短一个月时间,五大家族不说财力,单单高层战力就膨胀了一成以上。 按照这个速率发展下去,若是这场大战能和以往一样持续百年以上,五大家族的势力起码能膨胀百倍。 这等实力,就算是放在第八、第九道圈,也算是极其了不得的大家族了。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样的巨幅增长是为何而来,不都是因为他们身后,有一个关系良好,不断为他们提供各色灵丹的汉翠牙吗? 这可是一个有着完整丹道传承的丹道宗门。 汉翠牙是如何在无风峡谷扎根落户的呢? 这个功劳,自然要归虎千山所有。 所以短短一个多月的功夫,虎千山在虎族和五大家族联盟中的地位水涨船高,简直是红的发紫,热的烫手。 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每天都有无数大小家族登门,哭天喊得的要将自家的族女献给截然一身的虎千山虎大爷,不求正妻之位,就算是侧妻,小妾,那也是甘如蜜糖的。 虎千山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弄得不厌其烦,无风城中每天都能听到他暴躁的咆哮声,这也隐隐成了这些日子无风城的一大风景。 无数的财富,无数的资源同样流水一样流进了汉翠牙。 在庞大资源的支持下,阿狗、阿雀、老黑掌控的鹰狼团急速扩张,无数一种飞禽,一种狼类,一种毒蛇巨蟒被送入汉翠牙,在三人的本源妖气感染下,成为了对汉翠牙忠心耿耿的出街妖物。 虎大力、虎啸天手下的白虎结堂也是如此。 大量的凶猛虎族被偷偷送入汉翠牙,经妖气感染后,迅速蜕变成一头头凶猛的虎妖。 而堪称汉翠牙铁杆嫡系的海虎一族,他们强大的繁殖能力在充沛资源的供应下,发挥出了让人震惊的力量,在这一个月中,海虎一族的所有士灵女子几乎都诞下了一胎。 一胎小海虎,少则六头,多则十二头,海虎一族的数量即刻膨胀了三倍有余。 半年后,这些海虎一族的妇人还能在诞下一胎,海虎一族可是一年能繁衍两胎的强悍族群。 用不了两年,楚天麾下,就能拥有一只数量庞大的铁杆军力。 逍遥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楚天满享受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火孔雀突然急匆匆的登门拜访了。 哟,孔雀妹子来了。 呵呵,来,哥哥我这里有作儿。 一见火孔雀,紫霄生眉头一挑,带着一丝警惕之意站起身来,抢先坐在了楚天身边的石凳上,将自己原本的座位让给了火孔雀。 楚天翻了个白眼。 火孔雀邪腻了好似受惊的刺猬一样,浑身每一根汗毛都锋芒毕露的炸起的紫霄生,慢条丝里走进了两人对异的梁亭,失失然站在了梁亭门口。 也就不做了,孔雀挺好奇的,听闻凤凰兄每日里在汗翠牙浑吃等死,吓,不觉得惭愧吗? 火孔雀实在是恼怒紫霄生,见面就不阴不扬的捅了他一刀。 哈哈哈哈,能够浑吃等死,这也是一种本事。 紫霄生朝着火孔雀挤了几眼睛,啪的一下打开大折扇,轻描淡写的挥动了一下扇子,随手抓起楚天的茶盏喝了一口。 轻了轻嗓子,紫霄生淡淡然的说道,孔雀姑娘,公子我能够浑吃等死,这是本领,这是天赋,这是公子我的出生好。 你看,我家表哥也没说什么吗,偌大的汗翠牙,养一个闲人,算得了什么。 丝毫不觉得羞愧的紫霄生突然醒悟,他刚才居然拿起了楚天的茶杯喝了一口。 他急忙放下茶杯,用力的咳嗽了两声,瞇着眼瞪了一脸僵硬的楚天一眼,傲然说道,我有这本事浑吃等死,我有这胆量浑吃等死,我有这底气浑吃等死,我能,你敢吗? 楚天漠然无语,他扭头看向了汗翠牙一层的老金柜越发庞大的,几乎要将汗翠牙主峰都挤歪的树干,轻轻的点了点头,嗯,要想办法将汗翠牙主峰移动一下位置才好,这老金柜得了七巧天公白玉走感的滋养,可是越发的庞大了,挤得汗翠牙主峰都快没活路了。 活孔雀击笑的笑脸骤然一将,他呆滞的看着紫霄生,过了半晌,才阴着脸点了点头。 真是,真正是没话说了。 呵呵。 紫霄生这话虽然无耻,活孔雀还真找不到辩驳之词。 是啊,能混吃等死,这也是一种本事,他活孔雀就不敢这么干,在天火教,三大圣女之一的活孔雀若是敢混吃等死,他和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就会被人当战酱料给吃干抹镜。 一口气憋在嗓子眼里,过了好一阵子,活孔雀才咬着牙冷笑道,好生,无耻。 本公子,有无耻的资本。 紫霄生笑吟吟的看着火孔雀,你不行,所以,你是嫉妒我。 火孔雀只觉五脏六腑中一股子火气直冲了上来,冲得他差点一口血喷出老远。 恶狠狠的瞪了紫霄生一眼,火孔雀气喘吁吁的坐到了刚刚紫霄生的座位上,随手抓起紫霄生的茶盏,咕咚咕咚灌了两口茶下去。 紫霄生等的火孔雀将茶水都吞咽下去了,这才慢悠悠的说道,哎哟,孔雀姑娘,原来你对本公子的口水颇感兴趣。 呵呵,吞得这样酣畅淋漓。 楚天翻着白眼,仰面看天,他懒得说什么。 子兄,你这样调皮,好嘛。 火孔雀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黑,他死死的盯着紫霄生发了好一阵呆,这才醒悟,他过来的时候,紫霄生从自己的座位上离开,坐在了楚天身边,火孔雀被紫霄生气糊涂了,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所做的座位,居然是紫霄生的。 这个该死的小白脸。 火孔雀死死的咬着牙,他缓缓站起身来,双眸喷火的盯着紫霄生,凤凰兄,孔雀很想知道,你的修为,是不是和你的口舌功夫一样厉害。 紫霄生把玩着手中折扇,故意低头去看桌子上的棋盘,他慢吞吞的说道,好难不跟女斗,呃,这一子,我应该落在这里,哈哈。 火孔雀的头顶一缕火光冲起来,差点将三人所在的凉亭点燃。 楚天一巴掌拍下,凉亭内一片蓝幽幽的寒气被灰白色的碎骨阴风包裹着,一把卷住了火孔雀头顶喷出的火焰,恰恰中和了火光中蕴藏的可怕高温。 他不敢让紫霄生和火孔雀继续谈下去。 紫霄生可是带着风仪到处风跑过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一套市井混混的无赖言语,火孔雀在天火教地位崇高,身骄肉贵的,要说吵架,那里可能是紫霄生的对手。 他不被气得发疯才有鬼了。 孔雀圣女,今日登门,有何要事? 楚天看着火孔雀,急忙岔开了话题,这一个月来,每天都有一批万年丹送去圣女那边,难不成数量不够使用了吗? 青夫子他们如今单道造诣大尽,每天出品的合格万年丹数量大增,足以满足火孔雀和五大家族的需求。 万年丹,这可是实打实的战略资源,以火孔雀每天得到的万年丹数量,他足以在天火教中笼络大批的高手为他所用。 楚天想不到,他是为何而来? 火孔雀瞪了紫霄生一眼,小心的从袖子里取出了一张古色斑斓的竹叶。 长三尺,八掌宽的竹叶大半碧绿,边缘地带斑斑斑斑是暗金色的痕迹,显得极其古老,极其古旧的样子。 楚天瞇了瞇眼睛,自从耗聋真军之后,他终于又一次见到了用古丹师的密文记录的丹方。 这是,古丹方啊! 嗯,一气清零云神丹。 哟,丹方有点意思。 楚天看着丹方,先是记下了炼丹所需的上百种竹斑药材,然后细细地推敲起丹方的细节。 火孔雀有点紧张地看着楚天,天师,这丹,你可能炼制吗? 楚天认真推敲了一番丹方,最终他点了点头,问题是不大的,这丹方药性变化复杂,但是炼制起来,真心不难。 只是,这最主要的一味药材神魔水,这玩意儿,可罕见。 神魔水,这是七巧天宫的丹药传承中都没有的东西。 反而是太乙清零宗的丹药典集中,记载了神魔水的存在。 只是真正见过神魔水的太乙清零宗仙辈也没有多少,对神魔水的来历,这些太乙清零宗的仙辈也不大清楚。 楚天好奇地看着火孔雀,别的药材,就算珍贵,也能凑齐。 唯独这神魔水。 火孔雀得意地笑了笑,他手掌一翻,几块色泽七彩的晶石就出现在他手中。 一旁的紫霄声惊讶地笑了,哟。 孔雀姑娘,你还真能弄到这神魔水? 这东西,可是不多见呢。 楚天急忙打岔,闻,有了这神魔水,这一气清零云神丹,是十成八九了。 第四百三十九章听惊雷 无风峡谷,码头边,一栋高有近千丈,造型犹如一根象牙般,歪歪斜斜直撕天空的酒楼。 一个多月前被破坏的码头已经修缮如新,所有人都好似忘记了那一天的战斗和鲜血,忘记了曾经有一个角色的天族少女在这里一掌崩碎了数千条海船,非洲。 围杆如林,船帆如云,一条条体积巨大的海船,非洲冉冉靠近码头,不断卸下无数的货物。 同时也有无数的海船,非洲装满了货物,在空中导航非洲的指引下,慢悠悠的向码头外航去。 暖洋洋的风吹来,无风乘马头水域内,一座座精巧的小岛上无数杏花开放。 大片大片的杏花林鲜艳如火,蜜蜜叠叠犹如一片火云扑在了水面上,在清澈见底的水面上倒映出了瑰丽绝伦的美景。 无数无彩,西彩的锦里在水中快速的游动,给着一片火侠一样的倒映添上了一条条彩色的光带。 楚鞋穿着一球滑袍,笑容可居的坐在那象牙一般造型的酒楼最顶层。 靠窗的雅间窗户敞开,楚鞋坐在桌边,正好能俯瞰码头上千番净度的繁荣景象,更能欣赏那一片犹如火侠的瑰丽杏花。 巨大的方桌上堆满了山珍海味,散发出诱人香气,几个酒壶中装满了无丰城特有的杏花酿,香香甜甜的酒味充斥在空气中,熏得人昏昏欲睡。 楚铁图带着一群身披重甲的护卫,一字而排开站在楚鞋身后。 楚铁图的双眸中犹如鬼火的阴光闪烁,眼角余光不断地扫向护卫中六名身高超过一丈五尺的魁梧大汉。 这六条汉子面色沉素,神色素裔,他们身躯高大,魁梧,就算披挂着拳套的重甲,透过他们搏梗上一条条横生的肌肉,都能判断出这六个犹如成强迫而一样厚重敦实的汉子拥有何等可怕的力量。 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气息沉重如山,却又散发出让人窒息的犹如火山一样炽烈的惊血波动。 他们来自神佑之地,来自战神山,六个人轻易水儿的巅峰战将实力,轻易水儿单纯肉体力量极限逼近十条真龙之力的恐怖战士。 前些日子,楚天在七角天宫布置了一座巨型的超远距离传送阵,顺利地沟通了神佑之地中,他在战神山内部架设的传送阵。 一批神佑之地的战士秘密来到了惰星阳,一大批物资被楚天送入了神佑之地。 楚天唯恐楚协在无风峡谷遭遇危险,所以他派了六尊巅峰战将做他的贴身护卫。 这让楚铁图等楚氏护卫极其的无奈。 有了这六尊沙神,他们这些楚氏的嫡系护卫,似乎就只能是装幌子,充门面吧。 手中抓着酒壶,往嘴里灌了一口香浓的杏花酿,楚鞋笑呵呵的看着对面肥头大耳的青年笑着,前兄弟,我楚二少是石成人,这个价格,一点水分都没有的。 当然咯,前兄弟你可以质疑我,为什么楚二少卖给你的丹药,比起一年前平均长了二十五倍的价格。 楚鞋摇了摇头,长叹道,你要理解,现在大战降临,物价疯涨,疯涨啊。 我和翠衙这么多门人弟子,还有他们的爹妈叔白,三姑六婆的,他们都要吃饭,都要养家糊口啊。 我不把丹药卖个合适的价格,我们和翠衙的弟子们吃什么?喝什么? 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肥头大耳的前兄弟来自第三岛圈,是第三岛圈排名前三十的大家族前世的嫡系弟子,他不远万里赶来第五岛圈,就是为了采购足量的丹药,为家族应付未来的大战做储备。 他知道,现在丹药价格疯涨,已经涨到了以前的七八倍的水准。 但是楚鞋开口就爆出了一年多以前市场价的二十五倍的天价,这,这,这简直就是趁火打劫。 楚兄 前兄弟很不快的盯着楚鞋,价格太高了,让让些,让让些。 楚鞋双眼一翻,冷哼了一声,猛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指着前兄弟大声喝道,你家姓钱,该是一个有钱的主儿,怎么这么扣扣索索的呢? 楚二嫂没空和你浪费时间,这些天,哭天喊的抱着楚二嫂大腿求够丹药的人多了去了,楚二嫂不愁自家的丹药卖不出去。 一挥手,楚鞋冷哼道,成了,生意不再仁意在。 这一桌酒宴,当然是前兄弟你负账,是不是? 楚鞋带着人就要走,前兄弟身后的一群护卫中,一名身高过丈的魁梧大汉猛的大步走出,他身上一层灵光闪烁,属于天地真灵特有的远古气息猛的波动起来。 这大汉的实力,悍然已经逼近战神山巅峰战师的水准,只差一步就能踏入战将境界。 这等实力,在多星阳真正的老怪物隐匿不出的时候,绝对可以肆意横行。 所以这大汉得意洋洋的指着楚鞋立声喝道,混账东西,我家公子给你脸面,这才和你好声交谈,你挡赶。 大汉一边呵斥,一边伸手去抓楚鞋的肩膀。 楚鞋身后,一尊巅峰战将一步跨出,一指头朝着大汉的手掌点了过去。 砰的一声,那大汉整个炸成了一片血雾,半边雅间都被血雾染得通红。 前兄弟和他身后的一众护卫下的目瞪口呆,这大汉在前家的供奉中,也算是有数的高手,平日里最是横行霸道的人物,居然被人一指头戳死。 楚鞋摊开双手,朝那前兄弟长叹了一声,好吧,现在生意没了,仁义也没了。 前兄弟赶紧离开无风峡谷,否则小心半夜撞鬼,被打断了三条腿。 前兄弟呆呆地看着楚鞋,他突然笑了起来,楚兄,楚兄,有话好说。 这价格,我前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兄弟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呵呵,不知道,若是第三岛圈不敌。 前兄弟站起身来,小心地凑到了楚鞋身边,小心翼翼地说道,若是,若是真有那一天,我前家退避无风峡谷,可否脱避于汉翠羽翼翼之下。 前兄弟目光炽热地看着刚刚一纸头戳死自家供奉的战将。 楚鞋眸子骤然一亮,他呵呵地笑了起来,眉开眼笑地说道,只要给钱,什么都好说呀。 这世上,还有什么问题是钱不能解决的吗? 如果有,加钱就好。 比邻这座形如象牙的酒楼,同样一座造型精致,陈设华丽的高楼威然矗立。 通体粉红色装饰的高楼内英歌艳舞,进进出出的尽是花枝招展的俏丽少女,又或者是由头粉面的俊俏郎君。 高楼门前的广场上,一头头凶猛地坐骑懒洋洋地趴在干干净净的石板上晒着太阳,各色奢华的车架被一群小厮护卫簇拥着,整整齐齐地停靠在这里。 高楼内欢声笑语,无风峡谷各行各业的大爷们,还有那些树得上号的世家豪门的顽固公子们衣衫不整地在楼内尽情欢乐。 这栋高楼的主人,是无风峡谷有名的花家,和门槛极高的花家庄园不同,这高楼是花家主持的一栋青楼,只要口袋里有足够的灵精,就算是叫花子,他们也会热情招待。 这高楼,本身就是花家敛财的工具。 最高的一座雅间内,好龙真君和好三恭恭敬敬地垂手站在一个魁梧男子的身后,这男子坐在椅子上,身形居然还比好龙真君,好三要高出半个头来。 面皮发青,皮肤下隐隐有龙铃纹路若隐若现,额头上肿起两个硕大的凸起,尖端隐隐有寒光引线。 身披软甲,外面罩着一条造罗袍的男子看似三十多岁的样子,周身气息深沉如海,双眸开合之间,隐隐有巨风海啸声呼啸响起。 坐在这男子对面的,是一名身穿赤红色长裙,眉目之间颇见风情的绝色女子。 这女子的衣饰打扮和火孔雀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在风韵上成熟了不少。 若说火孔雀是一株刚刚含苞待放的花孤朵,这女子已经是完全绽放开的火焰因素,炽热,美丽,散发出致命的诱惑气息。 起码坐在好龙真尊和好三身前的这男子,他幽蓝色的眸子终神光吞吐,正死死的盯着这女子的胸脯不松动,一副眼光恨不得在他身上扎根的样子。 红衣女子笑盈盈的看着窗外的风景,尤其是眺望数百丈外,那座象牙造型酒楼顶部雅阁的储鞋。 这位储鞋公子,也是颇有趣的。 因为他的胡乱思维,第五道圈的丹药价格这些日子,整整上浮了五成。 固然他汗脆芽的丹药品质极高,药力药性比其他炼丹师炼制出的丹药药好上不少,这等行径,也太过分了。 红衣女子慢悠悠的叹息道,我那孔雀小妹,西,也不知道她走了什么运,居然能碰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个有着完整丹道传承的丹药宗门呀,这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就被她碰到了? 魁梧男子沉声道,火罗刹,有话直接说吧,想要我好玄一做什么,只管开口。 我的条件,你懂。 红衣女子火罗刹眯了眯眼睛,她伸出双手,隔着两人之间的方桌,温柔款款的说道,玄一,你的心,我懂。 只是身为天火教圣女,是不能嫁人的,除非,我能坐上教主宝座,那时就百无禁忌了。 那,你就坐上天火教的教主宝座。 好玄一把抓住了火罗刹的手,冷声道,谁敢阻拦,我就杀谁。 火罗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她握着好玄一的手,轻轻柔柔的说道,孔雀那丫头,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她总是喜欢和我抢东西,而我的性格呢,你和我抢,我宁可毁掉那宝贝。 转过头,向对面酒楼雅间中,正和前兄弟欢呼畅饮的楚鞋看了一眼,火罗刹轻轻说道,比如说,这个汉翠牙,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为什么不毁了她呢? 那就毁了她。 好玄一缓缓站起身来,她沉声道,此番负责这次大战的几位老祖宗,有两位和我好龙一族的老祖是至交好友,以我好龙一族老祖的面子,区区一个汉翠牙,毁了也就毁了。 她低头,深沉的看着火罗刹,只是,我为什么这么做,你要懂。 火罗刹情深款款的看着好玄一,我明白,只是,你要小心些。 作为天火教未来教主的人选,我是不能有任何污点的。 我绝对不会承认,是我让你去毁掉汉翠牙的。 好玄一笑了一声,她看了看站在身后的好龙真君和好三,淡然道,不用你出面,我足中晚辈,有人和他们有仇。 呵呵,好三,你去,杀了那楚邪。 好玄一沉声道,杀了楚邪,那楚天定然坐不住,我等他离开汉翠牙来报仇。 好三眸子里闪过一抹嗜血的凶光,他沉声应了一声,脚下一团水云翻滚而出,手持长脊化为一道狂风冲出了雅间,瞬间冲过数百丈虚空,净直来到了楚邪等人欢宴的酒楼雅间窗外。 长脊带起一道震耳欲龙的雷鸣声向楚邪刺下。 一条人影猛的出现在长脊前,一尊战神山的巅峰战将手指一点,好三的长脊轰然炸开,连带他的肉身一起炸成了无数碎片。 一条蓝幽幽被水云一层层环绕的龙形灵魂冲天飞起,好三的灵魂惊慌失措的尖叫着,狼狈的向后逃窜。 他差点被吓风了,怎么会这么强?怎么能这么强?毫无反抗之力,他的长脊,他的肉身,连带着他身上的所有防御灵气全都在一弹指尖全部粉碎。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龙形灵魂刚刚逃出数十丈远,那巅峰战将猛的一吸气,一道狂飙呼啸着卷来,卷着好三的灵魂倒飞了回去,被那战将一口咬在了嘴里,三两下就嚼得粉碎吞咽了下去。 修炼了不死神章,这些战神山的强大战士肉身自行演化出了各种强悍的神通,吞噬敌人的灵魂已增补自身,不过是这些神通中比较常见的一种。 弹指之间,好三烟消云散。 好龙真君和好玄一齐声惊呼,好玄一怒笑一声,他猛的一步迈出,直接瞬移到了洒满鲜血的九楼雅阁窗台,披面一拳向那战将轰了过去。 好玄一,好龙一族最近三千年来颇有名气的天才人物,岁数不超过一万年,肉身力量已经达到了三条真龙之力,在传说中的太古真龙一族中,他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修为,也能算是资质卓越。 三条真龙之力轰出,方圆百里内顿时风起云涌,无数雷霆随着他的这一拳向九楼轰了下来。 那战神山的战将冷笑一声,无限逼近十条真龙之力的恐怖力量爆发出来,同样一拳轰向了好玄一。 一声俱响,好玄一的肉身炸开。 还不等他的龙魂逃窜出来,另外一尊战神山的战将猛的破空而来,一把抓住他的龙魂塞进了嘴里。 火罗刹和好龙真君齐声惊呼,事情,闹大了。 第四百四十章 弹指惊雷 码头上,一道狂飙凝成一只方圆百丈的权印破空而来,一击将花家高楼的楼顶轰成粉碎。 好龙真君,火罗刹嘶声惊呼,狼狈地从粉碎的砖瓦梁柱碎片中飞出,好龙真君化身一条通体青紫色的好龙向码头的水面坠落, 火罗刹则是通体火焰熊熊,悬浮在空中立声高呼,谁敢伤我。 好龙真君逃得快,他身体一抖就坠落千丈,眼看就要没入水面。 半空中一根半透明,长达百丈的指印重重碾下,正中好龙真君的后背。 好龙真君惨嚎一声,身体被指印碾成了两段,鲜血飞洒中,他哀嚎着坠入了水面,身躯剧烈地翻滚起来。 剧烈摇晃的高楼中,数百条青色,蓝色流光飞出,他们落到好龙真君身边,纷纷化为一条条身高障外的魁梧身影。 这些人尽是好悬疑带出来的好龙一族的精英,修为比好龙真君强出太多太多,基本上都是战神商高阶,巅峰战师的实力。 修为强大,加上好龙一族本身的作风就强横霸道,数百好龙眼看好龙真君被打断了身躯,他们也不管事情的前因后果,纷纷破口大骂。 两尊身披重甲,身高一丈五尺开外的战将重重地从天而降,他们看着满嘴乌颜慧雨的好龙们,猛地深吸一口气,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像长啸。 大吼声冲天而起,两根肉眼可见的气暴犹如两个巨大的号角直冲高空。 数百名好龙一族的精英战士齐声哀嚎,他们好似被五雷轰顶一般,蹊跷中同时喷出无数血水,身上的甲皱,自身的鳞甲纷纷碎裂,强大的身躯在巨大的声波中纷纷崩解,最终只有数百具血淋淋的骨架悬浮在水面上。 土鸡娃狗 一尊战将冷哼了一声,一拳将数百巨骨架轰得粉碎,两人分别一吸气,分享了仓皇逃顿的好龙一族的龙魂,然后一把将重伤的好龙真军从水中捞了出来。 小子,别动,别想逃。 不然,死。 好龙真军还想挣扎一下,但是一柄造型猙獰的巨型战斧已经贴在了他的脖梗上,好龙真军呆了呆,绝望地叹了一口气,猛地闭上了眼。 他心如死灰,再也没有了任何念头。 每一次,只要和楚天有关,他都会吃扁,都会吃亏上当。 一次又一次,没有一次例外。 这一次,更好,真的好。 好三那招灾惹祸的混蛋兄弟死了就死了,他死了也干净了。 但是好玄一啊,这可是在好龙一族的老祖那儿都挂上好的族中俊艳。 要论出身,好龙真军和好玄一也差不离而,大家都是好龙一族的嫡系子弟,无非是好玄一比好龙真军辈分要高出三倍而。 但是要论在好龙一族中的重要性,十个好龙真军加起来,也比不过好玄一的一片指甲呀。 那可是不足一万岁,就拥有三条真龙之力,而且激活了体内真龙血脉,掌握了诸般真龙秘术的绝顶天才。 要不是好玄一致不在此,好龙一族的族长宝座早就是他的了。 如此天才,放在任何一个大实力都是一等一重要的人物,可是他同样被人一拳暴体,连龙魂都被人当炒豆子一样吃掉了。 好龙真军死气沉沉的流下了两行泪水,好玄一完蛋了,他好龙真军也要完蛋了。 女人,祸害! 火罗刹,你个超级祸害! 好龙真军莫名的将火罗刹横到了骨子里。 火罗刹悬浮在空中,他看着气势汹汹朝自己逼过来的楚鞋等人厉声喝道,我是天火叫圣女火罗刹,谁敢伤我? 去你娘的! 楚鞋双眼喷吐着阴狠的凶光,他楚二少发脾气了,管你天王老子,他也要先把肚皮里的火气发散发散才行。 刚刚好三也好,好玄一也好,他们的攻击都是冲着楚鞋去的。 是冲着一击将楚鞋击杀的目的去的。 楚二少这些年也算是身经百战,也是出生入死过的,这点危机判断他还是有的。 这两条好龙,是想要杀他呀。 而他看得清楚,那两条好龙,是从火罗刹的雅间中飞出来的,这个浑身冒火的大美女,一,一,是美人而黑。 生禽活捉,不要打杀了。 也不要弄得血乎乎的看着恶心,喂,更不要毁了他的面皮。 楚鞋兴致来了,他的兴致突然变得高昂无比,指着火罗刹笑道,这丫头会冒火黑,真正是暖被窝的好人选。 火罗刹呆住了,他已经曝出了自己的身份来历啊,怎么还有人敢对他出言不逊? 他会冒火,所以是暖被窝的最好人选。 混账! 你知道我是谁吗? 火罗刹气得嘶声怒吼,指着楚鞋跳着脚的咒骂起来。 一尊战将猛的挪移到了火罗刹面前,一拳向他小腹轰了过来。 火罗刹眸子里火光喷射,周身喷出无数火星,他袖子里十二柄骑形苗刀呼啸而出,绕着他急速的盘旋飞舞,荡起了一道道烈焰长虹,将他全身护得水泄不通。 骤然间就是五尊战将同时出现在火罗刹身边,五柄巨大,沉重的兵器同时朝着他身边的骑形苗刀砸下。 狼牙棒,大刀,大斧,重剑,战锤,五柄特别加重的兵器闪耀着暗沉沉的金光,表面燃烧着滚滚惊血烈焰,犹如五颗星辰狠狠砸下。 刺耳的撞击声中,十二柄修长锋利的苗刀被震飞,不等火罗刹再拿出别的宝贝,一尊战将冲到了他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脑袋向下一拉,膝盖狠狠向上一顶。 膝盖撞击火罗刹纤细的腰身,重重撞在了他的小腹上。 火罗刹绝美的面孔骤然扭曲,两颗如水的妙眸差点从眼眶里跳出来。 他哼都没哼一声,就在巨大的痛苦中昏厥了过去。 战将抓着他的脑袋随手向后一丢,楚邪已经忙不迭的迎了上来,一把将他搂在了怀里。 哎哟,果然是暖乎乎的大美人儿,嘿。 管你是谁,你勾结两条长处,想要谋杀楚二嫂,你一定要付出代价则个。 楚邪眉开眼笑的看着火罗刹,双手已经很不安分的上下游动起来。 管你天火叫,管你圣女还是什么。 得罪了楚二嫂,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楚二嫂乃顽固中的顽固,色鬼中的恶鬼,色胆包天的绝世浪荡子,他兴致一上来,才不管你有什么后果呢。 天大的麻烦,有楚天扛着。 做大哥的,不就是要帮兄弟擦屁股吗? 不然当年在娘胎中的时候,他楚邪辛辛苦苦一脚将楚天掀揣了出来,图的是什么呀? 一声呼哨,楚邪搂着昏厥的火罗刹消失的无影无踪,六尊战神山的战将和一群楚氏护卫也烟云滚滚的跟着他跑得不见了踪影。 象牙造型的酒楼中,前兄弟呆呆的看着楚天消失的方向,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我的亲爹咧,他连天火焦的圣女都敢招惹。 这,这,这是何等的无法无天,何等的胆大包天? 前兄弟的面皮一阵阵的红白不定,他咬着牙尘声道,好,就看你能不能撑过这一关。 若是你敢强了天火焦的圣女,还能从天火焦的打击报复吓活下来,嘿,以后前家给你汗脆牙做走狗又如何? 能招惹得起天火焦的势力,乖乖,好粗一条大腿,得赶紧抱住才行。 前兄弟眼珠咕噜噜的转动着,带着一众护卫急匆匆的跑下了酒楼,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是非之地。 一边走,他一边低声的自言自语,楚二嫂喜欢美女。 废话,男人谁不爱美女? 嗯,我前家倒也有几个姐妹生的美丽动人,嘖嘖,我这座兄弟的,给为他们的未来谋话呀。 若是楚二嫂真个能从天火焦的报复中活下来,这些姐妹,一咕噜嫁给他都是应该的呀。 嗯,赶紧给足里回信,得派几个长老过来,盯着后面的动静才对。 码头上,人流中,两个做普通行商打扮的青年汉子呲牙咧嘴的看着楚鞋消失的方向。 他们是楚天在盖州渔庄时的老兄弟,同样是从大御寺的铁血训练营中挣扎熬过来的老伙计。 如今加入了汉翠牙,他们是新生鹰狼团的高级头目,正按照大御寺的组织架构重组鹰狼团。 无风峡谷的码头,是鹰狼团监视的重中之重。 他们正带着一群新收编的耳目探子,在码头区域活动呢,结果就亲眼目睹了楚二嫂当街劫掠美人的事情。 楚二嫂带着美人跑得无影无踪,几个呼吸后,大片火光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大群大群穷凶极恶的天火教徒乱杂杂的从四处冒了出来,火冒三丈的蹦跳着,抓着码头上的目击者就大声喝问火罗刹的去向。 紧接着,有更多的天火教徒纷纷出现,第二批出现的天火教徒立声呵斥着,从四面八方围住了第一批的天火教徒,阻止他们在码头上肆意胡为。 第二批天火教徒中,还混杂着很多五大家族的精英弟子。 很快,码头上的局势就演变成了火孔雀麾下的教徒和五大家族的精英弟子联手,团团包围了火罗刹秘密带来无风侠谷的天火教徒。 双方剑拔弩张的,眼看就要火并一场。 两个鹰狼团的老兄弟更是注意到,在一栋高楼的屋顶上,剑九长老带着大群剑门弟子悄然出现了。 剑九长老并没有动用他总督察使的身份制止双方的对质。 反而是兴奋异常的站在屋顶上,笑容满面的和身边的几个心腹弟子笑语阴阴的讨论着双方谁输输赢的问题。 很显然,剑九长老对天火教徒的内斗是乐见其成。 骤然间一声呐喊,也不知道是哪一边的先动手,性情爆裂如火的天火教徒们猛的打成了一团,刀光剑气纵横,漫天火焰升腾。 紧接着五大家族的精英弟子也悍然动手,各色灵气化为漫天光雨,迅速笼罩了火罗刹带来的那些天火教徒。 争斗只持续了一刻钟左右,火罗刹带来无风峡谷的天火教徒中,有七百多人当场被斩杀,其他千多人则是身负重伤,被火孔雀的属下用秘制的俘虏绳索捆得和粽子一般。 码头上,无数人亲眼目睹了天火教徒的这一场内斗。 所有人都在心里直抽凉气。 早就听得说天火教的人疯疯癫癫,行尸手段诡秘莫测,如今看来,他们真个是属马蜂的,见人就疯狂啊。 他们连对自己人下手都这样的凶狠,和外人争斗起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模样呢? 汉翠牙主风上,楚天捏着一块神魔水,正仔细地端向着神魔水内部奇异的光影变化。 神魔水,七巧天工的典籍中没有丝毫记载,反而是在太乙清灵宗的典籍中出现过几次。 也就是说,太古之时,神魔水这种奇异材料从未出现过,这是太古之后才有的奇物。 按照太乙清灵宗几位长辈的手卷记载,神魔水是一种万能的灵药。 它几乎能用在任何单方上,对任何一种单方都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哪怕是最普通的低等单方,一旦融入一颗神魔水,效力都能提升十几个档次,拥有各种神奇的效果。 更有一些独特的单方,是完全以神魔水为主要材料而创造。 这些奇异单方,则是拥有更加非同寻常的效力,什么奇死人,又白骨都是寻常之士,更有着脱胎换骨,先天造化的恐怖效能。 这张仪器清灵云神丹中,就使用了神魔水。 按照楚天的推算,这单方炼制出来的仪器清灵云神丹将有着极其强大的运灵神效,就算是一块石头,若是服用了这种丹药,都能生出庞大的灵性,拥有成就顶尖妖魔的潜力。 若是用来疗伤的话,那么就算是几乎魂飞魄散的伤势,只要一颗丹丸,就能立刻痊愈。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这是,治疗灵魂伤损的极品灵丹。 不,或许要用神丹来形容。 楚天把玩着神魔水。 好奇的问道,只是,这神魔水到底是何等来历? 火恐却目露茫然之色,显然他也不知道神魔水的来历,这几块神魔水,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紫霄生则是得意洋洋的挑起了眼角,故意低头看着自己的大折扇,没有吭声。 楚天就知道了,这神魔水的来历,紫霄生知道,而且这神魔水,很可能和天族有关。 莫名的,楚天就想到了当年他们在归须,攀爬那条巨大的锁链时,见到的那些被严密镇压的奇异而强横的生灵。 他们被镇压了无数年,但是他们依旧活着。 就这时,阿狗,阿雀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两人几个跳跃就到了汉翠牙主峰山顶,阿狗嗡声嗡气的说道,麻烦了,楚邪那小子抢抢了天火叫圣女火罗刹,不知道抱着他去哪里快活了。 火孔雀的手下和火罗刹的人冲突,火罗刹的手下被干掉了七百多,还有一千多人被生擒活捉。 火孔雀猛的一呆,随后笑颜如花,乐不可知的笑了起来,哎哟,我的这位好姐姐,她还真是关心我呢。 楚天则是脸色微微一沉,她放下神魔水,身边隐隐有雷霆声响起。 树欲静,而风不止。 呵,看来,真当我们汉翠牙是软柿子了。 楚天神色阴郁,手指一弹,一道紫色狂雷横灌天空,在汉翠牙高空中猛的爆发开来,巨大的雷鸣声震得天的摇晃,汉翠牙的护山大阵彻底开启了。 第四百四十一章九级元晨 汉翠牙上空风云变色,狂雷闪电犹如无数条怪蟒在浓云中翻滚。 七巧天宫微微震荡着,直入地下十几万里的白玉肘感疯狂的抽取地脉中的天地灵髓,转化为庞大的能量不断送入磨合阵图。 直径离许,通体经营剔透的磨合阵图内一片片云烟急速翻滚缠绕着,无数奇异的大阵在充沛能量的催动下不断生出,不断融入汉翠牙四周虚空中。 痴痴声中,上次紫霄声打了幻灵阁前九代掌门的问棍,将人家单单收集材料就耗费了三千年之久,耗费数百年苦工才锻造而成的九级元晨剑阵化为一缕缕极细的紫色流光,不断和新生的一座座大阵融合,契合。 无数座大大小小的阵法在磨合阵图的调和下,犹如无数精密的大大小小的齿轮组,完美的契合在一起,进而快速的运转起来。 一众重无形的波动扫过大半个无风峡谷,在护山大阵的加持下,楚天早就发现了气势汹汹朝汉翠牙杀过来的剑九长老,以及他身后的上百条战斗用非洲。 那些非洲通体银白,线条流畅,造型犹如一饼饼飞剑,长度在五百丈上下。 这些非洲排成一排紧跟在剑九长老身后,非洲尾部喷出长达万丈的银色寒光,飞行速度快得惊人,几乎赶得上楚天魔改过的太风巨剑。 来势汹汹,来者不善。 楚天冷笑,前些日子,就有阿狗,阿雀最新安插在剑九长老府邸中的耳目传回消息,他们在剑九长老的府邸中,远远的看到了一名身穿浸装的绝色少女,分明就是码头上悍然袭击楚天,楚邪的那天族少女。 楚天心知肚明,剑九长老居然冒着大不惠,悍然和天族勾结在一起,显然是冲着他来的。 不管因为什么,楚邪今天击杀了好龙一族的天才弟子,掠走了天火叫三大圣女之一的火罗刹,楚邪做了这事,楚天就必须给他兜着,谁让这混账东西是他嫡亲的同胞弟弟。 至于剑九长老借机声势。 将几颗神魔髓慢悠悠的塞进纳灼中,将一气清零云神丹的丹方也妥善的放进了纳灼里,楚天缓缓站起身来,看着天空急速翻滚的浓云,以及一波波翻滚而过的雷霆,冷声说道,真个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 有时候啊,我真的是想要做一个好人来着。 他看着一脸兴奋的紫霄声,以及满脸笑容的火孔雀,很无奈的说道,我也想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每天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不沾染是非因果。 奈何,这世道,呵呵,我不去招惹别人,总有人得寸进尺的过来找我麻烦。 既然他们都想我做一个恶人,那么,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恶人。 下,反正我现在怕什么? 汉翠牙,留得住,我就留,留不住,我就走。 有了神佑之地这个大后方,楚天如今有时诚实的底气随心所欲。 他用得着害怕吗? 他用得着忌惮吗? 一道一道狂雷不断轰下,汉翠牙的护山大阵积蓄的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 楚天长笑一声,他右手一指,汉翠牙护山大阵轰然开启,让出了一条直达汉翠牙核心地带的通局大道。 一片片云霞凝成了八十一座巨大的牌坊,一字而排在了这条千里长的通道上。 四周云烟翻滚,通道两侧厚重的云烟组成了厚厚的墙壁,内部只见无数雷光闪烁,不见任何山水,人影。 楚天看着这条云烟缭绕,雷霆翻滚的大道大声笑了起来,罗门见酒,老不死的,可赶进来。 本座在这里等着你,哈,顺便告诉你一句,不需要你去找证据,也不用你东想西想了,罗剑林那死鬼,是我杀的。 楚天历声喝道,不仅如此,你剑门逆天剑点剑道传承的剑符,也被本座收了。 一声长啸,楚天手持青椒剑,一道长达百里的剑芒冲天而起,剑意生腾,杀戮,灭绝,灵力,无情,末世世间一切生灵的恐怖剑意笼罩四方,楚天的气息也变得冷立而无情,好似一柄灭绝众生的利剑,再无半点而人气。 紫霄生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表哥,正是如此,和他们翻脸怎的。 哈,谁敢招惹我们,只管打杀了。 吓,闯出多大的祸事来,我帮你兜着,谁敢不服,灭他满门就是。 紫霄生兴奋异常的卷起袖子,露出了两条雪白细腻的手臂。 活孔雀被楚天的话吓了一大跳,活见了鬼了,你居然连剑门的无上传承都敢抢夺。 更活见鬼的是,剑门的剑到传承啊,你是怎样收服的? 没有得到剑门老祖的认可,外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哪怕一丝半点的好处啊。 剑门老祖凝聚的剑符,不仅仅是传承之法,更是杀人的戾气啊。 但是很快的,活孔雀就忽略了这个问题。 出自于女人的本能,活孔雀狠狠地盯了一眼紫霄生雪白细腻犹如粉搓的手臂,她额头一缕青色的血管微微跳了跳,差点没破口大骂,好一个小白脸,你这手臂生蛾,怎么比世间九成九以上的女人还要好看? 啊呸,该死的小白脸。 火孔雀的两条手臂下意识的抖了抖,她突然冷哼了一声,慢条丝里的端起桌子上的一个茶盏,故意高高举起了茶盏。 她的右臂大袖滑落,露出了半截雪白粉嫩,宛如嫩某一样的手臂。 在火孔雀的右手手腕上,她还带了一枚火玉雕成的玉镯子,赤红色的玉镯衬托着她的手臂越发的雪白粉嫩,比起紫霄生的两条胳膊越发多了几分颜色。 紫霄生的眼神骤然阴沉了下来,她看看火孔雀手腕上的玉镯子,再看看自己光溜溜的手腕,若有所思的皱起了眉头。 火孔雀得意洋洋地娇笑着,端着茶盏一饮而尽。 紫霄声音不音,扬不扬地冷笑了起来,孔雀妹子,你拿的还是我的茶盏,你又喝我的口水作甚。 紫霄生咧嘴大笑。 原本笑容满面的火孔雀脸色一僵,手中茶盏咔咔一下猛地炸成了无数碎屑。 原本气度雍容,带着百条战剑,数千剑门弟子,十几万剑奴浩浩荡荡打上汗翠牙,准备就储鞋当街掳掠天火叫圣女的事情好生为难楚天的剑九长老疯癫了。 楚天居然承认了,的确是他杀的罗剑林。 楚天居然承认了,剑门罗是一脉的天才罗剑林,居然是被他杀的。 果然是他,的确是他,没错,就是他。 剑九长老额头青筋凸起,他气急败坏地嚎叫了一声,罗剑林的死也就算了,只要将楚天杀了,涂露了汗翠牙上下所有人,这件恩怨也就了结了。 要命的是,罗剑林身上有件无量老祖刺下的传承剑符。 那可是剑门逆天剑点至高剑意,剑无量老祖的剑道修为,已经达到了这个天地的极致,是世间最顶级的剑道传承。 除非是剑门核心弟子,有资格竞争下一代剑门掌门的核心弟子,其他人谁敢亏去,定然要被剑门屠戮满门的。 楚天不仅仅抢走了罗剑林的传承剑符,他甚至还得到了剑符中的真传。 剑九长老感受着楚天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屠戮众生,灭绝生灵的可怕剑意,身体剧烈的哆嗦起来。 楚天的确得到了剑门逆天剑点的至高传承,不仅如此,他领悟的还是逆天剑点最高深的,最核心的,最精脆的那一部分剑意。 楚天领悟的这股冷漠,无情,犹如神灵高高在上的至高剑意,比起他剑九长老的星辰剑意还要高出了好几个档次。 剑九长老自存,他距离领悟这等剑意,起码还要潜心修炼上千年,才能摸到一丝半点的皮毛。 楚天,区区一个外人,一个不入流的散修丹师。 他居然能够降服剑门的传承剑符,以外人的身份磨灭了剑符中的精神烙印,从中得到了剑门最纯正,最高深的剑道传承。 剑九长老浑身都在哆嗦,他惊恐的想到了一个要命的事情,楚天既然领悟了剑门的至高剑道,他是否,是否已经,已经将逆天剑点外转。 如果是,这对剑门而言,无疑是动摇他剑门根基的事情。 冲进去,鸡犬不流,全部涂光。 剑九长老歇斯底里的嚎叫着,他已经懒得和楚天多费口水了。 冲进去,杀光汗脆芽的所有人。 反正有储邪掳掠火罗刹的这件事情在前面挡着,他还害怕什么? 就算事后那几个负责此番大战的老怪物追究起来,他可以轻轻松松的推卸责任,将事情推到天火焦的内斗上去。 而且事关剑门传承,就算他惹出天大的麻烦来,自然有剑门的老祖宗出面承担责任,他还用害怕什么? 剑光如痞炼,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冲进了楚天开启的通渠大道。 剑九长老长声呼啸,剑光所过之处,一座一座云烟凝成的牌坊被他轰得粉碎。 无数条雷霆从四周的云烟中喷涌而出,重重的落在了剑九长老的身上。 剑九长老身后浮屠剑轮冉染浮现,剑轮急速旋转,漫天剑光俨然一个自成体系的小世界,无数雷霆都被剑光磨灭,丝毫无法碰到剑九长老一根毫毛。 一百条形如利剑的非洲长驱直入,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直入汗脆芽。 在他们身后,云烟凝成的通道轰然崩塌,无数层云烟霞气翻卷而来,剑九长老和他身后剑门弟子的退路彻底隔绝。 剑九长老丝毫不以为意地冷笑着,他嘶声长笑,双手分别握着一道长达万丈的星辰剑光,手臂挥舞中,道道星辰剑气从天而降,向四面八方胡乱地劈砍。 浮屠剑轮也在急速地旋转着,无数剑光犹如倾盆大雨,斩断虚空,撕裂万物,一副要将汉脆芽整个丝成碎片的架势。 楚天笑了,剑九长老和他带来的所有剑门弟子,全部都撞入了护山大阵的核心。 我其实,真的想要做一个安居恶业的好人,不想和你们这些老东西打死打活的。 只是,一次次地蹬鼻子上脸,真以为,我没有火气。 楚天立声喝道,剑九,记住了,这里是我的地盘。 楚天小腹处,一道黑光席卷而出,迅速绕着剑九长老带来的一百条非洲一炫。 诡异的黑色火焰包裹了一百条非洲,非洲表面无数的防御符纹刚刚亮起就骤然熄灭,随后非洲崩解,化为一道道流光不断没入楚天小腹中。 炼天炉欢喜鼓舞地吞咽着来自一百条非洲的材料,不断将其反本归原炼化为一点点细微的威力。 十几万剑奴,数千剑门弟子茫然地站在半空中,他们不知所措地看着四周,他们的战剑呢。 这可是剑门委托幻灵阁为他们专门设计,铸造的战剑,一百条战剑可以组成庞大的剑阵,将战剑中的剑门弟子的剑气剑芒融为一体后,将威力提升上千倍后释放出去击杀敌人。 他们只见到一道看似不起眼的黑光一炫,为什么战剑就消失了? 楚天长笑了一声,他双手结印,猛地向下一放。 九级元臣剑阵轰然发动,九大十二小二十一丙仔细生腾的利剑在虚空中一炫,一道仔细弥漫的万丈剑光就当头落下。 剑九长老怒笑一声,他双手星辰剑光向上一卷,挡在了紫色剑光前。 一声巨响,汗脆牙微微一震,剑九长老闷哼一声,双手剑光崩解,嘴里大口大口地喷着血,身体猛地从高空向下飞坠千丈。 只是一击,九级元臣剑阵就重伤剑九长老。 浮屠剑轮急速旋转着,紧追着剑九长老飞坠,无边剑光团团护住了剑九长老。 但是下一瞬间,磨合阵图的本体虚影在空中凭空一闪而过,一个虚空漩涡在浮屠剑轮后方出现,一口将浮屠剑轮吞了下去。 一股绝强的精神冲击隔绝了剑九长老和浮屠剑轮之间的精神联系,剑九长老身体一晃,再次一口血喷了出来。 磨合阵图剑列欣喜,居然主动出现,一口吞掉,强占了浮屠剑轮,并且急速的将浮屠剑轮炼化,开始缓慢的将浮屠剑轮融入汗脆涯的护山大阵中。 剑九长老真个要疯掉了。 浮屠剑轮到他手中不过三百年时间,三百年来,他也只是初步祭练了浮屠剑轮这件威力极大的杀戮领宝,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成为浮屠剑轮的主人。 所以磨合阵图才能轻松抢走浮屠剑轮的控制权。 而这,就真正要了剑九长老的老命了。 虚空中,无数条紫气生腾的巨大剑光纷纷落下,剑光如炼狱,将剑九长老和十几万剑门所属整个包裹在内。 剑九长老手中不断喷出一柄柄利剑虚影,星辰剑气冲天而起,九级元臣剑阵放出漫天紫气,将一道道星辰剑光劈的支离破碎,不断在剑九长老身上留下一条条猙獰可怕的伤口。 十几万剑奴还没能组成剑阵,就在漫天紫色剑光中灰飞烟灭。 数千剑门弟子齐声哀嚎,他们也是来不及组成剑阵,就被剑光劈得魂飞破散。 楚天面无表情的随手一指,一道长达千里的剑红从天而降,猛地贯穿了剑九长老的身体,将他轰成了屡屡灰尘。 第四百四十二章 罪证 剑九长老作为灵境派遣的,坐镇第五岛圈,负责整个第五岛圈备葬工作的总督察使,他的待遇自然是优渥无比。 无丰城的核心地带,最为奢华的一座大宅,就成了剑九长老在无丰峡谷的行园之一。 这座宅子方圆上万亩,四周是一水而古朴雅致的水墨清金石的围墙,宅子里小桥流水,古松骑石,假山园林,湖泊竹林,不知得救仙境一般。 因为剑九长老的入住,随行的剑门弟子在宅子各处步下了一座座剑阵,整个宅底上空隐隐可见剑芒横空,天空流云都被切成了一缕一缕,宅子内尽致森严,寻常人若是赶乱闯,定然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宅子和新处,濒临一眼盛开了血色荷花的小湖,一座水轩中,法独尊惬意的躺在一张紫竹编程的靠椅上,到其运坐在他身边,将一粒一粒洗的干干净净的水晶葡萄包去薄薄的果皮,剔除葡萄紫厚,温柔的喂进他的嘴里。 闻,这朵星羊,也有一些好东西。 法独尊咪着眼笑道,就好比这葡萄,要说形状,滋味,还有内蕴的天地灵水,它自然没有我天族的各色神果完美。 只是那些神果,太过于完美了,反而成了一种缺陷。 而这些葡萄,虽然果实大小不一,色泽深浅不同,果子的味道有酸有甜,内蕴的天地灵水有多有少,显得瑕疵颇多,却独有一种自然韵味。 法独尊轻声感慨道,自然韵味,没错,我们天族一切都太完美了,反而就忽略了很多东西。 我现在大概能知道,道齐秀纳斯,为什么每天喜欢蹲在鸟窝边,看那些鸟蛋孵化是为什么了。 道齐运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似乎是听到了道齐秀的名字,让他想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他看了看水轩旁的一丛极大的牡丹花树,低声说道,刚刚,剑九长老带着人出去了,似乎,这无风峡谷,起风了。 法独尊沉吟了片刻,他摇摇头,低声笑道,管他去做什么。 反正,他要借助我们的力量对付汉翠牙,却不知道,我也跃得如此。 呵呵,你要知道,我是不能明着出手的。 眸子里闪过一抹深邃的神光,法独尊轻轻握住了道齐运的小手,他淡然道,我不能让那位知道,我居然敢出手对付他认定的家臣。 所以,你在码头上故意出手,这事情做得不好。 道齐运没吭声,只是继续包葡萄皮。 法独尊松开他的小手,低声的自言自语,要不被那位发现的,借用别的力量,将汉翠牙整个毁掉,最好是让那丝魂飞魄散永不超生,还要把自己干干净净的摘出去。 法独尊突然坐直了身体,他歪着脑袋看着道齐运,慢悠悠的一个字一个字的问他,你在码头上故意出手惊动这么多人,不会是有意的吧? 嗯? 若是那位知道我的身边人,居然敢下手公然袭杀他的家臣,我肯定是要倒霉的,你的堂兄道齐秀,可就得了机会了。 道齐运的脸色骤然惨白,他手上的葡萄啪的一下炸成了一缕青烟。 他死死的盯着法独尊,咬着牙轻声道,少主,你若是这般想,我除了去死,也是没有别的法子了。 法独尊耸耸肩膀,继续靠在了靠椅上,他低声笑道,哦,那么,你这么做就是纯粹女人心思,你吃醋了。 何道齐秀无关? 那就好,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你才是。 你和他没关系,这就好。 伸手拍拍道齐运的膝盖,法独尊轻声道,乖乖的听话,等我娶了那位,侧妻的身份,你总有一个的。 说真的,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就算是一条猫猫狗狗的,我也对你有几分感情了,这是我的实心话。 道齐运的脸色好看了许多,他擦干净手指,从一旁的果盘中取出了一枚晶莹剔透的梨子,用一柄小玉刀细细的削起了果皮。 宅底外的大街上,虎大力,虎啸天带着大群虎妖穷凶极恶的挥动着兵器,将宅底四周的大街清理得干干净净,所有的闲杂人等都被他们一通棍棒乱打赶得远远的。 一根根图腾住被深深的埋进地里,一面面震其悬浮在空中,各色闪耀着奇异光泽的震气在空中遥相呼应,荡起一道道细微的空间波动。 数千颗老金贵的柜子被洒落在宅底四周的大街上,这些柜子落地生根,迅速长成了高有百丈的桂花树。 偌大的一座宅子,瞬间就被桂花树围得密不透风。 一声声深长的呼吸声传来,数千颗桂花树的树皮上,同时浮现了老树妖苍老的面容。 这些面孔同时眨巴眼睛,眸子里闪烁着森森绿火,他们张开嘴咧嘴而笑,低沉的笑声隐隐传遍了整个无风城。 战神山却为统领战图穿着一套崭新的重甲,手持一柄闪耀着夺目灵光的重剑,稳稳地站在了宅底的正门外。 在他身后,仅千名实力已经突破了巅峰战将修为,顺利踏入了王级的战神山协位一字而排开。 这些穴位身披同样崭新的重甲,厚重的面甲上雕刻着猙獰的鬼神图案。 透过面甲上的眼洞,可以看到他们闪烁着血光的眸子。 他们犹如来自太古洪荒的凶兽,低沉地喘息着,迫不及待地想要痛饮宅底中敌人的鲜血。 剑九长老带走了宅底中的所有剑门精英,留下的都是一群和杂役无异的外门弟子。 楚天的手下已经将整个宅底围得水泄不通,就连围困的大阵都布置了十几重了,留守的剑门弟子才发现了门外的动静。 厚重的大门开启,几个身穿白色剑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是修为只有立命静出街的剑门弟子大踏步走了出来,也没看清门外的动静,一名剑门弟子已经立声呵斥起来。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你们是干什么的?惊动了本门长老的安宁,妈呀! 这些剑门弟子终于看清了门外的情况。 原本人流汹涌的热闹大街不见了,一片浓密的桂花树林取而代之。 桂花树林外,是浓浓的烟云,其中隐隐有灵光闪烁,更有无数人影若隐若现。 在大门口,矗立着上千名身高一丈七八尺的巨汉。 这些汉子散发出的气息犹如猛兽恶鬼,怎么看都不是好路数。 你,你们,想要做什么?那剑门弟子哆哆嗦嗦的尖叫着。 还不等这些受惊的剑门弟子镇定心神,几个矫健的人影一溜烟的从大门内窜了出来,连蹦带跳的窜到了战图等人的身后。 阿狗,阿雀从桂花树后转了出来,那几个人影单膝跪倒在地,肃然向阿狗,阿雀行了一礼。 统领,那天族邪魔,就在宅邸中的碧水轩内,除了那天族邪魔,还有一个天族女妖。 这几个人影,正是过去一个多月来,阿狗,阿雀的鹰狼团用了高额贿赂,送入剑酒长老行员的杂役。 正是他们远远的瞅到了道奇运的样子,将消息传回了汉翠牙。 干得好,算你们大功一件,回去自有封赏。 阿雀咯咯笑道,行了,退下,你们修为不高,小心在这里断了胳膊腿儿的,以后还怎么找媳妇儿。 几个鹰狼团的探子黑黑笑了几声,站起身来,回头向几个目瞪口呆的剑门弟子打了个招呼,转身就没入了桂花树林中的云烟中。 你们,你们,几个剑门的外门弟子呆住了。 关于法独尊和道奇运的事情,这在剑酒长老带来的剑门弟子中并不是秘密。 他们知道,剑酒长老的行员中,的确藏匿了两个天族族人。 天族的大军正在疯狂攻打舵兴阳,他们的前锋已经距离第二岛圈的外延不远了。 剑酒长老作为第五岛圈的总督察使,若是从他的宅邸中找出了天族邪魔,尤其是,法独尊和道奇运,他们还不是普通的天族族人,他们可是来自天族最顶尖,最尊贵的子伐,道伐,法伐三大门伐。 这消息若是传出去,剑酒长老死定了,剑门都要脱一层皮。 几个外门弟子脸色一阵阵的青红不定,他们也不知道是疯了还是傻了,或者是剑门一贯以来的霸道作风给了他们强大的勇气。 他们没有返回宅邸开启禁制御敌,也没有回去给同门师兄弟们报信,而是拔剑而起,悍然向战徒等人杀了过来。 楚天从一株桂花树后面转了出来,看着那几个私生呐喊,周身剑光纵横的剑门弟子,不由的摇了摇头。 所以,收徒弟啊,一定不能收蠢货。 这些家伙,他们居然还没弄清情况。 剑酒长老带着人出去了,没有回来。 而我们却打上了门来,这就证明啊,剑酒长老倒霉了,我们是上门来算总账的。 能让剑酒长老吃瘪的人,他们也敢拔剑相像。 剑门到底是怎么教徒弟的? 这些剑门弟子的脑袋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楚天想起了骄狂自大的罗剑林,想起了脑子一根筋的剑酒长老,再看看这些疯疯癫癫的剑门弟子,他也不由的一阵无语。 很显然,剑门的门风很有问题,整个剑门从上到下,他们的脑子都出了大问题。 战徒犹如一尊铁塔,大踏步的走向宅子的大门。 几个剑门弟子手中的利剑狠狠劈砍在他的身上,常有树杖的剑芒撕扯着他的甲咒,随后剑芒粉碎,利剑也被震得寸寸碎裂,战徒动作并不是很快的,看似轻飘飘地撞在了几个剑门弟子的身上,他们就大口大口地吐着血,犹如风中的指人一样飞了出去。 战徒大笑一声,拎着长剑冲进了宅底。 他身后的血位们同样发出了高亢的战吼声,身上燃烧起熊熊的精雀烈焰,呼啸着紧随在战徒身后冲了进去。 楚天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宅底的大门前,在他身后的云烟中,好些人快步走了出来。 站在大门口,楚天笑着向身后的五大家族的头面人物,还有无风峡谷内排名前百位的大势力的首脑们笑道,诸位前辈,还请看好了,剑九长老勾结天族邪魔,悍然进攻我和翠牙,想要灭绝我和翠牙丹门,他可是叛徒啊。 楚天一愤填膺的吼道,作为第五道圈的总督察使,他要灭我和翠牙满门,他是想要断绝我灵修的一处丹药供应渠道啊。 毫无疑问,他勾结天族邪魔,想要吃里巴外,祸害我堕兴阳的灵修一脉呢。 眸子里一抹寒光闪过,楚天看着神色各异的众多势力首脑,语气温和的说道,诸位前辈想想看,若是大战爆发,而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灵丹,会是何等惨状呢? 几个中等势力的首脑相互望了望,其中一名白须老人沉声道,天师,和天族邪魔的大战,若是没有丹药供应,我们自然是吃亏,无数儿郎的生命。 或许就会因为缺少丹药而平白损失。 咳嗽了一声,白须老人犹犹豫豫的看着楚天,低声说道,但是,剑九长老毕竟是剑门长老,他又怎么可能勾结天族邪魔呢? 这,这,这,天师,并非老朽有意冒犯,不是老朽不相信您,只是,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除开五大家族的首脑,这些大势力的高层都是左右为难。 他们不愿意也不敢得罪楚天,否则楚天和五大家族若是断绝了对他们的丹药供应,他们就会很难受。 更不要说楚天要是嘴巴歪一歪,五大家族秋后算账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就没办法在无风峡谷存活。 可是要他们得罪剑门这个庞然大物,他们真心是不敢呢。 得罪了楚天和五大家族,他们换个地盘还能浑下去,可是得罪了剑门,整个多星阳几乎都没有他们的安身之等,那是要王族灭种的下场。 再说了,他们真心不相信,剑九长老怎么会蠢到勾结天族呢? 他在剑门已经是想尽了荣华富贵,有权有势,根基深厚,他就算投靠天族,天族只可能将他充当附庸甚至是奴婢,怎可能有他在剑门过得快活。 楚天微微一笑,他看着这些大势力的首脑沉声道,诸位,我楚天从不空口白话,剑九长老是否勾结邪魔,你们稍后就知道了,呀,来了。 一股可怕的威压从宅子中扩散开来,一股尊贵非凡的金光冲天而起,重重撞击在楚天欲先布置的封禁大阵上。 十几重封禁大阵喷出夺目的光焰雷霆,被那金光撞得摇摇欲坠,但是毕竟楚天做足了准备,十几重大阵硬生生的将这一道金光压制了下去。 金光犹如海啸一般向四周翻滚开来,金光所过之处,宅底中的各色建筑纷纷烟消云散,所有剑门弟子部下的禁制也都全部被毁。 最终,金光冲击在了围墙上,宅底的围墙也被金光化为乌有。 四周数千颗桂花树同时摇晃着,一道道明亮的碧绿色灵光横扫而出,化为一张大网,重重的和金光撞击在一起。 一声巨响,数千颗老数腰的分身桂花树剧烈的震荡着,枝叶也不知道折断了多少,碧绿色灵光一阵阵的摇晃,但是毕竟将那一道金光挡了下来。 漫天灰尘中,可见法独尊和道奇运灰头灰脸的悬浮在半空中,背上千血卫团团包围。 第443章 天子 法独尊悬浮在离地摆杖的空中,脸色难看得很。 再想往高处走,就动弹不得了,头顶的封禁大阵威能极大,哪怕他以那架威力绝伦的天平开路,依旧被大阵压制在了这小小的一方虚空中。 布阵的人手法很厉害,使用的阵气品级很不差。 这些都不要紧,给他足够的时间,法独尊有自信,凭借他的这件本命天气,他能破开这座该死的大阵。 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 战徒挥动着长剑,冷笑着盯着他。 四面八方上千名穴位战士气息森严,双眸喷涌着剑道猎物的凶兽一般凶残猙獰的凶光,同样恶狠狠地盯着他。 战徒的实力,足以和法独尊相抗。 当然,战徒没有法独尊这样强大的本命天气,两人短暂地交手,战徒吃了点亏,法独尊占了全面优势。 只是战徒的肉身太强横,恢复能力太强大,法独尊打断了他几根骨头,对战徒而言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伤势。 恼火的是,除开战徒,还有这上千穴位。 他们组成的战阵,将他们全部的力量连为一体,这股力量可怕到了极点,法独尊全力催动本命天气,也无法承受这股巨力的碾压。 刚刚他对这些邪位的战力判断失误,在和穴位交手的同时,居然还驱动本命天气去攻击外围的封禁大阵。 如果不是道奇运豁处取性命为他挡住了穴位们的联手一击,法独尊已经被穴位重伤。 道奇运身上的紧身近装安然无恙,但是他的双臂却在不断的抖动。 一缕缕鲜血从他袖管里流淌出来,化为点点暗金色的金珠叮叮当当的落在地上。 在黑色的禁装下面,他的双臂几乎崩解,皮肉,骨骼都碎成了一块块。 道奇运扶下了一颗疗伤的灵丹,透过薄薄的黑色禁装,可以看到他的手臂肌肉在快速的蠕动。 伤势在恢复,道奇运也痛得双眉紧簇,身体不断的颤抖着。 你们,是什么人? 法独尊咬着牙,怒使战徒。 战徒黑哈笑了一声,没吭声,他总不至于告诉法独尊,他们是来自神佑之地的战神后裔吧。 这肯定会惹出大麻烦的,毕竟他们神佑之地的敌人,可不仅仅是天族。 天族是邪魔,而这些灵修,也是。 楚天脚踏虚空,空气中好似有一座无形的楼梯,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法独尊的面前。 他们,是我和翠牙的护卫。 楚天脸色变都不变的,就给战徒他们胡周了一份身份来历,跺星阳,有体修传承。 只是,体修艰难,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不可能成长到太高的境界。 楚天自今地笑了笑,只是,恰恰好,我是一个很不错的炼丹师,我会炼制很多体修需要的极品灵丹。 一个炼丹师若是努力敛财,培养上千个强力战士,还是可以的。 体修 法独尊看了一眼周身精血气息犹如怒海翻滚的战徒等人,恼怒地看向了楚天,汉翠牙,楚天。 汉翠牙,楚天。 楚天看着法独尊,他很好奇地指着道奇运问道,这位姑娘,似乎一个多月前。 我们在码头上见过。 我还好奇,为什么他在码头上要攻击我,感情,你们和剑九长老勾结在了一起。 楚天拍了拍手,恍然大物般回头向无风峡谷的一众高层笑道,这就难怪了,剑九长老和我有丝绸,所以他既然勾结了天族邪魔,自然不介意借用天族邪魔的力量来刺杀我。 楚天常叹道,好主意啊,好算盘啊,借刀杀人啊,剑九长老可真是聪明啊。 道奇运怒喝了一声,他指着楚天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法独尊轻轻摇头,打断了他的话。 法独尊心里有他的顾忌,他宁可让天下人相信,使剑九长老和他勾结,要求他出手暗杀楚天,这个说法合情合理,谁也找不出任何纰漏。 他不能让道奇运说出真相。 他总不能告诉天下人,他来无风峡谷对付楚天,是因为楚天成了那位的家臣。 这话要是传出去,他相信,那位肯定能带着大队人马冲进他们到法的祖宅,活活打断他的腿,而他法独尊,就再也没有追求那位的资格和可能了。 无论楚天怎么说,他今天都认了。 哪怕勾结天族这个罪名,对剑九长老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罪责,甚至会连累到整个剑门。 这又如何? 反正倒霉的是别人,不是他自己,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法独尊配合着楚天的说法,大声的说道,没错,使剑九长老主动的联系上我,说他想要借助我族的力量,在这一场大战中,干掉所有骑在剑门头顶上的老不死。 让剑门成为灵境第一的超级大势力。 法独尊轻轻松松的就给剑九长老罗知了一个天大的罪名,顺带着毫不犹豫的给剑门扣了一口天大的黑锅。 狼子野心,罪该万死。 虎族家主虎百川猛的一跺脚,大声怒吼了起来。 真正该死。 四大家族的家主和一众长老纷纷破口大骂,一个个满脸红光的疯狂指责剑九长老的丧心病狂,指责剑门的疯狂野心。 无风峡谷的一众高层首脑目瞪口呆的相互使着眼色。 他们不愿相信法独尊的话,但是法独尊的话却是合情合理,所有人也都知道,剑门的形势骄横跋扈,平日里无法无天惯了。 要说剑门妄图取代三仙门,成为灵境排名第一的超级大势力,成为整个多星阳最强大的势力,这些剑门的剑疯子,似乎也做得出这种事情。 在这群无风峡谷的高层身边,火孔雀记起了一面硕大的古朴铜镜。 铜镜内光芒闪烁,几个来自三仙门,负责掌控这次大战的老人神色阴郁的站在那里,从法独尊冲天飞起,再到楚天和法独尊的疑问一答,所有的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 楚天负责构造罪名,火孔雀直接一杆子将现场直播捅到了这几个老怪物的面前。 不管几个老怪物如何处置剑门,反正剑九长老的黑锅是悲定了。 剑九长老已经死无对证,法独尊却确实实出现在他的宅邸里面。 剑门想要洗刷这份嫌疑,呵呵,楚天和火孔雀都为他们感到悲哀,剑九长老形势太张狂无忌,这也是报应啊。 剑门之事,吴等自然会调查清楚。 这天族邪魔,将其斩杀,可算而等大功一见。 铜镜内,几个高官老人之一冷冷的开口吩咐了一声,随后铜镜上的光芒暗淡下来,他们隔绝了通讯。 火孔雀收起了铜镜,笑颜如花的向楚天挥了挥手,天师,可听到了。 杀了这天族邪魔,算我们大功一见呢。 法独尊的脸色就变得难看起来,他力声喝道,下剑种,耳等斗胆。 楚天一声长啸,他手中长剑高抗阵鸣,一道剑气骤然分化出无数道剑光向法独尊斩杀了过去。 金灯上剑之天印剧烈震荡,放出无量强光,楚天随手挥剑,剑意纵横虚空,剑光撕裂空气,一时间竟然有一种天地之间万物尽成利剑的凌冽之意油然而生。 法独尊头顶悬浮的天平放出无量金光,团团笼罩了方圆树杖的范围。 楚天青交剑带着夺目剑光斩在金光上,只听刺耳的剑笑声绵绵不绝,一道道剑光微微陷入金光三寸左右,就被金光猛的倒弹而回。 楚天手腕巨痛,这架天平的力量伪实恐怖,要不是楚天小心的卸掉了大半反阵力量,他的手臂都会被震得粉碎。 青交剑发出愤怒的长笑声,法独尊的这剑本命天际威能太强, 同样灵性十足,威力巨大的青交剑不甘示弱的怒吼长笑,自发的带动剑光纵横跳跃,漫天剑光牢牢裹住了法独尊和道奇运,不断的向天平放出的金光侵蚀劈砍。 连续数千剑批出,楚天终于明白,法独尊的这架天平威力实在是太强大,他的这剑本命天气的品阶,明显比紫腕重新练过的青交剑还要高出几个品阶。 不出意外,这架天平,应该是天族高层秘密传承的重宝,而不是紫腕重用短短几个时辰时间就能重新炼制的戾气。 从根脚上,出身上来说,这架天平比青交剑可是强出太多太多了。 我,法伐独尊,乃天族天子,尊贵无匹,高高在上。 而等下剑种,任凭而等侍卫,你们又能奈我何? 法独尊积嘲的看着楚天,他伸出手指,向楚天还有战徒等人点了点,冷声道,我记住你们了,下次见面,我要你们一个个都死。 深深的看了楚天一眼,法独尊心里一阵阵的憋屈和无奈。 这话,也就只能是场面话。 他可以杀死战徒,可以杀死上千穴位,唯独对楚天,他只能放下狠话,他是绝对不可能让楚天死在他手上的。 法独尊心里明镜一般清楚,若是他亲手杀了楚天,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那位的脾气 想到那位发疯的时候那可不得场景,法独尊就不由的击零零打了个冷战。 恼怒的看了楚天一眼,再看看头顶云烟缠绕,霞光万丈的封禁大阵,法独尊咬着牙,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枚巴掌大小,形如梭子,通体缠绕着丝丝电芒的天服。 这是老祖在我百岁生日时赐下的护身天服。 可穿梭周天,破开一切尽致屏障。 法独尊恼怒的看着楚天冷声道,当日,我对老祖说,我为天族天子,凌驾万物之上,不可能有人逼得我使用这保命之物。 想不到今天,我却自食其言。 在老祖和一众族人,尤其是那些同族兄弟面前,可是不好看。 法独尊冷声道,丢脸,真正是丢脸。 所以,你们记住,你们都得死。 法独尊留下了威胁之语。 楚天则是冷笑着摇了摇头,天子。 你说,你是天族天子。 法独尊正要激发手中天服,听到楚天的问题,他冷笑着点了点头,我天族乃秉承天命之族,天地气运尽在我天族。 每隔万年,我天族当有子嗣秉承苍天意志而生,是为苍天之子。 我法独尊,就是这一万年的苍天之子,是为天子。 法独尊傲然昂起头,一副凛凛不可侵犯的神圣之气油然而生。 楚天呆了一会儿,脑子里天子二字盘旋了许久,不由得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当年,六道蜂魔大结界的鬼道,妖道等五道世界有道种,而这里,却又冒出来了一个天子。 嘿,苍天之子,若是你死在这里。 楚天咬着牙看着被金光团团包裹的法独尊,一时间也想不出对付他的好主意。 这架天平的威能太强,楚天手上固然有几样好东西,但是无论是炼天炉还是紫霄金阳炉,能不露面还是不要露面的好。 如此一来,能够对付法独尊的东西,可就真心没有了。 楚天一阵阵的无力,有时候,出身和家世,真的能决定很多东西。 比如说眼前的这位天子,他的一剑本命天气,就能让人对他无计可施,这才真正的窝火。 一旁的战徒一声大吼,他周身惊血烈焰冲起来十几丈高,他手中大剑带起一道寒芒,倾尽全力的一剑击出。 一声巨响,大剑粉碎,战徒双手血淋淋的被震飞了数百丈远,一头撞在了一株桂花树上,撞得那株大树蓝腰断裂,狼狈无比的在地上连连翻滚了十几个跟头。 混蛋,好厚的龟壳。 战徒怒笑了一声。 上千血位同时一声大吼,一团血云翻滚,云霞中一头六牙神像虚影一闪而逝,全部血云突然没入了一尊血位体内,这血位的气息骤然高涨百倍,他猛的一步迈出,手中战锤狠狠砸在了天平放出的金光上。 一声巨响,战锤粉碎。 天平放出的金光骤然他缩到一丈方圆,金光表面裂开了无数头发丝般稀小的裂痕,但是终究没有被击破。 出手的血位则是一声问哼,他体内传来爆豆子一般的骨骼碎裂声,庞大的身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蹊跷中不断地流出血来。 几个血位急忙将他搀扶了回去,给他灌下了一颗疗伤的丹药,这个血位这才一口粗气喘出,体内惊血能量疯狂燃烧,急速地修复起身体的伤势。 这一击的反振力量,差点没把他的身体震成了一团血物。 法独尊越发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看着楚天冷笑道,我为天子,苍天意志时刻庇护,无往不利,心想事成。 而等下剑种纵能猖獗一时,又岂能伤我分毫。 哈哈哈哈,尔等下剑种,迟早我要亲手将你们斩尽杀绝,让尔等。 法独尊手中天符爆发出夺目光芒,正要卷着他和道奇运离开此处,法独尊正要丢下最后的威胁之词,突然一抹淡淡的寒光从天而降,扑斥一声将他本命天气放出的金光打得粉碎。 连带着法独尊手上的天符,也被那一道不起眼的寒光打开了一丝裂痕。 法独尊一口老血喷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悬浮在半空看着四周发呆。 楚天一声狂笑,卷起袖子向法独尊扑了上去,天子! 嘿嘿,苍天之子! 嘿嘿!兄弟们,往死里打! 一群血为眼睛同时喷出金光,嗷嗷嚷叫着向法独尊围了上去。 第444章 恶人魔恶人 一刻钟后,原本的奢华宅底已经变成了一个圆形大坑。 坑底正中心位置,衣衫破烂的法独尊好似被一万条疯狗撕咬过的乞丐,奄奄一息的趴在地上,四肢角度怪异的扭曲着,内部骨骼起码断成了十七八节。 楚天,战徒,上千穴位,这么多人群起而殴打之,尤其是上千穴位力量强悍,下手粗暴不讲道理,平均每人狂殴上百次,法独尊就是被殴打了十几万次之多。 什么天子,什么苍天之子,什么气韵所聚,什么天地灵粹汇聚一身。 这些网自家脸皮上贴金的说法,可挡不住这群战神后裔的大拳头和大脚丫子。 接接实实的殴打持续了一刻钟,要不是楚天喊停,法独尊真会被锤成肉饼。 哇的一口血吐出来,法独尊艰难的抬起头来,他用力的咬咬牙,想要朝楚天说几句狠话。 但是上下牙床一磕碰,他才无奈的发现,他满口大牙都被打飞了。 楚天,你,你记住。 法独尊心中一股莫名的畏惧涌出,他的语调凭空弱了几分。 打得豪爽。 战徒咧嘴一笑,他蹲在法独尊的身边,右手拎着他的长发,将他的脑袋滴溜了起来用力的晃了晃,还敢说狠话。 还能说狠话。 看来,刚才打得不够。 战徒回过头来,朝楚天很认真地说道,天师,一定是刚才打他的时候,有兄弟没吃饱饭,所以下手轻了一些。 你看,他还敢威胁你,所以,我觉得,再揍他一顿,是极好的事情。 楚天站在一旁,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没吃饱饭呢。 嗯,告诉兄弟们,以后吃饭的时候放开度量吃,我汗脆牙颇有资产,养得活大度汗。 黑黑笑了一声,楚天将紫腕重心练过的重锤取了出来,迎风一晃,拳头大小的重锤变成了一丈长短,锤头足足有水缸大小的大锤子。 拎着重锤,锤头拖在地上,嘎吱声中,楚天向前走了几步,锤头就在地上压出了深深的痕迹,很显然这重锤的重量极其惊人,所过之处一切碎砖烂瓦都被压得粉碎。 楚天笑呵呵地看着脸色惨变的法独尊,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说道,从哪里下手呢? 脚丫子 膝盖 还是脸帮子 嗯,你这张小白脸生得太俊了,比我好看,我讨厌小白脸,所以,我对着你的脸来上一锤怎样? 法独尊的脸色惨变,他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心头一阵站立,想要说些软话,但是他自幼就养尊处优,高高在上惯了的,他如何可能像一个下剑种开口求饶? 被两个穴位架着肩膀,禁锢在一旁动弹不得的道祁运东的一下跪在了地上,红润的嘴唇变得惨白一片,道祁运结结巴巴的高声叫道,天师,天师,不要折磨少主,是我,是我晕了头,在码头上向你出手,和少主无关,和少主无关。 楚天的脚步骤然一停,似笑非笑地看招法独尊。 楚天的笑容中满含计较之意,法独尊看出了楚天没有说出口的运意,你堂堂法伐的少主法独尊,居然要靠一个女人帮自己求饶。 法独尊的面皮骤然变色,一张面皮变得金灿灿的,原本光芒暗淡的双眸中也猛地喷出一道灵力的神光,他咬着牙利声吼道,道祁运,给我站起来。 我堂堂法伐天子,不需要你一个女人帮我求饶。 站起来,你跪他怎地? 法独尊近乎是歇斯底里的怒吼着,身体疯狂的挣扎抽搐着,道祁运,你是我的人。 你只能向我下跪。 懂吗? 你只能向我下跪。 这个下剑种,这些个下剑种,你跪他怎地? 你跪他怎地? 啊,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法独尊私生怒吼,他体内一道道金色流光涌出,断折的骨骼开始急速地愈合, 碎骨拼凑在一起的时候,竟然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宛如玉块相互撞击的脆响。 还不等法独尊的伤势完全愈合,楚天抓起重锤,倾尽全力的一锤子闷在了他的胸口上。 骨折声抱起,法独尊一口血喷出,身体重重地倒在地上,四周的地面都剧烈地颤忧了一下,弱大的圆坑又向地下沉了数丈。 为什么,他就不能向我下跪呢? 因为你们是天族,是高高在上的天族。 楚天似笑非笑地看着法独尊,他慢悠悠地说道,只不过,你可否听说过,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的道理? 就算是天族,你现在落到了我的手里,你的生死都在我的掌握中,你觉得,你还有骄傲的资本? 法独尊怒视楚天,不断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 显然他恨得极了,他恨不得生吞活泼了楚天。 楚天看着跪在地上满脸是累的道奇运,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哎,我毕竟不是老二,那家伙若是在场,我都能想到他会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欺负你。 不过,我毕竟不是他,所以我也不会用你的性命威胁这个丫头,逼他做一些我家老二会赏心悦目,而你肯定会恨得将他抽筋扒皮的事情。 你应该感激我,毕竟我楚天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法独尊呆呆的看着楚天,他用了好些功夫,才明白了楚天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猛的瞪大了眼睛,骇然看看楚天,再看看道奇运,脸色变得无比的阴沉,无比的诡诀。 沉默了一阵子,法独尊咬着牙冷笑道,夏剑种,你是要我对你说感谢吗? 感谢你没有用我的性命,威胁道奇运做那些事情。 楚天低头看着法独尊,一个字一个字的冷声道,你再说一个夏剑种,我就让人扒光了你,把你吊在无风城的码头上示众,你身边还会储上一块石碑,标明你的出身来历。 你再敢说一个夏剑种,呵呵,虽然我是一个有底线的人,但是我家老二没底线,没节操,我会直接把你交给他去收拾,你觉得你会是什么下场? 当然是圈养一大群野猪,让这小白脸去给野猪配种咯。 楚邪的声音远远传来,而且在急速的靠近,下,天足法伐的少主。 如此血脉尊贵的人物,他配种生出来的小野猪,定然生的相貌堂堂,堪称苍天之孙是也。 楚天不吭声了,法独尊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异常,他死死的闭上嘴,再不敢说一句话。 自幼养尊处优,自幼娇生惯养,从没有接触过乌卓世间各种不堪入目黑暗面的法独尊,在这一刻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惧。 野猪,他知道是什么东西,肮脏污秽的畜生而已。 配种,这个词虽然粗俗些,但是他也知道这含义。 当野猪和配种联合在一起,而且目标是他法独尊时,法独尊脑海中下意识的闪过各种不堪入目的场景,他的身体剧烈的哆嗦起来,世间怎可能有如此可怕的事情。 世间怎可能有人,用如此欢快的语调说出这么残酷,残忍的话语。 法独尊看向楚天的目光中凭空多了一份暖意。 果然,楚天还是一个好人,只是被他叫人毒打一顿,这真不算什么。 楚天手一挥,封禁大阵裂开一条口子,楚邪得意洋洋的迈着四方步走了进来。 他一边走,一边向五大家族的家主、长老,还有众多大势力的高层欢快的骑手问安。 哈,虎家诸位老爷子好,嘿嘿,年纪大了,注意保养哦,我大哥会炼制三阳肾水丹,专门补肾壮阳的,回头给您送万儿八千颗过来。 当然,钱还是要收的。 哈,封家的诸位老爷子好。 封家的诸位公子这几天少见哪,是不是上次我拉着他们去青楼被几位老爷子发现了,不许他们出门。 哎,人不风流网少年哪,明天我亲自登门,请几位公子去喝酒。 哈哈,喝酒,纯喝酒啊,没有女人的。 几位老爷子放心。 哎哟,诸位老爷子好,平日里难得凑得这么整齐啊。 哈哈,今天大家都是来给我大哥捧场的吧。 这份人情,我楚二纪下来了,回头我被一批丹药,给诸位老爷子久久折呀,一定要赏光,多买点哪。 一种无风峡谷的大小势力的首脑忙不迭的和楚邪相互寒暄问候。 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但是现在大家都清楚,这货现在是无风峡谷最受欢迎的人,未来几年,他很可能成为第五岛圈甚至附近几个岛圈最受欢迎的人。 毕竟他大哥楚天能炼丹啊。 楚天能炼丹也就罢了,他还收了这么多门人弟子,还在源源不断的招收门人弟子,他调教门人有一手,入门的门人弟子很快就能成为合格的丹师,顺利炼制出各色丹药来。 哪怕只是最普通,最初级的丹药,这也是极其可怕的成才效率。 可想而知,未来几年,汉翠衙将成为第五岛圈最稳固,最重要的丹药源头。 大战将近,丹药就是性命。 楚邪掌管了汉翠衙很大一部分的丹药销售权利,就凭这个,他走到哪里,大家都要对他客客气气的。 一脸春风得意的走到了楚天身边,楚邪摸了摸嘴上一抹烟红的胭脂痕迹,笑呵呵的拍了拍楚天的肩膀,大哥,我刚刚回来,就听说你载了剑九那老王八,还堵上门来揍人了。 嘿,这小声的可小白脸了,我好想在他脸上画上七八十刀啊。 楚邪一眼就看到了法独尊,他看到法独尊的第一眼就觉得看不顺眼。 这小子可是个行动派,他一把就拔出了佩剑,一抹赤红色的剑光痴溜一声就往法独尊的脸上画去。 他楚二少都没生得这样玉树临风,这般俊美无双,你一个被打得浑身骨折的小白脸,居然敢比楚二少还生得俊美。 这就是死罪呀。 在盖州城的时候,哪个帅哥赶往楚二少面前凑? 那不是自己找眉头吗? 剑光亮起,法独尊怒吼一声,道齐运在一旁声嘶力竭的尖叫了一声不要。 楚邪手中剑光一停,他猛的转头看向了道齐运,他的眼睛骤然一亮,眼珠子都差点从眼眶里跳了出来,哎哟,这位姑娘好生面熟啊。 嘖嘖,如此美女,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哎,哎,这里打打杀杀的,完全配不上姑娘你的绝世美貌。 楚邪收起佩剑,嬉皮笑脸的连蹦带窜的跑到了道齐运身边,右手自然而然的勾住了道齐运的下巴。 姑娘,看你浑身是血的样子,楚二少好生心痛啊。 哎,哎,我的心太痛太痛了。 得了,跟楚二少走吧。 好生舒喜打扮一下,嘻嘻,楚二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欲先欲死,什么叫做死了又死。 还有死去活来,活了又死。 楚邪眸子里透着邪鬼莫测的幽光,痴痴笑道,楚二少人称盖州第一银枪将,纵横欢场多年,从未遇到对手,只要是美貌的姑娘,管你是贞洁烈女还是银荡荡妇,都会被楚二少一赶银枪杀的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姑娘,你试试,就知道楚二少此言不虚,就知道楚二少我可比那些生德中看不忠用的小白脸坚挺太多太多了。 楚邪在这里胡言乱语,道齐韵已惊吓得面皮惨白几乎透明,他出身尊贵,何曾有人敢对他说这样下流无耻的示警言语。 除了法独尊,天下又有哪个同龄男子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法独尊则是私生的怒吼起来,乌纳斯,你敢碰其韵一根头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让你。 楚邪头也不回的一只法独尊,给我往死里打。 楚铁徒等一众楚士护卫迅速围了上来,抡着各色兵器朝着法独尊就是一通疯狂的殴打。 说实在的,楚铁徒等人的修为太弱了一些,他们的攻击对法独尊而言完全不痛不痒,连他的面皮都伤损不了半点。 法独尊被楚铁徒等人一通狂殴,他的身形居然纹丝不动,依旧盯着楚鞋私生大骂。 只是这家伙骂人的词汇量极其有限,翻来覆去就是混账,混蛋,灭你满门之类的话,没有半点而精彩之处,从他的咒骂声中,你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威慑力。 楚鞋很不快地转过身来,他冷哼一声,万鬼朝宗徒呼啸着化为一道阴风冲上高空。 图卷中亿万恶鬼的眼睛亮起了惨绿,幽蓝,暗红,身子珠般阴森邪光,无数缕邪光喷出,迅速融入了楚铁徒他们的身体。 楚铁徒等人欢畅地长笑了一声,他们的力量飙升,手中兵器沉甸甸地砸在了法独尊的身上,刺耳的鼓裂声顿时不断响起。 法独尊惊慌地吼叫了一声,随后他就被劈头盖脸的痛击打得双手抱头,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 就是这样,往死里打。 啊呸,楚二少就讨厌这些只会卖嘴皮子的小白脸。 更讨厌这些小白脸身边,总有声得漂漂亮亮的大姑娘跟着,这不是浪费吗? 楚铁笑容满面地看着道齐韵,温柔款款地说道:"姑娘,得了,你家少主死定了,你没人要了,还是我储二少大人大量,收容你罢。 法独尊屈辱万分地咆哮了一声,他怒吼道:"我,我,我,住手。 有话,好说。 口风没软,但是显然,法独尊服了。 对对,请散歩慢慢。